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学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四百三十集 奎迪亚奇大举办拳 陈臣旭和林青二怎么也没想清楚 为什么李三思环球旅行一趟回来 就把苏子轩也一起给拐回来了 也不怪当初李父李母见到苏子轩的时候 会冤枉李三思拐卖少女了 因为现在就算是陈臣旭见到 也是同样的认为 夏克林打响了 陈臣旭和米菲一同围拢过来 陈臣旭拍了拍李三思的肩膀 米菲啊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成绩到处第一的李三思 现在终于见到了吧 李三思也是带着一种传奇色彩 看着陈臣旭的一个女朋友 米菲绝对是上等的美人胚子 关键还是陈臣旭的女朋友 就让李三思不得不感到意外了 所以无意识地呆愣在原地 而与此同时 李三思感到两肋同时一痛 两只手掐了他两边腰间调平起来 然后又迅速收了回去 一边是来自于苏子轩的 一边是来自于刚到的林青儿 两个女孩同时伸手 然后又同时发现对方的动作 在掐住李三思之后 他们又同时地收了回去 李三思回过神来 对米菲歉意地笑了笑 你好啊 米菲这个名字真好听 陈臣旭尖酸刻薄地说 废话 你以为所有人的名字 都跟你那么土啊 米菲微微地笑了笑 脸上绽放出一些光芒来 对李三思伸出手 你好 久仰大名 不错呀 林青儿促侠地笑了笑 李大少爷你的名声 看起来还是无人不晓的 就连我们的子轩 也能够跟着你同一天来上学 我 李三思摸了摸脑袋 然后伸手跟米菲握了握 我哪有啊 我多低调啊 行了行了 陈臣旭看他们两个人握手 赶紧从中间给卡断 米菲李三思看到陈臣旭这个样子 同时间笑 子轩 你这次来还有多久才会离开啊 林青儿装作有意无意地问苏子轩 长长的睫毛跳动着 我大概会把高中读完吧 苏子轩想了想 然后做出了一个打气的动作 就快要高考了 大家加油 陈臣旭像是想起了什么 旋即脸色又颓废下来 李三思观察敏锐 看了看陈臣旭 怎么了 有心事啊 林青儿看到李三思身上 穿着打扮和苏子轩如出一辙 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心里面有些酸酸的味道 嘴巴不自然地敏了起来 哎 本来啊 你刚刚回来 不应该给你提了一些 但是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陈臣旭一说起这些事情了 脑袋就有些疼 还不是言喻一伙人吗 暑假趁你不在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从外地邀请来了一个什么人 号称是散打比赛的冠军 当时在我们班聚会的时候 就已经来找过麻烦了 那个时候 你在环球旅行呢 他们才作罢 现在开学了 看到你还没回来 就拿我撒气 昨天我给了其中的谢虎跟段启山一人一拳 这不今天就来找我们报复了 刚刚被我们班给赶走的 他们前脚走 你后脚就到了 要是你再晚来三十秒 没准就能够遇到他们了 还能够顺便教训他们一下 李三四听到眉头皱起来 看着陈臣旭 言喻竟然还敢来找你的麻烦 陈臣旭点点头 他本来是不敢找我的 关键是他邀请那个人 据说很厉害 是专门来对付你的 想要报他们之前的一件之仇 言喻那个家伙实在太可恶了 林轻儿也顾不得比较 苏子轩和李三四之间的穿着了 恨恨地说道 他原本就讨厌言喻 也就是因为言喻本身 就是那种持强凌弱的类型 这样的人 似乎那个地方都避免不了 这本身也是自然的天性 米飞说道 他们绝对会在今天放学的时候 在门口等你的 李三四 你要是没有把握的话 咱们先避一遍 陈臣旭对这个韩广 还是有些担心的 不是我说啊 那个叫韩广的 好像浑身会散发出一种 让人浑身感觉很冰冷的感觉 反正我看到的时候 我直觉告诉我 这个人很不简单 没关系没关系 要是他们今天堵在门口的话 我就叫他们以后都不敢来了 李三四漫不经心地说 他现在最大的敌人是黑心人纽顿 要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掌握随意调动意志流的方法 否则 再次见到纽顿的时候 他是有死无生 但是现在 闫羽这种小角色 他也务必要吓唬一下 让闫羽不敢再来找麻烦了 就像当初的唐猎猿一样 如果不一次将他给打怕 他会不断地来骚扰你的 对付你的朋友 绝对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敌人 哪怕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这是李三四的优点 周围围着的高三五班学生 一度对现在围拢在李三四座位上 那五个人很好奇 曾经李三四跟陈辰旭 是班上所有人都不会注目的角色 就算是要注目 也是在颁布成绩的时候 他们两个往往是笑料 在重点中学里面 其实学生之间的攀比和歧视是尤为严重的 穿着打扮自然是攀比的对象 而成绩好的自然也轻视成绩差的同学 而同样 在敌老头的眼睛里面 所有的学生都跟他的奖金是画上等号的 有的时候 他看到教室里面人头攒动的盛况 就像是看到了一张张红脸蛋高高朝天的钞票 而李三四就像是一个漏斗 所有的钞票和荣誉 仿佛就朝他那个方向 哗啦啦地流下了下水道 所以当班主任米老头走进教室 看到李三四的时候 整张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本来李三四在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上 还是有些进步的 竟然每一科都及格了 但是接下来 就是几个重点高中争夺 奎迪亚旗学生学术大会 据说 因为奎迪亚旗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 使得和海山三大高中竞争奎迪亚旗比赛 开办权的国家重点级高中 由原来的四个增加到了八个 现在整个海山市是如临大敌啊 全国三十六个重点高中之中 海山三高排名第十八 一高排名十四 宣德高中排名第十 而和他们竞争的原四个重点高中里面 除了一所广都十七中排名十六之外 其他的都比海山三高的排名要低 而现在新加入的四个高中 不仅排名靠前 其中两个还是属于前十的全国名校 是拥有独立的出版社 占有每年高考选题出版书市场大半份额的高级中学 对于开始的四所中学 海山三高还有充分的把握把他们给击败 而听到后面四个中学加入 海山三大高中就像是被人灌了一杯凉水一样 直愣愣的凉到了心里 后四个中学学习成绩历来拔交 其中更是有许多无所不通的人才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报送国家顶级大学料子的学生 反观海山城三大高中的学生们 虽然优秀的也不少 但是要说和这些人比肩 第三高中自问 这方面人才寥寥无几 所以这些密布在三大高中头上的阴云 自然也转到了迷老头脸上 现在看到李三思 更是气就不打一处来啊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哼 第四百三十一集 火花 明老头对于李三思的气 其实大半也是因为上次 他进入有车一族的梦想 破灭之后衍生出来的 之前对于李三思 他还是有些吃惊的 看到他如此努力进入奎迪亚期之杯 明老头倒是态度稍微转变了一些 但是就在那次专门考核李三思 无奈遇上斯坦福大学考察团 从而使他的奖金被杀皮狗校长一笔勾销之后 也同时让明老头对李三思仅存了一点好感 消失全无了 现在又在这么个关键时刻看到李三思 使得心里面突然产生了 最好李三思永远都不要回到他的班级为好 心里面突然冒出这种想法 明老头思考之余 自己也给吓了一跳 再怎么说 自己也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了 所以让他也很心虚 连忙把眼神从李三思身上转移开 看到了旁边的苏子轩 他的笑容顿时又浮了上来 心里面倒是拟好了 这次班级推荐学术大赛的人选了 首先是林青儿 然后就是苏子轩 而新转来的米飞同学 成绩虽然也不错 但是毕竟中文水平有限 这一下子 你老头重新对班级充满了信心 再也没有谁能够比他了解 苏子轩和林青儿两个人的能力了 或许他们是在普通班里 但是两个人表现出的整体素质 绝对已经超过任何重点班的学生了 明老头脸上堆满了笑容 对苏子轩点头示意 然后环顾着整个班级 朗生说道 同学们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宣布 你们先听哪个呀 下面的学生一骗好消息 会儿消息 叫什么的都有 我先说好消息吧 起源于二十年前 与两年前停办的奎迪亚级比赛 将重新举办 周围学生在听到起源于二十年前这句话之后 就开始屏住呼吸了 他们已经一腻猜到米老头想要说什么了 但是真正等米老头说出来之后 还是所有人忍不住一片欢呼 坏消息就是 因为其他重点高中 还窥视着奎迪亚级这块肥肉 所以 他们要来争夺奎迪亚级的举办权 现在已经有八所学校 形成了既是联合 又是竞争的形式了 通过教育部对我们施压 而因为奎迪亚级之杯 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明确指出 教育部有权对奎迪亚级比赛进行调整 所以现在导致教育部和我们进退两难的地步 教育部为了一事公正 特此在我们海山三大高中和其他八大国家重点高中当中 在这十一个高中里面 举办一个争夺奎迪亚级之杯举办权的学生学术比赛 哪个地区获胜了 当然奎迪亚级之杯就移交给那个地区进行比赛选拔 啊 怎么会这样 完全就是强道嘛 人群传来一阵轰声 与此同时 整座教学楼其他方位的班级同时间响起了轰然的声音 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连成了一片 全是一些学生喧闹垂桌子 发现内心不满的声音 顿时覆盖了整个第三高中的上空 米拉头苦笑了一下 这种场面他早有预料 当然了 对于我们高三学生来说 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呢 学校让你们去比赛也不会白去的 所有参加了奎迪亚级之杯争夺比赛的高三学生 都将获得学校宝贵而寥寥无几的保送名额 也就是说 你们将提前进入大学 这句话一出 整个班级的氛围立马就再次点燃了 所有人都沸腾起来 参加的条件呢 是根据班主任推荐而来的 而我已经有了人选了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把这个比赛当成不靠努力进入大学的捷径 能够参加这个学术比赛的同学呢 也同样有轻易进入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能力 所以那些成绩上等偏下的同学们 你们还是努力学习吧 米老头顿了顿 加重了语气 林清儿 苏子轩 你们两个就作为我班推荐的两位参赛队员 参加争夺奎迪亚级杯的学术比赛吧 全班恶然地看着两个女孩子 又叹息的 又惊奇的 又欢呼的 但是最终都化为了对两个人的羡慕 林清儿和苏子轩恶然站起来 完全想不到 米老头竟然点到自己了 两个人站起来的一刹那 双目一对 空气突然变得流通缓慢起来 女生的心里很奇妙 至少现在两个人之间就是这样的 林清儿眼睛瞟了瞟了一三四 这个细小的动作并没有离开苏子轩的眼睛 她也同时看向旁边的李三四 李三四在看到苏子轩跟林清儿 同时瞟过来的眼神的时候 感到有一种闪电滑破空气 产生出气体的味道 八个和海山市三大高中竞争 奎迪亚纪支杯的学校 分别处于两个省市 其中的高中实力分配更是相差无几 任何一个省市 都有和海山三大高中竞争 奎迪亚纪的能力 而最让三大高中担忧的是 分别是位于东南省的广都十七中 和东北行省的水淀中学 这两个中学 一个是全国重点第七名 一个是重点第六名 两个中学都有着超过海山三大高中的实力 也同样是东南省和东北行省 两个地区高中的领头羊 等到这两个学校参与过后 很多教育学家都不看好海山三大高中了 因为三大高中最靠前的宣德高中 也不过是排名第十 且只有三所 比起其他两个行省分别有四所高中来说 实力确实有那么些单薄了 要从这里面抽出学生来比赛 能够拔尖的也不过是凤毛麟角 所以很多人大胆欲言 这次奎迪亚奇之杯学术争夺 其实是广多实习中和水电中学之间的宿命之争 但是最终奎迪亚奇之杯花落谁家 还是得等学术大赛之后才会揭晓 这次学术比赛 是由国家教育部的各方面专家出题 范围超出了义务教育的水平 难度大大超过了大学入学的考试 内容涵盖各个方面 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地理百科等等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 这套试题只有那些很少的 智力超长的学生适合做 临时抱佛脚绝对是来不及了 所以要保证选出的学生 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海山森大高中里面 每个高中要选出 20个各方面十分优异的学生 总共60个人 但是实际上 却没有那么多参赛名额 通过筛选过后 最终的参赛人数是40人 而其他8个高中 为了表示对海山森大高中的公正 每个高中都只派10个人参加 也就是每个省都出40个人 也同样保持跟森大高中的人数持平 所以这次 民老头看向苏子轩的手 双目放出精光来 因为无疑 他又找到一个顶尖的人才了 唯一不足的是 相对于林青而苏子轩成绩 更为顶尖的王子 却已经在两年前转学了 如果王子转学回来 那么他们班上就有了三个各方面优异的学生了 无疑是硬汉重点班的华丽阵容啊 想到这里 你老头有些得意 李三四撇了撇旁边的苏子轩 轻轻问道 你有把握吗 没有 苏子轩摇了摇头 我估计出的题目 奥林匹克数学 也就差不多是这个难度了 从前王子考完奥数之后 把天单给我做过 出来的成绩 也是在他之下 所以 现在 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李三四叹了口气 哎 我倒是想要在离开三高的时候 为他做一点什么事 那你就去做吧 苏子轩突然说到 眼睛流苏 你想在临走的时候 为你的学校留下一点什么 不是吗 这句话 像是穿透了阴霾的阳光 把李三四心里一直堵的什么东西 给释放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第四百三十二集 心理战略 仿佛又重新回到了耳边 那些潮水一般逝去的阳光和风景 面前迎着阳光 洒着阴影的书桌 面前有着黄亮斑纹的地面 同学匆匆而过的步伐 但是 最让李三四振奋的 还是那声下课的铃声 特别是在你老头 首舞足蹈中 打响的铃声 让李三四 格外感觉有一种征服的快感 因为 也只有这种铃声 才能够让话多的米老头 闭上他那念叨的嘴 三四先一步站起来 就开始收拾起书包来 然后 全班外带一个米老头 带着诧异的表情 看着飞快收拾东西的李三四 同时感觉 这家伙死性不改 看到李三四这个样 米老头也讲不下去了 只得合上书 提起了公文包 连下课都没说 就走出教室 如果多待一秒钟 估计他就会忍不住 对李三四破口大骂起来 李三四挠了挠头发 他也没办理 听到打铃的声音站起来 这完全就是条件反射 苏子轩也站起来收拾东西 对李三四吐了吐舌头 老师都被你气走了 你还真有本事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三四懦懦地说 全班已经纷纷走出教室 陈真旭带着米妃走了过来 对李三四打了一声招呼 回家了 然后走出门口等待他们两个 现在李三四五个人 绝对是整个第三高中的焦点 那是之前李三四 从来就没有可能想到过的事情 而现在之所以他们能够成为焦点 是因为林青儿 苏子轩和米妃 和这三个女生走在一起 两个人感到了 从来没有过的虚荣 李三四 我想吃冰淇淋了 你去给我买一个吧 林青儿习惯了 对李三四一致七十 现在众人齐齐走下学校 他这么一说 又带着一些其他的味道 学校内部靠近校门口的位置 倒是有一间小商店 林青儿最喜欢吃这种冰淇淋了 她是一个不爱吃零食的女孩 但是 却对这家商店里面 特制的冰淇淋迷恋不止 从前第二节大课休息的时候 都会叫李三四去买 而李三四都会在 划拳划书的情况下 被迫嘟囔着嘴 不过也占了不少便宜 因为全部都是林青儿请客 所以 李三四虽然嘴上不愿意去买 其实吃冰淇淋的时候 心里还是偷着乐的 大笨蛋 林青儿突然转回身来 看着李三四 从前你划拳书给我 应该是故意的吧 嘿嘿 李三四挠了挠头发 谁叫我比较穷呢 今天我请客吧 李三四现在身价也有三十万英镑 这些钱都是他从大林寺 一路到英帝国的时候积攒起来 李三四自己也觉得奇妙 自己两年前还是一个一无所有 没有前途 没有命运 甚至就连向林青儿表白 都会被拒绝的失败的男孩子 可是两年之后 现在虽然还在高三 但是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了 世界七海的海地 命运变化之奇妙 由此可见一斑啊 那个 苏子轩嘴巴轻轻吸动着 我也想吃 李三四微微愣神 挨着个儿地看陈真旭米飞 两个人都点点头 陈真旭 跟我来吧 我一个人拿不了 就这样 五个人每个人手中 都拿了一支颜色不同的冰淇淋 晃悠晃悠地朝着学校门口走去了 嗯 好怀念这样的味道啊 我大概有两年 没有吃过这样的冰淇淋了 林青儿瞟了瞟李三四 语气充满了憧憬 林青儿吃着嘴里面 甜软的冰淇淋 心里面有些感慨 两年前的李三四 还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他去哪里 李三四就去哪里 他们青梅竹马 这么多年以来 李三四仿佛成为 他生命里的一部分 他很自然地把这个男孩子 当成自己的男孩子 但是在这之前 他一直不知道 自己对他究竟是什么感觉 仿佛李三四就应该 一直那样 始终在他身边 而现在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 李三四的心 已经寄托在了 别的女孩子身上 冰冷的味道 在喉咙里面化开 味蕾已经没有了 丝毫的感觉 甚至于 林青儿吃到了 绿茶的那种苦味 冷冷的感觉 像是在喉咙里面的 味蕾处 开了一朵花一样 朝着心脉 荆棘一样地扎根生长 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其实 他早就已经知道 李三四和他的世界 已经在两年前 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 独自走向了 两个紧密相连 却最终会互不相干的方向 他知道 从那个敢爱敢恨的 女孩子出现以后 李三四的心 就慢慢朝他的方向靠拢 最后 远离了自己的彼岸 林青儿会有嫉妒 从李三四带着苏子轩 出现在五班教室门口的时候 林青儿发现自己的心脏 涌上了一股 十分强烈的嫉妒 那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难过 他终于回来了 只是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像是隔着永远不能跨越的鸿沟了 学校门口的位置处 嘻嘻拉拉的站了几个人 很多人走到这里 破鱼散发出来的气势都朝着旁边绕开 谢虎和段启山站在校门口 朝前面四处张望着 从李三四等人出现在坡道上 谢虎和段启山就已经看到五个人了 只不过他们大部分人的眼神都放在了米妃苏子轩和林青儿三个人身上 这次严谊是特别做了保险的 其实他们当初找李三四也是因为见识到了韩广的实力 一时间头脑发热 才临时去找李三四的麻烦的 现在经历了这么久 他们也开始怀疑究竟韩广是不是李三四的对手 现在为了保险起见 严谊把自己跆拳道的教练黄石也叫了过来 黄石因为打架厉害也是混得比较好的 平时也没有少拿严谊的好处 现在听严谊说有人要找他麻烦 自然也信誓旦旦的想帮他出头 所以现在在严谊谢虎段启山三个人的后面 当先站着的是一脸利器的韩广 从李三四出现的时候 他的一双眼睛就电射一般在李三四身上 然后就再也转移不开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看不透的人 他觉得李三四就是一个 从前在散打队的时候 比他强的那些成人组成员 虽然实力比他高上一等 但是也能从别人掌握的气势来探知对方的强弱 而李三四就是一个例外 如果李三四不是一个小角色的话 就是一个实力绝对在他之上的人 而韩广的旁边则是一个全身裹在运动服里的人 脑袋裹在连帽的运动服里面 看不到任何表情 整个人被隐藏起来 也同时让人看不透这个人的气势 李三四转过校门的时候 就感觉到身上不下四道精锐的目光扫过来 在接触到第一道锐利的眼光的时候 他就反射性的把气势内敛在身体之内 同时整个人全身感官全力运作 每一个触点都调动到了最为敏感的地步 通过投射到自己身上的目光感知对方的能力 其中的两道目光是带着一点敌意的 而又却并没有让李三四感觉一些针刺的感觉 应该是谢虎跟段启山那两人处传递来的目光 而另外一道凝聚了精芒 稍微有一点压迫力 应该是言喻那家伙的目光 而第四道目光 则给李三四一种皮肤生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这些倒是正常现象 说明对方的能力和眼神已经超过了言喻三个人 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地步 不过依然不可能放在李三四的眼里 而第五道目光 从一个身体裹在运动服里面的人射出的精芒来看 倒是让李三四有些在意 一时间 李三四已经掌握到了对方的实力分布 以运动服那个人最强 而他旁边的另外一个脸色很利的男子刺着 随后是言喻泄虎和段启山 全身裹在运动服里面的男子虽然厉害 但是也还没有让李三四到了放在心里的地步 他现在所想的 是怎么在心里的气势上完全压制过言喻等人 如果不把他们的心理防线给摧毁 只怕以后还会来找麻烦 言喻之所以来敢挑衅李三四 完全就是那种报复心态作怪 还有 他多年称王称霸 一旦被人威胁到那种不甘心 或使他就算见到李三四恐怖的实力 还是要来挑衅李三四 所以 李三四右脚踏上一步 步伐刚好踏足前端的丑 所有人的眼睛都迷一样的盯住他的右脚 在没有意识流的帮助下 李三四自问 自己就算是陡然爆发出全部的气势来 也不可能把他们给全部吓得胆寒 所以 现在要用一些心理方面的手段 他脚踏向前的手 起落的时间 刚好是对方眼睛对自己极度警惕的情况下 他右脚四万十块的踏出去 让对方顿时把眼神集中在了他奇怪的右脚上面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哦 第四百三十三集 气势退敌 陈陈旭依然和米飞聊着天 林青儿和苏子轩 看似专心对付着冰激凌 实际上各有心事 而现在 和他们隔了一道学校大门 距离不过二十米的盐狱等人 则感到了一种难以说明的怪异 从他们注视李三思踏出右脚的时候开始 警惕的心神就随之紧锁在李三思身上 以韩广的能力 更是没有办法观察到李三思的气势 在他看来 李三思的确散发了那么一些魄力 但是 这些魄力并不浓烈 远远达不到言喻他们曾经形容过他的地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难道 面前这个李三思能够自然而然地掩藏自己身体里面的气势吗 想到这里 韩广又摇了摇头心里面否定了 修行精神力有很多种渠道 不光通过精神修炼 也能够通过强化肉体 严格来说 李三思就是通过肉体的修炼和精神修炼两种 才能够达到现在如此强大的气势的 而韩广则是练散打的 那些积累出来的经验能力 也让他有了能够探知对手气势的一些精神力 而现在站在面前的李三思 就给人一种难以察觉的感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黄石是言语的跆拳道教练 自从五年前的全国跆拳道武术大赛 他败给冠军之后 从此就退出了跆拳道的擂台 安心回到海山城开启了跆拳道馆 他曾经也混过 不过现在从开启跆拳道馆以后 他就开始正正经经的做道馆的生意 教授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弟子 其中以言语最为突出 言语本身也是海山城高官的儿子 也给黄石添了许多便利 有了言语他爸的庇护 黄石自然也要给言语一些好处 一般就是帮他外出打架 言语在海山城之所以无法无天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黄石的存在 很多敌对势力都被黄石给打怕了 看到言语都远远的绕开走 而前段时间 黄石和自己的跆拳道班的学生 去省上打比赛 也正好是言语被打那段时间 所以也没有能够邀请到 如此厉害的人来教训李三四 黄石头天一回来 就听到了言语的诉苦 正好输了比赛的黄石 正是一肚子气 所以现在跟着来到校门口 来读李三四 黄石嘶哑地笑着 他的声带在比赛中受了损伤 现在说起话来 都有一些难听而晦涩的味道 我不在的时候 哪来的后生小辈 竟然这么猖狂 看到李三四等人走出来 黄石开始搜索对方的气势 李三四的气势并不强烈 陈辰旭的气势完全可以忽略 而林青儿三位女生的气质 却让他这个已经过了三十的人 有些心动 海山三高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难以想象 李三四踏出了右脚 等到所有人将眼神 集中在自己右脚的时候 然后左脚朝前一步 同时整个人的气势 却成倍的翻增 他一直刻意着压抑自己的气势 到最低点 这样到一瞬间爆发出来 才能够更有把握的 把对方给震住 就是先吸引对方的 所有的注意力 然后再顺着这些渠道趁虚而入 争取一举将对方的心灵给震住 想要不动一刀一枪 让对方投降 这个事情绝对有难度 而李三四更是在埋怨自己 不在意识流的状态下 那样的话 他的气势将会达到更高的巅峰 向他收服七海海盗王的时候 那四个海盗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 而就是因为李三四那种强大的 超乎任何人想象的精神能力 为他们制造一场 身处狂风暴雨一般的感觉 使得四个海盗王纷纷臣服 奉李三四为海地 如果处于意识流的状态下 那么面前的盐狱一伙 他是完全不用耍这些心理手段的 也能够凭着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迅速地压制对方 盐狱当然觉得一切都不同了 朝着他们走过来的李三四像是山一般的壮大起来 谢虎和段起山虽然不明白什么叫做气势 不过他们见到李三四迎面走过来的时候 感觉自己周围像是突然间暗淡下来 而李三四的身影却逐渐在自己面前清晰 不断地壮大 隐隐有一种把自己吞没的感觉 黄石和韩广同时感到震惊 从李三四迈出左脚的时候 他的气势就在不断地攀升 这根本就不可能 他们从来没见过能够将自己气势隐藏起来的人 更别提像是李三四这种高三的普通学生 黄石额头的汗已经大滴大滴地落下 啪哒啪哒地从他被帽子遮盖的头上落下来 滴在地面上 而韩广浑身已经开始颤抖起来 再看盐狱泄虎和段起山 整个人像是僵尸一样呆愣在原地 在他们的眼睛里 仿佛只剩下李三四不断变高变大的身影 慢慢地膨胀着 充斥着 迅速占据他们眼前不算大 也不算小的空间 李三四整个人不断地在催发那种强大的精神力 旁边的苏子轩和林青儿也有所感应 都奇怪地看着李三四 他们自然没有达到感知气势的地步 但是也同样觉得李三四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直直盯着前方的几个人 陈陈旭顺着李三四的眼光看过去 差点拉着米妃撒腿就跑 不过定神看到 严喻泄虎断起山三个人的表情之后 他又停住了要跑的脚步 李三四迈出右脚吸引他们注意力的车 到现在已经走出了四步 每一步他的气势都在攀升着 而对方就只剩下惊骇 到现在 韩广已经认识到李三四的气势在他之上 也同时知道了李三四现在表现出的能力足够轻易地解决他 而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李三四的气势到此还在不断地攀升着 已经隐隐到了一个压迫人害人的地步 李三四这种先势敌已弱 然后出其不意的精神力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当初在对付飞狼的时候 也是突如其来的精神冲击 使得飞狼心灵失手 丧失了防御 让李三四趁虚而入 如果他不是穿了钛纤维的防弹衣 估计李三四现在就没有这么一个朋友了 刚才在距离对方还要二十米远的时候 李三四如果瞬间放出全部的精神力的话 可能也会给对方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但是还绝对达到不了让对方心灵失手的地步 林青儿 苏子轩 米飞他们三个也看出端倪了 对方五个人紧紧盯住李三四 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惧的东西呀 而李三四看到盐狱之后 顿时知道是什么事的 虽然李三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异常厉害 但是从前李三四经常被盐狱围殴的事 他还历历在目呢 现在看到盐狱六个人 他更是担心起李三四来 只要有任何的不对 他已经下决心大喊救命 实在不行 让学校里面的保安出来 也要制止即将到来的斗殴 黄石一直在苦苦支撑着 李三四的气势在刚刚迈出第六步的时候 已经超越他了 他们终于知道 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了 而是一个卧虎藏龙的牛人 至此 他们之间的距离 已经从刚开始的二十多米 缩减到了十多米 李三四五个人跨出校门 在那一瞬间 李三四的精神力再次提升了 黄石跟韩广感觉要崩溃了 韩广的汗水已经浸透了整个背心 现在还要隐隐朝着身躯四肢蔓延的趋势 李三四的能力气势超越他太多了 以至于他终于相信 被言语怂恿来学校找李三四的麻烦 绝对是一件白痴的事情 言语泄虎三个人更是不堪了 他们觉得 现在每一根毫毛 就像面对一个无坚不摧的大石头 滚落一样无助 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 这就让人产生这么恐惧心理的能力 除了恐怖片里面的鬼魂之外 竟然还有人能做到 李三四叹了口气 他的精神力被压制到原来的三成 使得所有人都轻视了他 而之后他缓慢地释放出气势 到现在已经释放出了原来的七成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对方摧毁 他将最后的三成气势引而不发 是为了等待最后时机他们逼近的时候 只要把对方的距离拉近到五米 然后陡然释放出最后压箱底的三层精神力 同时配合嘴巴里的一个滚子 力图在精神和心理双重压力下 使对方不战而退 李三四五个人和言语五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林青儿这边更加警惕了 他已经做好了要喊救命的准备了 而苏子轩则是含笑不语 他对李三四则是丝毫没有紧张 距离越来越近了 走到李三四估计的距离的刹那 李三四双目瞳孔陡然间放大 压箱底的三层精神力 陡然间朝言语五个人倾斜出去 还没有等到李三四说出滚这个字 恰好 学校里面的集体铃声就轰然打响 言语五个人包括躲在帽子里面的黄石 整个人陡然一震 然后下一秒 黄石就一个猎切倒在了地上 汉广跟言语泄火断起山是夺路而逃啊 朝着学校的坡道不要命似的开跑 黄石已经完全胆寒了 摔倒在地的刹那 整个人条件反射的向旁边滚了一圈 连爬带跑的从地上 慌不择路的逃窜出去了 林青儿张大了嘴巴 转过头来看着李三四 丝毫不相信 这是李三四搞出的结果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434集 发掘更强能力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李三四都显得很忙 他给父母解释了自己手机的来历 当然不是他那个高级加过GP手机了 而同时也和苏子轩秘密处理着女神之心的一些事物 本身这些事物都不应该是他们处理的 他们在来海山城之后 女神之心就暂时让既有领导能力 也有专业知识的管家沙哈拉负责重建了 他们来海山城的一个月时间里 女神之心已经施工到了最后的阶段 只需要最后的半个月 女神之心就能够完全竣工了 他们还收到了几张女神之心的照片 加强版的女神之心 不仅修饰了美人鱼的皇冠 更是由上到下换了一番崭新的面目 从前的美人鱼 只有头顶上面有探射灯光 内部灯火通明 让远游的船只能够勉强辨认出轮廓 不过 现在的女神之心已经完全大改版了 外形身体不少位置 根据美人鱼的身体构造 布满了雾灯 加强版的女神之心 已经从原来在夜晚只有灯光构成的轮廓 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美人鱼了 美人鱼的尾巴 打着蓝色和红色交织的雾灯 而身躯则是略带一点金黄的感觉 头部则是偏于更亮 使她的美人鱼皇冠就算是在夜晚 也能够让三公里外的游轮看得是清清楚楚 照片后面还附着沙哈拉管家的话 我相信 加强版的女神之心 绝对有着其他七星级酒店难以媲美的外形 有着更加优质的服务 斯托克家族振兴的时刻 就将重新到来 斯托克公爵家族现在已经成为整个曼哈顿地区的笑柄了 提起破产公爵 大家都知道是斯托克家族 甚至于破产公爵这个名号 还传遍了英帝国的各个地区 斯托克家族的外部产业已经全部宣布破产 那些从二战时候延续下来的企业 和其存在多年的痕迹 在倒闭的时候还是让人特别感伤的 一个公爵的莫洛 绝对引起了英帝国皇家的重视 但是出奇的 皇室女皇并没有前来慰问 甚至于连代表都没有派出 仿佛斯托克公爵的莫洛和女皇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皇室没有任何的反应 对于皇室这样的无动于衷 斯托克公爵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作为一个公爵 他心里面装满了家族莫洛的苦涩 而作为一个曾经的浪子 他现在为自己从前的行为感到懊悔不已 从前高高在上 不觉得什么 而现在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心酸 斯托克家族的最后希望 也就在女神之心上了 这也是大家这么在乎女神之心的原因 李三思有些感慨 他这次去英帝国收获很大 不仅找回了苏妖精 还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让他更加成熟了 他知道不光是已经截下仇的修明顿公爵 还是黑心人纽顿 都是他未来最为强大的敌人 他也一直在寻找着战胜他们的办法 要是面对一个连子弹都不惧怕的人 那种强大的压迫感 已经让李三思就连呼吸也会顿上几个节奏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意识流 现在的关键是 他并不能够轻易地进入意识流的状态 而随着李三思的日益成熟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意识流的帮助 对于他来说 意识流始终是一种变数很大的特异功能 并且并不是任何情况都能够随意调用的 如果自己一味依赖于这种能力 那么最终他也会毁在这种能力之上 意识流的确是超越人类正常范畴的能力 但是李三思不能够保证他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他更是害怕如果自己过于依赖意识流来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到时候遇到纽顿的时候 发挥不出意识流的话 那么就将是他丧命的时候了 所以在还不能掌握意识流的时候 更要增强自己的能力 比如他可以掩藏自己的气势 能够在关键一刻起到出奇兵的作用 但是他最终只能将气势压迫到三成 如果将气势全部隐藏起来 那么他的实力将提升不止一个等级 因为只能压迫到三成 气势的收放空间只有七成 也就是说对别人的逆向精神冲击 只有他的七成气势 但是如果可以将气势压缩到五 那么他就有了十成的气势来缓冲 任何人在没有丝毫防备的情况下 陡然遇到这么强大的气势冲击 就算是纽顿这样的高手也会心灵失手的 给李三四一刻趁之机 但是现在对付纽顿就不能用这招了 因为上次交锋之中 他已经知道李三四的实力了 所以本身就有了防备了 李三四想用这种精神冲击力 造成对方思维定时的反差露出破绽 就几乎不能再奏效了 想要破掉纽顿 必须再寻找其他方法 否则李三四下次再遇到纽顿 绝对是九死一生 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 那唯一的生机 就是李三四救命的意识流发挥作用 否则其他人只能给他收尸了 一直以来 李三四有一个独特的训练方法 他的精神力锻炼一部分是来自于肉体 另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他的意识流 他每次使用意识流的时候 全身的感官和感知 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虽然效果很微弱 但是让人感觉得到 自从他能力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每次使用意识流加强身体的效果 在逐步的减弱 似乎越来越没有从前那么有效 从科学角度上去看 也是因为意识流而加强身体的效果 在逐渐递减 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现象 这种增长曲线幅度的减弱 实际上是因为身体精神各个方面 达到了一定程度而产生的疲劳增长 随着李三四自身越来越强大 这种增长曲线终将越来越弱 最终让人体再也感受不到了 甚至于达到了一个近乎停止增长的状态 李三四最近在另辟蹊径 这方面一直在努力寻找 下次遇到纽顿能够击败他的方法 而他有预感 他杀了黑手会纽顿的得意爱徒辛巴拉 这对黑手会的威信产生了巨大的削弱作用 所以纽顿不论为公为私 都有来找他报仇的理由 李三四必须要时刻做好准备 苏子轩被迷老头 推荐参加奎迪亚奇之杯的学术比赛 最近学校的训练多起来了 苏子轩在训练闲暇也将试卷带回来 试卷无疑都是生物数学语文化学等等方面的内容的 但是已经超出义务教育的范畴了 题目难度赶超了高考 一般来说 重点班上排名前头的人来做 能不能及格都是一个问题 这次也是取平均分来算的 三个地区除了海山城三大高中之外 其他两个高中谁的平均分最高 也就是算是奎迪亚奇之杯的举办权得主 苏子轩带回了那些题目 李三四抽个闲暇的时间看了看 具体来说 题目内容相当之难 他也只能在物理上面取得相当好的成绩 但是其他方面都是在五十多分左右徘徊 而这些东西都是他曾经为了学习物理和心理学 特地打基础学会来的 精通算不上 要说是勉强考核一下 他还是能够勉强过关的 李三四都是背着苏子轩偷偷做题的 要是让苏子轩知道 李三四门门都能够拿五十多分 保管会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李三四的 因为苏子轩做这套模拟试题 就连三大高中最为优秀的学生 也只能够勉强门门及格 李三四普遍每门五十分左右 但是物理却可以达到九十分上下 这样平摊下来 也相当于是能跟头号顶尖学生平起平坐 就连苏子轩做 每门考试最后也就是在四五十分上下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学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四百三十五集 螳螂捕蝉 刚刚咋巴着嘴 醒过来的李三思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插了腰的苏子轩 然后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毯子掉落在地上了 露出他单薄的睡衣来 睡衣单薄不要紧 关键是李三思刚才在做春梦 内容自然是跟苏子轩有关的 加上正好是早晨 那个啥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苏子轩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眼睛眨巴了眨巴 两个脸颊已经羞红了 哎 苏妖精 我让你叫我起床了吗 李三思现在面红耳赤 手忙脚乱地把毯子给扑上 然后紧紧地拽着被子的两个脚 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缩在沙发上面 看着面前的苏子轩 还有十五分钟上课 早餐我已经做好了 就放在桌子上面 如果你不想迟到的话 坐好现在就起来 苏子轩烫红着脸 撇了眼李三思 背上自己的米奇书包 朝房门走去了 这 只有十五分钟了 李三思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抓起自己的衣服 胡乱套起来 苏妖妖 等等我 李三思跟在苏子轩后面 搭了这脑袋 耳朵像是印度的红松叶 两个人因为早上的事情 所以到现在 气氛还是有些尴尬 李三思倒是要上前想说声 但是始终找不到怎么样开口 苏妖妖 今天天气不错啊 白痴啊你 我又不是瞎子 需要你说 苏子轩 苏子轩头也不回 对他脆倒 啊 李三思买下头去 忽然又抬起来 苏妖妖 今天晚上还要集训吧 嗯 今天下午放学还有一场 如果你想回家 可以先走 苏子轩因为这几天 奎迪亚琪举办全的 学术大会的关系 每天下午放学 都会在学校里面 多留一点时间 进行专门的做题训练 而李三思这几天 也是等他一起回家吃饭 因为苏子轩在家里的关系 李三思最近 也沾上苏子轩不少的光 改进了伙食不少 废话 我当然等你了 在苏子轩做题的时候 他倒是可以把当天的作业给做完 但是李三思一向比较懒 他并不是解不出这道题 而是完全不想用心去想 所以做作业的时候 从来就是 ABCDBCDA 乱填 李三思和苏子轩走上坡道 第三高中的正门面前 倒是站着几个学校领导级别的人物 虽然不见杀笔狗校长 但是像是训导主任刘正贤 教导主任陈淑芬 还有一些平常出现在领导层 但是李三思叫不出名字的人 此刻像是迎接上层检查一样 站在门口 那个阵长 好像在拦截什么人一样 李三思和苏子轩走上前去的时候 那一大堆学校管理人员分开一道口子 出现了一个李三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身影 盐狱 盐狱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纱布 身上不少的血斑 手上吊着石膏 唯一完好的就是双脚 所以现在还能够走在众多学校领导的面前 一副惨兮兮的样子 现在看到李三思走上来 顿时用那只没有受伤的左手 遥遥指着李三思高声喊道 就是他 人群当中 走出一个中年女人 头上烫着毛卷 身穿不知是什么动物 溜光皮毛的大衣 整个人珠光宝气 一双眼睛的边上 长着一颗红色的肉质 一张脸颧骨高索 一双眼睛刁钻的四处寻视着 听到言语一喊 眼睛转到李三思身上 眉毛顿时扬起来 尖声叫道 就是他 拦住他 别让他跑了 旁边的教导主任 训导主任 外加一群学校管理人员 呈一个包围的形式 朝李三思围拢过来 李三思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究竟对方这种阵仗是想要做什么 他看到言语的时候 心里面暗爽 不知道是哪个把言语 揍成这个样子 但是下一秒钟 言语竟然朝他大喊 就是自己干的 李三思耳力何其敏锐 言语和他建构虽然有二十多米 但是他们说的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直到另外一个女人走出来说 喊抓住自己的手 他在确认 他们的的确确就在说自己 李三思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苏子轩则也是皱着眉头 看着过来 把他们包围的学校管理层 两个人谁都没有先说话 李三思这段时间的经历 让他学会了静观其变 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他们先看看 这群管理层的人 到底想说什么 训导主任刘正贤 先一步走过来 狠狠地说道 又是你 李三思 怎么什么事都有你参合 李三思同学 我们学校并不是太欢迎 你这种学生 看你现在的表现 或许你是不准备 继续在我们学校读下去了吧 教导主任陈淑芬 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的年纪 应该是快要到了退休的时候 但是经历出奇的旺盛 嘴巴大的吓人 第三高中有两个 十分讨厌的角色 一个就是像邻家间谍一样的 政教处训导主任刘正贤 另一个 则是教委组被称之为烂嘴巴的 教导主任陈淑芬 这两个人 号称是第三高中的南贤北丑 南贤是刘正贤 北丑自然是陈淑芬 你就是让我儿子受这么重伤的那个人 一个中年妇女 排开人群 不分青红皂白 抓起李三思的衣领 扯到她面前 这位夫人 请你懂得尊重 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说 用不着用这样的方式 苏子轩眉头皱起来 严谕一蹶一拐地走到人群里面 李三思这才发现 其实他的脚也受伤 只是没有手那么严重 这是李三思奇怪啊 这才几天不见 怎么严谕伤成这个样子了 按理说严谕在海山称王称霸 他那天叫起来的人物 就算是比唐猎元起来 也是趾高不低 怎么可能遭到如此惨痛的伤痕呢 还一蹶一拐地过来 训导主人和教导主人 外加一连串学校领导人物 纷纷相劝 叶书记啊 您可别动气啊 对于这些不懂事的小学生 我们会处理的 被称之为叶主任的盐运母亲 整个面目横起来 戴着李三思的衣服 再扯了几下 然后恶狠狠地 将李三思给推开 你父母在哪里 叫他们出来 他们哪个单位的 叫他们的单位领导出来 陈主任 你马上给我打个电话 把警察局长给我找过来 我想要问问 这野小子的父母 究竟出自哪里 这么没有教养 这样的学生 怎么能够留在第三高中里面 李三思心里面 涌动了一股愤慨的气势 如果现在 在他面前的 不是一个中年妇女 李三思估计 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 言喻的母亲是政府高官 这句话定然是不假的 光是看他这样 趾高气昂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气势 就证明了传言 而旁边的三高领导人物 全部是一副 浸若寒蝉的样子 只有教导主任 陈淑芬一脸的风盈 叶书记放心 这小子叫做李三思 我们第三高中 当然不能够让这样的学生 留在第三高中里面 他的事情 学校自然会处理 我马上给局长刘汉三打电话 让他马上过来 苏子轩也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让女士你这么生气 言喻恨恨的看着李三思 从他妈妈刚才扯李三思的衣服 他就发现 李三思身上穿着一件衣服 牌子竟然是路易威登的 路易威登 言喻也只在杂志上面见过 据说一件衣服的价格在五六千以上 李三思以前是什么德行 他自然是知道的 他很难相信 李三思能够买得起这样一个牌子 但是 李三思身上的路易威登 从质量上来看 似乎又并不像是假货 言喻的心里面 涌出来强大的嫉妒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 竟然能够穿上这样牌子的衣服了 其实这些衣服都是苏子轩买的 李三思也不懂自己穿的什么高级货 言喻没有受伤那只手举起来 指着李三思 他前几天打了我以后 我朝坡道下面逃 就没看到迎面朝我开过来的车 原来是这样啊 李三思也不知道是该好气还是该好笑 传说中的悲情人物估计非言喻莫属了 只是言喻竟然污蔑自己打他 就算是整个第三高中的学生加起来 也不会相信有如此荒谬的事情发生啊 李三思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无耻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哦 哼 第四百三十六集 螳螂捕蝉 下 李三思打了你之后 这句话怎么解释 感情是他打完了你 怕白屁股走了 你才想起来要逃命吗 苏子轩皱着眉头 抓住了言喻的语病 言喻顿时有些语色 不管 不管 然而 言喻的母亲泼辣的摆摆手 手在李三思面前挥舞着 以至于李三思都能够感到那种闷人香水的静风 只怕现在 言喻母亲是不好动手 要是让她找到机会 她的手恐怕就要扇在李三思脸上去了 不管 马上把这野孩子的家长叫起来 叫他们当面和我谈 他们家长的单位领导也给我找过来 什么时候谈好了 什么时候放人 陈淑芬一脸表情倒是谄媚的 配合着言喻母亲唯唯诺诺 训导主任怒目看着李三思 那种表情就像是在质问他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哎 易阿姨是吧 你不要听你儿子的污蔑 你儿子在学校里面称王称霸 打架斗殴 我怎么可能打得了他呢 李三思耐下性子问 放你的屁 我儿子从来就是个三好学生 怎么可能打架 怎么可能斗殴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哪里的人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 把你的家长叫过来和我说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你的儿子前不久才设计了一次打架 据说也是你这个身为母亲的出面解决的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李三思反问 然后看向刘正贤 刘正贤的脸上有些不自然的神色 然后眼神一开 不去看李三思 放你的屁 上次的事情哪里有 哪里发生了 我儿子什么时候打人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儿子打架了 简直就是在胡说 言语母亲差点就没有跳起来了 高声喊道 训脑主任刘正贤 你就是专门处理学生打架的 难道你不知道吗 李三思问刘正贤 刘正贤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暗恨李三思这个时候怎么把自己脱下水了 心里面对这个到处惹事的李三思更是心存恨意了 亏自己当初在奎迪亚基比赛的时候 还心软让他通过 现在看根本就没必要 在关系到言语母亲叶慧这种 可以左右他在学校领导地位的海山政府部门书记的角色 他手心都在冒汗 叶慧一张脸更是不断的扭动着 什么脏话都连篇的骂出口了 但是他又要顾及自己的身份 于是骂出口的脏话都带了一点委婉回旋的味道 比如什么小兔崽子呀 你良心被狗吃了 还是你根本就是一坨大便 你说上次言语什么时候打人了 你也会见没有人敢顶撞他 更是嚣张 转过脸来看旁边的刘正贤 一副逼问的表情 刘正贤心中较苦啊 又不得不回答 上次的事情 具体来说两方面都有错 毕竟什么人做事情都有两面性嘛 不过具体来说 对对方的错误要大一些 李三四那个时候就在 严谊一伙人把一个人打得真满脸鲜血 鼻梁骨头错位 牙齿打掉三颗 脾脏和身体内脏都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最后逼得人家待不下去了 只能退学 而言喻也同样是因为母亲夜会的原因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 刘正贤这个时候说对方错误大一些 也没有对证 李三四心里面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 他看着刘正贤一字一顿的说 刘老师 我只想说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想你比我更知道 什么叫做真相 什么叫做无耻 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诋毁别人的人 就是无耻 刘正贤有些不自在 从来李三四就是一副温顺的样子 还没见过他这样言辞逼人呢 同时 他也有些愤怒 他从来就是反感学生反驳的 特别是现在政府书记在的时候 让他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了 他指着李三四的鼻子 李三四 我警告你啊 面前这个可是市里面的书记 你不要撒野啊 你要是认个错 最多赔上一点医药费 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这野小子这么嚣张 我不需要什么道歉 我再重生一次 不把他家长叫起来 我今天绝对不放人 叶慧是让大姨一抖一抖的 他站在中间 活脱脱一副凶悍的模样 我们想走想留 恐怕还不是你管得着的 苏子轩脸色平静 看着面前的叶慧 两人一动一径之间 对比突出异常明显 这女孩是谁啊 她家里人是谁啊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给我找她父母的领导来 我倒要看看 这一男一女 究竟是什么同气连织的关系 叶慧插着腰 双目高高扬起 浑身一幅高高在上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模样 因为一大早上 学校门口围了这么多人争吵 倒是引起不少学生的围观 清晨阳光低缕照射过来 弥漫在学校门口的位置 空气里面像是有种清晨的薄雾 迎着阳光朦朦胧胧的挥之不去 现在整个校门更是热闹了 学生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起来 只是其中的言语稍微有些不自在 她本身在学校里面 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人物 虽然本身很烂 但是却成功引起了不少小女生的青睐 因为她非常有形 但是现在浑身缠着绷带石膏 这样的模样让她从前的形象大损 她对李三四可以说是又怕又怒 好在现在自己的母亲为自己出头 她对李三四也没有畏惧的意思 另一只没有打绷带的手伸出向天空 不断地朝李三四侧脸颊的肩膀砸落 她并不敢直接打李三四的脸部 所以就打擦边球 拍打李三四肩膀的同时 直接划着她的脸 他妈的 就是你 怎么样 你不是很拽吗 怎么现在凶不起来了 言语张口闭口就是脏话 奇怪的是 她母亲夜会却充耳不闻 更是对言语的行为不加理睬 护短之急可见一斑 李三四一直在讲道里忍让 任由言语耍小聪明一样的拍了拍肩膀 苏子轩知道 李三四一直在克制自己 但是 如果言语那样子继续下去的话 苏子轩可以保证 他另外一只没有受伤的手 估计马上也要打成石膏了 嘎的一声 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 停在众人的面前 车里面下来几个西装黑裤的中年男子 最夸张的是 这辆车的车头还挂了一面红旗 显然是政府方面的车辆 从轿车上下来几个男子 走进自动分开的人群里 言语母亲的脸色顿时显得更加嚣张 张正伟 前局长 你们可来了 第三高中看来只怕是要翻天了 现在连我儿子就这样被打了 训达主任刘正贤 教导主任和一系列第三高中的领导人员脸色更加难看 张正伟是海参政府部门的政委 而前部长则是海参市教育局的局长 今天这样的事情竟然同时惊动了这三位大人物 第三高中这边齐齐变了脸色 哎呦 这不是言语吗 怎么伤成这样了 张正伟摸着言语的头 疼得他撕的一声 然后又赶紧放开了 张叔叔 就是他打的 言语指着李三思 哼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刚才你说是车把你撞成这个样子的 李三思看着言语 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所有人直接无视了李三思这句话 甚至于直接无视了李三思的反驳 言语母子又同时嚣张起来 什么脏话都劈劈啪啪的朝李三思头上砸 前局长一副肩脑袋 细眼眉 头顶上一抹头发抹了些油 麻在脑后 看着第三高中的众人 学生打架 这么严重的事情 今天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面 怎么可能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一定要严肃处理 毕竟被打的是叶书记的儿子 是是是是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刘正贤感觉自己的嘴巴都快不太灵光了 面前这三位大人物 任何一个都是海山市领头的人物 现在彻查第三高中的事情 倒是让他双脚有些发软 张正伟完全不去看李三思 只是眼睛看到苏子轩的时候 一双死鱼般的眼睛顿时透出一些光彩 诗诗然说 现在是法治社会 海山城已是在进行法治管理 打人的人应该去什么地方 去什么地方 我没有打人 李三思这句话是含着气势说的 声音顿时让周围李三圈外三圈的人 都能够听到 也同时间打断了张正伟准备侃侃而谈的演讲 张正伟有些愕然的看着李三思 他可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学生 竟然也敢在这打断他的讲话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这么僵持着 又有三辆呼啸的警车 从海山城的坡道上面开了出来 第三高中领导们一个个脸都绿了 这个学生做出来的事情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暂停他的学籍 或者留校查看 要不然就直接开除他 您叶书记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只要您高兴 我们在所不辞 听到警车的声音 教导主任陈书芬脸色跨白 联盟把大思路抛出来 叶书记 叶阿姨 李三思提高了声调 很奇怪 他说出的声音 竟然能够盖过在场的所有人的声音 使得所有人感觉到 他的声音就像是钻进心里一样 说不出的深刻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你的儿子好像是被车撞上这样的吧 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 李三思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认错还干什么呀 刘正仙心里面暴怒 看着仍然在狡辩的李三思 差点就没有直接过去扇他两下了 谁是你阿姨 不要和我套什么劲 我的儿子被车撞了不错 也会趾高气昂 但是他先被你打成脑震荡 所以才在迷糊下被车撞伤 也是你的前因 才有后果 警车停了下来 走下来四五个穿着深蓝色警服的警察 拍开人群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已经快上课了 很多学生恋恋不舍地走进了校门 但是 还是占满了不少暴定决心要把这出戏看完的学生 反正现在 管理开关大门的刘正贤也被牵扯到这个事情上面来了 除非他们自己的班主任 否则的话 没有人能够把他们逮回去 看到警察来了 也会更是快要跳起来巴掌高了 旁边的张正伟现在一语不发 冷冷地看着李三思 而前局长则是一副欣赏的样子 这个高中生的骨气底子似乎硬了一点 只要抓进派出所 管他两天 再给了一些特殊的照顾 估计他那个时候就老实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哦 第437集 螳螂捕蝉 三 米老头面前的电话 已经响了三声了 这是他第三次按断电话 下面教室里面 还有李三思苏子轩的座位是空着的 两个人齐刷刷的没有来 虽然学校要求老师上课要关闭手机 但是米老师习惯开着手机上课 已经是多年来的习惯了 最多不接电话就是了 不过今天 电话已经在几分钟之内响了三声了 下面的学生又不少抬起头来 很多人觉得今天有些反常 这是第四通电话了 米老头很想关机 但是好奇心已经淹没了他刚才的决心了 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走到教室门口 按一下按键 接听起来 接着 电话里传来刘正贤暴怒的声音 米老头 嫌你在三分钟之内 马上给我赶到学校 看看你的学生干了什么好事 然后电话挂断了 米老头一张脸已经变得铁青了 他的眼睛停留在空荡荡的李三思的位置上面 他明白刚才刘正贤话里面的暴怒味道 这件事情绝不简单 米老头进了教室 你们做题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林青儿担忧地看了看李三思和苏子轩的座位 直觉上面 他觉得李三思闯了大祸 陈真旭也是一脸的茫然 但是 他们心里面都有了一些的猜测 最后 林青儿和陈真旭对视了眼 都看到双方眼里面的无奈 怎么了 刚才老师出去 难道是因为李三思的事情 米飞关切地问 在她的印象里 李三思那天完全就是英雄 一个人不动刀枪 竟然逼退了五个会儿会 更夸张的是 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家伙 更是被李三思吓得一下倒在地上 连滚带爬地溜走了 从那之后 米飞就更加频繁地打听李三思的故事和消息 倒是让陈真旭心里面出现了危机意识 生怕一个不小心 自己的女朋友就给李三思挖了墙角了 只是现在 陈真旭也是摇了摇头 不知道呢 李三思那家伙 不会又惹上什么事了吧 来人 把这家伙给我抓走 叶慧看到警察来了 更是得意 让他爸妈到监狱去接他 给我拘留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坚决不能够放 两个警察过来 一左一右夹着李三思左右的肩膀 苏子轩上前想要拉开两个警察 被李三思挥了挥手给挡开了 然后他看着夜会 不用拉我 今天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我绝不可能走的 你儿子那天 带着四个人来拦截想要打我 我从始至终没有动一下手 这一点上我可以有很多证人 如果不信的话 我可以一一列出来 让他们出来作证 看看你一个所谓的宝贝儿子 平时间是怎么一个恶霸的形象 你喊出来的人 当然都像着你 我的儿子是什么人啊 我比你更加的清楚 你这么小的年纪 竟然就如此凶恶 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们给我拖下去 夜会对警察摆摆手 两个警察神色有些不自然 看着张正伟 后者微微点点头 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夹着李三思 就要朝警车里面拖 李三思心里面爆发出一种莫名的怒火 这个女人的儿子 刚刚就不断地骂着脏话 那种嚣张的模样 这个女人居然视而不见 言喻从前打那些学生 一个个都是吐血进了医院 别人的父母拿他们没办法 现在恶有恶报 言喻被车给撞了 他就要翻天了 找不到逃亡的司机 就开始拿和言喻有关的自己下手 那些被言喻打伤打残 最后被迫转学的学生呢 谁又来为他们讨回公道 言喻反而更是趁火烧市 看到在场所有人都不敢惹他 他更是越加嚣张了 言喻更是得意了 看着平时间严肃威严的刘正贤 现在在他妈妈夜会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放 言喻心里面 涌上来无上的虚荣和骄傲感 他躲着步子 走到刘正贤旁边 你还待着干什么呀 赶快把李三思开除了 对于李三思的处理 我没有权利 开除学生得校长批准才可以 刘正贤有些别扭 估计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一个学生这样吼吧 批准个屁 叶辉眼睛一横 你们校长在哪里 让他马上给我过来 我要他给我一个说法 刘正贤就像是吞了一个苍蝇 被这句话噎在原地 憋红了脸 什么也说不出来 出什么事了 你老头分开人群走了进来 等他看到李三思的时候 他心里面的火就不打一处来 这人是谁啊 叶辉瞟了眼这个矮小 而其貌不扬的老头 我是李三思的班主任 你老头走上一步 看着面前的夜会 这位是 这就是我们政府的夜书记 你老头 你看看你的学生 究竟做了什么 把人家孩子的言语打成了这个样子 你到底适不适合做班主任 不适合就卷起铺盖卷离开 陈书芬眼睛瞟向过来的你老头 给他不断的施压 李三思的家长 你那边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一趟 给人家夜书记当面的赔罪道歉 你老头的脸色很平静 我想问一下 我的学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了 竟然劳驾到出动警察的地步 他当然知道言语是什么货色了 也知道这样的人能够干出些什么事来 李三思虽然成绩差了一点 平常过火了一点 让他很是生气 但是李三思的性格他是知道的 绝不可能把一个称谋称霸的言语打成这个样子 李三思把言语打成这个样子 你说的犯了什么错 刘正贤恨恨地瞪了迷老头一眼 然后转过头来 看着旁边两位大人物 对迷老头说 这是教育局的前局长 这是张正伟 李老头陡然一震 这些都是海山城里面的大人物 平时见一个都困难 现在竟然齐刷刷地见到了三个 他一时间也有些失措 教育局长 海山市政委 市委书记 这三个人 平时间何等地察言观色 通过人的外表 顿时就能够知道他的内心 迷老头脸色细微的小动作 自然没有逃过三个人的眼睛 前局长嘴角微微动了动 心里面不以为然的轻笑 张正伟都不知道 见过多少次这样的世面 现在看迷老头这副表情 都是他意料之中的 让他唯一意外的事 就是李三思 为什么还是一副 丝毫不怕的样子 言语的母亲叶惠 更是对迷老头不屑一顾 他现在施压 就是为了让这些压力 同时施加到李三思身上 迷老头看着刘正贤 然后指着满身纱布的言语 你相信言语 是被李三思打伤的吗 刘主任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吧 刘正贤微微一愣 看着李三思 没说话 这句话的用意 显然是在质疑言语 被李三思打伤 刘正贤不知道 迷老头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一点好处都没有 两个警察因为现场还没有解决 所以也暂时松开了李三思 等待最后这些在场领导的宣判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我的儿子身上的伤痕 和李三思没有丝毫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 我的儿子在诽谤李三思 叶惠的声音高上来 带着一种压迫性的语气质问 迷老头 你是这个学生的班主任 也会带着轻蔑的不屑 所以你就当然要包庇他了 请问你是特级教师 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 对于言语母亲的逼问 迷老头有些轻微的脸红 我只是中级职称 你是不是想你的中级职称 也付出流水啊 前局长在旁边突然冒出一句 你做了一辈子教师 什么荣誉都是自己硬生生拼回来的 你也不想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老师 最后就成为一个没有职称 没有资格证 连国家都不承认教师资格的老师吧 前局长身为教育局长 说出的话是绝对有威胁性的 顿时让迷老头犹豫了一下 然后迷老头抬起头来 无所谓 要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忍气吞声了 使得我的学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我就算是继续做下去 心里面还是有愧疚的 迷老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李三思鼻子有些酸酸的 从刚才言语母亲破口 大骂开始 周围的人全都是针对他来的 没有一个站在自己这一方的 要是换作从前的李三思的话 只怕现在面对这群人 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而他的父母说不定也会因此丢掉工作 迷老头虽然平时间也很自私 也同样为了半集体的荣誉 憎恨他这个拖后腿的人物 但是现在 他作为一个班主任老师的角度上面 表现出了一种责任感 对自己学生的负责 同时也是对老师这个神圣职业的负责 或许迷老头在将来回忆起来之后 会后悔当时的冲动 但是至少现在 他作为老师那种责任感告诉他 此刻他必须要这样做 敏老师 严谕身上的伤并不是李三思打伤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场 苏子轩站出来 当时的情况是 严谕带着几个人想要过来拦截李三思 却被李三思给吓跑了 从头到尾 李三思都没有动过一根手指 当时有很多证人 你可以问陈陈旭和米菲 当时他们也在现场 可以说明一切 你个小娘皮 当然帮着这野学生了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的份 叶会骂道 然后朝着两个站在一旁的警察吼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给我把这个打人的野学生 带回派出所去 对不起 叶书记 我的学生已经说了 不是李三思打的言语 如果想带他走的话 就先把我给带走吧 米老头挡在李三思前面 他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 竟然敢在海神城的领导面前顶撞 米老头估计 这件事情过后 他多半会大病一场 海神城这边的领导班子 集体汗衍 他们已经尽量讨好 面前这个言语的母亲了 却没想到 米老头一来 完全将他们之前所做的努力 全部都推翻了 两边的警车 警灯闪动着 周围的人脸上表情各异 最为突出的就是刘正贤和陈书芬 陈书芬长满了雀斑的脸 惊奇地看着米老头 他实在不敢相信 平时见那个米老头 这个手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陈琛逊 米飞和林青儿 还要跟着他们的几个舞班的学生 走出了人群 举着手喊道 当时我们都在现场 李三思说的不错 他根本就没动言语一根手指头 完全是他自己跑下去被车给撞了 现在还过来冤枉别人 真是可耻 陈辰旭和米飞在教室里面闲不住 而且看米老头那个样子 很自然推测到是李三思出事了 于是他们就跟着走了下来 就看到校门口围了那么大一堆人 向别人一打听 顿时就得知了里面的来龙去脉 严玉看着陈真旭走出人群指正 包裹在纱布里面的脸已经变得铁青了 指着陈真旭 你 你 一个字拟了半天也没吐出个完整的 你们从一开始就对李三思做了什么 细节避而不谈 只是咬死他殴打严玉 就是警察想要抓人 也要讲个证据吧 陈真旭说 现在人证我们都在 我们看到李三思没有打严玉 你们有什么权利抓他 你们根本就和这个家伙是一伙的 当然会帮着他出头作证 你们的话 根本就不足以成为证据 叶会大手一挥 否定陈真旭等人的发言 我们都看到了 对 我们都看到了 看到了 现场里三圈外三圈围住众人的学生们 纷纷举起了手 一只只手像是惊奇一样 纷纷的竖起来 代表着对严玉的宣判 所有周围围起来的学生 都同时举起了手 支援李三思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哼 第四百三十八集 看到周围一层一层举起来的手臂 李三思很是感动 这些人那天当然不可能都看到了 只是严玉在学校里面的作风习气 已经让人们打心眼里面讨厌 再加上现在严玉的母亲 外加她邀请而来的一大班海神城的大人物 在这里大耍官威 使得所有人都对李三思产生了一种同仇敌忾的决心 因为说不定换一个角度 现在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李三思 而是他们自己了 同样也会遭到这样的命运 所以不约而同的 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支援李三思 严玉一张脸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就连张政伟和前局长也是尴尬的站在原地 严玉母亲叶慧的脸色更像是隔天的猪肝 蒙上了一层死灰的颜色 慢慢的暗淡 她现在更像是站在破落的战场里 周围全都是四处插满的刺毛 密密麻麻构成了一个枪林 而她则显得越加孤独无一了 这样的表情也只持续了一秒钟而已 叶慧就已经换了一副嘴脸 望向旁边的两个警察 刚才我就告诉你们带走这个学生 你们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进水啊 难道没有听到我的话吗 你们是哪个大队的 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 是不是要我把你们的派出所所长 亲自叫过来拿人才行啊 两个警察被骂得一愣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就要过来把李三思挟持住 你老头却过来 一把拦在两个警察之间 加重了语气 我说过了 如果你们想带走李三思的话 就先把我抓走 你老头 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陈叔分都要崩溃了 自己学校的老师 和市里面的领导对着干 这还得了啊 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我在保护自己清白的学生 米老师 张政伟慢条思理的说 他什么场面没见过你 米老师 我再次提醒你一下 我们并不是要把李三思关起来 而是请他回警察局协助调查 如果你在这样不合作的话 那我也只能够说 你将同样会因为妨碍公务 被警察一起带回局里 我们有权对你进行关押拘留 苏子轩接上话 对不起 这位不知道是什么政委的先生 不知道你学习过法律没有 现在你们好像并不能将米老师 关押拘留 因为既然李三思不是被抓 而是协助调查 那么米老头这样阻拦 就够不成刑事事件 所以并不能够关押拘留 否则的话 我们保留对你们起诉的权利 张政伟今天 遇到两个比较难缠的人物 一个是李三思 另一个就是他旁边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不说话则已 一说话都是咫尺要害 让他们处处都施展不开 听苏子轩这么一说 两位警察顿时不敢有所动作 他们就那么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你给我讲法律是吧 你还给我讲起了法律 叶惠狠狠地咬牙 脏话骂了一连串 然后对旁边的人说 马上给刘汉三打电话 让他多派点人来 既然他们要讲法律 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法律 小丫头骗子 竟然敢给我一本正经的讲法律 桌子上电话铃声响起 海山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的刘汉三 正在看着面前一大堆文件 听到电话 他揉了揉太阳穴 很熟练的右手接起了电话 刘局长 传来的是助手小兰的声音 叶书记他们现在正在海山三高 抓打他儿子的人 请你带一个中队过去 协助解决 刘汉三差点没有拍桌子站起来 叶书记他见过 整体评价就是一个处于更年期 并且相当压间嘴利的女人 这么屁大点的事 竟然让自己警局带着一个中队赶过去 我们警方的资源很宝贵 这么些个屁事 竟然也打到警察局办公室来 让地区的派出所去 话筒里面传来助手诺诺的声音 刘汉三想了想 觉得有些不妥 继而说 你就这样说 说局长正在处理一桩谋杀案 开会去了 找不到 听见没有 张政委放下电话 对着夜会摇了摇头 哎哟 这开会去了 找不到他呀 我就不信这个小兔崽子 我治不住 夜会撸起了袖子 对着人群外围几个警察喊道 你们过来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 就在三个警察要越过人群 拿住迷老头的手臂的时候 李三思说了一句不当 但是却能够投进每个人耳朵里的话 不要碰我的老师 张政委心里面一阵高兴 如果李三思为了保护老师 而跟警察大打出手的话 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为对李三思的一切罪 都有了定罪了 不光是打架斗殴 还袭警 这足够让已经过了18岁的 李三思蹲监狱了 迷老头有些愣住了 他看着一边的李三思 他已经听出了 李三思这句话里面的情绪了 两个原本是相互讨厌的师生 在这一刻眼神交汇了 很有一种忘年交的味道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的想法很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 在李三思和迷老头之间 的的确确有些跨越时间 而相互信任的友谊 才慢慢萌芽诞生了 李三思的话语很平静 但是语气中 却隐隐露出一种威严 陈陈旭 林青儿 苏子轩 担心地看着李三思 他们都知道李三思的实力 他们担心 如果李三思真的突然抱起来打架 现场都是警察 这罪名可是不小啊 此刻的张正伟 嘴角已经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来 他欢迎李三思打人 特别是打警察 那么一切原本复杂的事情 都会马上变得简单化的 一个罪名就能够将李三思给拿下 说到底 李三思这么一个高中生 怎么跟他们斗了 李三思当然不会如他们所愿 真去袭警 他已经抱着剑士药 拨通电话打给大林寺的想法 和藏员取得联系 大林寺有着国家高级监管机构的权力 肯定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是现在要是把GP手机从裤兜里面掏出来 那就麻烦了 GP手机上面确实还有监视功能 不过权限已经降低很多了 仅仅是让大林寺知道 李三思现在所处的位置罢了 不过如果李三思现在一个电话打过去 说不定明天就会被召去大林寺训话了 这样的风险 不仅仅是他不能冒 就连大林寺也担当不起 所以说出这句话以前 李三思还是想着用大林寺来解决问题 但是说出那句话以后 李三思已经发现那非常不现实 李三思这句话没有含着气势压迫出来 也只是对在场警察威慑了两秒钟 李三思毕竟是一个高中生 他本身的外貌不能给人以威慑 所以在警察反应过来之后 就要走上前去 将李三思双手反背在身后 压上警车 就是这样 把那小兔崽子给我抓起来 关到监狱里面 让他爸妈过来看看 他们究竟生出一个什么儿子 还有 叶慧像是响起什么 他爸妈的工作单位是什么 他们的领导电话是多少 我来打个电话过去 就在这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沙皮狗校长带着几个老师模样的人 跟着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 掩饰是学校的医务处的老师 看到校长出现 原本一直拍着前局长马屁的陈淑芬 也赶紧站回了学校领导的队伍 刘正贤也闭上了嘴巴 五个警察逮捕李三思和民老头的动作 僵硬在了原地 他们这次是没有受到上级出警的指示而行动的 说白了 这也是一桩民事案件 所以他们并没有急于抓人 事态还在发展 他们也在不断地观察 校长大人 你可终于出现了 前局长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 看着沙皮狗校长 我可终于找到你了 校长 你给我过来看看 这个野学生把我儿子打成什么样子 你今天不当场给我个说法 我们今天就耗在这里了 叶会看校长出来更嚣张了 他在抓了李三思的同时 也向校长亲口下命令 当场开除李三思 而沙皮狗校长 眼神冷冷地扫射了人群一眼 不理前局长 静止到叶会的旁边说 叶书记 我当然会给你一个说法了 不过我也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老头看到校长出现了 双眼闪过一些激动的光芒 校长虽然平时严厉了一点 但是他相信自己的校长 能够处理好面前的一切 校长 你可要把叶书记这件事情处理好了 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 当然了 不能徇私 也不能因为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 就有所包庇 事情是怎么样的 你务必要查个清楚啊 教育局前局长 阴阴地说 特别加重了叶书记 我们是上下级这两处话语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学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嘿 第439集 校长干预 杀皮狗校长完全不理海神市教育局的前局长 实际上 海神城三大高中 也没有一所高中会在乎这个前局长有什么好感 严格来说 海神城三大高中属于国家重点中学 每年国家教育部都有着特殊的基金划拨 对于海神城教育局来说 这笔基金当然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高价 整个海神城市政建设每年才有多少钱呢 国家直接拨给三所高中的款项 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海神城市的市政建设资金了 这么一笔钱 首先通过海神市教育局 然后才下拨给三大高中 这么大一块肥羊 通过教育局这条流水线 海山教育局岂有不染指的心呢 当然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名义 从这笔教育部专项资金里面苛扣一部分 最后才会分配到三个高中里 三大高中校长早就知晓这事了 但是始终奉行着民不与官斗的心态 对于这些事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所以杀皮狗校长对前局长相当反感 他的说话完全可以不听 海山三大高中都是这样的 因为属于国家级重点 完全脱离了海山教育局的管辖 各自为政 海山教育局对他们更是丝毫办法也没有 这三大高中更是像财神爷一样牛 任何一个他们都不敢得罪 所以杀皮狗校长就算是对前局长不理不睬 后准拿他也没有丝毫办法 听到叶辉要他拿出一个有效的处理决定来 杀皮狗校长点点头 我当然要认真处理了 请叶书记放心 然后杀皮狗校长对着旁边身穿白大褂的 衣物处老师看了一下 医生会议提着药箱朝盐狱走过去了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叶会朝杀皮狗校长喊道 别着急嘛叶书记 杀皮狗校长说 我们检查一下严谕同学的伤势 最后确定李三思的赔偿 听到这里 众人的心都凉了下去 陈真旭等人更是如坠冰空 他们还以为校长来了 能够为李三思摆脱被冤枉诬陷的事实 现在看起来 校长和他们似乎也是一秋之后 校长 李老头惊呼道 杀皮狗校长对李老头摆了摆手 一如既往的严肃 等待着校务医生对严谕的检查 张正伟则是紧锁着眉头 想从杀皮狗校长的表情当中 看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来 严谕听得要确定李三思的赔偿 心下得意的快笑出来了 当然让医生随意的检查了 他看着李三思 嘴角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苏子轩抿着嘴 一动不动 如果对方真要抓李三思的话 他只有找自己在大使馆里的朋友 不过大使馆是省上的大都市里 要和海山市的地方官员交涉 也来一去 时间上就是一个问题 校务医生检查完毕 提着医药箱朝杀皮狗校长走了过来 也会环抱着双手 挑衅式的看着李三思 一边问道 怎么样医生 我儿子的伤残报告出来没有 出来的就给我报出来 我要让这个小子赔个十几二十万 看他家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钱拿出来 陈辰旭 林青儿和米飞 同时间捏紧了拳头 校长现在如果还要火上浇油的话 可能真会把李三思给惹怒的 只有苏子轩知道李三思并不担心自己父母没有工作 李三思已经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普通的高中生了 相反 他是世界级酒店的负责人 是拜布伦成一整个城市象征的女神之心的最高负责人 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随时离开海山市 不受任何时空的约束 根据言语身体伤痕的成因观察 校武医生说 言语同学身上伤痕大多是软组织磋伤和身体大面积的擦伤 这些伤痕应该不是打架造成的 所以言语同学说李三思对你进行殴打 这一条应该不存在 你身上许多的伤痕也是你自己伪造出来的 我不敢妄自揣夺你的用意 实话实说而已 听到校武医生这么一说 言语叶慧等人完全惊呆了 他们原本以为校长站在自己这边 始终会帮着自己说话 但是却没想到自己进了一个圈套 校长把真相给揪了出来 太黑了 太黑了 反应过来的叶慧 突然对着所有人喊道 这个学校太黑了 为了包庇自己的学生 就连校长也学会了诬告 校长你这招好用啊 用一个久留医生来污蔑我们母子俩 你就以为你们人多力量大了是不是 你就以为你们一个破学校又升天了是不是 我作为第三高中的校长 有责任澄清现在发生的一切 如果李三思的的确确确做了那样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他的 但是他并没有做那样的事情 所有对他的横加指责都是无中生有的误告 听到校长这一席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林青儿 陈陈旭 米妃 苏子轩 在敬礼了一秒钟过后 陡然之间欢呼起来 随即开始欢呼的 则是外围的不少已经忘记上课 围着看热闹的学生 他们本身就对叶慧张政伟 前局长三个人以示压人的态度极为不满意 迫于找不到发泄的地方 现在校长一指出来 在苏子轩等人欢呼声响起的刹那 顿时一连串的环绕声音雷动 叶慧等人站在这样的环绕声场的人群当中 面面相觑 都看得到对方脸上写满的阴晴不定 和变化莫测的尴尬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找一个久留医生来检查 而且又是你们校方的人 已经不足为证 叶慧发泼的喊道 我也可以叫医院开张证明 证明盐狱身上的伤痕是殴打所致 所以你们这样的捏造证据 我也可以伪造 那么是我呢 杀逼狗校长站出来 要是我作证呢 叶慧言喻 包括教育局前局长的表情都愣住了 就像是陡然间凝固的水泥一样 神经机细胞没有了反应 僵直的愣住 周围第三高中的学生和领导级别的老师 也同时惊愕 头顶的云化开 露出湛蓝的天空 微亮的光芒 照射到李三思和米老头的表情上 从刚刚听到杀皮狗校长声音的镇静 到眼神慢慢流露出那种异样的神采 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你 你说什么 张正伟表情错愕 他向来机关算尽 脑袋灵活 却没想到 出来作证的是海神市第三高中的校长 同时他也知道 叶慧那些耍坡借着官威压人的形式 再也不存在了 杀皮狗校长 在海神城市有着无比的威信的 光是他身为三家国家级重点高中的校长 就是一种另类的待遇 他说的话 叶慧要是胡编乱造 显然就有些无中生有了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了校长 第一高中的校长和宣德高中的校长 我们相处的都很融洽 大家之间也显得很熟 校长 你不要因为一句话的识错 而使得他们两个学校不满 就算是以不顾及自己的声誉 也要顾及第三高中整个学校的声誉不是吧 对前局长的威胁 杀皮狗校长根本就无动于衷 不错 我可以作证 你们说的那天放学 言语的确邀请了五个人来拦截李三思 当时我就在现场 我看见了 弟的确确看到 李三思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五个人就一溜烟的撒腿跑了 而你的儿子 应该就在后来被车给撞了吧 杀皮狗校长声音沉稳 但是同样带着不容辩驳的说服力 作为第三高中的校长 全国三十六所重点高中排名第十八的第三高中 至高无上的校长 他自然有着作证的资格 而现在的夜会 如果再说什么包庇一类的话 警察也不是傻子 自然也不会跟着来做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四百四十集 黄雀收尾 李三思不知道那天校长究竟在什么地方 记得那天傍晚放学的时候 整条街道上面 除了走在前面的几个学生之外 基本上就只有他们几个吃着冰淇淋啊 你老头心下大定 原来那天的事情真不是李三思做的 而且竟然连校长也看见了 他对言喻没有好感 本身现在看到言喻这个包着纱布的样子就够碎的了 现在还想要冤枉李三思 竟然还被校长逮个正着 怎么不让你老头心里面感到荒谬啊 叶辉还想说什么 言喻是已经没有任何语言了 被校长逮到当天的情况 更别提自己现在还污蔑李三思 言喻就算是再狡辩 在校长的眼睛和事实面前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看到了事情的经过了 所以叶书记 你也不用为儿子出头了 现在还是抓紧时间 找那个肇事司机最重要 如果言喻身上伤真有那么重的话 不如你就放几天假 回去好好休养一下 校长心平气和地说 和刚才言喻叶辉等人的咄咄逼人 有着天壤之别 叶辉一张脸气得铁青 虽然他已经习惯了目中无人了 而刚才气焰之校长 全是在在场对方 没有人能够压制住他的情况下才行的 而杀皮狗校长走出来 那种沉稳而匹炼的气质 就让叶辉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他也是知道 海山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 也是因为这三所名高中进行 奎逼亚棋比赛的原因 所以就算他官衔很大 但是对于杀皮狗校长 这样权威很大的校长来说 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前局长一张脸已经变了颜色 脸上还有的笑容不见了 两边的警察退开去了 他们已经知道这场闹剧 已经暂时被杀皮狗校长给压下去了 前局长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凑到杀皮狗校长面前 装作无动于衷地说 对你们学校那份考察报告 我看也没有什么出众的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就这么承报上去好了 还有 上次那个首都的中学 想要来第三高中学习的计划 他们也临时取消了 我跟你说一声 以后你们第三高中好自为之吧 前局长话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向黑色轿车了 第三高中很不错 张正伟走过来 拍了拍杀皮狗校长的肩膀 现在像你这种敢说实话的老师 已经不多了 好好加油 我相信第三高中 就算得不到斯坦福大学基地援助 相信也能出头的 张正伟说完 和前局长同时钻进自己的车里面 驾车离开了 不错 不错 第三高中 你们的确不错 叶慧连说了三个不错 拉着言语走向自己的轿车 绝尘而去了 校长 没有了警察的挟持 迷老头感激地对杀皮狗校长喊道 想要说些什么 杀皮狗校长表情始终严肃着 对迷老头摆了摆手 和身边几个领导老师背过身去 重新走回了学校内里 背影显得沉默而稳重 实际上 杀皮狗校长早已经知道现在这样的结局了 刚才前局长所说的 每个季度对三大高中教学设施 硬件 老师水平做出的综合性意见 而最后一个还是教育局长的批诺 前局长的意思很明显 显然 对第三高中的评语绝不会写什么好话的 再加上 那个首都学校来进行友好访问的事情 杀皮狗校长百分之百肯定 并不是别人不来 而是最主要的问题是 对方报告是教育教育局的 到底是对方取消了 还是教育局取消了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得罪了海神城的市委书记和政委 杀皮狗校长自己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原本就对严谕这个学生十分厌恶了 从初中的时候开始 严谕就有聚重斗殴的恶习 而这个恶习到了高中更是不断的发展 平均每隔三个月 必有一个学生被严谕打得鼻青脸肿 闹得全校皆知 本来严谕这样的恶技 在第三高中早就应该开除好几次了 但是迫于他母亲的原因 还是丝毫对他没有办法 每次打架过后 他母亲夜书记都会出面 不但说自己的儿子没错 反而还告别人先动手 对于这些恶人先告状的行为 迫于夜会高官的压力 沙皮狗校长也只有忍气吞声 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训练基地 多半已经争取不到了 米老头在斯坦福专家面前一通的胡闹 再加上自己这边的教学条件 确实比不上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 他觉得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沙皮狗校长知道 就算那天没有闹米老头那一出戏 凭借第三高中的硬实力 也没办法和其他两个学校比的 光是看斯坦福考察团团长那双眼 气和兴奋的表情就已经知道 第一高中跟宣德高中的美丽环境 已经彻底将他给征服了 沙皮狗校长叹了口气 失去了机会 得罪了权贵 或许第三高中以后 就将慢慢的衰落下去 在教育局的扶持下 短时间之内看不到什么差别 时间一长 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将远远超过第三高中 想到这里 校长有些无奈 李三思和苏子轩等人 重新回到了教室里 高三五班的学生们 已经将他们给围起来 这节课是米老头的课 米老头回来以后 就被教导主人叫到了办公室里面 久久没有出门 所以五班就成为了一种半自由的状态 大多数人都围拢在李三思身边 听着刚才学校门口发生的事情 陈春旭讲的是会声会色 更是突出表现了 言语母亲夜会的丑恶嘴脸 惹得周围的一群人一片干呕 不少人义愤天鹰 信誓旦旦 如果自己当初在场 不给他几下就势不为人 只是 可能如果真正轮到他们的时候 光是在场的那些警察 就能把他们给吓住 李三思倒是不担心 言语母亲 还有那个张正伟有什么行动 因为 还不等他们有什么行动准备 李三思就决定先一步下手了 一会儿会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将GP手机接通大林寺 让大林寺做出进一步的处理 刚才言语母亲的行为 的的确确将她给惹怒了 那种气焰 就算是佛都该有火气了 李三思让大林寺待劳的原因 还有一个 就是担心他们会难为第三高中 现在所有人对李三思的提问 他都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你作为学校的终极支撑老师 竟然不顾学校的声誉 面对上级处理事情 不但不配合 更是顶撞反驳 严重毁坏了学校 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 十分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建设 你老头 不是我说你 这么大的岁数了 你还在那里争些什么 陈淑芬一脸的无奈 看着迷老头 教室办公室里面灯光比较暗淡 照射在迷老头脸上 有一种金属般的坚硬线条 我知道我今天的做法 并没有任何错 以上就是我想要交代的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的话 请恕我还有课 失赔了 迷老头说完就静止走出去了 留下了原本还想对迷老头 进行洗脑责备的陈淑芬和刘正贤 两个人面面相去 脸上的怒意还没有退减下去 李三子找了一个转角的位置 躲在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处 掏出手机 接通了大林寺的电话 藏员笑呵呵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现在的藏员似乎没有在控制房间里 同样是拿着GP手机身处于室外 透过屏幕上的藏员 看到头顶上属于大林寺清澈的天空 GP手机分贝率很高 大林寺卫星通讯相当顺畅 没有一丁点的延迟 就连身后缓缓漂浮着的云朵 也能够看到清晰的纹理和移动的轨迹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纹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441集 黄雀收尾 下 今天在学校门口发生的事情 已整个学校都已经传遍了 毕竟这件事情 跨度了两个课间的时间 在中途课间休息的时候 不少人还在不同的角度 观察着学校门口发生的这个事件 第三高中的头号教学楼 修建的正对大门 所以下课的时候 教学楼从看到校门口的第三层楼开始 外面的栏杆上集体站满了学生 特别是以第三高中为胜 高三本身就上课枯燥 稍微有一些这样的事情 就让人兴奋得不得了 一时间 竟然比高一高二的人数还多 黑压压的一片 校门口的骚动 成为了全部人一天的议论话题 分成很多个版本四处流传着 有说李三思当面把言语打了个满脸纱布 可怜悉悉的站在坡道上面的 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信 不过也有很多人赞同 实际上 李三思的形象 在当初一人打退唐力员的几百号人物的时候 就已经凸显出了无敌的形象 估计就算说的把言语给打晕死过去 然后在人工呼吸就醒 又打晕死过去都有人相信 而另外一个版本 相对而言就可信很多了 言语曾经打架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所不同的是 这次言语不知道为什么 浑身包满了纱布 而言语母亲来找到学校这方的时候 态度格外强劲 整个人异常激动 丝毫没有从前那种慢条思理 仿佛和自己孩子丝毫无关的样子 据这些有利证据 差不多可以分析出 言语是的的确确被人给打了一顿 而且看样子打得还不轻啊 否则他母亲夜会就不会那么激动 不管是什么版本 几乎所有人都流传着李三思的一种说法 说他学习过什么武术 并且学习上也请了家教 吊车尾人物 竟然不再吊车尾了 美门考试竟然都能及格了 这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同时也让很多人感到惋惜 因为李三思如果不再吊车尾了 他们将会少了很多笑料和谈资了 那些已经不重要了 对于陈辰旭来说 他已经知道李三思不再是从前那个李三思了 他总有一种感觉 李三思像是一条巨龙已经苏醒了 现在正要腾飞 因为每一次好久不见再见李三思的时候 都能感觉他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重新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整个人的气势在不断的蜕变 陈辰旭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李三思在气质长相身材上 已经从原来那个弱小单薄的身影 变成了奇长英俊 还有一笑 就能够洒出满脸阳光的形象 他的眼睛清澈透亮 有着无视任何困难的勇气 从前李三思像是陈辰旭的附庸 但是现在看起来 陈辰旭倒像是李三思的小弟 哎呀好久不见哪 李三思啊回海山城感觉还不错吧 藏员打了个招呼 手中多了一串烤串 一大坨烤肉 在他一边打着招呼 一边就进了嘴巴里 藏员此刻正坐在沙滩边上 穿着夏威夷的服饰 一手拿着烤串 一手拿着GP手机 和远在海山城的李三思打着招呼 李三思并不惊讶 藏员知道他已经回海山了 因为GP手机有定位功能 你还趁机偷婚呢 什么时候GP手机 也能被当做电脑终端使用了 这段时间也没任务 遇上藏经哥的下属们 出来大家透透风 怎么样 追上苏伦小姐没有 哎呀先不提这个 我这遇上麻烦了 又是什么麻烦呢 藏员一愣 海山城的市委书记和政委全是压人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来历啊 转脚处有脚步声走近 李三思皱了一下眉 这个谈无问题啊 你放心吧 这两个人我会处理的 你那边来人了 不多说了啊 保重保重 对了对了 谢谢上次在女神之心 你的帮助啊 也请代我给介武师傅说一声啊 谢谢啊 知道了 他就在我旁边呢 我会给你带到的啊 肉麻 GP手机瞬间消失了图像 脚步声再近 李三思赶紧收了手机 转脚处移出一个人来 淡淡的香风传递过来 李三思一愣 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米飞 米飞 你怎么来这儿了 李三思微微一错愕 他也不怕自己刚才的声音被听到 这里本身面对的就是广阔的学校操场 虽然暂时没有人过往 但是说话并没有回声 加上外路空间和他控制了说话的音量 一般来说 米飞应该听不到他刚才说了什么 我看到你鬼鬼祟祟的躲到这里 就想跟过来看看 你究竟在做些什么 话一说完 米飞神神秘密的叹了半个头过来 说实话 刚才你究竟在做什么 那个 李三思从兜里面掏出另外一个手机来 无聊的摆弄着 刚才给同学打了个电话 因为教室那边很喧闹 所以就躲在这边了 真的吗 米飞双眼眯起来 很奸诈的样子 当然是啦 还没有等李三思说完呢 手中电话就响起来 这么巧合的事 让李三思错不及防 差点把手机扔地上 李三思慌忙按起了接通键 电话里面传来飞狼的声音 死小子 什么时候回来啊 女神之心处于最后的装修阶段了 马上完工了 她实在是太漂亮了 实在是很美啊 我担保 如果你错过了她的美丽 绝对会爆汗终身的 专门给你拍了照寄过去了 你现在上课吧 到了家就能看到了 飞狼激动的声音 就连在海山天空之下的李三思 都能够想象 冲天助力的女神之心的加强版 迎着美丽的阳光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丽模样 看到接电话的李三思 米飞微微一笑 很自觉地朝楼梯下面走去了 给李三思让出打电话的空间来 李三思看到米飞的身影消失了 这才接过飞狼的话茬来 拜托你小子好不好 现在英帝国也才凌晨啊 你不睡觉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哼 我们为了保证女神之心尽快完工 所以通宵达弹 加快建设速度 我们的所有人马分为四匹 轮流着换包进行建造啊 管理层呢 也是这样轮着算的 今天刚好轮到我们几个 哎呀 自然就只有等到太阳升起来 看到日出以后 再去睡觉了 飞狼应该是站在女神之心比较高处 不避风的外面阳台等位置的 李三思听到 夜晚来自大西洋的海风 灌进手机的声音 突突地鼓着话筒 给李三思耳朵带来一阵平白的震撼 嗯 朗博的家伙最近怎么样了 哎呦 前一段时间精神状态不行啊 现在好多了 我们几个喝酒暖身子呢 这丹麦的烤面包师啊 正在为我们做烤面包呢 你是不知道 这个面包在外面卖高达一百五十美元啊 将来给你打八折 哦 我差点忘了 你是负责人 飞狼估计是喝嗨了 就连说话都有些舌头打结了 然后 飞狼突然压低了生意 哎 我又看上了一件东西 位于瑞典的奇美拉博物馆的神话之石 可能解得开我父亲被刺杀之谜 李三四眉头一皱 什么时候动手啊 哎呀 再说吧 以后再看吧 飞狼挂了电话 李三四抬起头来 整个无人的过道上 散落着一些还未散去的沉默的光辉 经历了早上言语母亲的大闹 整个第三高中的学生愤慨起来 就连放学铃声都打得有些郁闷 李三四和苏子轩回到家里 恰如飞狼所说的 收到了国际快递的包裹 上面捐绣着飞扬的英文字 让一直关注着女神之心建设发展的 李三四和苏子轩有些激动 找不到 找不到你们是吃食长大的 我告诉你 交警队福大队长 如果你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 把撞我儿子的盗事者找出来的话 你就等着下课 下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不 就是给我卷起铺盖滚蛋 叶慧丢下电话 宛如一个骂街的泼妇 你一个小小的校长 在我面前给我摆什么谱子 叶慧是市里领导 本身就是权力一等一的大 现在正要把李三四跟米老头 逮进警车的时候 却没想到遇到杀皮狗校长出来横加干涉 当着众人的面子 他那口气怎么可能咽得下去啊 不过运气也是真够倒霉的了 盐狱竟然会被一辆车给撞 最后司机更是逃得无影无踪 让他恨得牙根痒痒 现在就是在找交警大队的麻烦 整个海山城交警出动了三分之二 在夜会的雷霆震怒下 派往各处去搜寻肇事者的行踪 让交警队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张政伟 对于海山城警察局的刘汉三 还有一个结 当初CK俱乐部的幕后老板 不仅仅是警察局副局长陈广一个 他张政伟也是投资人之一 却不想 CK俱乐部被刘汉三安排的卧底给侦破 彻底倾脚 就连陈广也被抓了 事发三天后 陈广在转移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 服毒自杀了 虽然只有这么三天时间 张政伟实在不知道 陈广是不是已经给刘汉三吐入真相 最后觉得面目无光 最终服毒自尽了 这些都成为张政伟心里面的一个未解之谜 这一切都是一个谜 刘汉三外表看不出任何一样 但是张政伟心里面隐隐有种直觉 公安局长刘汉三肯定知道些什么 说不定他所掌握的内容更是超乎了自己的预料 又敲门的声音传来 叶慧 烦门的心有些陡然细微波动 然后又平复下去 这几天因为言喻的关系 已经有很多人上门送礼表示慰问 络绎不觉上门送礼的人点头哈腰的样子 让叶慧本来烦门的心灵稍微的好过一点了 全力给他带来的 并不是单一征服别人的快感和满足 更是生活高档化的物质满足 门口沾了三个穿着深蓝色警服的男子 身材高大魁梧 整齐画衣的骨子脸 倒是让人多了几分猜测 为首的一名警官刀销俯瞰的外貌 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热血类型的 一双眼睛闪闪发亮 充斥着精亮的光芒 我代表沈公安厅下达停职调查的文件 请你配合公安部反腐调查科的行动 暂时离职 接受我们的调查取证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四百四十二集 落井下石 是不是你做的 什么呀你说的 别给我装算 是不是你做的 你到底说的什么呀 李三四一脸无辜的看着苏子轩 不明白这个女孩子究竟在说什么 竟然突然的来这么一句 说什么你自己知道 言语他妈妈回家两天不到 就被上面来人撤职查办 那个政委也被人撤职调查 据说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这些事情 全部是在你的事情过后一天之内发生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苏子轩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插着腰站在李三四面前 李三四心里面一惊啊 苏子轩平时见一副不开枪不出声的样子 谁知道 细些信赖 比谁都更为细腻 就连这些事情也被他看出端倪了 却是李三四打电话告诉藏员 而藏员是上报给大林寺 说李三四现在被海山城高官给缠住了 随时有暴露的威胁 大林寺刻不容缓紧急调用和掌握能够来的一切情报 其中对严谕他妈和张正伟进行侦查 然后就挖掘到了严谕他妈和张正伟这样的行为 然后通报省公安厅检察院 又双方下达革职逮捕命令 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大林寺的雷霆手段 在挖醉刑和逮捕之间并行不备的进行着 一切都井然有序 不过一切事情显得太过于蹊跷了 刚刚才找了李三四的麻烦 不过一天 两个人就被逮捕了 除非特别有些留意的人 要不然 谁也不可能想到李三四身上 就连迷老头也是拍手称快 现在竟被苏子轩看出一些苗头了 李三四心下意惊啊 你胡说什么呀 你凭什么认定我啊 严谊他妈妈和那个什么政委肯定是坏事做太多了 这才落得被逮捕的命运的 一切都是巧合啊 苏妖娇 你最近是不是特别针对我啊 白痴 苏子轩瞟了李三四眼 是你表现出来的有些东西实在是很明显 往往在危机的关头 你总是有各种办法摆平 或者 其他人诡异的出现来帮助你 这一切看似巧合 但是太多的巧合联系在一起 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苏妖娇 你别瞎猜了 李三四背心的汗已经流淌出来了 现在都是要讲证据的 没有证据你不要冤枉我啊 没有证据 全是我的第六感 苏子轩有些促暇的说 你知道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强烈的哦 我还以为有什么好证据呢 全是借口好不好 李三四丝毫不在意地扭过头去 心里面却狂跳不已 女孩子的第六感 这是什么高科技啊 李三四怎么觉得比意识流还好用啊 反正 无论是不是你做的 苏子轩顿了顿 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李三四就那样愣在原地了 心头抑制不住地上下起伏着 那种狂跳的感觉 那种和旁边苏子轩相互耳语的感觉 让她整个脸迅速地红了 如果自己能够给一个女孩子带来安全感 那自己还需求什么呢 李三四 李三四完全沉浸在苏子轩刚刚的话语当中 特别是旁边还传来苏子轩身体上隐隐的体香 让她再次响入非非 李三四 一个灵力的声音响起来 空中滑涂到风里的红迹 噗的一声打在李三四的脑袋上 把李三四从幻想中完全给拉了回来 讲台上是怒气汹汹的老师 看着发呆刚刚醒的李三四 气就不打一处来啊 李三四 你给我起来 说是我刚讲的道题 李三四颤尘巍巍地站起来 看了黑板半天 实在是没懂这个老师究竟在讲什么呀 然后 旁边传来苏子轩小声的声音 选弟 选弟 三四响亮的回答 全班在愣了一秒钟之后 差点笑翻了天呐 狮子侯老师咬牙切齿 我问你一轮题 你给我来个选弟 去 到后边站着去 一片人笑的是前仰后合啊 李三四幸幸走到教室后面 在后面罚站 这已经是李三四的专利了 他在高一的时候 罚站已经不下好几十次了 现在到了高三 依旧回归了高一那种状态 苏子轩扭过头来 看着李三四 嘴角弯护出一丝浅笑啊 然后吐了吐舌头 转过头去 看着李三四压根痒痒 又迫于自己罚站 不能对他做事 对于苏子轩那个狡猾成精的女妖精 他也是真没有任何办法 林青二从上课的时候 隔了他们一个大组 三个横排的距离 从始至终就没有把注意力 从他们两个身上移开过 两个人在那边 有说有笑的样子 让林青二很是有些恼怒 他甚至还幻想过 自己就是那个台上的老师 猛的一排桌子 李三四 你的精力不是足够旺盛吗 一天到晚话兜兜一样 你给我出去围着操场跑三圈 不过 这也是仅是幻想罢了 幻想归幻想 林青二的性格也不可能就这样 当堂对李三四跟苏子轩两个人发火 陈真旭有了米飞 一天到晚腻在一起 而李三四和苏子轩又同样打得火热 不知道为什么 他自己却成了一个人 从前那个 无论自己在哪里 都会屁颠屁颠地跟着的李三思 最终也成为了遥远的回忆 等到秋叶全部枯黄掉落 而春夏再次来临 大家都应该分开了吧 也就没有遗憾了 没有心疼了 自己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陌生的风景 然后和陌生的人一起生活吧 林青二透过窗户 看向外面的天空 树叶微微速抖着 飞鸟一如既往地穿过 宛如注定的人生 严谕 拆除了白色纱布缠满的绷带 卸下了伪装 因为家里面出了事情 让他丧失了从前那种 趾高气昂的模样 就连他的跟班谢虎和段启山 微信也大不如前了 他们很明智地选择了沉默 严谕的母亲隔之茶半了 一切来的都是那么突然 也同样地彻底 严谕估计 自己这么一辈子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挫折 他从小就是一帆风顺 从来就看不起别人 所以连老师也没放在眼里 就算是校长也管制不住他 也因为这样的环境 导致了严谕桀骜的性格 而现在家里面遭受了挫折 使得从高高在上 陡然间掉到了最低点 从前他打了别人 仗着母亲的庇护 还要反咬别人一口 使得对方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 最终被他们过分地逼退转学 而现在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了 第三高中里面 人人都知道他们家里面出了事情 也再没有人怕他了 看着周围人默默地不理睬自己 严谕心里面有些难受 他不会流泪的 前天和母亲分别的时候 他就暗暗发誓 那是他最后流淌的眼泪 第三高中的环境很美 秋天萧瑟的美丽 却在他心里 多添了一层难过和苦涩 旁边是段启山和谢胡 两个很好的朋友 三个人搭了着书包 走在小道上 没有人说一句话 严谕啊 那个 你妈妈没事吧 段启山迟疑了一下 还是问道 严谕摇了摇头 没说话 他现在已经没有说话的心情 段启山很识趣地闭上了嘴的 就在这时候 寒冬和一伙人 从旁边的饭馆里面出来 朝着严谕三个人包围过来 严谕三个人停下脚步 站在了原地 看着围拢过来的寒冬等人 谢胡脸上摆出了一副力气十足的样子 段启山也是挑衅地看着这伙人 唐烈员当兵去了 寒冬也毕业了 没有考上大学 现在在社会上面继续混着 今天竟然突然出现在第三高中 绝对不是想起了才出现的 或者说 他们应该是蓄意来到这里 刻意来找几个人的麻烦 严谕肚子上挨了寒冬一脚 猛地撞到墙壁上 寒冬这边有七八个人 都是一等一的大汉 一个个看表情都知道 是在黑道上面混的 刚才朴玉动手 段启山和谢虎都分别挨了一人一个耳光 双双被掀翻在地上 几个大汉轮流一人捕了一脚 两个人就只剩下在地上蠕动的份了 被两个大汉控制住 逮起来 按在墙壁上面贴着 眼睁睁看着寒冬在几个大汉的帮助下 对严谕拳打脚踢 目自欲裂 怎么 以前不是很拽吗 严谕 怎么现在就跟个龟孙子一样了 哥儿几个现在正好收养了 你陪我们练练啊 寒冬说完又是一拳 打在严谕的眼角部位 直接给他打趴在地上 眼眶一片乌黑 哎呀 你妈妈不在了 就这么脆弱了 寒冬晃悠着 朝言语逼近 旁边三个大汉围着 一个个脸上 展露出笑意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哦 第443集 落井下石 下 李三思走出了饭馆 他和陈臣旭等人中午都不回家 向来都是在学校里面吃的 不过 一般都是蹭林青儿的 自从米飞跟苏子轩来了以后 两个人的生活都已经改善了 一天换一个馆子 吃炒菜啊之类的 反正苏子轩跟米飞都有钱 两个人也不会介意蹭饭 于是 陈臣旭跟李三思也就吃得是不亦乐乎 林青儿中午啊 是和杜婷婷等人一起出去吃的 中午只有李三思 苏子轩 米飞 陈臣旭几个人 在坡道上面这家馆子吃的 恰好听到外面有骚动 他们原本是不怎么在意的 毕竟他们是在二楼 而且人家的事情也不关他们的事 直到外面动静越来越大 李三思才从叫声中勉强变出 好像是断起山的声音 这才从众人盘踞的窗口 透了个头看下去 一切映入眼帘 我吓你一趟啊 言语那一伙人被打了 李三思丢下一句话 沿着楼梯就窜下去 什么 陈臣旭想要跟着下去 却看到米飞那种制止的眼神 又兴兴然坐回了座位 苏子轩带了一些不自然的笑 李三思 谁准许他不经过同意 就下去帮手的 陈臣旭和米飞对视了也 同是知道 一会儿李三思回来 该有苦头吃了 李三思走出了饭馆 顿时不少人的眼睛 就看向了他的方向 有人出头 无疑又加重了这出戏的看点 结局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了 让只看到寒冬打人的众人 顿时又精神振奋了 李三思走到寒冬面前 炎玉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熊猫眼了 看人都难以辨认了 只能够勉强看出是李三思站在他面前 谢虎和段启禅一言不发 被打得倒在地上 抬起身子来 看着李三思 他们已经无所谓了 尊严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已经丧失全无了 就算被李三思落井下石 打上那么几下 他们也只有认了 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屈辱了 却没想到 李三思过来 只是轻轻松松地说了一句话 放开他们 炎玉段启山泄虎 同时瞪大了眼睛 炎玉的眼皮被打得浮肿 眼睁大 像是动画片里面的青蛙一样 瞳孔聚焦在李三思身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李三思竟然会站出来 为他们出头 寒冬旁边的七个大汉 也都是和唐类员混出来的 其中有不少人都见过李三思 所以现在 李三思说出这么一句话 没有人会轻视他的 寒冬没料到 李三思竟然会从旁边的饭馆里面出来 很有些诧异 只是缓缓地说 李三思 这不关你的事啊 我和炎玉的私人恩怨 请你不要插手 要是换成是其他人 寒冬绝不可能这么讲道理 绝对一个照面就打过去了 不过李三思可是当初能够以一人之力对抗几百人惑惑的人物啊 自己身边的一些大汉 当初都参加过那次攻击第三高中的事情 又怎么可能不知道李三思的厉害呢 所以就算是寒冬面对李三思 也不敢轻举妄动 李三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打断了寒冬的话 唉 你难道没有听我跟你说话吗 不要打他们三个了 放过他们 李三思摆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模样和他说话 这些人就觉得有条件可讲 现在李三思还稍微加重了语气 寒冬就像是突然噎住了一样 刚刚想好的台词也说不出来了 寒冬等人被李三思这样给震住了 偏偏李三思没有一丝的嚣张 也没有一丝的桀骜 更相反 和他们说话带着一丝平静的语气 七个大汉要换做其他时候 早就当场一顿好揍过去 但是他们现在完全被震住了 有谁能够想象 曾经一个人拿了一只托巴棍子 打得几百号人屁滚尿流的 竟然现在还和他们平静的说话 以他们的逻辑来看 那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要换成是他们 拥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早就目中无人了 称霸海山了 而现在李三思还能够如此的平静 只能证明 这可能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现象 越是平静 一会风暴就越是猛烈 你 李三思 寒冬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怎么了 李三思扬起眉毛 斜眼看着寒冬 你 那个 寒冬吞了吞口水 顿了顿 你得讲道理是不是 现在在和言语处理一切私人人怨 你跑来掺个什么 看见没有 李三思指了指墙壁上面印的几个大字 上面写着学校校里校外 禁止打架斗殴 这么大的字 难道你还看不到啊 言语顺着李三思所指看过去 墙壁上果然印着这几个大字 前不久 第三高中打架成风 学校为了避免杜绝 已经加强了保卫和宣传了 传言说 如果被逮住打架 不是开除就会留校查看的 现在李三思搬出这么一条来 让本来想要讲道理的寒冬也说不出话了 七个大汉这个丑 也不敢对地上的三个人动手了 只看着寒冬等他分 寒冬看着李三思 他不是不听李三思的劝 也知道李三思的厉害 就连他哥哥唐猎猿也不是对手 在李三思手上吃过亏 他就算是再跳 也不敢在李三思头上太碎动土啊 但是现在 一个只有他们几个人的环境 寒冬肯定二话不说 带着手下就跑 而现在众目睽睽 这条坡道旁边全是饭馆 一个挨着一个 小馆子别看不当 可是里面能够装下的人却不少 特别还有几个高三年级的漂亮女生呢 刚才就让寒冬心里面一阵心计 现在 要他当着众人的面 带着自己这般人灰溜溜的离开 他真是不太愿意 面子就料不下 哎 面子是人给的 脸是自己丢的 李三思看着寒冬犹豫的模样 知道 他并不愿意就这么离开 于是 搜尝瓜肚想出这么两句话来 抛出来 这话一说 寒冬这边齐刷刷变了脸色 一般来说 这句话通俗的说法是 给脸不要脸 敬酒不吃 吃罚酒 意思是说 李三思可能就要动手了 看到李三思平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 寒冬点点头 好 李三思 今天算你比较狠 我们的账 以后再算 寒冬哪还顾得上什么面子 对旁边七个大汉一挥手 顺着第三高中的坡道 就走下去了 李三思虽然很不满意 言喻这几个人 但是也同样看不惯 寒冬这么多人 打三个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人 现在把寒冬等人吓退了 他也只是看了看在地上的 谢虎段起山言喻三个人 看到没有太大的事 于是 转身又朝饭馆里面走回去 看到李三思只是那么一站 就能够把寒冬等人吓退 谢虎段起山 已经开始后悔自己从前 不知道哪根筋出了毛病了 挑衅这个外表看起来安静 其实凶狠起来 像一只狮子的李三思 想到从前对李三思做那些事 谢虎段起山两个人的冷汗 就扑素素地沿着皮肤 朝下面滚落 李三思扭头走向饭馆 身后却传来言语 很低沉 却很清晰的声音 谢谢 李三思愣住了 然后微微地笑了笑 只是对身后摆了摆手 就走进了饭馆 整个饭馆里 看李三思的表情 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模样了 所有人 用几乎是闪动着崇拜的目光 看着李三思 很多人是知道李三思来历的 本来吸壤的人群 同时间让开了一条道来 让李三思走上了楼梯 倒是李三思不自在起来 在人群中挠了挠后脑勺 尴尬地朝苏子圈他们走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444集 来自斯坦福 沙皮狗校长很无奈 最近的事情太多了 都快要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教育局开始频繁地施压 因为前不久得罪了教育局的局长 所以现在 第三高中的一系列报告都遇到了麻烦 首都的一个中学取经团 打电话已经确认是教育局 擅自打回了批准报告 而现在 等到自己打过去电话的时候 人家说已经找到 其他重点高中学习取经了 还甩了自己一个大白眼 说是没见过这么大盘的学校 沙皮狗校长觉得 自己明显是不行了 内忧外患之下 他从前过人的经历 也感到有些不知了 他不知道 海山三高还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第三高中还能够走多远 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揉了揉眼角 定了下神 刚好看到自己办公桌上面 安静地躺了一个大白色素风的信封 上面秀采的英文 像是苏格兰的天空一样飘逸 上面有几个烫金的大字 来自斯坦福 沙皮狗校长颤抖着手捧过桌子上面 安静放着那封白色信封 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上面清晰地写着 来自斯坦福大学几个捐秀的英文 除了那个能够给学校带来疯狂升学率和大量运转资金的斯坦福大学训练基地 沙皮狗校长再也不知道这个信封里面会装着什么 消息是从传达室的老师那里放出来的 那本该是一个退休的教师 因为闲来无事 加上也想为学校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于是就申请了传达室的工作 他平时也是一个八婆的嘴巴 如果需要评选 那么校园广播也是非他莫属的 而刘正贤的大多数情报 都是从这个传达室老师这边听来的 早上他负责查校牌的时候 就在传达室老师那里四处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最后再去调查处理 这基本上都成为了刘正贤的例行工作了 传达室老师就像是中央情报局 刘正贤就像是联邦调查局 两个部门分工合作 专门处理校园的八卦 而这个传达室老师 一早上就收到了一个英文的包裹 传达室老师原来是教语文的 英文早就丢了好多年了 愣是看不懂上面写的这些歪气扭八的文字是什么 包括虽然他不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 但是上面的航空运输标志 他不会不认识 直觉下 他已经认定这个白色信封里面装着的东西 非同小可 赶紧找了几个认识英文的老师过来给他指点 看到这个包裹 英文老师齐刷刷的愣在原地 上面写着 来自斯坦福 惊呆了一片人的眼球 听到是斯坦福大学的来信 众人是沿路护送啊 将信封平坦的放在了沙比狗校长的办公桌上 最后再关上门出去 在学校里面什么事情都没有流言传得快 关于收到斯坦福大学信件的消息 像是滚雷一样 沿着每一层教学楼就传出去了 对于第三高中的老师来说 再没有什么 和比斯坦福大学建立联系的事情更振奋人心的 因为那意味着教师们的工资起码要多出三分之一 学生们对于这个消息倒是没有老师那么兴奋 但是一听说 通过这个训练班 对进入太平洋联邦国几所著名大学 起到一个跳板作用 而且就算是成绩不好 也能通过这个渠道留学到几所著名大学里 整个教学楼的学生们也开始欢呼起来 其中就算是没有前留学 或者没有成绩考上去的学生们 也从对自己学校的荣誉感角度感到由衷的自豪 海山城三大高中之间竞争相当激烈 每个学校学生之间也事成水火 都不怎么看得惯对方的学校 三所高中任何一所选出一个学生出来 都能说对方两所学校的一大堆坏处 并且赞美自己学校的一大堆好处 很多学生聚会都用三高那些人如何如何 一高的学生怎么样怎么样 选夺的祸害之类的 带着学校名称前缀的词语规划各类人 仿佛在海山城高中生里面 学生就分为三高 一高 还有宣德的 每个学校之间的竞争 也同样演变在每个学生之间 而现在 海山城将变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了 远在校长办公室的沙皮狗校长 在抽出白色信封 看到斯坦福大学合作建议书的同时 对面教学楼传来一阵震天的呼喊 一切的一切终于在现在获得分晓了 三大高中在海山城长达好几十年的战斗 终于接近了尾声了 这个庞大而广阔的季节里面 第三高中将挣扎一切的限制高远的腾飞 沙皮狗校长的手在颤抖 他的眼睛湿热了 这是多少年梦寐以求的结局啊 这是多少次梦里面辗转出现的事情 他觉得 自己就像是站在古战场的蜀国丞相诸葛亮 六次争位 鞠躬尽瘁 然而上天还是眷顾他的 他没有诸葛亮那种结局 星云古战场武藏元 他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低履曙光 第三高中终于扬眉突起 面前的斯坦福大学合作建议书厚达三十多页 上面有英文又逐行的中文翻译 足以显示出斯坦福大学的诚意来 斯坦福大学专门前来详谈的专家 将在一个星期之后到来 而斯坦福校长也将在那个时候赶到第三高中 和沙皮狗校长上谈具体的合作事宜 第三高中已经等得太久 已经憋得太久 在两大实力高中的压迫下 沙皮狗校长左之右处 勉强支撑到了三高中 不被两个学校抢了风头 现在终于到了劳动人民 推翻两座大山解放的时候 沙皮狗校长舒了一口气 湿润的眼睛望向窗外的天空 在严肃的外表下 他感觉到了如是重负的轻松 斯坦福大学寄给第三高中信件的消息 不禁而走 一传十十川百的发展到海山城 可以连通消息的各个脉络 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等到第一高中校长和宣德高中校长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没有精益的闪了腰杆 这绝对不可能啊 第三高中不论从教学质量 还是硬件设施 都无法比得上这两个高中 光是看第三高中 那个乱七八糟的园林建设就知道 第三高中并是没有前来修建 什么现代化大楼和设施的 就只能造了一个园林来充数 使得整个校园不至于看起来 空空荡荡的难受 这样一个实力薄弱的学校 两大校长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会是第三高中 获得斯坦福大学的训练基地 那群外国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校长 强作镇定 因为他们收到的消息也只是传言 只是传言之中透露出来的信息 还没有得到证实 想到这里 他们的心稍稍踏实了一点 前段时间 教育局前局长 才专门找过两大校长 教育局力捧两大高中 决定全力支持 以后两大高中任何项目 教育局一律放绿灯 听到教育局局长的表态 两大校长还是有些动容的 虽然他们平时不怎么 鸟这个教育局长 但是 所有项目一律 绿灯通过的诱惑是无比巨大的 两大校长何等敏锐啊 从教育局的字眼里面 就已经推测到 前局长是对第三高中不满意了 所以通过捧另两个高中 来打击第三高中 这件事情 两大校长倒是愿意支持的 不过 三大高中联手 夺回奎迪亚齐之杯的学术大赛 日益临近了 如果三高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奎迪亚齐之杯拱手让人 无疑是相当惋惜的 所以 两大高中校长就在终日的犹豫 三高杀皮狗校长是守口如瓶 坚决不对外界透露一点消息 每个人都猜测不到 斯坦福大学是否要为第三高中 投资建造训练基地 这完全营绕成为了 每个人心里面的谜团 完全不用想从杀皮狗校长的 表情和动作上 推测出任何结果来 就像上次 言语母亲来捣乱找李三思的麻烦 他出场为李三思作证一样 李三思几乎可以保证 他当时绝对没有发现 杀皮狗校长的踪影 李三思的洞察力何等敏锐 如果杀皮狗校长真的在的话 他怎么可能察觉不到 难道校长故意做了假 但是看杀皮狗校长 平时那副样子 不太像是能说谎的 难道 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避开了李三思的洞察 看到了现场情况的 这一切成为了悬案 其实杀皮狗校长 一直撑得很辛苦 随着斯坦福考察团的日益临近 他最近心情兴奋无比 但是偏偏出门去 还要板着一张脸 他很想对旁边人笑 他已经很多年没笑过了 所以他要是真笑出来 可能会直接把别人吓死在原地 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着 七天过后 第三高中教学楼 再次爆发出了一阵 震天响的声响 校长临时宣布 斯坦福大学第二支考察队伍 将在明天抵达第三高中 需要整个学校做好本职工作 学生不准逃课 注意文明礼貌和穿着 教师要突出表现良好的风貌 争取给斯坦福大学校长 一个良好的印象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你的收听 第四百四十五集 校长的决定 斯坦福大学的校长 是一个偏胖的中年男子 气质彬彬有礼 带着一种东方人才有的温婉的笑 在他西方人的脸上出现 却显得无比的和谐 就是这个稍微有些胖的中年男子 谈吐和见识 都让人不得不打心眼里面佩服 斯坦福校长到达第三高中的消息 像一枚五百吨的TNT 直接让整个海山城炸得连锅都飞了 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校长 是在高级病房里面相遇的 唯一的两张床 一左一右 躺着两个患难病友 两个人都从对方的眼睛里面 看出大势已去 斯坦福校长在观察了第三高中 整个地式教育情况之后 已经规划出了未来第三高中的发展趋势 哪一块可以修建多媒体广场 哪一块可以竖起一座教学楼出来 哪一块可以改进成现代化的操场 斯坦福大学将陆续注入资金 并且派出教育资源指导老师 和第三高中合作 用中西合并的方法教学 共同为缔造人才而努力 第三高中的前景规划宏伟 不出一年 三高就能够超越两大高中 资金方面 甚至还半点不需要担心 再也不用卡在教育局手中 斯坦福大学的考察之中 已经初步确立了未来合作方向和发展计划 未来的规划还在陆续持续中 估计三高校长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都会有的忙活 刚刚送走斯坦福大学校长没有几天 陆陆续续的事情就接踵而来 校长忙得是不可开交 第三高中和斯坦福大学合作的消息 现在在海山城已经沸沸扬扬了 不少小学中学纷纷找到第三高中 希望建立合作的机会 为了处理这些事情 沙鼻狗校长已经两天没有好好睡觉了 但是同样 他又有着出奇的过剩的经历 像是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刚去了一趟远地考察 想与第三高中合作的领海小学看情况 沙鼻狗校长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校长办公室 他还有几个文件正在签署 推开门 校长办公室的桌椅旁边 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不明白 海山城教育局的前局长 竟然亲自来到办公室里 究竟是何一啊 前局长满脸堆笑 再也没有之前那副阴瑟瑟的模样 笑呵呵地拍了拍校长的肩 行啊老曾 没想到第三高中这么有实力 斯坦福大学校长竟然亲自前来拜访 现在你们第三高中的名头是越来越大了 沙鼻狗校长很鄙视了一个前局长 不过外表当然不能表现出来 只是不明白 这个前局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按理说两个人已经闹翻了 现在他竟然来找他 哦 还好吧 承蒙对方眷顾 大家共同发展嘛 共同进步 前局长连连点头 是啊 我当初啊 就很看好你们第三高中 我去见第一高中官 宣德高中校长的时候都说过 我说你们不要看不起三高 三高是很有实力的 他们要是努力起来 绝对能够超过你们两所高中的 结果你看不是吗 为什么第三高中能够取得斯坦福大学合作的机会呢 这就是实力上面的差异啊 也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说完话 前局长压低了生意 装作漫不经心的说 那个 斯坦福大学应该是很大方的吧 他第一批专项资金的规划 都应该有不少吧 傻逼狗校长心想 反正吹死人不偿命 放开嘴吹呗 哦 斯坦福大学那边呢 第一批规划资金 估计是三百万 还是美元 三百万美元呢 傻逼狗校长话一说完 前局长差点没跳起来 保养得很好的脸蛋上 眼珠子不断的乱窜 嘴里面还在说道 哎呦 第三高中 不错真不错啊 前局长来回搓着手 夺着布 带着一分半的谄媚 和一分半的惯意表情 贼兮兮的低声说 老曾啊 给你商量个事呗 沙逼狗校长按道 正事来了 表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 只是对前局长点点头 你说 事情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次 国家颁布了一个法令 地方教育局呢 为了严加监管教育事业 可以对地方的教育政策 做出相应的调整 恰好我们海山市教育局呢 也依照了这个法令 重新对我们海山城 教育事业的政策 做出了相应调整 对于海山城的教育专项资金呢 为了更好的管理和统计 教育局决定统一管理 以后呢 凡是涉及到海山城高中的外拨资金 都由教育局统一的管 看到沙逼狗校长面色微变 前局长连忙补充道 这也是为了避免海山市教育局 为了配合现在全国展开的反腐 进行的调整嘛 主要是为了避免学校的贪腐发生 资金还是你们的 教育局一个子也不会少你们的 相当于我们教育局就是你们的保险库 只对每一笔资金做一个统计 有效避免挪用公款和贪污腐败的事情 这样一来呢 资金以有效的管理 也能够更方便调用嘛 沙逼狗校长气不打一出来啊 差点没有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教育局的借口冠冕堂皇 无非就是揪着斯坦福大学那些教育资金 等那些资金进了教育局再想拿出来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甚至于还会以种种借口苛扣这些资金 更别提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中饱私囊了 对不起 我们第三高中有自己的保险库 用不着教育局代为保管 沙逼狗校长一本正经的说 厚厚的下巴上下抖动开合着 送走了翻脸变色的前局长 校长脸上终于露出一些快意的笑容来 这个教育局长不仅擅自苛扣挪用资金 更是眼神贪婪的盯到斯坦福大学的资金上 整个人是人如其名啊 全部都掉进前眼子里去了 现在看他打不到斯坦福大学资金的主意了 沙逼狗校长心里面 隐隐有一种快感在产生着 他放心的靠在椅子上面 微微的笑着 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 在教学楼顶上窗户的时候 看到学校下面大门口发生的场景 那是李三思威吓言喻他们的一幕 第三高中教育大楼紧靠着大门 三楼之上的楼层空间 能够看到大门发生的一切 恰好那天在办公室转角 透过楼梯口的透明窗户 观察到了外面大门所发生的一切 他自然是认识李三思的 作为高三年级传奇一样的吊车伟人物 而且还在奎迪亚契失踪两年之后 神奇回归 怎么不让他记忆犹新呢 所以那天他会出场为李三思作证 而实际上那天他的确看到 李三思没动一根手指头 言喻和他带来那些人 就像飞一样的逃走了 现在想起来 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突然在一瞬间 他对这个学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那个 你给我找一下 你老头班级李三思这个学生的详细资料过来 沙比狗校长拿起电话 对着下面一层楼的校长助理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良考学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446集 李三思的分数密码 资料非常齐全 从李三思小学考试写下第一篇检讨开始 再到他犯过的种种事情 上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李三思的老师们显然是对他深恶痛绝 丝毫没有半点掩盖 他从小到大进行的一些罪状 更是一一再列 能够被这么多老师集体讨厌 这个李三思也不一般 沙比狗校长风趣的响 继续翻开李三思的资料 上面各类老师的评语 和各个阶段 对他的总结都带着悲天敏人的口气 看着沙比狗校长大摇七头 这么样一个学生 怎么会流入了第三高中 这种国家重点级别的学校来呢 看到上面触目惊心的成绩 沙比狗校长总算是明白了 所有老师讨厌李三思的原因了 他突然想起 当初李三思尽孝的时候 他被点名送往了米老头的班级 现在看起来 他清楚地明白 给米老头是丢了多大一个包袱啊 他一时间有了兴趣 想看看李三思在米老头班级里的表现 果不其然 李三思高中第一学期入学成绩鉴定考试 很不负众望拿了个倒数第一 从之前李三思从幼儿园 到初中这个阶段的过渡来看 那是预料之中的事 李三思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举成名 从此无人不晓的 而之后是各个测验 每个测验之后 都有班主任米老头的留言 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 期待你的表现 这是第一次测试 一时的挫折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 人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勇气 加油 老师相信你 这是第二次 再次倒数第一 你需要更加的努力 注意基础 多请教成绩好的同学 期待你的进步 这是第三次 李三思是倒数第二 因为倒数第一那位 是临时蓝尾炎发作 送往医院 一颗成绩是零分的 请努力的考试 这是第四次 依然是倒数第一 请努力 这是第五次测验 倒数第一 加油吧 我求求你了 第N次测验 依旧是倒数第一 看到现在 沙比狗校长才发现 自己当初把李三思 丢给米老头是多么的残忍 米老头能够容忍 李三思到现在 让沙比狗校长 对米老头是刮目相看 他抬起头来 揉了揉眼眶 简直不敢相信 还有这么笨的学生 李三思是不是个智障啊 接下来的一个事情 倒是引起了 沙比狗校长的注意 那是奎迪亚齐 比试选拔 李三思竟然考了一个 85分的成绩 这倒是让校长有些错愕 李三思就是凭借着 这个比试的成绩 顺利进入奎迪亚齐比赛 也在最后失踪的 沙比狗校长 揉了揉鼻梁处 眼角的位置 他觉得需要休息一下 才能够继续看了 多年以来的教师生涯 让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李三思难道从小学过圣经吗 他决定接着往下看 下面是公安局 李三思所在的骗区的派出所 开具的人口失踪证明 直到了一年零七个月之后 李三思重新回到海山城 在奎迪亚齐比赛之前 所有学生进行了一次期末考试 不过这次的成绩 因为奎迪亚齐比赛 出现恐怖分子袭击事件 使得所有老师放弃批卷 使得成绩没有统计 所以高一上半学期的成绩 没有记录在案 接下来就是李三思失踪这么一年半时间 在圣彼得堡医院治疗的资料概况 还有他回到海山城的时候 经历了一次考试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高三了 满分 沙屁狗校长差点没有把眼睛给瞪出来 李三思经历的第一次物理考试 竟然考了一个满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算是成绩再好 满分可是不容易考出来 更何况还是差不多一年半 在医院轻微失忆接受治疗 没有碰过书的李三思 然后就是高三的一系列考试 李三思除了那个物理考试 考了一个满分之后 之后的考试就再也没有及格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 高三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 李三思的所有成绩 更成为了一个古怪的分数 使得沙屁狗校长差点把眼珠子给瞪下来 李三思的所有成绩 从生物 化学 外语 语文 数学 物理开始 总体归纳排列了一下 综合起来变成了这么一个分数 91 92 93 94 95 96 150分的总分 90分就刚好及格 而李三思各颗成绩排绒过来 就是这么一个递增的弧度曲线 校长惊叹他弧线函数的完美 要知道 要是刻意考出这么一个分数来 那对整个知识的掌握得是炉火纯青 更是一环也不能出差错 对每一个环节的把握都必须得当 而其中最难应付的 应该就是所谓的语文了 因为作文的分数变数太大了 只要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差错 整个分数递增的函数模型就不再存在了 从这上面看 沙比狗校长实在不敢推测 李三思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故意考出这个成绩的 沙比狗校长从前也是教数学的 他知道 就算现在第三高中的头等成绩的学生 要考出这样的分数 难度该有多大 概率得是多低 但是偏偏让李三思做到了 沙比狗校长更愿意相信 只是运气和巧合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相悖的问题 如果是巧合的话 李三思曾经的成绩表现 150分的总分的题目 他能够平均考在三四十分左右 这次竟然都上了90分的及格分数 如果那个数字排列是巧合的话 那么李三思六颗成绩 齐刷刷地排上了及格分数线 这又是哪门子巧合 所有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 太多巧合存在排在一起 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因为巧合的概率不断增大 就降低了非巧合的概率 想到这儿 沙比狗校长抓了抓头皮 他看着面前李三思的档案 心里面泛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来 他觉得桌子上面摆着这个东西 里面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他心里有种预感 他有史以来遇到过的 最为离奇古怪的真相 仿佛就在面前的桌子上 等待着他抽丝剥茧 推离开来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自从李三思失踪了回来 不是 因为李三思在奎迪亚基比试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 沙比狗校长只恨 没有看到在奎迪亚基比赛之前 期末考试的成绩 否则他就能够根据这些内容 推测出李三思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了 校长又觉得 可能李三思考出奎迪亚基的题目 圣经考试是出于运气 而他的成绩提升是在失踪回来之后 这样就好解释了 是在李三思失踪这么一年半的时间里 发生了一些离奇而神秘的事 是李三思的成绩飞速提升 或者让李三思发生了什么变化了 马上传我的意思 沙比狗校长揉了揉 因为过度思考而疼痛的太阳穴 在这次筛选出的参加奎迪亚基之杯 举办权学术大赛的人员名单里面 取消最后一名 让李三思上 啊 校长助理顿时呆住了 整个第三高中 谁不知道李三思的威名啊 成绩拖后腿倒数第一的料 让他参加学术大赛 校长助理觉得 自己的脑袋在冲血啊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猫小白 欢迎您的收听哟 第447集 李三思的危机 林青儿走在路上 今天很多事情都很蹊跷 今天本来是发上次期末考试试卷的时候 本来全班都看着李三思 期待迷老头嘴巴里面 再抽出李三思这个全年级吊车尾的典型来 但是 他们失望了 上次的期末考试 李三思竟然磕磕都及格了 就是迷老头 都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李三思 李三思从吊车尾 突然到磕磕成绩及格 成绩猛升了15名 这是什么概念啊 从前的李三思 绝不可能从后三甲的行列中走下来的 而现在的李三思 不仅仅进步了 甚至还进步了这么多 就连迷老头都感到欣慰 自从苏子轩回来以后 林轻尔放学 大多是和杜婷婷一伙回家的 只有少部分时间 是跟李三思 陈真旭他们一起回家去的 海山城实际上并没有多大 从第三高中走到家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只是 林轻尔从看到苏子轩和李三思 在一起之后 她的心里说没有极度 那是绝对骗人的 就连杜婷婷 也在一边 时不时的冷不丁的 冒出几句话来 我说啊 这个世界上面 并不是等就能够等来幸福的 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我拜托你 林轻尔 行行行不行 李三思都快被别人抢走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的话 就去把她留下来啊 你在说什么呀 林轻尔面红耳赤 留下李三思 让她来到自己身边 难道不是自己要向她表白 林轻尔摇了摇头 不是吗 心里面其实很喜欢 但是却碍于面子 说不出口罢了 杜婷婷转过头来 手上的珍珠奶茶 还散发着热气 女追男 隔层杀 如果你一开口 保证李三思那小子 屁颠屁颠的就跟在你屁股后面来了 甩都甩不掉 不如先委屈一下自己 等到他成为你的男朋友了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折磨 我就是这招来着 百事百灵 杜婷婷 直接把林轻尔说的心跳加速了 让自己去给李三思表白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林轻尔想起李三思那个家伙 心脏就出现莫名其妙的不规则跳动 不知道为什么 李三思从来成绩一点都不好 对自己也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看到就让人很想打他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的心竟然会放到了他身上 而且就在自己快要失去的时候 才发现这一切 让我追李三思 根本不可能好不好 杜婷婷你是分脑子进水了 竟然给我出这么一个松主意 还是那句话 自己的心自己疼 杜婷婷说 你对于学习这么争取 但是面临自己幸福的时候 你怎么学不会争取啊 可是他们已经注意起来啊 林轻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就后悔了 果不其然 杜婷婷先是一阵错愕 然后随即诡异地笑了 怎么样 你还是在乎的吧 就连人家住在一起 你也知道 他们住在哪里的 那个 林轻尔的脸颊像一个手透的苹果 那个 那个有天放学 我不经意之间看到的 住在李三思家里面 你们家到李三思家 要绕两个街道口和一大段路 林轻尔大小姐 没事原来喜欢绕路回家的呀 杜婷婷忍着笑意 促暇地看着林轻尔 逗得她满面通红 杜婷婷 如果你还想要你这张嘴巴 就给我闭嘴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啊 林轻尔皱起眉来 好了好了 我不逗你了 小气包一样 杜婷婷没开眼笑 我倒不觉得 他们之间有什么 拜托 两个人已经住一起了呀 林轻尔气到 你想啊 苏子轩是转学生 他的家在外地 到了海山城来 自然是无依无靠 恰好李三思的父母也很喜欢他 就留他在自己家里面住下了嘛 我敢担保李三思那小子 在家里面绝对睡得大厅沙发 而他的那间屋子 自然就让给了苏子轩 保证李三思就连自己的屋子 也不敢踏进一步 那小子 有色心没色胆 加上他爸爸妈妈 那小子想动一根手指头都困难 你说的是真的 废话 一代秦盛杜婷婷的经验还有假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就到李三思家里面 去验证好了 杜婷的话一说完 抓着林轻尔的手腕就一路开跑 我不去 林轻尔还没有来得及反抗 一路就被力气大的杜婷婷 带着跑向了李三思的家门口 李三思和苏子轩 绝对比他们两个先到家 今天是星期六 下午也没有魁迪亚齐举办 全学术大赛的赛前集训 所以李三思和苏子轩 应该很早就回到家里面 林轻尔是因为在学校里面 耽搁了一下 你进不进去 不去了我们回去吧 不去也得去 你难道不想验证一下 李三思是不是睡的客厅了 不 不去了最好 眼看到李三思家门口了 林轻尔却怎么也不愿意走了 哟 林轻尔 放学了 真是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正在两个人争执的档口 满菜回来的李母 刚好走过小区 看到正在原地争执的两个人 阿 阿姨 两个人都没料到 李三思的母亲会突然出现 都是一惊站在原地 给李三思母亲行了个礼 林轻尔啊 你是来看我们家三思的吧 在这里站着干什么呢 快点快点 我们上去 李母连忙走过来 手上菜篮子一晃一晃 看到杜婷婷 这位是 这是我同学杜婷婷 就连你同学也一起来了 那再好不过了 你们快进去坐坐 李三思那小子和苏子轩丫头 估计也回来了 我今天正好多买了菜 看来是预感到你们要来的呀 李母异常高兴 林轻尔从前是李三思家里面的常客 林轻尔的父母因为忙于工作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就她一个人 所以李三思经常把林轻尔 带到自己家里面吃饭 那个时候 李三思的父母就想着 如果自己的儿子 有朝一日能够娶到林轻尔 那可就完美了 就是让他们天天 为这两个孩子做饭 也是心甘情愿的 不过 现实始终是事与愿违的 李三思本身不争气 还有他们自身的家庭环境原因 逐渐拉开了两个孩子的距离 苏瑶甲 你不要这么没水准好不好 都什么年代了 还看时装秀 李三思坐在一边闷闷不乐 在刚才的抢遥控器大战当中 他光荣落败了 现在正坐在沙发上 无奈地看着苏子轩拿着手中遥控器 锁定电视频道在时装秀上 李三思虽然承认 电视里面那些女生身材气质都是上等的 但是在苏子轩旁边 电视里那些对他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如果他想看就看旁边的苏子轩就可以了 优美的腰线 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能让李三思心动半天 嗯 要是能够再穿得紧身一点 身上衣服再少那么一点 估计李三思的鼻血就要开始决堤了 苏子轩可能也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所以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的 就算是坐在李三思身边 身上也穿着秋天的大棉外套 下身虽然是黑色的棉质腿袜 不过都被李三思晚上睡觉所盖那个被子给遮掩起来 完全让李三思不能得逞 李三思看着电视 现在是法国巴黎的时装秀上的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窈窕的身材 堪称完美的身线 虽然是一张外国女孩的脸 但是却美丽而含蓄的宛若东方女性 除了英帝国皇家公主美赛代斯 还有谁啊 美赛代斯本身就是国际模特 凭借她公主的身份和优美的身线 成为众多时装杂志非常抢手的模特 李三思就曾经在伦敦的一座大厦海报上面 看到美赛代斯身穿盛装 性感而妩媚的身态 不过 李三思现在看到电视里面的美赛代斯 感到一阵心虚 李三思的不翼而飞 带走了美赛代斯的哥哥 阿莫德王子的唯一的希望 只能祈求以后不要遇上这两个兄妹 否则 还不知道会被菜刀剁成几段 还好 李三思只是坐在沙发上面 看着远在几个大舟 几个大洋之外的 失装表演 李三思正在一个人 自娱自乐地遐想着 门口突然传来支鸭的一声 推门声 李三思肚子正饿 听到开门的声音 知道是母亲回来了 正转过头来 那声妈已经定格在原地 然后 李三思的表情又僵硬了 脸上写着茫然 三思啊 看看谁来了 林清儿和你同学杜婷婷来拜访你们 我去给你们做菜 你们先坐着 随便坐 别客气啊 四十分钟过后开饭 李三思像是个木头一样 端坐在沙发上 左手边是苏子轩 双腿已经从沙发上面放下来 乖乖落在地上 黑色的腿袜让李三思好一阵心紧啊 然后他吞了吞口水 眼睛不经意地飘向旁边 林清儿坐在了他的右手边 眼睛盯着电视 没有半分邪视 杜婷婷坐在林清儿的另外一边 四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电视上播放着唐老鸭和七只白天鹅的故事 属于五岁半儿童看那种动画片 一点都不经典 不过真正经典的一幕 就是现在这样 李三思被夹在两个女孩中间这一幕 两个女生有着不同的体相 丝丝迈迈地钻进李三思的鼻孔里 让她的心跳 就像是在哪吒闹海一样惊心动魄 两个女生的体相 像是在以李三思的身体内部为中心 形成一个连贯 整个沙发的战场 李三思终于知道 考试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熬的事情 最难熬的事情 就是像现在这样 被夹在苏子轩和林清儿的中间 看着面前劣质的动画片 现场气氛很微妙 李三思想要转台 但是整个身体就像是灌了签一样 难以动态 就连吞口水 就像是喉咙管发炎一样困难 李三思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的压迫感过 就算是面对教父纽顿 也不可能让他如此手足无措 好像被束缚住了一样 四个人看着面前劣质的动画片放完 然后 这该死的电视 竟然开始打起了风胸的广告了 您想要有三十四滴的傲人身材吗 您想要您的胸部也像是欧美模特一样的傲人双风吗 您想要您路过的地方都是一连串汹涌澎湃的目光吗 天哪 李三思快要哭了 他从前是十分喜爱这个广告的 每每看着这个广告都可以大掉口水 眼睛都可以看直 但是并不是在目前这种情况和条件下的 绝对不是现在 现在的气氛 就像是日益紧张的印巴关系 阴云密布 高广的天空散布着蠢蠢欲动的暴风 周围的气氛极其的沉闷尴尬 竟然还播出一条风胸广告了 李三思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他想要装作若无其事 但是在苏子轩和林青儿的两个人中间 他怎么装也是无济于事啊 他伸手拿出遥控器来 想换一个台 但是这个做法 无疑更加显示了他的欲盖弥彰 对这个频道内容有反应 让我们齿量一下 风胸前程小姐的胸围 他从前只是很自卑的32A罩杯 自从风胸后 哇 简直不可思议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到个鬼啊 李三思简直崩溃了 四个人原本借着看电视来遮掩尴尬 结果越看越尴尬 四个人谁都没有勇气 拿起遥控器先一步换台 任由上面的内容是越来越火爆 四个人的脸颊是面红耳赤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苏子轩突然站起来 脸上还有涌上来的红巢 走到李三思的房门口 回过头来 甜蜜的一笑 李三思 我跟你把枕头装好 今天晚上就可以睡得很香了哟 李三思顿时就蒙住了 嘴部都忘记了观和 然后感觉旁边的林青儿和杜婷婷 缓慢地转过头来 嘴角弯弧起来 带着一丝诡异的笑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八集 李三思的危机 下 看到苏子涓对着李三思甜蜜微笑 走进原来李三思的房间 李三思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林青儿和杜婷婷 缓慢地转过头来看着李三思 杜婷婷吞了口口水 睁大了眼睛 用几乎是几出的声音说道 你 你们同居 要是现在问话的是陈真旭 李三思保管会自豪地看他一眼 然后得意地说 不错 但是现在 问话的是杜婷婷 旁边还有林青儿呢 如果自己稍有不慎 今天就死得不知道会有多么惨了 没有 李三思灵机一动 指着自己屁股下面的沙发说 苏子涓在睡这儿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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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子涓从客厅走到李三思的卧室里 从衣柜里面取出一件自己的睡衣来 啦啦啦的哼着吊子走了过来 杜婷婷看了一眼 然后又转过头去看着李三思 那 苏子涓睡这里 他的睡衣 在你的衣柜里面 李三思很想直接吼杜婷婷 拜托 你不要有那么多问题好不好 那个 苏子涓把衣服放我一棍里面 等他换完衣服出来 我再进去睡觉了 那为什么沙发上面会有你的短裤 杜婷婷指了指李三思睡觉时 穿在外面的短裤问道 差点没有让李三思直接崩溃啊 你不要乱动我东西好不好 那个我昨天洗了 被我妈丢在沙发上的 忘记收走了 杜婷婷脸上表现出狐疑的神色 四处的瞅着 然后带一点神秘的味道说 那个 你老实告诉我们 你和苏子涓 是不是在一张床上面同居 李三思差点没有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入 一口气差点没缓过来 怎么可能呢 杜婷婷 拜托你没事 不要把丰富的想象力发挥在我身上好不好 苏子涓那么凶 我哪敢跟她睡啊 你怕我的皮不会被我妈扒下来啊 林青儿一直看着这一幕 开始听到苏子涓说那句话 她就觉得有些疑惑 脑袋转了一圈仔细一想 顿时就反应过来 一只手捧上李三思的脸庞 温柔地说 没关系 我相信你 李三思呆了 杜婷婷也呆了 根本想不到 林青儿竟然会有这么一幕 你没事吧 杜婷婷看着 就连眼神都变得温柔了的林青儿 呆愣了半天 在她的印象里 林青儿绝对不可能出现 这么让牛鬼蛇神退让三尺的态度转变 吃饭了 吃饭了 就在这时候 李母李父张罗着饭菜 端上了桌子 看到林青儿和李三思定格在沙发上面的动作 脸色微微错愕 然后两个人像是装作不知道一样 对视了眼 转身进了厨房 林青儿脸色微红 呼吸更是沉重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放下手来 苏子轩穿着毛绒拖鞋走了出来 静止来到李三思身边 不乏一语 把过 苏子轩那种一贯没有表情的面容 已经告诉李三思大事不妙了 苏子轩没有任何表情很平静的时候 往往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出奇的 苏子轩没有任何动作 转身走向摆好了饭菜的桌子 李三思和林青儿等人也随后坐上去了 李父李母早就上桌了 在每个人的碗里面夹了一块肉 带着微笑说 多吃点 你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只不过 现场气氛有点凝重 四个人终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而坐下来的位置也很微妙 正方形的桌子 李三思坐于正中 对面是父母 左边是林青儿和杜婷婷 右边则是苏子轩 饭桌上 仿佛有一道异常冰冷的空气在流动着 有些大战来临前的阴云 左右两边都没有人说话 只是闷着头吃菜 苏子轩和林青儿同时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两个人的双耳羞的通红 李三思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中左右为难 他头一次感觉就连吃饭也吃得这么不安了 连张口的力气也没有了 与此同时 李三思只感觉 自己放在桌子下面的右腿 被人狠狠地踢了一脚 李三思扒了一口饭 差点没有喷出来 这一脚不用说是来自苏子轩的 看不出来 苏子轩穿了一双毛绒拖鞋 杀伤力居然这么大 疼得他是呲牙咧嘴的 但是他嘴里面却还有一大口米饭 所以他现在的表情看起来格外的奇怪 怎么了 李三思 牙疼 李母奇怪地问道 看着怪模怪样的李三思 太好吃了 李三思努力咽下一口饭 眼神恨恨地瞪了一眼苏子轩 苏子轩则是把头给转过去了 一副关我什么事的样子 真的 被表扬的李母显然是相当高兴 当下筷子启动 连续夹了几块拿手菜在李三思的碗里面 好吃就多吃点 这个孩子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不怎么好吧 林青儿何当聪明啊 从两个人的一系列反应里面已经猜出究竟是什么事了 在李三思苦着脸夹起碗里面的菜 放入嘴部里的袋 林青儿同时一脚朝李三思踢了过去 李三思痛呼了一声 告别了李三思家里 杜婷婷和林青儿走在海山的街道上 迎面有风吹来 林青儿走了两步 手挽过武动在脸颊上 脑痒痒的秀发 李三思和苏子轩并没有同居 你觉得呢 女侠所见略同 杜婷婷自豪地说 但是眉头突然皱了一下 要小心苏子轩啊 她是一个劲敌 当然 林青儿再不说话了 朝着前方走去 远方的道路一路直通向天空眨眼的群星 什么 什么 啊 他 班主任米老头 宣布新补出来的参加奎迪亚棋举办权 学术比赛的李三思之后 全班齐刷刷地爆出一个声音 像是潮水一般 从教室的角落里面翻腾着滚涌出来 覆盖整个高三五班的教室 米老头看着李三思的眼神有点古怪 他当初听到指明要李三思上学术大赛名单的时候 着实吃了一惊 不是说错名字了吧 米老头把手中名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的的确确没有错 全年级姓李教三思这个土名字的也就只有一个 没有人能够冒充顶替 为此 米老头专门找过校长 因为据说李三思的名字是校长 钦点上去的 所以米老头要找校长问个清楚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奎迪亚棋对于整个海山城来说无比重要 期间初步的一丁点差错 李三思虽然是属于他的班级的 全班被选中三人参加奎迪亚棋举办权争夺比赛 米老头知道是无比光荣的事 但是这荣光之后 他觉得有必要要为奎迪亚棋比赛担负起责任来 如果让李三思上 那么比赛无疑减小了获胜的几率啊 结果米老头从校长那里得来的是确信无疑的结论 上面的名册上的的确确是李三思 也不知道校长脑袋是怎么想 反正是校长钦点的 米老头觉得就算是胡闹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而李三思的进步他也的确是看得到的 对于李三思来说 或许柯柯及格是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考出的好成绩 但是对于米老头来说 这样的成绩在三大高中里 就连大雅之堂都蹬不上去 让李三思参加学术比赛 绝对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李三思的名字响亮出现在花明册上 旁边的苏子轩也同样带着疑惑的表情看着 与此同时 李三思感到四面八方的眼光社会 其中三道比较熟悉的 一道是来自十点钟方向 第四组第一排的林青儿 另两道则是来自一点钟方向 上面一组三排的陈陈旭和米妃 而就在那一刹那的时间里 李三思感觉到了米妃眼睛里面的晶亮光芒 李三思有些动容 但是等到李三思迎上米妃眼光的时候 她的眼神又充满了笑意 和一个普通女孩 没有任何区别了 李三思旋即摇了摇头 暗到自己想多了 周围传来的全是怀疑的目光 实际上 李三思自己都觉得纳闷 为什么自己不动声色的就入选了 李三思同时想到 前几天才发起来的成绩 难道是有人注意到了 实际上 李三思通通过意识流 获得的各类知识回来的时候 每时每刻都想着扬眉吐气 但是迫于种种形式 让她不得不掩藏起自己的能力来 就连上次因为和物理老头赌气 考了个满分的试卷 让她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过后 李三思就再也不敢随意地展露那些知识了 但是 李三思的内心深处里面是有渴望的 于是 她只能通过这样的手段 异想天开的 用自己的分数排列出一个递增的数学模型来 难不成这个模型被人给察觉了 否则的话 李三思实在想不出 自己为什么会被突然选中 在这个第三高中的精英汇集的名册上去 想到这里 李三思突然抬起手来 站起身来说 迷老师 我能不能不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有些担心 你老头一阵气苦 你担心 我才担心的 他带着一点无奈的声音说 你以为你说不去就能不去啊 这是校长的决定 亲自提名让你上阵的 你能上也给我上 不能上 也得给我上 从今天下午开始 你给我参加临时集训 和他们一起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49集 集训 全班是一片哗然 李三四和校长是什么关系 竟然被校长亲点过来参加 奎迪亚齐争夺权的比赛 大多数人 在这带着一种 原来如此的表情 看着李三四 让李三四稍微有些奇怪的事 自己竟然会被那个 杀皮狗校长看出端倪来 就算对方是有意地试探自己 李三四也知道 他根本不担心 这是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面临高考 他也马上要去圣约大学了 所以他已经不担心 在海神城里面暴露实力了 相反 他还想在这个城市里面 留下一些什么 为这个学校留下一点什么 第三高中说到 斯坦福大学的训练基地援助 李三四知道 或多或少是因为自己的援助 这次的比赛就当做是自己最后在第三高中留下的一笔好了 不过 让李三四欣慰的是 他再也不用每天放学以后 无所事事在教室外面等待苏子轩的集训结束了 他和苏子轩同时进入了集训场地 在场的都是第三高中的各种精英们 但是 当他们看到李三四在现场和他们一起学习的时候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 李三四 你们又做什么手脚吧 苏子轩带了一些疑惑问道 毕竟李三四成绩突飞猛进 这次竟然莫名地被点入参加这个学术比赛 让心思阵迷的苏子轩看出了一些端倪 当然没有了 李三四面不改色 仔细听着上面老师的讲课 林青儿再另一遍 对于李三四被选入参加学术比赛 林青儿绝对也是最为惊讶的 他从小和李三四一起长大的 对于李三四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李三四从来的成绩达到50分已经算是不错了 现在不知道在李三四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使得成绩突飞猛进 更别提 还为校长亲自点名加入这个只有全部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小组里 让林青儿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精英班里 大多数人看李三四的表情都戴着那么一些有色眼镜 当然更多的是嫉妒 李三四一个全年纪样貌不算好的 成绩倒是最差的学生 现在竟然周旋在两大美女之间 更别提苏子轩和林青儿还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了 被这一个家伙给占据了 使得李三四每每在放学回家的时候 经常遭到人的偷袭报复 有从天台上瞄着李三四的行走路线 朝下面丢番茄和鸡蛋的 有在路上拿着冰淇淋当匕首偷袭李三四的 更有从人群里面对李三四放黑脚的 总之那段时间 李三四和苏子轩回家之后 身上不是被鸡蛋跟番茄覆盖了 就是布满着不少奶油 有一次洗裤子 仔细分辨裤子上面的脚印 竟然找出二三十处来 甚至于李三四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 竟然有人当着全班的面给李三四下了战书 那段时间 林轻尔和苏子轩的情书 依旧像是血片一般收个不停 而李三四的挑战书 也差不多快要罗成一对 李三四从被偷袭 学会了反偷袭 为了躲避这些半路杀猪的家伙们 他干脆戴了一个面具 但是刚刚走出校门 不知道人群里面谁喊了一句 李三四在那儿 大家上啊 于是 一群人朝李三四蜂拥而来 李三四又幻化成了被人追杀的火鸡 灰头土脸的到处逃跑 秋天肆无忌惮地过着 沉闷的高三 似乎因为有了这些事的存在 气氛变得缓和了许多 那个时候 李三四苏子轩和林轻尔 成为了第三高中议论最多的话题 就连盐狱等人也被压了下去 海山三高的四大天王 早就像是翻过去的黄皮书一样 重新地变换了存在的位置 盐狱因为家里面出了事的关系 也没有了从前那股嚣张劲 盐狱的落寞 使得以盐狱为首的四大天王时代 画上了一个句号 现在的第三高中 因为势力分布全部调整的关系 新出现了五大势力 被称为第三高中的新一代五大天王 不过第三高中里面 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第三高中里面 有一个凌驾于五大天王之上的人 那是本年度获得争议最多的人 就是李三思 不过也有很多人持相反的态度 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 在新兴起的五大天王之外 还有一个李三思存在 甚至于有人扬言 自己还踢过李三思的屁股呢 李三思每到放学的时候 一溜烟身影就不见了 这段时间的逃亡生活 让李三思领悟了日本忍者的顿术 甚至于有一次 苏子轩先到家的时候 听到房间里面传来咚咚的声音 进去一看 原来是李三思爬在窗户外面的树上 伸出一个手来敲打窗户 让苏子轩给他开窗 事后 李三思对这段窝囊历史 该不承认 美其名曰木顿术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距离李三思等人参加 奎迪亚其学术举办权的比赛 时间越来越近了 到此为止 李三思都被迫每天掌握 知识量庞大的内容 就算是在场的 所有特训组的学生 面对这些浩瀚的知识量 也同时生出望洋生叹的心理 所以 这些知识点并不是要全部记住 只是需要有人了解一下 心里面有个印象就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肚子里面 有了许多知识打底的缘故 李三思对于这些知识 理解和掌握的更加快捷了 从前他掌握不到 甚至于理解不到的东西 现在竟然看了眼过后 心里面就有底了 李三思已经很少进入意识流状态了 现在 他更加趋向于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可否认 因为意识流的关系 李三思整个人已经脱胎晃骨了 全身的感知灵觉眼力 相比起以前的时候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李三思在努力开发着意识流 以求意识流能够达到全面开发 随心所欲的地步 那个时候 他绝对可以和悬磁祖师 并列为大林寺的两个怪物了 李三思发现 自己最近有一个奇怪的特点 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发现 意识流出现的频率在直线降低 甚至于有的时候 一个月也不会出现意识流的情况 难道是因为自己已经强大到了 不需要意识流的境界了 所以现在已经出现的很少了 为了证实推断 李三思刻意让自己保持在 引导意识流出现的状态里面 心平如水 但是似乎这种方法 也不如以前那么灵光了 试了很多个晚上 只有一次能够进入意识流的 对于这种超能力 李三思早就有觉悟 毕竟这种能力是很难掌握的 当初出现的时候 也是一种偶然 而如果意识流要是消失了 那也是属于自然规律 没办法勉强的 意识流已经给自己带来太多东西了 李三思没有遗憾 对于他来说 一身的本领都是赚回来的 过于依赖意识流的话 还可能会限制他以后的发展 李三思在集训的时候 在二十个人里面都是最后一名 这当然是李三思故意造成的结果 对于他来说 他所要表现的 也只是最后在真正的学术大赛上面的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 期间 校长亲自到集训班里面来了几次 负责集训的几个老师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 对李三思也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在他们看起来 这二十个人里面都是精英啊 相互之间的成绩 分数也只是差不到一二十分 相互之间咬得很紧 根本不像李三思这个样子 倒数第一名相差第二名 差不多是七八十分的样子 还混个屁呀 所以几乎所有集训老师都建议 要把李三思给替换下去 不过校长一意孤行 非要让李三思上 对于这些汇报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使得许多老师也不清楚 这校长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李三思暗自佩服校长的耐心 完全就是一副不把李三思给逮出真身 就不罢休的模样 那既然校长都选择了不闻不问 李三思自然也当成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依旧在集训班里面刻苦学习着 奎迪亚奇举办全争夺学术大赛 日期临近了 但是规模却大大出乎了之前众人的预料 原本涉及三个行省 十一个学校的学生参加比赛 却因为奎迪亚奇所涉及的国内国际影响力 所以特别让人关注 甚至于 很多人把这次奎迪亚奇举办全的争夺比赛 当成了奎迪亚奇的比赛 国际国内的人都纷纷涌向奎迪亚奇比赛的比赛场地 定位于东北的省市中海 中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属于整个国内的五大都市之一 这次比赛之所以在中海市举行 不光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还是为了突出它的权威性 中海市代表着国际交流之窗 更能够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集 李三思对杀皮狗校长 第三高中的众人也开始忙碌起来 不光是斯坦福大学那边的事情 更是要参加三天之后的奎迪亚棋举办全学术比赛 李富 李母听到李三思也要和苏子轩一起参加中海市的学术比赛去 笑的是合不拢嘴啊 李三思前不久全部成绩及格 已经让他们乐了好半天了 这起码是一个好兆头 李三思上大学是他们两老目前的心愿 也是他们目前想象中的唯一的出路 校长啊 你看看李三思在集训班上面考的成绩 集训老师在校长办公室里掏出一长串的成绩单来 下午的集训是在放学之后的一个小时里面 半个小时的时间讲内容 半个小时的时间做题 所以这一个星期以来一共做了七套题目 这些题目内容并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道题都十分经典 并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义务教育的水准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更像是一道大综合的习题 什么内容都牵扯进来了 柔和成一道五颜六色的面团 让所有考生都十分头疼 李三思是半路出家的 算起来也是刚刚加入三天时间 只做了三套试题 不过就是这三套习题 已经足够让集训老师灰心丧气 一套一百五十分的大综合 李三思一套是二十一分 一套是三十分 另一套是三十一分 李三思这几天考的就这个成绩啊 校长脸色难看的 看着李三思考出的成绩 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了 虽然进步小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进步的 哎呀 我承认李三思成绩是有那么一点进步 但是校长 你要看到我们二十人的小组考出的成绩 你会觉得李三思是多么不合适啊 除了李三思到处第一之外 到处第二的成绩是一百三十五分 其他人的成绩都是在一百四十分左右 这样的成绩 我才能够保证能够获得 奎迪亚齐比赛的举办权呢 而不是像李三思差了这么多分 他的成绩最高也才三十一分 就算是有进步 在我们还有三天就要举行的学术比赛里面 时间也来不及了呀 集训老师心机如焚啊 不明白 校长为什么一意孤行 非要让李三思参加 你先别说了 让我好好想想 实际上 这一天这么多老师的投诉 让杀逼狗校长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关键是 李三思这小子就像是一只狐狸一样 平时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的 他之所以会保证 这个学术比赛会让李三思拿出全部的实力 主要是因为上次李三思失踪的原因 也是为了保护奎迪亚齐之悲 他觉得李三思是有责任感的 说是利用也好 说是逼迫也罢 杀逼狗校长知道自己如果不能揭开李三思之谜 他一定会在心里面留下遗憾的 李三思毕业了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 而他会因为这个谜营绕在内心许多年的 一时间杀逼狗校长突然在李三思的试卷上发现了什么 他把整个试卷倒了一个转 让分数180度的旋转过来 成为一个倒立的形状 他大脑在飞速的思索着 眼睛看着试卷 闪动的神采越来越浓烈了 他想起了他们从前玩的密码游戏 从李三思表现出分数递增曲线之后 杀逼狗校长就对李三思的分数特别留心了 现在翻了个个的分数摆在杀逼狗校长面前 倒是让集训老师有些看不懂了 杀逼狗校长看了一会儿 猛的一拍脑袋 突然之间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 喃喃自语 李三思啊李三思 已经发现过了吗 集训老师吓得够呛啊 在他的印象里 杀逼狗校长从来都是板着脸的 向来都是稳中如山的 就连学校的文艺慧眼上面 杀逼狗校长都是板着个脸的 哪里会有这样激动的样子呀 校长你没事吧 没事 杀逼狗校长挥了挥手 脸上表情神采飞扬 保管任何一个人过来看 都会发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下去吧 该做什么做什么 不要去管李三思了 你只需要用沉默来面对他就好了 这些成绩无所谓 记住了啊 最关键的是不用理他 就算是他在你的课上面 吃东西睡觉也好 别理他 听见了吗 集训老师点点头 满头的雾水走出校长办公室 不明白 校长这一举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又不能够不执行 他明明看到李三思考出这么差的分数 在自己的集训小组里面 却偏偏要当他是透明人一样 集训老师感觉心里面堵得慌啊 集训老师刚走出校长办公室 杀屁狗校长那张似乎永远不会表露出笑容的脸 竟然破天荒的咧开了嘴巴 微笑起来 如果那种表现还能够称之为微笑的话 有趣 有趣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李三思啊 你究竟是个天才 还是个蠢蛋啊 李三思在这三天考试的时候 故意将成绩考成了21 31 30的分数 如果把后两个数加在一起 成为一个61而倒过来的话 显示出的数字就是12和19 这两个数字在平时绝对不会有意义的 但是在李三思身上 就代表着他名字拼的第一位字母的缩写 LSS 在字母顺序里面 恰好是第12位和第19位 这是他从前跟林青儿爱玩的文字密码游戏 也是用英语词典来编译的最简单的密码 曾经在学校里面风靡一时 那段时间 老师没收到小纸条里面 打开很多都是一连串的数字 使得老师不得不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惯译符号 和代表意义的数字望洋兴叹 等到老师终于知道破译方法的时候 他们也有了一套新的编译方法 但是基本原理都脱离不了 这个最简单的用英文的26个字母编译出的密码 所以李三四在知道集训老师把成绩 送到校长办公室回了以后 对自己一句话不说的态度 就判断出了校长竟然是解开了自己 留在分数上面的密码了 同时也知道校长是势必要把自己给揪出来 李三四知道 他和校长之间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游戏 两个人谁也不愿意揭露对方 只是通过对方留下来的各种暗示交锋 这是没有任何动机的 纯粹是一气之争 两个人隔着距离 相互的对决着智慧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51集 米飞的秘密 如果我们有一天 终究会离开对方呢 你会怎么办 米飞遥望着天边 这是一个靠海的水泥平台 下面的楼梯夹缝之间 有一些细碎的摔草和沙粒 下面是延伸到海边的沙滩 左边是环海路 时不时会有公车晃悠过去 车胎摩擦地面的声音 会在宁静的背景中 添上一笔 然后喧嚣而去 最终回归的 只有海巢拍打在岸边的宁静 天空有晃的人睁不开眼的阳光 旁边的青山头顶堆叠着 大朵大朵的白云 云朵的褶皱间 有太阳照射不到的阴影 安静地住立在天空之上 湛蓝的天空 又有看不见的海风浮动过去 听不到了声音 却能够看到打着旋的草叶 从头顶上过去 然后卷到一边亮白的公路上 平台的旁边坐着陈陈旭 米飞那句话鼓动着她的耳膜 让她心里面像是被太阳晒化了一样难受 她顿了顿 我们不会分离的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就像现在一样 米飞突然洒出笑容 浅笑着说 傻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会分离呢 空气里 有些太阳晒烤出的干草香味 这是一个海边废弃的平台 栏杆上面抹着秀气 黄斑时有时无 风吹雨打的侵蚀下你 就连水泥铸成的平台 也有一些微笑的裂纹 那我会找到你的 无论你去哪儿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再也不分开啊 陈陈旭觉得 喉咙有些发干 米飞微微地低着头 面前有风卷起的沙粒 她眼睛里面 写满了灰色的色彩 只是陈陈旭不知道 这是落寞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但愿吧 谁都没有再说话 只有米飞的声音 在海风吹起的时候 显得有些飘忽不定 陈陈旭突然间发现 自己从来就没有 深刻认识过米飞 米飞的眼睛 有时候很清澈 像是海山城水边 看得到下面珊瑚的清水 而有的时候 米飞的眼睛里面 充满了浓烈的 无法化开的雾气 陈陈旭是米飞的男朋友 但是她知道 米飞有着独特的性格 富有的家境 之后一无所知 米飞住在哪儿 她是什么时候 来到海山的 米飞在这之前 在国外做了些什么 怎么生活的 她一无所知 陈陈旭觉得自己很失败 但是她同样也很无奈 因为米飞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是自己的女朋友 但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话到了嘴边 却再也说不出口 她记得 自己想让米飞成为 自己女朋友时候的样子 一定像是季节里面 熟透的桃子 脸色红的可以指挥交通了 傻陈陈旭 我们最终会各自 走上自己的社会 走向自己的生活 世界上 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东西 米飞的中文不太好 但是这么一段时间 在海山城相处过来 声音已经没有 从前那么僵硬了 变得圆润了许多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每个人的世界不一样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不在同一个 相处的位置了 请你不要难过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好的女孩 并不止我一个 陈陈旭的心里 像是有个什么东西 耿住一样难受 她的猴旗上下起伏着 找不到自己 想要说的话 陈陈旭的成绩并不好 虽然现在 在米飞的帮助下 成绩有所上升了 但是 要达到一般的 本科分数线 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而以米飞的成绩 是重点大学的 分数等级的 如果米飞 跟着自己上一所大学 就等于是让米飞 收起可以腾飞的翅膀 跟她去一个 相对较差的环境里 如果喜欢她 就让她飞 带着陈陈旭的心 一起朝天空上飞去 我知道 如果有一天 我们各自走入了各自的世界 也请你忘记我 好好地在自己的天空上面飞翔 陈陈旭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么说 嗯 米飞埋下头的瞬间 瞳孔里面成为漠黑的一片 这是我们的约定 对于未来的约定 平台上 看得到远方的环海路 一直拉往海边看不到的角落 水岸上 有海星飞舰拍打着 有些湿气 时不时地扑向两人所在的海边平台上 倒是带起了一些大海特有的咸尸味道 好像 未来就是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到了陈陈旭家的小区门口 两个人沉默地站着 米飞踮起身子来 温润的嘴唇印在陈陈旭的额头上 然后 小区门口的流水突然变得清晰了 然后 陈陈旭胸口有些涌动的翻腾 他想伸出手抱住米飞 但是 他终究没有这么做 米飞在他心里 是最为美丽的存在 他不想让自己的任何动作 唐突到米飞 再见了 大笨蛋 米飞微微地笑着 然后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了 米飞从来不让陈陈旭送他回家 两个人交往到现在 米飞也只是给陈陈旭留了一个电话 看到米飞的背影 消失在梧桐树延伸的道路远方 陈陈旭转身朝家里走去 他关上家里面厚重的黄道门 沉闷的声音回荡在门口的玄关处 然后 他到耳边幻听一样 出现刚刚海边说过的那句话 如果有一天 我们走入了各自的世界 也请你忘记我 好好的 在自己的天空上面飞翔 然后 陈陈旭的眼泪 就那么流了下来 星期六的早上 国家级重点高中 除了偶尔通知之外 星期六是不会补课的 更何况是即将开展的 奎迪亚齐举办权争夺比赛 星期天还有一天的休息 星期一 所有的参赛小组将去往中海市 以准备面对星期三到来的 奎迪亚齐学术大赛 李三思和苏子轩显得比较忙碌 除了收拾东西以外 还在准备各种需要的物品 看到两个人忙碌的样子 李父李母高兴的 都快要合不拢嘴了 电话突然响起来 李三思捡了最后一件T恤 放进旅行包里 走向电话 我来接了 喂 哪位 李三思话还没说完呢 话筒里面就传来 陈陈旭急促的声音 李三思 出事了 米妃不见了 你快过来啊 等李三思和苏子轩一起赶到陈陈旭的家里 扣开门 陈陈旭的样子 突然变得憔悴了许多 看到李三思和苏子轩过来 整个人突然像是找到救星一样 你说米妃就能跟你说了奇怪的话 他说什么了 大概是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两个分开了 请我不要担心他 陈陈旭蹲下身子 抱着双腿 当时我就觉得 他好像在暗示一些什么 但是我也没有多想 现在看起来 他一定是在暗示 他就要快要离开了 离开这个地方了 李三思抱着手 眉头紧皱 苏子轩走上前 手搭在陈陈旭的肩膀上 轻声的安慰 那也不能够说明 他暗示就要离开了呀 你再仔细地想想 米妃昨天 还说过了什么没有 有没有做一些 反常的事情 陈陈旭还能想到 唯一的就是 米妃在临走前 轻轻在他额头上 亲了那么一下 那基本上 是能够让他 心跳停止地稳 这是他和米妃 自从确立情理关系之后 除了牵手以外 最亲密的动作了 陈陈旭摇了摇头 李三思从来没见过 陈陈旭这么无助的表情 综合米妃的表现来看 其实李三思也是觉得 这个女孩的行为 有些奇怪 比方说她的神秘 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 米妃也没有想过 在海山城寻找朋友 也没有想过和其他同学 打交道 米妃本身就是一个谜 现在离奇失踪了 让李三思又多了一分猜测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52集 米妃的秘密 下 哎 你知道米妃家住哪儿吗 带我们去看看 陈陈旭摇了摇头 我从来没去过米妃家里面 我只知道他家里面的电话 苏子玄和李三思面面相去 作为米妃的男朋友 陈陈旭竟然连米妃住哪儿都不知道 李三思 我觉得米妃很奇怪 他似乎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 甚至于对于自己的考试成绩 都觉得漫不经心 他转学到这里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 苏子玄同样的纠结着眉头 思考着 难不成这有钱家的女孩子 都是神神秘秘的 李三思知道 苏子玄说那句话的意思 因为当初苏子玄就是这样的神秘 逃离家族 远去另一个大洋 独自在没有任何人认识的海边小城生活 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海山城的过客 自己终会孤独的漂泊着 但是却阴差阳错的碰到了李三思 于是他本来不平凡的生活 因为这个平凡而又奇迹一般的男孩子 变得更加不平凡了 最后才导致了他终于回去家族面对一切 也终于和李三思争取到了现在的自由 房门传来敲门的声音 李三思随手拉开门 林青儿出现在门口 两人对视了眼 倒是微微的一愣 陈天旭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芈菲失踪 我才两本打地赶过来了 现在怎么样 林青儿走进门来 问李三思和苏子玄 还是没有头绪 芈菲家里面的电话 打过去没有人接 陈辰旭也不知道 芈菲家的所在 也许可以反查 李三思皱着眉 突然抬起头来 芈菲家电话是多少啊 啊 3329527 海山城的电话分布 都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 头三位可以签订一个地区 比如说 李三思家电话是 2163238 然后他们整个小区只要是电信的号码 都是以216开头的 不光是他家所在的小区 就连整个河边的片区 电话前三位都是216的 而332的号码开头 倒是让李三思有些熟悉 但是一时间也想不起来 是在哪儿听过的 332 我在哪儿听过呢 李三思嘀咕着 我们家的号码是3328439 林轻二说 陈辰旭三个人齐齐看着林轻二 这么说来 米菲住在你们家附近 林轻二点点头 或许是吧 如果我们从那里开始搜索的话 机会会大事很多 咱们快去吧 陈辰旭拉上李三思 先一步冲出家门了 林轻二家的小型别墅 是海山城最好的一个地产楼盘 城花地景 修在海山城清水河的上游地带 这里有着开阔的草坪 像是一个面包一样突出的山坡 山坡被改建成了一个高尔福球场 围绕着这个高尔福练习场 城花地景的别墅区环绕而建 这可以算得上是海山城的富人区了 山坡的高尔福训练场地 周围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树 一道凋零的季节繁花洒落 落到别墅区里面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如果米菲住在这里 应该算是极其合理的 四个人打车到了城花地景 途中林轻二一直拨米菲家里电话 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 家里面还是没有人接 陈陈旭已经慌了 我从早上七点钟开始打 直到现在也没接 难道他真的走了吗 别急 咱们慢慢找 你早上七点给别人打电话 干什么呀 被李三思这么一问 陈陈旭脸就红了 米菲说他住的地方能够看到日出 他经常很早的时候起床一个人看日出 那个时候打电话 是想让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 看不出来你还蛮浪漫的吗 陈陈旭脸红了 应该每个人都这样吧 陈陈旭手指打了圈圈 不知如何说是好 每个人都会 苏子轩眼睛转过来 很不幸的李三思成为了重点目标 我怎么觉得有些人跟头猪一样呢 我那个 李三思确实不敢辩驳 实际上 他们家也是可以每天看得到日出的 只不过 他每次醒来的时候 只能看到日光在家里面游移的轨迹了 米飞说他家能够看到日出 那么一定是这个城花地景 这个环状别墅区的朝西面的位置 只是这里的房子都是层层推地的 西边这么多房屋 哪件事啊 李三思突然想到 林青儿接话 没关系 我们只需要问门卫就可以了 城花地景一般是不允许非屋主进入小区的 所以这里的每一笔房屋的买卖和出租 在门卫市都有记录 我们只需要查一下最近的记录就可以 米飞应该是两个月之前来到海山城的 他如果住在这里的话 只要调查这些业主的买卖出租房屋记录就好了 米飞从早上七点就已经开始不在家里了 直到现在边临五点的时间还没有回来 再加上之前给陈辰旭说那些话 使得四个人心里面 好像拢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 米飞的来历是什么 来海山城到底是干什么的 在来海山城短短不到两个月之后 难道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吗 陈辰旭觉得 和米飞相处的种种谜团 越来越多地堆积到心里面 以前自己想过但是忽略的 现在层层叠叠地铺开在心里面 使得陈辰旭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脆弱过 他已经离不开米飞了 如果米飞就这样走了 陈辰旭会很难过的 毕竟像李三思这样能在诸多帮助下找到苏子轩的机会太小了 毕竟米飞留下的线索太少 如果他真这样从海山城里蒸发了 估计就真像一颗流星一样 从众人生命里面悄然离开了 只是米飞划过陈辰旭生命的时候撕裂了他的内心 门卫认得林青儿 城华地景作为海山城的富人区 其门卫能够认识每一个住户 所以林青儿询问这些出租买卖的时候没有任何阻力 门卫是个帅气的男子 在电脑上翻阅最近的登记资料 点点头 城华地景人文环境很好的 所以这里的租户基本上很少有出租或者买卖房屋的 最近变动很小 只有C区的11栋和B区的07栋买卖 而出租的只有A区的19栋 还有城华地景最豪华的一套房子 位于山顶高尔夫球场旁边的A区24栋 整个城华地景 只有A区和B区的房子是朝西方的 你们要找的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三栋房子里面 四个人其实只是抱着试探的心态来的 其实固定电话332的区号 并不是只有林青儿所在小区独有 旁边一些住宅小区也有着这样的地区分布号码 不过 依照透露出的米飞的家境来看 他住这里的可能性很大 当初众人没有绝对的把握 还有可能是米飞住在自己的亲戚家里 这样依照前面买卖租赁的推测 都会被推翻的 一切都基于可能概率上面的推断 并不代表着这绝对没问题 不过四个人已经刻不容缓了 橙花地景的环境确实不错 现在不是掉落花瓣的季节 但是取而代之的 是树叶从高地被风片片带落 在周围欧洲风格的房屋之间 被添了一种唯美的感觉 四个人走在这里 像是进入了一幅画卷一般 A区十九栋是一户三口之家 我之前见过一个中年男子在遛狗 旁边还跟着儿子 所以肯定不是米飞的家 四个人分成两拨寻找着 李三思和苏子轩寻找的是A区的十九栋 林青儿和陈辰旭寻找的是B区的零七栋 汇合 陈辰旭对李三思摇了摇头 保安有记错 B区的零七栋其实是朝南的 整个二楼的房子只有一个厕所方向 可以看到太阳 我相信米飞不会在这看日出的 而且我们还打电话 并没有发现房间里面响起声音来 这么说来 苏子轩看向高处助力的一栋豪华的三层别墅 这是最后一个有可能的地方了 上去吧 李三思带头走了上去 A区二十四栋是最为高处 也是最为豪华的别墅的西边一处 整个房屋墙壁转角带着一些弧度 墙壁内嵌完美的落地窗 这样的设计 其实不仅仅是在海山城 更是在很多地方都有 设计算是说很精妙 实际上 城华地景也是海山城的奎利亚级比赛的关系 国外的地产商来投资修建的楼盘 风格比较欧式 李三思带头走上去 广阔的坡地草原和高尔夫训练场出现在他眼前 旁边的房屋很有几分味道 三层的房屋最高的位置 还有一个小阁楼 阁楼外面通了窗户 屋顶倾斜度并不是很大 可以方便人在上面看到海山夜晚的每一寸星光 三层的阳台设计很别致 每一层阳台都是纯玻璃搭建的 使得现在这样的环境下面看过去 仿佛像是悬空一样 透明的出乎意料 在这样的环境下看星空 李三思光是想想都觉得肯定是美丽罕绝的 陈陈旭接过林青儿的手机 按下拨号键 叮咚叮咚 房间传来门铃的声音 倒是让众人吓了一跳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53集 学术大赛 四个人打电话 屋里的门铃怎么会响呢 李三思已经把眼睛锁死在这扇门上面 他的耳力何等敏锐啊 已经听出来 这叮咚酷似门铃的声响 实际上是来自于房间里面的 总共有三处地方 一处在客厅 一处在二楼 第三处在三楼的角落 很明显 这是电话的声音 三部分机同时响起 所以在房子里面 依然能够让四个人听到 陈陈旭挂了电话 叮咚的声响 拖了一些尾音 消失于无声 四个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 他们竟然误打误撞 运气好的让人难以置信 陈陈旭非一样扑到房门口 手伸向门铃 想要按门铃 却被李三思给制止住了 不用叫了 你今天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有人接 早证明里面就没有人了 那怎么办呢 打电话家里没人 米飞难道真的离开了吗 李三思有些感慨 陈陈旭从来不可能 为了哪个女孩子这样子 他几乎可以保证 陈陈旭是真的恋爱了 陈陈旭颓葬地靠在门口 坐了下来 眼睛里面有些酸楚的疼痛 他想起和米飞第一次见面的丑 美丽的灯会和花火 也想起 自己和米飞在一起 是那种幸福的满足感 于是 他的眼睛又湿润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呢 就算是要走 也跟我说一声 苏子萱走过去 轻轻地安慰 别难过了 陈陈旭 或许米飞 有很多的难言之言 让他没有办法说出来 只能够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 就像是当初的我一样 有时候 有些东西说出来 带来的伤害会更大 苏子萱停了停 陈真旭现在这个样子 让他有些难过 或许 他不说出来 选择默默地离开 也是为了保护你不受的伤害 这样对我 才是真正的伤害 陈真旭埋着头 但是眼泪 已经大滴大滴地滴在地上了 像是绽开的花朵 却写满了无奈和悲伤 陈真旭 苏子萱 林青儿 李三思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稍微有些僵硬的汉语 但是掩饰不住良好的声线 李三思众人齐刷刷把头抬了过去 米飞站在坡道上 后背是飘落树叶的花树 纤细白嫩的手 提着透明的塑料袋子 斜跨着尖包 满脸愕然地看着 站在门口的四个人 一个人影从李三思旁边冲了过去 然后下一秒钟 米飞就被陈真旭紧紧地抱入怀里 啪 塑料袋掉在地上 砸出一些清脆的声音 米飞愣了一下 陈真旭的眼泪 肆无忌惮地打在她的肩上 米飞嘴角轻轻滑出一道弧线 双手把陈真旭反抱住 脸上带着一些微亮的光辉 和谐的 好像天上才会有的女孩 美丽的一幅画面 李三思美感出声 转过头去的时候 同样看到苏子萱脸庞上 滑下了一滴泪水 林青儿在看到李三思望向苏子萱的眼神的时候 心里面突然静暖起来 肺部传来仿佛瞬间被抽空了空气的难受 最终 这场闹剧告终了 米飞傍晚出门 搭乘飞机和自己远在省城的父亲聚了一下 耽搁了一个晚上 然后在第二天才反回来 倒是让陈真旭以为米飞失踪了 闹得三个人虚惊了一场 不过 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至少 让陈真旭欲接已久的米飞住址的心结 总算是解开了 也是第一次让陈真旭正式进入米飞的家里 刚刚进去 陈真旭就被里面的豪华装修给惊呆了 李三四等人 喝着米飞冲的咖啡 有说有笑的聊天 最为神采飞扬的莫过陈真旭 陈真旭一张嘴吹得是天花乱坠 浑然忘记之前因为米飞而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事后陈真旭一概不认 让李三四骂他无耻 距离学术大赛的日子 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苏子轩和李三四的包裹 在前一天已经收拾完毕了 最后一天时间里面 两个人什么书也没看 光是待在家里面 看了一整天的电视 这次关于奎迪亚齐举办全大赛 有中海市特别的跟踪报道 中海市六个地方电视台 已经跟各个高中取得了联系 记者已经派往各个城市了 跟踪报道参赛队员们的情况状态 教育部向来比较低调 平时间最大的动作 也只有知名教师的演讲 这次奎迪亚齐举办全的学术大赛 倒是教育部破天荒 第一次这么大张旗鼓的露面支持 三个省市的教育局和电视台 齐齐出动 不光是发表官方演说 更是为自己的省市学校打气 甚至有些教育局领导 直接上门过来 亲自发表演讲 鼓舞士气 这次大赛采用淘汰制 每个学校的学生 除了三大高中每个学校20名之外 总共60名 其他两个省市的八大高中 每个高中只能够派出10名学生参赛 第一轮试题难度不大 将进行角逐 成绩下来之后 135分以上的学生 将进入下一轮学术比赛 反之 135分以下的将被淘汰 而没被淘汰的参赛学生 将进入第二轮的角逐 第二轮习题范围更广 难度更大 涉及各方面的知识 出题的要求是 让学生们感到 自己不是在做一套习题 而是在对这么多年以来 所汇的知识 进行一个全面的搜索 这次习题要求是110分以上 只要达到这个标准 就能够顺利的直上 第三轮淘汰赛 第三轮将是最后一轮比赛 试题难度绝对超乎 所有人的想象 就算是让大学老师来做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不限成绩 取分数最高者为冠军 所在学校的省市 将获得奎迪亚奇比赛的举办权 同时见 这套试题也是相当具有难度的 如果能够及格的话 基本上 国内大学就会顿时拉你入学 而其他能够进入第三轮的学生 也同时间会被国内知名大学 作为特招生录用 直接跳过高考 这也是这么多学习奸杂 一拥而上参加这个比赛的原动力 这次 海山市三大高中有两大竞敌 一个是广都的石器中和水电中学 光是上次奥林匹克大赛 这两个中学的学生就占据了一半的份额 那里的学生集合了全国的精英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六个高中 两个算是一级的 两个二级 两个三级 光是这六个并非特级中学 就让海山三高疲于应付 每个高中都有作为压轴的秘密武器的学生 这些学生 大多都是超过了一般尖子的尖子 博览群书 已经注定是国内顶级大学的料了 之所以回来参加这个比赛 是因为学校许诺 如果他们参加学校这次 争夺奎地亚齐举办权的比赛 不论胜负 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奖金 特别是广都石器中和水电中学 两个学校都有大笔钱可以挥霍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广都石器中出十万一个人 专门邀请学校里面的顶尖学生 参加这次比赛 其中两个学生 一名叫赵海东 一个叫刘燕梅 两个学生分别是模拟考试 省里面的文理科状元 现在十万一个人加盟比赛 如果拿到第一的话 奖金还会翻倍 一个人得到二十万 与之相对的 水电中学更离谱 竟然出差到十五万一个 吸引了上一届考试 被称为考王的广飞涵加入 广飞涵已经是上了 国家顶级重点大学水清的 之后因为打架被劝退 重新回到高三里面复读 适应了一次考试之后 其他的每次考试 都是全年级第一 本来这样的学生 并不会加入学校间的竞争的 但是有了这十五万的奖金 许诺获得冠军以后 更是增加到三十万奖金的 巨额诱惑 广飞涵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水电中学的精英组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 如烟 后期 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四集 学术大赛 二 宣德高中 也是权力备战 作为海神城 唯一进入全国排名前十的高中 宣德高中任务可是不轻啊 担子也是不小 不光是担任了 印行广都实习中 和水电中学的主力任务 更是肩膀上背负了 压力最大的学校 宣德高中校长 一副羽山观金 指点江山的模样 语中心长的 对周围的所有人说 这次我们宣德担子不小啊 我们已经接到消息了 广都实习中和水电中学 出了重金招募考手 为了夺取奎地亚齐举办权 他们这次可是下了不少血本啊 每一个出赛的学生 都有五万的奖励 这样的重赏之下 那些学生还不偏了命的干呢 我们宣德别的不说 我平时间舍不得拿出那些学生们 都给我上了 这次我都要让他们看看 我们宣德不吃那一套 他们用重金请人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实力 也能够将他们想染指 奎地亚齐之杯的手给打回去 与此同时 第一高中校长也是急昏了头 别的学校都准备了 夺冠的秘密武器了 我们学校的秘密武器 也都给找出来 实在不行就出五千块的悬赏 专门募集精英 呀的 第三高中校长 宣德和第一高中 精英都上了 我们第三高中 这次也打出我们的水平来 让他们看看 能够跟斯坦福大学合作的学校 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 他们都准备了秘密武器 哼 我也准备了 他们能够花钱 请到学习成绩最高的学生 来帮他们打听一下 我们学校就算是过情 也能够找出这样的人才来 三大高中各自备战 整备人马 只是第三高中的所有老师都在猜测 杀皮狗校长口口声声 说自己需要藏着秘密武器 但是纵观整个比赛阵容 也找不出神式秘密武器 难道是高三五班的林青二 还是高三三班的海明威 或者是高三一班的刘大海 总不可能是李三思那个笨蛋吧 第三高中笼罩了一团疑云 只是 杀皮狗校长的想法 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猜透 米老头则是越来越担心了 主要是李三思莫名其妙地被校长 点入奎迪亚级比赛 这完全就是一个让米老头 差点吐血的消息 李三思如果加入这个 全是精英组成的比赛里面 米老头可以想象 自己将会多么丢脸 当全部人考出的成绩 平均是在120分以上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匹惊天动地的黑马 32分 估计会直接把在场评委的嘴巴 都给惊得歪向一边吧 这什么学生啊 米老头已经料到 四周的人会立刻寻找 这个学生的班主任 下面的记者 更是会把这个事件 作为一个大新闻 循环报道 到那个时候 他可就出名了 米老头想 自己一辈子的英明 就快被李三思给毁了 苏妖精啊 你把我袜子偷放哪儿去了 第二天一早就要去海山机场集合了 李三思突然想起来 翻看自己的包裹 却发现袜子没装 四处都找遍了 也没发现袜子去哪儿 啊 那个呀 我好像送给隔壁小胖家里面的那条狗了 你凭什么打我的袜子送狗啊 谁叫你乱扔的 脱下来的袜子又不洗 这种小隔壁小胖带着狗狗出来 我看他对你丢在门口鞋柜下面的袜子 擒有独钟 于是就很大方的送给他大窝去了 苏子萱躺在沙发上 满不在乎的说 一三次琢磨着 要不是自己母亲时不时的过上过下 苏子萱绝对逃不出自己的魔状 那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两双袜子 现在这么晚 也不能出门买袜子呀 你让我明天光着脚啊 笨蛋 苏子萱摆了他一眼 你自己不仔细地找找 你旅游报的第三个拉链的夹包位置 第三次一头雾水地打开 一双双的袜子 白的灰的全部安静躺在包里 那些从前臭红红的袜子 现在一改以往的模样 散发了一些洗衣液的清香 不光是说苏子萱送给狗那两双 就连从前丢的袜子 也好好地摆在那儿 干净地刺眼 这都你洗的 哼 苏子萱不予回答 转头看电视 一副懒得理你的模样 后机室里面 李三次整个心都是暖洋洋的 脸颊有些发烫 苏子萱就在旁边 他却不敢转头去看 就这么坐着 平视着前方 后机室四面都是玻璃窗 光线很明亮 恰好是早晨 有清新的空气 和空气里面 微尘漂浮的阳光 阳光在宽阔的后机室 投下光柱 座位上坐满了 来自三大高中 将近六十名学生 和各类的老师 旁边有不少记者在拍照 同时询问一些学生的状态 李三次很自然地避开 坐在十点钟位置的 林青儿投过来的目光 从刚才开始 林青儿就时不时 朝李三次这边漂过来 李三次的灵觉要敏锐许多 对于这些细节 当然知道 他刻意地回避着 面前多出三个身影来 李三次抬头一看 正面出现了三个男子 当前一个男子 长得比较帅 也穿得比较时尚 梳着一个大背头 后面两个一胖一瘦 脸上带着轻蔑的表情 看着李三次 为首那个男子 也只是撇了李三次一眼 然后眼睛就眉落在他身上 整个人看向旁边的苏子轩 眼睛里面散发出金光来 苏子轩也发现了 面前的异样 原本看着一份杂志的他 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三个男子 长睫毛的眼睛眨不着 看着面前三个 同时间咽下一口口水 苏子轩小姐 从奎地亚棋比赛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关注你 你是一个特别的女孩子 我希望能够和你成为朋友 回首那个男子 很自然地伸出手来 眼睛盯在苏子轩 搭在杂志上的 白玉无瑕的手臂上 旁边一胖一兽 两个人接着说 刘洋飞啊 是我们宣德高中的名人 他父亲在各大城市里 都有金饰的分店 更是宣德高中 多年以来的赞助商 李三次在一旁听得好笑 这两个一胖一兽 在旁边自卖自夸着 完全就像是 推销自家的黄瓜一样 苏子轩皱了皱眉头 轻轻地说 对不起 原来刘大公子这么的有名啊 请恕子轩难以高攀 实在接受不起你的好意 刘洋飞旁边两个人 显然是横行惯 看到苏子轩如此不满面 正要发作 刘洋飞伸出手来拦住两个人 哎 子轩小姐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神秘高雅 人人都说 第三高中的两大女神 苏子轩小姐就是其中一个 现在看起来 他们并没有夸大事实啊 刘洋飞的手依旧没有收回去 只是那么原地的站着 请苏子轩小姐 不要听我旁边两个死党的胡说 什么宣德名人 家财万贯 这些都是可以避而不谈的事情 我只是一个苏子轩小姐的仰慕者 希望和你能够成为朋友 刘洋飞这话说得很诚恳 苏子轩微微愣了一下 还是把手伸上去了 谢谢 刘洋飞死死盯在苏子轩 身上来的浩白手腕上 眼睛都看直了 李三次在旁边看得好一阵不爽啊 这个刘洋飞压根就是一个死色狼 却没想到 苏子轩竟然还相信他的话 不行 绝对不能让这个色狼得逞 所以 还没有等到两个人相互握手呢 李三思的手就快速伸了过去 抢到苏子轩之前 先一步握上了刘洋飞的手 嘿嘿 你好啊 刘洋飞是吧 我叫李三思 请多关照啊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嘿嘿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嘿 第455集 学术大赛 三 看着即将就要摸到苏子轩欲聪般的双手 体会到那种滑嫩的感觉 刘洋飞已经闭上了眼睛 准备全面感受一下这个美女肌肤的触感 李三思就递得上来 刘洋飞一把抓住 来回摩缩着 直到李三思爆出名字 刘洋飞才愕然睁开眼睛 然后 李三思撒满笑容的脸就出现在她的眼睛里 刘洋飞那个表情 就像是突然吞了一个生鸡蛋一样 噎在那里 你 你 啊 原来你就是那个李三思啊 瘦靴那个男子 一头冲天短发 激笑的说 听说你在第三高中里面名气很大呀 号称是全年期倒数第一吧 啊 刘洋飞也在短时间之内回复过来 皮笑肉不笑的接过瘦子的话题 难怪我觉得李三思这个名字这么耳熟的 我们老师就常说一句话 说你这样的成绩啊 就给我滚去第三高中 顶替李三思吧 哈哈哈哈 刘洋飞说完 和旁边两个人捧腹大笑起来 周围的人 同时间把注意力注意到这边 纷纷把头转过来 其中还有不少的老师 哎呀 一点也不好笑 李三思面部很平静 整个后机室 也只有刘洋飞三个人在笑 再加上 大家都看向这边 顿时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刘洋飞笑着干咳了两声 和李三思握手 哈哈哈哈 球仰球仰 我算什么名人哪 李三思同学的大名 才在我们宣德高中四处开花了呢 李三思哪会把这些攻击放在心上 同样的不动声色的反击回去 嘿 刘洋飞同学的大名 请说咕噜寡文啊 从来也没听过 包括你刚刚给苏子轩同学介绍 他也是一头雾水 根本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 嘿 对吧 苏子轩迎着李三思的目光 微微点点头 刘洋飞三个人顿时面色大变 他们在宣德高中 从来就是横着走的 三个人的成绩是一等一的好 再加上刘洋飞父亲的关系 宣德的老师们 害怕宠他们还不够呢 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主要是 如果在场是其他女生 你三个人的脸皮 估计还觉得无所谓 但是主要 面前是苏子轩 而且还帮着李三思 三个人就受不了了 李三思 你一个掉车尾的家伙 还敢在这发作 我不知道第三高中 是不是没人了 怎么把你给派出来了 真是耻辱 不知道你们校长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刘洋飞嘴巴撅起来 对着李三思发作 李三思和苏子轩坐在旁边 两个后级室的座位两排 都是第三高中的学生和老师们 看到刘洋飞一会儿走过来 毫不客气地直面苏子轩的手 他们也同时间提高了警惕 到现在 他们直接骂向李三思 三高这边的学生面子都挂不住了 李三思的确是吊车尾的人物 没错 但是这一切关你们宣德高中什么事 要怎么骂要怎么说 那是我们第三高中的事情 你一个宣德高中的 跑过来有什么资格奚落别人 更别提高奚落自己的校长了 当下一个学生站起来 高三三班的陈建英说 你是什么人呢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们学校 李三思成绩是不好 但是那是我们第三高中的事 关你什么事 第三高中的地盘上 还轮不到你说话 你的成绩很优秀了是不是 大不了我们单挑啊 陈建英是第三高中的第一名 样样精通 更是小提琴王子 他的努力发泄的原因 是他同样也喜欢苏子轩 这个梳着大背头的 以为自己是个贵族的家伙 过来就想要摸苏子轩的手 当下就让他火猫三丈 听到他这么一说 当然更抑制不住了 直接站起来和刘杨飞针锋相对 你又是哪冒出来的 你单挑什么呀 想单挑语文还是数学 物理还是化学 还是你什么精通 我都可以奉陪 刘杨飞得意的说 陈建英 你的模拟成绩总分是621分 在第三高中 高三三班名列第一 也只有第三高中 才有这样的水平 你这样的成绩 我告诉你 我旁边这位小胖子 在我们全班第四名 模拟的总分是640分 整整比你高出两个零头 你拽什么呀 你在第三高中是尖子 但是在我们宣德高中 我明确告诉你 你连排名都排不上 陈建英当时就愣住了 一来 他完全不明白 这个刘杨飞怎么会叫得出自己的名字来 更别提还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 刘杨飞看着陈建英被震住了 裂开嘴说 哼 垃圾 陈建英的脸刷一下就变了颜色 呆呆地愣在原地了 他本来十分自负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人的自尊心在刘杨飞的几句话之间 就被打没了 颓然地坐回原地 垂头丧气 就在这时候 刘杨飞的辅导老师走了过来 真是有什么学生就有什么老师啊 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大背头 完全就是一个刘杨飞的中年版本 我叫韩开正 是刘杨飞的辅导老师 不说其他的 就你们高中让李三思来参赛 就是对我们全体的不负责任 奎地亚气杯是属于我们三所学校的 这是集体的荣誉 你们校长在干什么呀 怎么这样一个学生也能带出来啊 胡闹 第三高中辅导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不是不会反驳 主要是韩正说到了他的心头上 李三思进入这个精英小组 同样也是他心里的一个缺口 不明白自己校长葫芦里 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现在被韩开正这么一说 他一时间也找不到还嘴的理由 因为他本身也这么想过 用不着拿成绩来说事 这些学术大赛很大一部分 是考核各个方面 并不是一次考试成绩 就能衡量全部 韩开正和刘洋飞的身后 传出一个清秀的女生来 两个人转过头去 看到座位上面的林青儿 环抱着双手 眼睛根本就没看向两个人 继续说 刘洋飞 一诊成绩662 你这样的成绩还拿出来像什么 在我眼里 根本不值一提 林青儿 可以算是第三高中支柱型的人物了 成绩高得离谱 自然比刘洋飞要高出许多了 他这么一说 韩开正跟刘洋飞顿时就语色了 与此同时 提醒登机的女生响了 刘洋飞挪了挪嘴 和韩开正和周围两个跟班 朝自己扳机走过去了 咱们走着瞧 前面路还长呢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56集 学术大赛 中海是国际级别的大都市 同时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 其发展规模 已经达到国内的领先水平了 而现在的中海市 六个电视台 已经在跟踪报道 这次奎迪亚齐 举办全学术大赛的事件 奎迪亚齐比赛 是全国都知道的存在于 旅游城市海山城 比较著名的一项全能运动 同时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可以让大学从这里面招生的赛事 这个奎迪亚齐比赛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总共三个省市参加这次学术比赛 但是比赛地点 却选在三个省市 丝毫不相关的中海进行比赛 这次比赛 总共牵扯到11个学校 500名学生 同时有来自各个大学的 各类专家担任评委 全场比赛 国家教育部 中海公安局从旁边配合 保证整个赛场的气氛和秩序 每个省的学生 都有其专属的宾馆 三个省市的参赛学生 陆续来到中海国际机场 刚下飞机 闪光灯都亮个不停 不少记者已经蜂拥而上 将陆续来的学生拥堵在门口 其实 这次比赛 被外界认定为是广都石器中 和水电中学的宿命对决 已经完全不关心海山三大高中的处境 对于他们来说 海山三大高中也不过是垂死挣扎 想要在这方面 胜过广都石器中和水电中学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是凭空猜测的 而是有凭有据的 全国重点高中之中 上一次的重点分数线的上线比率 广都石器中和水电中学 分别占了13%和14% 宣德高中 所占的也只是在4.35% 第一高中是2.53% 第三高中则是2% 所以这场学术大赛 对于海山三大高中来说 人们都认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争抢 虽然教育部为了比赛的公平 破例让三大高中每个学校选出20人参赛 对其他学校要多一倍 但是很不信 这个比赛并不是人数多为胜 精兵强将才能够最后进入第三轮决赛 决定奎地亚齐的举办权归属 所以广都石器中的学生和水电中学的学生是所有人的焦点 同时也是获得闪光灯最多的学校 两个学校也像是要在互相较劲一样 同时间来到中海市 两个处于不同省市的学校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每个学生都是趾高气昂的 更比这次有两个学校校长亲自带队 教育局局长随机护送 外加中海市教育局同时迎接 所以显得这两个学校分量特别重 在这两个学校之后 下午时分来的海山城的学生们就显得单薄了 飞机场早已是一片狼藉了 只有几个销量比较差的报纸记者蹲在门口 为这三个学校的学生们拍照上镜 每个记者都是无精打采的 错过了广都实习中和水电中学 使得他们有些无奈 殊不知 等这场奎迪亚棋举办全学术大赛之后 这些记者相机里面的照片 将成为一时间的抢手货 再次来到中海 李三思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想当初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首先是要在中海转机 去往美国的两所知名大学的 为了有资格成为密宗传人而努力 而现在来到这个城市 有一种物是人非的错觉 苏子轩就在身边 就算是到了天涯海角 每个地方都感觉是天堂 第二次到中海 是李三思要回海山城的时候 在中海转机 那个时候的中海 也同样是这样的闷热 头顶上面飘着片状的白云 云凤之间的空隙里面 看得到湛蓝的天空 时光的错落间 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原本 从前教育部举行这些纯知识性的活动 是绝对冷清的 就连看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 而现在 这场比赛竟然出奇的一炮而红了 在各种选秀节目风行 人们逐渐形成审美疲劳之后 教育部的奎迪亚棋比赛 无疑注入了新鲜的空气 第三高中的学生们 搭乘着中海教育局指派的专车 进入了宾馆 今天和明天是休息时间 并且熟悉比赛规则和流程 后天将是第一轮的淘汰赛 只有一百三十五分的成绩 能够胜利通过试卷 进入第三天的第二轮半决赛 大笨蛋 你有把握吗 苏子轩担心地看着李三思 如果第一轮比赛就被刷下来 李三思就糗大了 虽然好像已经是注定的事了 李三思瞟过林青儿那边 不时透过来的眼神 一本正经地说 放心吧 苏妖精 你走多远 我就跟多远 这句话一说 苏子轩的脸突然就红了 这句话本来就富有着奇异 传到苏子轩耳朵里面 自然就成了双层的意思 我是说考试 哎呦 还没等李三思解释完 苏子轩就狠狠踩了他一脚 不要说了 大笨蛋 李三思疼得跳到一边 委屈地看着苏子轩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周围的喧闹声传来 是下午酒店为众人接风的事件了 沙皮狗校长早上送出参赛的选手们过后 心里面还是没有那么轻松的 实际上他对李三思的猜测 也仅仅是凭借几张试卷考出的成绩猜测出来的 虽然他可以确定李三思有进步 只是他还不能够保证 李三思的进步能够达到班里面的超级精英的地步 他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 透过玻璃窗的看向外面的第三高中 和谐而安静 每个教室的课都还在继续的上着 但是不少人的心思已经转移到了中海市的天空下 教室里面空出那两个座位 他们的主人现在在干什么呢 不过校长心里隐隐有一种直觉 李三思绝不是等闲的人物 从沙皮狗校长看到李三思下退言语一伙人 他就留心上这个学生了 直到看到他的试卷 更是让沙皮狗校长感觉 李三思的身体里面好像隐隐有种强大的潜力 他无法确定这股潜力的大小 所以才想用这次奎迪亚奇学出大赛来试探李三思 而李三思明知道校长在试探自己 也不得不暗叹他没有选择 沙皮狗校长从他保卫奎迪亚奇之杯 不惜和恐怖分子同归于尽的行为 间接了解到奎迪亚奇对李三思的重要 所以让李三思在赢得奎迪亚奇的比赛上 展现出实力来 李三思没办法拒绝 这将是他在海山城第三高中里的最后一次表现 同时也是留给学校的一份礼物 所以他没得选择 两天后 奎迪亚奇举办全学术大赛终于来临了 观众们朋友们在场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你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奎迪亚奇举办全重点高中学术争夺大赛 现在是比赛的现场 本次比赛可以说是我们中海市的盛况 中海市广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BA电视台 CCTC频道 共同携伴的奎迪亚奇之杯举办全的争夺学术比赛 汇集了国内11所重点高中的顶尖学生 这是一次对抗 同时也是一次切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中海璀璨明珠大剧场面前广阔天鼎广场下面 密密麻麻排满了来自11个高中的141名学生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痘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57集 学术大赛 5 140人 坐在中海市人工半岛璀璨明珠大剧院之前的天鼎广场下 之所以被称之为天鼎广场 是因为这个广场像是古罗马的决斗场一样 地面朝下面凹陷下去 像是一个漏斗一样 中间是广场 旁边是看台 上面有个可以挡风挡雨的巨大天蓬 而旁边的璀璨明珠大剧院则是刚好相反 是一个突出的像是一个圆锥一样的剧院 整个看起来就像是把挖出天顶广场的泥土用来盖了个剧院一样 宏伟壮壮观算得上是中海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了 整个会场被200台监视器注视着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利宝这次大赛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 每一个出题的老师都是来自于知名大学的权威级别的专家 别说是在教授级别上了 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博士生导师 算得上是国内教育界的顶尖级别的人物了 周围不光是各大学校的重量级人物 还有着中海市本地的学生 整个天顶广场四周围都挤满了人群 头顶上空的直升飞机来回盘旋着 无疑展示出了这次比赛的重要程度 500套试卷用比运超车还要严密的车辆给送过来 因为这次比赛关系到大学的特招 所以这方面非常严格 不亚于一次小型的高考 这是一套B试卷 相对而言难度是比较小的 但是也是比李三思集训时候那些试卷要大多了 因为首次出现的全综合概念的试卷 可以说是整个国内教育史里面的第一套全综合类试卷 整个考试要达到135分的高分 才能够进入下一轮的A卷 比赛很利落 如果达不到直接被淘汰 有5%的外体 在总分150分总分的成绩里面 只占据了8分左右 也就是说 你要是达不到8分的偏门分数 那么你的义务教育水平成绩只能够错7分 如果错多过7分 那就会直接淘汰了 题目难度之大 竞争之激烈 同时也是比赛的看点 有专家预测 虽然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 但是至少也要刷下一半人来 竞争之残酷可见一斑 中海市进行着现场直播 收视率非常高 又通过中海市的东方电视台 转播到全国的各个地方 这个时候 海山城的每个家庭都坐在电视机面前 关系到奎迪亚齐的最后结果 海山城里边丝毫都不敢怠慢 由于题目难度较大 比赛时间限时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做150分的题目 对于平常时候这些精英来说 完全就是轻而易举 但是现在 所有人都感到耳朵发烫 整个天顶都仿佛不存在了 周围仿佛是黄沙阵阵 一片苍茫 天空阴云密布 再也听不到直升机在遥远天空中 发出鼓动的声音了 就像是几百号骑兵 从黄沙中一窜而出 呼涌着浩浩荡荡 充斥在遍布黄沙的地面上 然后 在面对这套题的时候 前排不少人 就像是直接被鞋地里面 伸出的半麻锁 给硬生生拖下去一样 一大片一大片地倒在地上 黄沙像是烟尘一样翻滚出来 声势覆盖了半边天空 林青儿 坐在李三思右手三排座位的位置 苏子轩在李三思的左边位置 之前羞辱李三思的刘洋飞 此刻正在李三思正面 十二点钟方向的前排五排位置 刚刚坐下来 又戴着手套的老师分发试卷 刘洋飞还转过头来 对李三思做了一个十分欠贬的动作 直到试卷发下来 刘洋飞原本还在摇头晃脑的样子 顿时就变得缓慢了 手中攥着的笔叶停止运动了 试卷的难度 比起李三思在集训的时候的题目 指高不低 就连李三思也同时间认真起来 李三思所擅长的 不仅仅是物理学和心理学 其实在大林寺的时候 他就利用自己的意识流 对每一门课进行了特殊的补偿训练 虽然达不到物理和心理这样的专修地步 而且要是考硕士的话 也另有不待 但是要是让他挤身班级里面的一线人物 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他的每一门课 总结出自己从前所学的和现在背诵的 可能比林青儿会差一些 但是他专长的语文和物理 已经足够弥补他和林青儿之间的成绩分数差距了 因为就算是林青儿 也不可能物理考出个满分出来 而林青儿现在成绩是五班的头名 一诊考试 刚是考了675分的成绩 已经算是三高的前三甲了 李三四自认为 如果自己全力发挥的话 赶上林青儿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 现在面前这套试卷 难度虽然大 其中也有不少的陷阱 而李三四都能够在关键解题思路上面 及时跳过 顺利朝着下一道题目进军 伸了个懒腰 李三四走出了考试场地 天顶广场下面有专用的通道 通过地下通道 出口在璀璨明珠大剧院的侧门 在巨大天蓬之下的压抑感觉 从走出剧院之后就一扫而空了 海岸上面 看得到来回过往的船只 不少豪华邮轮客船游易在海面上 远方有汽笛的拉响 高楼大厦 就算比起英帝国曼彻斯特 和海边城市拜伯伦来说 也不遑多让 苏子轩从旁边走过来 刚才的考试 似乎没有在他心里留下太大印象 他也慵懒了伸了个懒腰 让李三思的心跳不经意的跳动就快了 五百号人陆陆续续从剧场里面走出来 一男一女被众星捧月一般的呼涌出来 旁边的人不断的询问着 张海东 那是第三道题目你选的什么 这第四十五题答案是什么呀 燕梅同学 你给我们透露一点呗 拜托 麻烦问一下三十四道题的解法 那我回去要复习的方向哪 被人围在中间的男女神情高傲 在众人的环顾之下 爱理不理的随口说了一些答案出来 那些和他们答案对上的学生 一个个脸上像是开乐花一样 而那些相比之下错过的学生 一个个挥着脸如散考比 看那李三思微微疑惑起来 这两个人是谁啊 还不容他多想 剧院里面又走出一个男子 身上穿着倒是重规重矩 关键是脸上厚厚的平底眼镜 将他的眼睛折射得狭小而细长 让他一看就生不出什么好感来 而这个男子一走出来 被众人围捧在里面的赵海东 跟刘燕梅脸色陡然一变 旁边等候的老师 顿时朝这个男子围过来 嘘寒温暖 男子狭长的眼睛朝这边瞥了眼 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笑 李三思和苏子轩正在诧异呢 林青儿随后走出来 在李三思旁边站定 看见两个人疑惑的样子 解释道 那边两个人叫赵海东和刘燕梅 是广都时期中号称双赢的人 而这边这个男子 就是电视里面争相报道过的 河南奇人 被称之为考王的广飞涵 李三思眼神凝聚 烧考王 林青儿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是你啊 我在来之前 很仔细地研究了各个学校里面 出类拔萃的人才 这些都能从他们官网上查到 看来我们这次面临的对手 很强大的呀 苏子轩看着这三个超级尖子 有些担忧地说 人群里面再挤出三个人来 为首的刘洋飞 旁边一瘦一胖 三个人像是三角阵形一样 出现在众人面前 刘洋飞嬉皮笑脸 直对李三思挥了挥手 再见了 我亲爱的李三思同学 祝贺你 明天就要出名了 看到三个人 第三次就像是看到三只仓一样恶心 哎呀 恐怕要辜负你的希望了 希望你能够顺利到达第二关才行啊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裸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八集 学术大赛 六 刘洋飞摇里摇头 对李三思的话很不以为意 哼 别人的离开都是灰头土脸的 只有我们的李三思同学 你是创造奇迹的天才 这次考试恐怕会以倒数第一的奇迹 伴随着记者和电视台的采访 轰轰烈烈整个海山是吧 真是丢人 整个第三高中 就因为有了你 脸都被丢光了 你 林青儿和苏子轩同时间喊出来 眼睛狠狠地瞪着刘洋飞 刘洋飞朝后面退了一步 怎么 来打我呀 你们两个还没有出嫁呢 就开始为自己老公出头了 想打我呀 来啊 来啊 然后 苏子轩右边一拳 林青儿左边一拳 双双砸中刘洋飞的眼睛 直接把刘洋飞砸得倒退了好几步 蹲在地上捂着眼睛 哎呦 你们真打呀 旁边的小胖跟瘦子想要冲上来 李三次踏前一步 越过林青儿和苏子轩 挡在两个女孩面前 奇长的身材 向外散发着无形的魄力 使得小胖和瘦子就蹲在原地 动弹不得 苏子轩轻轻揉了揉拳头 竟然要我打他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无理的要求 林青儿轻轻摆了摆手 这家伙的眼睛还真硬 刘洋飞旁边的小胖和瘦子 不敢再朝前动手了 只得把刘洋飞扶起来 转身跑了 远远的还听到刘洋飞的高喊 你们 你们竟然敢打我 我要告你们 你们打人 你们早恋你们 林青儿顺手从一个旁边的人手里 抢过可乐 朝刘洋飞给砸过去 罐装的可口可乐横飞过去 里面的液体在天空中 划过一道精亮的咖啡色 准确无误地砸中了刘洋飞 只听到哎呀的一声 刘洋飞那边就哑火了 林青儿脸色有些红 拍了拍手 这家伙 一天究竟在说什么 李三思从来没见过 中海市这颗东方明珠的夜景 夜幕垂卦 繁华的灯火 亮在中海市的每一个角落 就连下面的海面 都能够倒映出下方的灯火光芒 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上空被灯光所笼罩 不少酒店的射灯光柱 笔直地拉入空中 投射向云层 将云层照射出 五彩缤纷的颜色 宛若七彩的云朵 李三思看着这样的夜景 和苏子轩在轮船的甲板上 说不出的惬意 这是在拜伯伦城市 女神之心上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同样有美丽的夜景 同样有辉煌的灯火 和广阔的海洋 但是毕竟是在异国的天空 周围都是一些外国的面孔 让李三思有些不太习惯 现在是第三高中参赛学上 在游轮上面吃饭 然后沿着海洋环绕一圈 解除今天的疲劳过后 才会回到宾馆休息 辅当老师朝李三思走过来 看到他旁边的苏子轩 有些一愣 但是最终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拍了拍李三思的肩 收拾东西吧 明天李老师会带一拨人回去 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手捏了捏李三思的肩膀 安慰道 别会心啊 以后还有机会 这次校长选中你 可能也是想让你见一下世面 没关系 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 最怕的是永远的失败 努力 我支持你 如果明天记者来采访 有我们老师在 你就直接负责走就好了 有我们断后 辅导员黄庆 其实是一个好人 他知道明天成绩要是下来 李三思的分数 绝对会成为众人的笑柄的 届时毫不疑问的 记者绝对会蜂拥而至的 所以先嘱咐李三思一下 李三思点点头 黄庆叹了口气 然后从另外一边走开了 苏子轩看着李三思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呢 这次的考试 你其实训我成竹的吧 李三思目然一惊啊 突然想起来 一直以来 苏子轩都在旁边 所以对李三思的一举一动 再没有谁比苏子轩更清楚了 同时李三思也知道 苏子轩究竟是生出了疑心来 如果他追问之下 自己很可能会露出破绽的 我可以保证 明天你的成绩 将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苏子轩眼睛透明如水 里面的成彻 让李三思有些心惊 你要怎么解释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九六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凑巧 考到这个分数的 但是我知道 你的考试 绝对不简单 李三思 陡然一震 眼睛里面还在拼命地掩饰着 你说什么呀 苏妖精 拜托你不要说一些 我听不懂的好不好 还不明白吗 那我再说吧 二一 三十 三一 你真以为 自己做的 天衣无缝吗 苏子轩眼睛带着笑 这种笑意 李三思再清楚不过 如果他再不交代 下场会很惨 李三思开始头痛起来 人家都说 女人是十分敏感的生物 没想到 自己和校长间的交锋 竟然被苏子轩从旁看出来了 自己从头到尾都低估了 面前这个女孩了 他因为从小生活在贵族阶层 虽然少了基本的生活常识 但是头脑绝对在普通人之上 他看似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什么都知道 只是把自己心里埋藏得很深 让李三思几乎忽略了这个女孩的本事 说吧 千万别说 你在医院治疗的期间 又碰巧遇到了什么专家学者之类的 教授了你这些知识 苏子轩一副坦白从宽的表情 李三思撇撇嘴 他刚刚就想这样说 你在失踪的那段时间回来之后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不仅仅打架厉害了 成绩还能够破天换得及格 而且做出来一个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的成绩 据我所知 如果你想考出来这样的一个分数排列 那么起码你的成绩会在一百四十分以上 请你告诉我 这一切究竟要怎么解释 李三思同学 苏子轩插了腰 逼问道 李三思心里面翻腾起来 从前苏子轩对这些事情 一直是不闻不问的 实际上并不代表他不关注 这个敏感的女孩子 亏李三思还以为苏子轩比较大条呢 谁知道 他竟然比谁都要细腻 自己连考试成绩都能够被他给察觉出来 苏子轩对李三思如此细腻的心思 按理说他应该马上高兴才对 但是李三思现在是苦乐参半 至少苏子轩是证明关心自己的 但是也让李三思颇为感到为难 大林寺的秘密虽然严密 但是也不是不能让苏子轩这样亲密的人知道 但是关键是 李三思并不想让苏子轩涉嫌 大林寺关系的事情重大 而且也有强大的敌人 如果让苏子轩介入 危险会增加很多的 这也是李三思不愿告诉苏子轩的原因之一 现在面对苏子轩的逼问 李三思汗流浃背 他并不想欺骗苏子轩 但是的的确确没办法 只有先把意识流的事给摆出来 好吧 李三思抹了把汗水 我从奎利亚鞋被劫持拴下来之后 大脑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 说是开发大脑也许更加容易解释一些吧 我能够对获得的信息加以整理 这是一种没办法解释的感觉 就像是电脑的中央处理器 可以瞬间的储存我想要吸收的知识 我称它为意识流 李三思尽量用缓慢的语气说 以便苏子轩能够接受 苏子轩显然被李三思说的东西给惊呆了 过了好半场 这才用手捂着嘴巴 那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会不会损伤你的大脑 李三思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只是这种能力也不是随时都有的 偶尔才会出现一次 有一个触发的几率 苏子轩的眼神从迷离中回复过来 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一切都能够解释了 你的那些突然之间的转变 这样才说得过去啊 以后不要用这种能力了 我怕对你的大脑会有不好的影响 放心吧 李三思拍了拍胸口 我现在的成绩都是半意识流所赐的 我会控制好这种能力的 你看看 我现在不是生龙活虎的吗 大笨蛋 你是蟑螂啊 这一天对沙皮狗校长来说 绝对是最为紧张的 现在是星期四 昨天是奎迪亚奇举办全学术大赛的第一轮比赛 今天比赛的结果就要揭晓了 他已经收到那边老师的电话了 有五个辅导员老师之中 有一个老师已经带着被淘汰的学生在返回的飞机上了 他心里面便耿着一些东西 很想问出口 但是最终也没有开口询问 于是辅导员老师挂了电话 带着被淘汰的学生登上了回海山城的飞机 李三思究竟有没有被淘汰 这是沙皮狗校长目前很想问出的一句话 但是他不敢问 不敢问出口 他怕得到的答案 让他再也没办法面对整个海山城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运出品 第459集 第三高中的骚动 现在的沙皮狗校长 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面 看着面前的烟灰缸 他很久没有抽烟了 只有极度紧张的时候 他才会抽成两口 借此来缓解一下不安的心情 沙皮狗校长从前烟瘾很大的 但是因为一些难以提及的事情过后 他放弃了抽烟 一戒就是八年 八年了 这一切太过于遥远了 但是牵动的伤痛 依然历久迷新 使得沙皮狗校长 再也不愿意去回忆那段往事了 不过今天 他算是破了回力 他内心胶着 和李三思的暗战 李三思的真正实力 一切将证明 他这次在奎迪亚齐举办拳 争夺比赛上面 埋下的是一颗秘密武器 还是一颗炸弹 李三思这一招 沙皮狗校长绝对是兵型险招 他对李三思的了解 仅仅是凭那几张很奇怪的试卷 实际上 李三思除了物理试卷 获得满分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了 事后 沙皮狗校长仔细找过物理老师 确认 李三思这套试卷的事情 教授李三思物理的老头 一口咬定是李三思作弊 还说自己轻眼看见了 要不然凭这么难的考题 就算是第三高中最为优秀的学生 能够考130分就不错了 考满分基本是不可能的 物理试卷 李三思是否作弊 先不忙着追究 关键是 李三思是不是真正蕴含了 那么强大的实力呢 校长办公室里面光线很暗 沙皮狗校长拉下窗帘来 过滤了的阳光 照射在办公室里面 缥缈的烟雾上 产生了一种瑰丽的颜色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沙皮狗校长的心脏 也在滴答滴答中 慢慢的随之跳动着 等待的日子太过煎熬了 只是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做 返航的学生们 还有五个小时 才能够返回海山城 海山城的老师们 已经准备了欢迎仪式 虽然这些是被淘汰的队伍 但是同样能够获得荣誉 沙皮狗校长害怕起来 他头次对自己的判断 产生了后悔 如果有李三思 一直成绩被人歧视 被人刁难 被家长说 被老师骂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成绩突飞猛进 难道自己会把能力给隐藏起来吗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应该都是渴望别人的赞美 别人的目光的吧 所以沙皮狗校长觉得 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那就是 李三思可能根本没有强大的能力 因为如果是沙皮狗校长自己的话 绝对已经把成绩表现出来了 怎么可能会藏着掖着呢 那才符合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校长猛吸了一口香烟 然后带着火星的烟灰就那么掉落下来 一切都晚了 第三高中很可能因为自己的失策 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一个考的成绩出奇差的学生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校长竟然让这个学生参加精英集合的比赛 沙皮狗校长觉得 如果自己出现在报纸上面 绝对会是一个傻瓜的角色 飞机降临了海山城 一切的蓝天白云 却带着一些失落的伤感 这些都是淘汰下来的学生们 第三高中有不少人 然后依次是第一高中 宣德高中的学生们 飞机一降落 早已等候在旁边的三大高中校车 载上各自的学生 然后一路带着沉默和沉重返回了 辅导老师的脸色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这套试卷下来 第三高中淘汰了五个人 第一高中淘汰了四个人 宣德高中四个人 奇怪的是 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的学生和老师们 都是一脸的丧气 而第三高中返回的五个学生和老师脸上 却带着没有退去的诧异 丝毫没有半点失落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墨剧 从下了飞机和到各自的校车上 到开回自己的学校 校车缓缓开进校门 豪华大巴 是第三高中特别为这次比赛而准备 从坡道进入敞开大门的时候 沙皮狗校长 已经闻讯和众多等候的老师班主任们 等在门口了 迎接淘汰回来的学生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沙皮狗校长的错误决定 还是要她自己来承担 沙皮狗校长手上 拿着自己的外套 已经顾不得穿了 她双眼有点红 她知道 如果李三思出现在车里的话 第三高中就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铺天盖地的谩骂声 就将覆盖第三高中 教育局更是会给她这个校长 施加强大的压力 这一切都将是第三高中 接踵而来的低潮时期 哗 车门打开了 所有等待的老师们都睁大了眼睛 为首的辅导员先一步跳下车 连下面迎接的老师招呼都来不及打 直接又朝着沙皮狗校长跑过来 心头狂跳 口水差点没有给噎住 乱套了 怎么了 沙皮狗校长心里面一惊 难不成是记者这么快就要杀到第三高中来了吗 那个李三思 辅导员再次咽了一口口水 艰难地说 今天成绩下来了 我们的五个人被刷下来了 但是 那个李三思 竟然破天荒地考了个135 刚刚达到晋级的分数 黄庆辅导员正在那边主持大局呢 明天是第二轮 辅导员脸上肌肉都快抽搐起来 眼睛仿佛还在回想当时的情况 第三高中参赛学生们都轰动了 我的天哪 沙皮狗校长的表情在僵直了一秒钟过后 抡起手中大衣就砸在地上 啪了一声 里面的灰尘放射性的排开 太他妈精彩了 了不起 你老头 其实是不愿意等待下来的学生的 在这之前 其他班级的老师还对他们的班级 选出林青儿跟苏子涓两个尖子而道货 你老头也只申报了这两个人 而且顺利的就批准 两个人的名额 已经算是一个重点班才能够拿出的人数 你老头在不少人的眼神当中 倒是显得有那么一丝神气 但是等到校长指明要李三思也加入比赛的时候 你老头就像是当头挨了一棒子 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是本命年的原因 今年怎么这么倒霉啊 先是奖金被李三思给搅黄了 接下来又是李三思被选中了比赛 说到底 你老头回想起来 当初李三思在奎迪亚齐比赛的时候 也让奎迪亚齐闹了一个被恐怖分子袭击的结果 仿佛这个男子在哪里 哪里就会倒达没一样 你老头只希望 李三思在比赛里不要给自己闯什么祸才好 那样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否则的话 如果这次比赛因为他的什么事而完蛋的话 估计你老头的工资都可能保不住了 第三高中里 不光是学生之间激烈竞争 各个老师之间竞争更吓人 老师虽然被称之为是阳光里面最为光辉的职业 但是这个光辉职业的外表下 每个人也都是有欲望的 在老师这个圈子里面 交出的学生就是他们的利益和荣誉的本钱 每一个学生的荣誉就是老师的荣誉 但是偏偏很不幸的是 你老头竟然交到了李三思这样的学生 那是倒霉的开始啊 所以听说接送淘汰学生的飞机返程的时候 你老头都产生一种干脆躲得远点的心态 第三高中的园林无疑是亮晃晃的 但是在你老头心里 却产生了一种发酵的霉味 说实话 你老头真是害怕了李三思了 不过 最后 他还是跟着接送的老师到了校门口 看着大巴缓缓地开进学校 车门开启的一瞬间 你老头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在同一时间停顿了 辅导老师最先下车 一个一个学生灰头土脸的下来 都是各个重点班级推荐的精英 有些是因为紧张发挥不好 有些只是差了一分半点 但是最终还是被淘汰遣送回来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灰扑扑的 但是没有大家预料那种绝望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哎 还有呢 你老头眨了眨眼睛 五个学生 李三思呢 是不是躲起来不敢见人了 你老头现在心里面没有火 对李三思的火早在八辈子以前又发完了 如果李三思是因为考不好而不敢见他 你老头倒是觉得 李三思还是有那么一点血性 他在学生下来之后 走上了大巴 哎呀 李三 米老头的头保持转动的姿势 整个大巴上面哪还有人呢 空荡荡 就连司机都下了车了 米老头一下子从车门口跳下来 四处寻找着 李三思 李三思 你给我出来 不要躲躲藏藏的了 这样对大家都没好处 出来把话好好说清楚 该干嘛干嘛去 不过就是罚抄几遍试卷 你也不是没抄过 你现在出来 话还可以好好说 要不然我就请家长了啊 米老头的话停顿了两秒钟 旁边的老师跟学生 也都带着诧异的目光看着米老头 米老师啊 你别喊了 他没在上面 旁边的一个淘汰的学生 声音很清晰地回荡着 在空气里面没有阻力地传播着 米老头的呼吸突然开始加快了 胸口上下起伏着 他明显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快速提升着 他隐隐感觉到了声 但是他觉得那无疑是荒谬的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百六十集 第二轮比赛 走下来的淘汰的学生 和不少班主任老师开始转身 朝教学大楼走去 站在校长旁边的辅导员 弯息腰捡起校长一个激动 丢在地上的黑色大衣来 上面铺满了白色的灰尘 沙皮狗校长从旁边走了过来 在迷老头肩上拍了拍 走吧 李三思 他被抓起来了是吗 迷老头语气很平静 平静中带着一些力量 啊 沙皮狗校长诧异地看着迷老头 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 校长 不要瞒我了 告诉我吧 你三思是不是在考场上作弊 被抓起来了 迷老头脸色在抽搐 脸上表情变化莫测 都是我教导无方 都是我不好 让我们第三高中 蒙受了这么大的耻辱 那个 沙皮狗校长想要解释 你老头一脸的悲愤 模样都快要哭出来 不要说了 校长 我知道 我教出李三思这样的学生 对不起学校的栽培 我不能承担李三思的全部过错 但是 我可以承担我的过错 如果他们要抓人 就请抓我吧 是我的教学方式不对 使得他们在这么大的比赛里面作弊 请抓我吧 是我教他的 都是我不好 行了 傻屁狗校长摆了摆手 示意迷老头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看迷老头那个样子 害怕只是一个不对劲 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迷老师啊 你先别激动 我给你解释解释 第一 李三思他没有作弊 第二 他根本没有被抓起来 他临阵脱逃了 迷老头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这还行啊 算那个家伙有自知之明 虽然没有什么好点子 临阵脱逃虽然窝弄了一点 但是比作弊强啊 哎呀 一百三十五 校长比了一个手势 你老头的自言自语 突然转了一个转角 带了回来 看着面前的杀屁狗校长 什么一百三十五啊 一百三十五分 李三思以一百三十五分的高分 通过了第一轮比赛 现在正在中海市 准备明天的第二轮比赛呢 沙弊狗校长严肃地说 但是 他保持手势的手指 也已经因为激动 而颤抖起来 第二轮赛前的一个小时 李三思在璀璨明珠大剧院的 露天休息厅里面 透过一个托盘一样 从大厅里面延伸出的休息厅 看到飞鸟从头顶上滑过去的痕迹 老实说 李三思 昨天 是不是动用了意识瘤 从知道李三思这个能力以后 苏子轩就有点担心 一般来说 机体特殊变异 只有几百万分之一是对人体有益的 大多数都是有害的 所以 李三思因为脑袋被碰撞之后 产生这种特殊的能力 一直在苏子轩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阴影 李三思不知可否 哎呀 哪会有那么容易就达到意识瘤啊 那是我从前努力学习的成果 还好昨天的题目是我知识范围之内 没有过于偏激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达到一百三十五分呢 哎 话说回来 苏子轩 你这一百四十二分怎么考的 其中有百分之五可是偏门的题目啊 我就是在那百分之五的偏门席题上摔的跤 说起来 那样的题也太偏了 不过幸好其他的成绩 还能够得到满分 李三思暗自砸舌 苏子轩也没看他怎么学习功课啊 很多时间里面 也是和自己一样 玩得很开心的 而自己在意识流积累的知识帮助下 才能够勉强考个一百三十五分 苏子轩才回来上课一个月 就已经在难度比较大的题目当中 拿到一百四十二分 人跟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 李三思最终摇里摇头 他知道 没办法比的 林清二更是不得了 竟然拿了一个一百四十八分的高分 也只是错了一道选择题 接近整场比赛的满分了 这场比赛满分只有一个 也就是水电中学的广飞涵 这家伙完全就是个变态 一百五十分的题目 拿得满满当当 而广都时期中的 刘燕梅和赵海东 也只是一百四十八分的成绩 整场比赛 如之前所预料的一样 宣布结果的时候 将近刷下来一半的参赛人员 海山城三大高中 一共淘汰了十三人 广都时期中为首的 行省四大高中里面 刷下来十七个人 其中大多是其他高中的 广都时期中实力强劲 只有两个被淘汰的 水电中学为首的 行省四大高中 刷下的人数是最多的 达到二十七个 但是水电中学 基本上是本次比赛里面 刷下的人数最少的 十个参赛队员当中 一个也没有被落下 全部晋级了 由此可见 国家的特级重点高中 实力是多么强劲 宣布成绩的时候 其他两个行省八大高中的 学生们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海山城三大高中的 精英学生们就已经惊呆了 李三思的成绩 破天荒达到了晋级线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平时监理 就连其他高中老师 嘴里的 也不理成绩不好 就给我滚去三高 顶替李三思去 的流行谚语 现在也说不出来了 三大高中的吊车尾名人 李三思 头向他的眼神里面 都带着一分 说不清道不明的闪动 就连一脸准备着看 李三思如何惊动记者 纷纷上前采访的刘洋飞 现在整个人也没法接受 李三思竟然会有这样的成绩 其实最为惊讶的 是李三思的集训总辅导员 黄庆 他是向校长建议过 踢出李三思的 但是却没想到 李三思竟然破天荒地 给自己考了一个 这样的分数出来 红底黑字的红榜 恍恍然摆在那 确认是出不了错的 林青儿是从小就知道 李三思是个什么水平的 在红榜上面看到 自己成绩的时候 他嘴角稍微拉出 一个微笑的弧度来 然后在搜索到 第二个苏子轩成绩的时候 他眼睛里面 稍稍有些不屑飘过去 最后落在 李三思成绩上面的时候 林青儿发誓 自己一辈子也没那么惊讶过 所有看到红榜上面 李三思成绩的 三大高中学生 第一个反应过来 在脑子里面的话就是 黑马 黑马 的的确确是黑马 李三思和苏子轩 已在栏杆边上 林青儿远远地看着 他何尝不想走过去 询问一下李三思 但是突然之间 他觉得自己的距离 距离李三思很远 他们之间相隔的空间 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壁 看得到 但是却接近不了 其实 李三思最近考出的成绩 他也很留意 他也诧异 为什么校长会让李三思 进入这个精英的训练营 但是 李三思的成绩 差得让他简直不敢想象 三次考试 一次21 一次30 一次31分 这样的分数 让林青儿也为李三思的前途 捏了一把汗 但是现在看到李三思黑色 但是鲜明的135分的高分的时候 林青儿在那一瞬间 脑袋有种悬晕的感觉 21 30 31 这三个数字 恍然之间 映入他的脑海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1集 第二轮比赛 下 林青儿想起来 他们从前玩耍那些密码游戏之后 才突然发现 李三四遗留下来的分数秘密 21 30 31 他早该发现 什么时候 他竟然连这些敏锐的洞察力都没有了呢 林青儿现在远远地看着李三四 眼神里面有种复杂的神情 李三四不光在气质上面 包括他所掌握的知识 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蜕变 他留给沙皮狗校长的密码讯号 所以才被沙皮狗校长派来参加奎迪亚奇举办权争夺赛 而李三四这样的蜕变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难不成 他从前那些成绩 也是故意考出来 麻痹全班的吗 距离第二轮A卷考试开考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而最后15分钟 将是他们进场的时间 现在 天顶的广场里面 负责监考的老师们 已经在最后剩下的87个考生座位上面 挨个摆好试卷 这种桌子是特制的 上面有夹层 可以很方便的固定试卷 而不至于被锋利给吹走 现在在休息室里面的三大高中师生间 气氛有些古怪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李三思 黄庆这边 带着三个辅导员 很想走过来 和栏杆边上的李三思跟苏子轩打个招呼 但是 他们谁也没动 他们本来有五个人 一个带着淘汰的学生回去 现在 就只剩下四个 黄庆是特级教师 在他教书的二十年生涯里 从来没有见过李三思这样的黑马 第一高中跟宣德高中的师生们 一个个也像是进了盐的乌鸦一样 从前的锅躁已经不见了 现在 只剩下沉默 刘洋飞变了哑巴 他的成绩甚至高过苏子轩 考了145分 但是现在 李三思给他的震撼太过强烈 使他异性阑珊 旁边的瘦子突然冒了一句 他妈的 撞了什么血了 那小子也能紧急 没有人回答他 所有人都在无语中沉默了 风力稍微大了一些 先动起 依靠在栏杆上的苏子轩的长发 微微摆动着 苏子轩笑了笑 对李三思说 恭喜你 李三思 你一下子就出名了 就连我也吃了一惊 不过 接下来的考试 你同样的有信心吗 李三思笑了一下 你忘记我说过的什么了 你能够在考试里面走多远 我就跟多远 讨厌 苏子轩白了李三思一眼 你到底利用你的意识流 看过多少本书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发现这个能力以后 就拼命地看书 一本书不过两三下就看完了 不过很多时候 我都是一觉醒来就忘了 只能够记得到公式 和大概的几题思路 不过已经够用了 李三思的意识流 完全是自己悟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 真有什么副作用的话 那就是很可能 因为意识流那种效果 使得他过于依赖意识流 所以 现在李三思 也在慢慢地改变自己 使自己不再依靠 意识流的帮助 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起来 开考的铃声响起了 头上的直升机 撒下彩带 整个天顶广场 顿时再次活跃起来 请休息室里面的各位同学们 进入比赛赛场 请各位同学 进入比赛赛场 十五分钟后 考试开始 重复一遍 会场的女生 带着圆润柔和的波动 响彻所有学生的休息室 学生们开始准备了 陆陆续续 朝休息室里面的 直接入口通道走进去 今天的比赛 他们已经通过 宾馆的电视里面 看过评论分析了 据说 这套A卷试卷做起来 只有少数人 能够进入第三轮决赛 能够有87个学生 通过第一轮 教育部的专家 和各类出题教师们 已经很惊讶了 想不到 学生们竟然会有 这样的水平 二来 也没有料到 这次考试 能有这么多人过关 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每一次考试 都会准备两套试卷 这基本上 已经是不变的规则了 只要是 稍微重点一点的考试 比如高考 升考 职业考 一套是用来主考 一套是用来备考的 以便主考题 出现意外的时候 备考题可以上 而现在就是这样 通过B级试卷 表现出的学生们 能力太强了 第二轮 为了能够淘汰更多人 经过教育部的批准 临时把A卷 换成了备用的A加卷 A加试卷难度超过A卷 所以 不要求学生 考出什么分数来 只要能够达到 110分及格以上的分数就好 这次比赛 预计刷下了 差不多80个人 只有真正顶尖的学生 能够进入最后的决赛 也就是第三轮S级试卷的决赛 S级试卷定为90分及格 90分以下的学生 不予计算成绩 90分以上的学生 取最高分将成为这次的冠军 同时 冠军所在的学校地区 也将获得奎迪亚齐的比赛举办权 三个行省高校的学生 从天顶广场三个入口 陆陆续续的进来 各自找到自己的考号位置 看台上 有不少的观众评委 很多大学的教授和校长 甚至于在下面已经打起赌来 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着自己 中意和看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 都是大学猎头的对象 实际上 每个重点大学 都在争取人才 李三思走过门口的时候 辅导员黄庆 表情很复杂 手未缩地伸出来 然后又有些退缩地收回去 不过 最后还是下定决心 伸出手来 在李三思走过的时候 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点点头 加油 他准备了很多话 很激动 但是 在拍到李三思肩膀的时候 也只说出这两个字 李三思迎上他的目光 后者 竟然在面对一个学生的目光的时候 眼神有些闪烁游矣 李三思旋即微笑 谢谢老师 然后和苏子权一起走进天顶广场了 天顶广场的确壮观 人群就像是处于漏斗里面一样 坐在上面 颇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 庞大的天篷照在人群的上空 周围有良好的透光设计 让人即使处于漏斗的底端 也感觉并不昏暗 考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广都实习中的刘燕梅 赵海东 水电中学的广飞涵 都是这次三高学生们的竞敌 这些学生们都是高手 知道在考试的时候 整个人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拿起桌子上面考试专用的笔之后 全体大脑进入了高度集中的状态 李三四一看面前的试卷 心里面就打了个凸 通过意识流锻炼 他的眼力有着明显的进步 只需要一眼就可以将整道题看完 一道题目的信息尽收眼底 他才知道 这套A加试卷有多么困难 一道题牵扯的门路 虽然是同一科目的 但是却错综复杂 连带了许多的关系 李三四头一个想法 就是这套出题的人们都是一些变态 他们出题的时候 所想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变着法子对做题的学生进行虐待 估计这套题做完之后 走出去的第一个学生们 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字 准是虐字 和出题的一些老奸巨华的教授专家打交道 完全就是在被虐 就算是他们这个级别的学生 也只有少部分人 能够招架住着来势汹汹的题目 每一道题都是盘根错节的关系 这套150分试卷总题目并不是太多 但是却足以让人做一道题 会比原来多费好几倍的时间 很多人碰上这道题 终于明白了 之前所做的B卷只是小儿科 现在这个才是那些专家教授 博士生导师们的真正实力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62集 达卷 此刻在去往中海市的飞机上 几乎成了教育界的专机了 第三高中校长 第一高中跟宣德高中校长 竟然齐刷刷的坐上这趟去往中海市的专机了 三个校长都没料到 竟然会如此之巧 登机的时候 三个人勉强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各自走入自己的座位了 迷老头也跟着校长一起前往了中海 他还没有从震惊当中恢复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看看赛场上面的李三思 实际上 在得知李三思突然以高分通过考试的时候 昨天晚上 迷老头一晚上都没睡 翻来覆去的 想找人说说话吗 旁边的糟糠之妻早已经熟睡了 这样的夜晚 是海神城无数个夜晚之一 迷老头什么都没有想 但是又什么都在想 他回顾自己教出这么二十多年来 什么时候做错了 什么时候做对了 他发现永远不会有答案的 就像现在 迷老头在飞机上 看着闲窗外面浮掠而过的白云 还有云海之上高挂的猎羊 让他觉得 自己对人生的感悟 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 天顶广场很安静 周围密密麻麻的坐满了人 但是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环绕一圈的特约嘉宾出题老师们 看到下面学生奋战的样子 很是得意 这些学生都是学校里面的超级精英 但是现在在这个沉闷的气氛里面 已经有很多人沉不住气了 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不少人刚做完了一道题 准备提笔做下一道题的手 笔就停留在抬起的手上 再也落不下去了 这些题目已经远远超出了义务教育的水平 但是除了少数题目之外 并没有超出知识点 在之前的短短集训时间里面 所有的学生已经临时学习了不少的知识点 意图用来备战这次考试 高考相比于这次考试来 也算是小无见大物 因为高考就算再难 也是所有人充分准备情况下出的题目 而现在这套试卷 在众人临时学习的不少新知识点以后 再加深难度进行考试 可想而知困难系数究竟有多大 没有经过国家教育部的难度系数评估 但是已经被出题的老师们内定为A加了 这就已经足够代表他的分量 就算是李三思 也只有把先会的物理方面的难题给做了 试卷虽然是A加 但是上面的物理习题对李三思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一些题 根本一看就知道从哪入手 从哪开始解题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上面涉及到物理习题的内容 李三思一个不漏的全部都解开了 大概是为了直接考验众人的英文水平 试卷上面 大部分题目都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要做这套题目 英文水平必须要达到良好的程度 要不然也只能面对题目而望洋星探 题目数目不多 但是道道都相当的难 很多人直接把笔放在了一边 揉入自己发疼的太阳穴 然后再继续做下去 途中李三思瞥了眼苏子轩的方向 苏子轩眉头猝起来 全部过程 没有一点像李三思这样四处张望的情况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右上角的林清二和正面的刘洋飞 每个人都闷着头做题 面前的题目 大概是他们做过的试题当中难度最大的 李三思因为只用了十分钟就做完了物理题目了 然后通过在英帝国锻炼出的英语水平 大致把试卷浏览了一遍 李三思的记忆力近段时间在不断提升着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李三思大脑被一分一毫的调动起来 李三思在大林寺的书海里面研究物理的时候 开始是什么也看不懂 很多算法 很多题目和举例 就算在意识流的状况下 也很难以理解 直到没有头绪的时候翻开数学书 然后物理方面的内容和数学一结合 就像找到了一把相互欠套的钥匙 合拢在一起 一个宝库轰然动海 所有内容全部都呼涌出来 充斥于他的脑海 李三思之所以数学也不遑多让 也是在数学物理双修的情况下 随着物理学知识的积累而前进 所以现在数学方面的内容 除了少部分实在做不出之外 大多数也能在十分钟搞定 自然学科自然不用说了 张黄的讲课之下 那些内容就算是不用意识流 也能够深入的印入脑海 随后是语文 整套题目除了语文这些内容之外 基本上都是英文写的 让李三思实在鄙视了一些出题的老师 至于地理和历史 李三思就不行了 完全就是靠运气 随便忽悠的猜测了几下 乱填了几个年代和答案上去 要是说李三思在大林寺里面 因为要学习物理和心理 而把基础学科全部都学习上手了一遍 这是一种必然 那么化学这一科 就是必然里面的偶然 李三思竟然只是在掌握了基本知识之后 完全忘记深入下去了 因为学习物理需要数学来打底 学习心理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打底 比如语文 提成理解能力 比如英文 可以直接看完未经翻译的原本心理学书籍 但是化学 李三思在大林寺里面的手 除了看了一些之外 就丢在一边了 虽然大林寺在犯罪调查这一课里面 具体讲述了很多化学犯罪案件 和基本炸弹的一些手法 但是这些只是用于实用 或者完成学校里面不太难的吸题还行 要是用来做了一些专业的试卷 李三思感觉自己糗大了 李三思也没办法算分 那些在期末考试和集训考试上面的算分情况 也不能再出现 能不能上110分 李三思再也没有把握 此刻 要是其他学生知道 李三思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 保证差点全部气得吐血啊 他们都是学校里面的顶尖人物 重点高中的学生 就算是一个班级里面的中等生 在普通高中都能够上得了名次 更别提现在参加考试的 都是每个高中里面最牛的学生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 已经在为自己能够混个及格而努力了 他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自己能考110分高分的希望 那已经成为了梦想 只要不是输得太惨 有个90分挣回面子就不错 而现在 这个第三高中的吊车为李三思 竟然还想着那个110分 铃声响起了 天顶广场下方的学生 同时传来一阵游进击远的叹息声 收回了试卷 刘洋飞转过头来 脸上还带着刚做完题的沙白 对李三思得意的笑了 显然他发挥的不错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通过那一轮考试的 但是很不信 第一轮结束之后 这一轮 你就要回到海山去 李三思瞟了刘洋飞一眼 喊的跟你说话 林轻二扶了扶头 有些悬晕的站起来 没给任何人打招呼 自己静止走到了门口 刘洋飞本来想跟李三思回去嘴的 脸色有些微变 但是看到林轻二的脸色和黯然的神态 他又得意的笑了 看起来要回海山的不只是你一个啊 还有那个骄傲的女人 正前方水电中学的广飞寒站起来 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气 然后晃悠晃悠的朝门口走去 显得轻松自在 显然 刚才的吸涕根本就没有被他放在心上 坐在他两边的广都时期中的刘燕梅和赵海东 脸色微变 但是 随后心里面的不良情绪被压下去了 眼睛朝着广飞寒的背影射出怨毒的神色 其实 这套题的难度相当大了 就算是广飞寒也不可能轻松通过 他现在 是故意展露出这种姿态的 显得自己实力十足 最大限度地给别人以心理压力 进行心理战术 让他们接下来 在第三轮考试里面发挥失常 那么冠军和水电中学许诺的 那追加的四十万奖金 就又着落了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63集 校长助阵 李三思和苏子轩再不理会刘洋飞了 各自走向通道 两个人这段时间里面出双入对的 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极度的神色 一高和宣德高中 倒是恨不得苏子轩旁边这个李三思早点淘汰下去 不过 宣德和一高这边的人 对李三思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乌言混语了 一个是 李三思的实力的的确确是吓他们一跳 第二是 刚刚考完这套A加试卷 他们连自己都担心不完呢 没有心思操心别人了 但是李三思却在这一瞬 成为了三高这边人们的偶像 李三思的存在 倒是大大鼓舞了三高顶级学生们的士气 就连很多以前觉得李三思是脚屎棍的学生 也都开始转变了看法 这也是之前第一轮学生离开的时候 并不是很灰心丧气的原因 李三思带来的震撼 远远大于他们失败的挫折感 下午到明天 都是等待第二轮比赛放出结果的日子 现在最为关心李三思的 辅导员里面算得上是黄庆 黄庆是知道李三思的 当初集训的时候 他就一直纳闷 这么差的学生 怎么会被校长指明进入集训队呢 从李三思进来开始 黄庆就一直保持着反对意见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 为什么沙屁狗校长才会执意让李三思加入举办权的比赛争夺当中 每个学校都有其独特的秘密武器 现在这个李三思就是沙屁狗校长的武器 可惜 黄庆在集训的时候也没少骂过李三思 现在想要和他说一些什么 也觉得两个人之间隔着无形的隔膜 始终捅不破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很微妙的 那些本来会轻而易举说出的话 就会因为一件事 或者平时的一个眼神就再也说不出来了 苏妖姐 你猜我站在这儿想起什么了 李三思站在高达十楼的宾馆阳台上 看着面前的大海 中海市有些像拜布伦 而拜布伦被称为流浪者也会驻足的地方 中海市则被称为冒险者的乐园 原来城市与城市之间 真的能够感到那种不同的氛围 文大 这里有些像是在女神之心 你当然会想起在女神之心的时候啊 现在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斯拉格吧 苏子轩走过来和李三思并肩站在一起 他既然那么想成为一个好人 为什么当初不早一点收手呢 李三思皱眉 或许有些人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选择吧 利益和无奈都是导致人们走上各自旅途的原因 前几天我收到飞狼的消息 他说要去挪威处理一件艺术品 很快回来 李三思攀住钢铁的栏杆 港口有不少拉着汽笛的轮船 一派繁荣的景象 不知道为什么 经历了斯拉格的事情之后 我第一次感觉死亡离我们这么近 我真不希望飞狼再出什么事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吧 我们不能够勉强他们 或许任何一个人 都一直愿意耗费自己生命去完成的东西 或许是吧 李三思在心里说 苏瑶讲 如果真的有情愿耗费自己生命 也要完成的事情 我宁愿是一辈子守护在你身边 这句话李三思没敢说出来 只是想起在斯拉格最后跳下女神之心的时候 李三思心里面有些震撼 那是他有史以来见过最震撼的事情之一了 斯拉格的决裂 成为他心里面永远难以磨灭和忘却的场景 或许也是在那些事情之后 见过死亡和悲伤 无声无息的李三思成熟了 唉 回想起这种种的一切 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在做一场梦一样 李三思笑了笑 大笨蛋 用心地完成第三轮习题吧 苏子轩伸出白皙的手指 在李三思额头上弹了个暴力 李三思愕然看着苏子轩 你怎么知道我能通过第二轮比赛啊 苏子轩笑了 你不是说过的吗 然后他顿了顿 我走多远 你就跟多远 我相信你啊 沙皮狗校长踏进宾馆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微的颤动 旁边是李三思的班主任迷老头 濒临荒漠化的头顶下面 一副眼睛下面的眼睛 眯得像是夜晚的田鼠一样精亮 黄庆等辅导员早就已经接到消息了 和第三高中还剩下的15个学生前来迎接 沙皮狗校长在看到李三思出现的时候 表情有些动容 但是迅速就被遮掩下去 他原本是想在决赛的时候来的 不过现在因为李三思的原因 他再也待不下去了 就提前来了比赛现场 给所有学生打气 而迷老头是压根不想过来的 只是在李三思通过比赛以后 迷老头的话就出现了松动 还扭扭捏捏的 好在沙皮狗校长善解人意 直接带着迷老头就上了飞机 见到李三思的时候 沙皮狗校长跟迷老头同时表现出若无其事了 两个人对李三思的默然态度 让黄庆好一阵佩服啊 看来迷老头跟沙皮狗校长 好像早就知道李三思能够通过第一轮一样 嗯 看来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李三思就是传说中的秘密武器啊 可能还有更多的隐藏能力没有表现出来的 看来这次海神城重获奎迪亚基比赛举办权 迷老头挨个的慰问了学生一番 最后来到李三思面前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 你的努力我看得到 好好加油啊 说是这么说 迷老头的手有些颤抖 瘦了回去 身体都有些不自然 而沙皮狗校长 只是对着李三思点点头 嘴角咧开 说了句 嗯 不错 黄庆对两个人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李三思真是受宠若惊 他在第三高中里 哪受过老师这么表扬啊 第二轮的考题是A加 很多人就算打死 也不相信李三思还能通过 但是很不幸的是 虽然的的确确有很多 不想让李三思通过的人在诅咒他 他还是以115分的成绩通过了 林轻二昨天状态不是太好 总成绩但是也考了个120分 苏子轩是124分 和刘洋飞在一起的胖子和瘦子 同时间被刷下去了 只有刘洋飞顺利进入了 考出了135分的成绩 是宣德高中目前 所能够统计出的最好成绩了 广都实习中也被刷下去一片 刘燕梅和赵海东 分别以135分和138分名列前茅 被称之为考王的水电中学广飞涵 更是远远超过对手 考出140分的超级成绩 就连出题的专家都着实为之震惊 除了李三思 林轻二和苏子轩之外 第三高中还有陈建英 和三班的一个学生 都是以110分的偏差的分数 勉强进入第三轮的 除此之外 第三高中剩下的人全部被淘汰了 就连第一高中 也只有三个人能够勉强通过 剩下的人也同样淘汰了 宣德高中除了刘洋飞之外 还有四个能够晋级的 而其他的八大高中 剩下的五十多个学生里面 平均每个高中只剩下一两个出列的 总共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个人 竟然还赶不上海山城这边三大高中的人数 直到现在 那些所谓的外界预言者们 才看清楚海山三高的实力强大 那些预言这次比赛 将是广都实习中和水电中学 宿命对决的所谓大众评审的言论 不公自破了 剩下两个行省的学生们 到了现在 才用带点敌的目光 扫过海山三大高中的学生们 海山三大高中那边 一点不让地对视过去 广飞还用稍微惊讶的眼神 瞟了一眼这边 显然他知道 这套题的难度不低啊 能够从第二轮A加试卷中 通过这么多人 已经证明了海山城三大高中的 不容小觑 林青儿状态依旧不好 脸色稍微有些发白 昨天因为李三思的关系 他做题再也没有找到感觉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以前林青儿 只要在做题的时候 整个人就会进入 心无旁碍的境界 脑子里面只会搜索这些 充实在大脑内部的 各个知识点 但是昨天做题的时候 林青儿只是一团降物 该想的也想不起来了 根本就没有进入状态 只能够勉强地 让自己硬挺下来 每道题做起来 仿佛都要耗费很大精力 整个第二轮的A加试卷做完 林青儿差点没吐出来 这套题目难度确实大 耗费的精力 也相当大 所以在颁布成绩以后 大家都回去休息了 以应付明天最后的比赛 只是从87个人 一下衰减到只有23个人参加比赛 剩下的64个人 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都能够隐隐听到一片哭声 毕竟如此大规模地被刷下 每个人的失败重叠在一起 空气里面异常地沉重 有人就当先忍不住哭了 三大高中那边倒是显得异常平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三思这匹黑马的出现 使得每个人都在惊讶里面徘徊 还来不及感受失败的挫折感 就连杀屁狗校长 送别辅导老师带领的淘汰队员们 返回海山的时候 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使得淘汰的学生们 跟送返的老师们 都有些哭笑不得 你老头几乎可以肯定 在送回这批淘汰的精英之后 他可以想象到那些 等候在飞机旁边的老师们 看到出来的学生 里面竟然还没有李三思的时候 那种震惊的表情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 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64集 决赛 沙皮狗校长拍了拍迷老头的肩 不错 这次你们班竟然全部进决赛了 比重点班还厉害的 迷老头心里 瞬间像是开了一朵火红的花一样 但是外表却丝毫不能表现出来 只是笑了笑 哪里哪里 还是校长你的英明指导 为我们第三高中指明了方向啊 两个人自然而然地跳过了李三思 两个人的心里面很奇怪 仿佛一直在压抑着自己表扬李三思 沙皮狗校长对于李三思不是陌生的 他多次当着全校念倒数名单的时候 多次提到过李三思 所以对李三思唯一的印象就是超级差生一个 但是现在 面临李三思突如其来的转变之后 沙皮狗校长跟迷老头很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双双不再提李三思了 现在的众人就像是麻木了一样 看着这个小强一样的李三思横空窜立起来 达到跟他们并驾齐驱的地步 然后每个人脸上已经没有任何表情了 对于一件事情太过于震撼的话 估计再看到同类的事情就已经习惯了 刘扬飞再次沉默了 虽然他的成绩已经算得上是海山城这次的最高分了 达到了135分的高度 但是他感觉自己的锐气正在丧失 因为那个更强的人广飞寒 还是因为刚刚达到110分淘汰线 过了5分的李三思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现在异性阑珊 他刻苦而努力地学习着 经历了多久的摸爬滚打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而李三思 一个星期之前的第三次集训分数加起来 还不够他考一次考的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 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 他实在不敢相信 中海市的晚间新闻 报道了淘汰学生的归程之旅 场面被电视台制作的极其感人 这些平时现在老师跟家长双重宠爱之下的学生 现在遭遇了挫折之后 他们如何面对 他们怎么抉择 成为这个月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时见 各个重点大学已经开始抢人了 纷纷对学生们发出了邀请函 第一高中的校长和宣德高中校长 看到第三高中的突出表现以后 稍微显得有些吃惊 对于宣德高中 这个心高气傲的学校来说 一高和三高 任何一个超过的都会被视为奇耻大辱 所以宣德高中校长在赛前前一晚上 特别对每个参赛学生做出了重要指示 明天不惜一切代价 你要把奎迪亚奇比赛举办权给我争到手 我的学生们 你们都是我们的珍珠 也是我们宣德高中的拳头 你们要将那些学校挨个打倒 海神城的父老乡亲们 在等着你们抱着奎迪亚奇背回去呢 明年我们奎迪亚奇举办的时候 我要所有人都在讨论 一年前我们在明天惊心动魄的举动 全体给我努力 让其他学校看看 什么才是宣德高中的实力 五人轰然应诺 士气达到了最高点 每个学校的校长都已经陆陆续续来到中海了 同时也在最后为自己的学生们打气 广都时期中的刘燕梅和赵海东 校长亲自带了个皮箱子过来 里面是厚厚的一大打浅 看着两个人视线笔直 同时间咬紧了牙关 打算在明天放手一搏了 水电中学的广飞寒 则是收起了面前校长摆出的银色金属铝箱来 嘴角还掉了一根香烟 明天的比赛 对于他那个考王来说 可能会遇上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要打败其他几个中学的跳梁小丑们 他感到还是绰绰有余的 三高的各个班主人们都陆续来到中海市了 中海电视台已经对上午的比赛进行了实况转播 并且播报出了最后的比赛成绩了 整个海神城机场已经提前拉好了横幅 写着欢迎勇士们回归 同时也代表着整个海神城人民的心声 明天将是最后一场考试了 评委席更是座无虚席 中海市的记者们更是忙成了一团 采访淘汰的学生 四处奔波报道着此次比赛 忙得不亦乐乎 陈琛旭现在真的羡慕起李三思来 这几天每天回家 他都会守在电视机面前 看着比赛的每一步进程 有消息传递过来 整个高三五班都感觉不可思议 然后全部高三五班都传来惊叹声 李三思竟然连闯了两关 顺利进入了第三轮的决赛了 这就像是人类成功登顶冥王星一样 遥远而不可思议 米飞更是对李三思 到了近乎崇拜的地步 每天守着陈真旭 问李三思以前的状态和情况 这几天 陈真旭好一阵吃醋啊 而每当看到陈真旭吃醋的时候 米飞就会瞬间像一只小猫一样 靠在陈真旭的肩膀上 安静的一句话也不说了 只是这样 就已经让陈真旭快要揪得出水的脸上 又慢慢的松缓下去 那天的晚上 很多人都难以入眠 因为第二天的九点钟 奎迪亚奇举办拳的决赛将正式开始 在这之后 就能够决定奎迪亚奇今后的举办 将会在哪个省市进行了 为了保卫奎迪亚奇不落入外人之手 三大高中已经进行了最后的联合 明天的对手将无比强大 现在每个精英尖子们所能够掌握的东西已经足够了 所欠缺的只是状态而已 只要状态到位 就算是考王广飞寒也会败在他们手下的 林青儿有些头痛欲裂 他实在想不清楚自己应该怎么面对李三思 他已经很努力去接近李三思了 他已经很努力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了 但是两个人的心仿佛已经相隔很远了 再也拉不回来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做 才能够重新赢回李三思的心 他觉得好累啊 从前都是李三思贴着他 但是现在 李三思旁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孩子 说不极度是不可能的 林青儿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傻呀 偏偏那样站在两个人之间 独自感受心脏收缩的难受 他甚至有些开始记恨李三思起来 他失踪一年半 难道就只有苏子轩在等他们 自己也在等待他回来呀 凭什么李三思一回来 苏子轩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凭什么他们要在一起 林青儿扶着栏杆 夜风吹得他的头有些晕 他俯下头的瞬间 伴随着心里面的痛楚 生起的是一种强烈而不平衡的感觉 李三思 你需要的是我的表白是吧 你是在恨我 当初不答应你的求爱是吧 林青儿喃喃自语 眼睛在夜风的吹拂当中 湿润了 那么我给你 我给你我的表白 我向你求爱 可以了吗 我告诉我喜欢你 这一切可以挽回吗 中海市沸腾了起来 海山城也沸腾了 所有和奎地亚齐有关的人都沸腾了 上午九点 决赛就将正式开始了 这次的试卷是所有出题老师经过再三研究演算 胜而重植的出来的S级别的试卷 难度比之前的A加试卷又再次提高了一个档次 可以说是远远超出了高考的水平 能够走到这个份上的学生们 可以说绝对是有骄傲的资本的 现在还剩下的23名学生 在各自比赛区的休息室里面 安静等待比赛开场 海山三个学校的休息室 已经集合为了一个休息室了 不过分成了三个区域 每个分区间用玻璃窗给隔起来 黄庆辅导员和沙皮狗校长 陪同众多随后而来的老师 在最后为各个学生加油 实际上 现场的一些学生们 昨天宣布比赛成绩以后 就有很多重点大学过来猎头的 现场的20多个学生里面 基本上已经有一半签了约了 而基本上所有人都收得过 重点大学递来的合同 除了李三思之外 没有其他的特殊原因 只不过是找学校 要来李三思以前的成绩记录以后 所有人都傻了眼 所以现在 整个天鼎广场的周围座位上面 所有的评委 特别是各大重点学校的校长 完全像是一只只长颈鹿一样 伸长了脖子 他们所要等待的 不是成绩很好 但是恶技斑斑的广飞寒 也不是注定的省状元 刘燕梅和赵海东 而是几乎看到资料以后 将他们所有人的人生观 全部都推翻的 李三思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天顶广场有三个出口 每个出口通过地下通道 连接一边的大剧院内部 整个天顶广场和大剧院 融为一体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下面的比赛学生入口处 占着不少威严的保卫 安静的助力在每一个出口上 空气里面的气氛在凝结着 周围人很少喧哗 等待最后时间的到来 铃声打响 提前15分钟进场 众人陆续朝进口走过去 李三思 我会通过的 你会跟上来吧 苏子轩走到进口处 停下来 李三思和他并肩而立 李三思点点头 放心吧 一定会的 林青儿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 高挑的身材带起一阵香风 消失在进口的转角 李三思看到林青儿以后 眼睛里面滑过去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转瞬即逝 然后他牵动着嘴角笑了 比赛过后 我们就能够心无旁骛地进入大学了吧 想不到那么快 傻的 走了 苏子轩迈开步子 朝着周围全部画壁和红地毯装饰的通道口走进去 永长的通道 直接通往距离大剧院50多米处的天顶广场 一切都已经就绪了 23个代表着全国高中实力派的学生们 齐聚天顶广场 今天天空格外晴朗 但是出奇的能够听到大海的潮声 撩动起了每一个学生心里面的微微攒动 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李三思和任刘一起走了出来 沙皮狗校长跟米老头和其他辅导员老师们 分别站在出口的两边 对着每一个第三高中的学生们点头打着招呼 米老头心里面的苗牙在强烈地蠕动着 在看到李三思的瞬间破土而出了 走过沙皮狗校长和米老头 李三思朝自己的桌子位置走过去 分明而清晰地听到 身后米老头突然大喊道 李三思 我支持你 加油 然后是沙皮狗校长那种 快要被潮水蒸发的声音 给我拿个底液 你是我们第三高中的秘密武器 支持你 一定支持 辅导员黄庆被吓得个不轻啊 米老头抑止不住情绪喊出来理所当然 而平时见 这个严肃的沙皮狗校长竟然也这么激动 这是黄庆头一次见到 米老头也是突然一愣啊 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沙皮狗校长 李三思呆愣在原地 他从来没有想过米老头跟沙皮狗校长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一面 刚刚来这个比赛赛场的时候 李三思注意到他们一副冷漠的表情 只是随意跟李三思不温不火地打着招呼 现在表现出这样的情况 李三思倒是措手不及 李三思转过身子来 周围评委习观众上面的35个重点大学副校长 同时间的眼睛集中在他身上 对于他们来说 李三思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从众人进入天顶广场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就在四处搜索了一个学生 李三思转过身来 朝着沙皮狗校长跟米老头点点头 微微地笑了 然后再也不回头地朝自己的座位走过去了 这是最后一场比赛 这一战之后 奎迪亚其之碑的归属权就将揭晓了 试卷是代表着目前全国高中生极限的S级试卷 所有的学生都就坐了 面前摊开这一张试卷 让所有的评委老师跟初题老师的眼睛里面 同时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来 这是双方智慧的交锋 这一套题目是所有初题老师 在穷极高中知识点之后 能够出的最为困难的试题了 这23个学生里面 能够上90分的屈指可数 如果能够做上90分 那无疑代表着国内的顶尖水平 海参城森纳高中的敌手 可以说是相当强大的 一个是号称考王 被李三思称为烧考王的广飞寒 其次是广多实习中的赵海东和刘燕梅 两个人虽然比不上广飞寒 但是一直都紧咬其后 现在看起来 虽然三大高中通过的人数最多 但是实力应该是最弱的 林青儿面色发白 退下了血色 显然是状态不佳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这样 倒是让李三思对林青儿的精神状态有些担心 比较优秀的 也只有刘洋飞而已 但是刘洋飞还偏偏赶不上对方 这样看起来 第三高中的前景其实并不乐观 李三思知道 如果自己现在还停留在想东想西的情况下的话 这套诗卷根本就别想及格了 毕竟 他的意识流就算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知识点 现在李三思所具有的知识 都是通过意识流的表象阶段的能力 在上面领会出来的 远远不如意识流中黄一眼的记忆整本书籍的知识量大 但是那样的记忆力 与之相对的就是疯狂的遗忘 这是自然界的平衡 也是他的意识流的平衡 李三思知道 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 只能够用现在所汇的知识 完成目前的难题 李三思提起笔来 面前的试卷一览无疑 与此同时 他的眉头也缓缓地皱起来 二十三个顶尖学生 就连广飞寒 嘴角一直以来挂着那抹淡然的笑意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 是他开始慢慢严肃下来的脸 广都时期中的刘燕梅和赵海东 现在根本没有闲暇去看广飞寒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只是专心地看着面前的题目 感觉到不可思议 原本都是英文 写得已经够变态了 但是现在 每道题目更是内容穿针引线 一道数学题目 还要和物理联系起来 一道物理题目 化学内容已经融入其中了 如果不是门门精通的话 想要做出任何一道题来 都是没可能的 刘燕梅和赵海东之前的骄傲 已经没有了 现在开始 都开始找到整张试卷里面 能够做出的题目开始进行 这原本是从前老师教授 给成绩中等的学生的办法 刘燕梅和赵海东这样的学生 根本是不屑一顾的 但是现在 现实残酷 两个人不得不低头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 学生们手中的钢笔摩擦试卷的声音 被逐渐放大了 慢慢在看台上的每个人耳朵边上清晰起来 实际上 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那沙沙的声音 只是心理作用 让整个人都产生了幻觉 桌子边上传来某个学生的咳嗽声 整个看台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 人们的手掐着自己的肉 紧张地注视着台下面 现在最为紧张的 可能要数出题的各位博士导师和专家学者们 他们耗费了大半个月时间弄出的试卷 现在就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 就能够看到分晓了 每个教师出题的时候 都是将自己的全部智力灌注在试卷上面的 实际上 现在就是学生们跟专家学者们的智力交锋 李三思感觉有些不知了 这些题目把他头都看大了 其中不少题目他根本就没有头绪 如果说前一套A级别题目 他还有回旋的余地的话 这套题目完全就是赶尽杀绝啊 他能够把握到每一个出题者的心态 根本就是不让自己这边全部阵亡 事不罢休啊 面前的尸体有着所有可能出现的学科 不仅需要极强的跳跃思维逻辑能力 甚至于还要需要对每一门分类的精通 有些题目甚至考到偏门的角落里去了 就算是翻书那些涉及的知识点都不可能找到 现在场上的情况让出题者们比较满意 基本上大部分优秀的学生们已经停了笔了 笔捏在手心里面浸满了汗水 可是面前的题目却再也做不下去了 就连草高纸都不知道该从哪儿滑起 只是其中几个倒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刘燕梅 赵海东和广飞寒 三个人从洞笔开始就几乎没有出现过停笔 特别是广飞寒 一路是行云流水 只看到钢笔刷刷刷写字的流畅 丝毫没有半分停滞 而刘燕梅和赵海东中途还时不时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写下去 三大高中这边 林青儿面色苍白 但是手中依然是粪笔疾书 像是在发泄什么东西一样 而刘杨飞已经被几道题给卡住了 稍微的动不了笔 苏子轩没道题做起来 时间很长 但是无疑也是一直在做 没有停顿过 李三思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把所有的物理题全部给做了 李三思开始对题目产生望洋兴叹的感觉了 现在的题目难得非比寻常啊 李三思觉得自己已经走到极限了 他邪言瞟了瞟苏子轩 心里有些难过 他答应了苏子轩 他走多远 自己就跟着走多远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似乎走不了那么远 又过了一会儿 就连考完广飞寒也停下了笔 双目紧闭着 两只手合拢起来 放在头部面前 似乎是在努力思考着 苏子轩紧咬嘴唇 一道题一道题的缓慢做下去 林青儿脸色不太好看 但是眼睛里面 却闪动着某些执着 一直在写 但是精神状态 却很让人担忧 杀皮狗校长 跟迷老头一阵的担心 哎呦 这怎么办啊 这道题目看起来是很难的 如果拿不到第一 魁地亚齐的举办权就拱手让人了 一高的校长 不知道什么时候拢了过来 脸色严肃 我看未必啊 你们看 我们的最强对手 考王都被难住了 说明我们还有希望 我相信我们的学长能夺冠 哎 事到如此 咱们也只有等待了 杀皮狗校长担忧地看着 已经挺比了的李三思 李三思是他的秘密武器 如果这个秘密武器都没办法的话 他也只有认栽了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66集 一奇之术 李三思已经觉得无聊 他对剩下的题目已经没有了思路了 距离考试最后的时间结束 还剩下一个小时 杀皮狗校长跟迷老头 看得桌子上已经抬不起笔的李三思 心急如焚 他们对李三思是抱以巨大希望的 但是现在 李三思毫无头绪的每一个表现 都已经足够让他们揪心了 李三思觉得 整个赛场就像一个棋盘 每个学生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出题老师相互较量着 不过现在看起来明显是学生占了下风 每个出题的老师都有着丰厚的知识和经验 针对学生的心理下手 让他们无法入手 其中更是牵扯到各个方面的知识点和细节 就连广飞涵这样的学生也被拖住了 更遑论其他的一些考生 出题的老师们心情很愉快 一来 自己的题让这些嚣张的学生们 气焰一下被压下去了 二来 这次比赛 也为自己的大学招揽了不少人才 相比之下 这套试卷的出题老师和下面做题的学生 倒成了一种意气之争 学生们拼命地做题 想要超越这些老师 这些老师在出题的时候 往往都是下猛药 朝着变态的题目方向走 顿时让做题这些学生苦不堪言 大脑负载 顿时增加到了好几个数量级 每一道题做出来 都会损失大量的脑细胞 李三思觉得 这样的场面很像是在下棋 双方隔着试卷 这个棋盘 走着自己的棋子 出题老师的棋子 就是满载题目的试卷 而学生要做的 就是解开这些棋子 最终比赛 谁解开的棋局占多数 想到这里 李三思的脑子里 瞬间闪过一些什么东西 像是火花样 一闪而没 古人有一棋之数 新手看一步 老手看三四步 国手看数十步 善意者 弃定神闲 目空无 待若目击 不善意者 心骄行卷 手足无措 精若脱脱 这也适用于整个考试之中 所有胸有成竹 对考试功力 已经登堂入室的学生们 提起笔的瞬间 就已经进入 做题的境界了 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知识 成竹在胸 无所畏惧 目空无 有如广飞涵 这样的考产高手 更是空一盲棋 心思天马行空 解题思路 信手拈来 洋洋洒洒 所以之前的试卷 做得相当顺畅 而同时 李三思的思维 也在飞速转动着 两人一棋 棋力最为重要 高手将对方牵着 跟自己走 第一手则苦不堪言 就像现在 大多数学生一样 被人老成精的 出题专家们 用各种难题 陷阱牵得四面碰壁 忙忙瞄准了一个方向 眼瞬了将近一页稿纸 才发现 自己被牵着 走进了死胡同 信心大受挫折 接下来更是不再状态了 很多人挠头骚耳 心里面一片死灰 看到周围人的表情 李三思同时心了一灵 再不去计较得失成败 只是隐隐发现 自己心里面 有些新的思路在产生 如果把考试 当做是一棋的话 一些脉络 逐渐在李三思心里面 密密麻麻地清晰起来 棋力最高者 无异于是身经百战 运筹千里的老将国手 往往从对手的下几个棋子 就能够掌握对方的思路 大局 方向 更为厉害的高手 从对方第一个棋子开始 就已经看透对手一整个的战略了 这是经验能力智力 达到一个顶峰阶段的时候 产生量变到质变 是晋升为超级高手的标志 棋场和战场是一样的 两个指挥官之间 相互比斗着经验 作战指挥能力 和对全局的战略意识 虚实相交 运筹帷幄 棋局战场同为一体 而现在 整个考试 就是他们的战场 对手就是出题的专家老师们 试题就是战场 所有的学生 和坐在场地上面 观众席上出题的老师 相互交锋着 比拼的是经验 是解题思路 是对整个知识的掌握 逻辑 还有调用的能力 李三思平静呼吸 这套题目实际上来说 除了个别知识偏僻之外 基本上没有没学过的内容 但是为什么 对方出题的专家们 偏偏就能够用这些 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 制造一个又一个陷阱和弯道 将全场学生们 耍得团团转 说到底 也是一棋一样的 一时间 李三思掌握到一点思路 李三思的意识流 本身就是善于分析和调用 各种精神力和脑力的 经过意识流锻炼 大脑思路格外的清晰 一棋之道 无外乎就是一个料敌先机 掌握到对方的大致思路战略 比方 先一步落子封沙坦 要进攻的渠道 道路 逼得他不仓皇变招 自己在从容应对 真正要达到那种 通过对方细微动态 和周围环境微妙的变化 掌握整个一棋的境界 除非是超凡入胜的大师 否则绝不可能做到 但是这一点 恰恰是李三思的意识流 能够给他带来的 意识流最为微妙的地方 就是通过加强过后的 耳力目力和思维能力 使得李三思可以比别人 更加清晰几倍的 看到这个世界 不光是在眼睛上面 还有在心灵上面的 这些知识点 都是所有学生学习过的 但是偏偏为什么做不出呢 偏偏走入一个又一个死胡同 因为出题的专家学者们 先一步料到学生的思路了 先一步料之对手的动笔方向 和普遍的思路 最后在出题里面 埋下意想不到的转角 便使得所有学生打不到方向 误通了这个道理 李三思嘴角裂开一丝微笑 如果说料敌先机 掌握对方的情绪心理 拥有意识流加强过的李三思 绝对算不上是超凡入胜 但是也算是出神入化了 一事件 李三思掌握到了 进入意识流的方法 一棋之术 说到底 升华过后 也是双方对手的一场心理战 之所以我们看不透 之所以会被迷失于棋局之中 是因为我们带着对胜败得失的心情 一切凡尘俗世的困扰 在参加这个棋局 而并非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站在客观的立场 把自己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立体的第三者 站在整个棋局的高度 以客观的方向 在观察周围的环境 事件的发生 李三思感觉 一切都像变得清晰而透明了 一棋是这样 双方对阵 武学交锋又何尝不是这样 说到底 在女神之心游轮光环号上面 教父纽顿 就是运用了这种手法 料敌先机 从李三思的眼神 手法动作等细微的手段 察觉到李三思的进攻方向 从而先一步封死李三思子弹所攻击的位置 他并不能够快过子弹 只是因为这种等同于一棋之道的手法 被纽顿运用到了武学上面 教父纽顿早年有过奇遇 修炼的东方功法 相必也是一部奇书 里面记载了这些一棋之道 运用于武学的方式 所以 李三思才会在纽顿面前 再也抬不起头来 被节节牵制 而更是连教父纽顿的徒弟 辛巴拉都难以立敌 想通了这一点 李三思终于明白 教父纽顿东方功法 最关键的一点了 就是这种料敌先机 断旗之前的能力 李三思想到 大林寺的藏金阁 不光是一个研究高级科技的地方 还是一个专研改进各种武学的场所 将武学通过超级计算机 计算出杀伤力和冗余的动作 改进成为适合肉搏的杀人招数 也是藏金阁的用处所在 上面包含了整个中国能够收集到的古籍资料 很可能也包含了这种 专门以义气之道融入武学的方法 李三思的意识流所展现出来 将面前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 无限的放大 周围的一切细微变化 都在他的敏锐洞察力之中 空气的流动 被带起来的树叶 地上先毫必露的裂缝 周围人的表情动作 包括任何的一切 就像与李三思融为一体 他就是自然 自然 就是他 李三思如果想要真正进入意识流状态 就必须将自我抽离出来 并不是简单的心静如水 成名如镜 而是真正的让自己的意识消遣下去 抽离出来 融入着客观的世界中 李三思知道 这很难 好在 虽然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个宝库 但却已经知道钥匙的方向 一齐之道 也和做题是同一个道理 专家学者们 了解到了普通学生的解题思路 所以将题目变得扑朔迷离 李三思嘴角浮起笑意来 这样一看 这么一套题 就像他和一群人过招一样 每一道题 就等于一个人出了一招 李三思思维调动开来 整个人通过初期老师 写下的题目内容 已经融入了初题者这个身份 顺藤摸瓜一般 一个个轮廓浮现出来 随后 是越来越清晰的骨架 然后是脉络 一道题完全理清 对方出题者的心态 他陷阱埋藏的位置 被李三思看到这道题的每一个字过后 准确无误地摸了出来 没有欠缺的知识点 所欠缺的只是思维 李三思重新拿起了钢笔 在试卷和草稿纸上 两方飞舞着 感谢收听 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67集 林清二的病房 看到李三思重新书写起题目来 早已经捏紧了心脏的 杀皮狗校长和民老头 同时间松了口气 现在 距离考试最后结束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要是在这半个小时里 李三思做不完题目的话 一切都糟了 这边 广寒飞已经停顿了三次了 不过 已经征服了六道难题了 而刘燕梅和赵海东 在同一道题目上面 已经双双耽搁了 二十多分钟了 整篇试卷 还有四分之一的题目 没有完成呢 不过 他们估计已经能够保证及格了 但是 能否超过广飞寒 还是未知之数 一道题一道题 出题者的思路 浮现在李三思脑海里 他们心里面的想法 他们所要设置的思维 跳转的转折障碍 同时 李三思也了解到了 对方的心态 实际上 李三思还有很多知识点 不明白 毕竟分门别类太多了 他难以记住 所以很多题一看的时候 他脑子里就浮现出 解开这道题的知识点 如果搜索不出来的话 那就是他没记住 李三思直接跳过 进入下一道题 正在地做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 考试铃声轰然打响 23个学生 不少人如萌大赦 不少人顿时就站起来 长长地输了口气 这场比赛的试卷 确定是他们有史以来 做过的最为恐怖的一套试卷 完全是以杀死脑细胞为前提 对整个大脑进行摧残 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 如此的暗无天日过 从前在做题的时候 都是处处光明 一道题可以找到五六种劫法 而现在 别说是找劫法 能够上手已经算是不错了 光飞寒 呼的一下站起来 一下将手中钢笔给甩出去了 考试专用钢笔 带着利落的弧线 啪的一声砸在地上 然后稍稍弹起 最后落起来 擦着滚落开去 在原地不停地打转 林青儿支撑着身体站起来 他的双甲已经从煞白变成了滚烫 整个人摇摇晃晃 险心要一头栽倒在地上 你老头见识不对 早已经一步冲了过去 辅助林青儿 迅速朝出口离去了 李三四和苏子轩也同时站起来 追着林青儿而去 今天的比赛结束 但是起码要到明天 他们才能够离开 那是奎迪亚基比赛 举办权的宣布日期 今天收到试卷的同时 就全力的改卷 23个学生的试卷 工作量并不算太大 但是 却要教育部的专用老师改评 90分以下的学生 直接不计成绩 90分以上的学生 无论是否获得冠军 首先都能够获得一个 全国重点大学的保送名额 然后才开始计算成绩的得失 林青儿被送往了中海市附近的医院 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医生说是因为考试心力焦脆 所以让他原本的感冒变得更加严重了 以至于差点当场昏过去 不过现在输了业 应该很快能好起来 听到这句话 第三高中师生们 齐齐松了口气 林青儿是班里面的尖子 如果因为这次考试出了什么意外 耽误了之后的学习 那么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 林青儿躺在病床上 旁边是吊起来的药水 针管刺破了他晶莹而洁白的手臂肌肤 插入血管 这是医院的特护病房 环境良好 窗户外面 看得到中海市浩瀚的海洋 天空上面 有些碧蓝和水雾交织的颜色 周围全是一群高三的学生 李三四看着面前 熟睡的林青儿 脸上带着心疼的色彩 肌肤的颜色 开始慢慢戴上粉红 有些东西 在李三四心里面快速动荡着 他记得 曾经林青儿说 他最害怕的就是打针吃药 更别提什么书液 他说只要想起来 那么长的针管 在自己手臂的血管里面 就让他不寒而栗 所以每次吃药 都是在李三四 半逼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如今这一切 都像是天空外卖的浮云一样 消散不见了 再过不了几个月 李三四就要离开海山城了 林青儿也有自己的梦想 和要努力达到的天空 一切就好像当初已经注定好了一样 我们会在一起欢笑 会为一个不经意的小事情而流泪 但是最终 我们还是会各自离开对方的世界 活在自己的天空之下 房门打开了 几个男孩 畏畏缩缩的探进头来 第三高中的学生认出来 来的人是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的学生 当场 三高这班的陈建英心里面 就猛的一股火上来 朝着那几个人冲过去 抓住一个人胸前的衣服 怎么了 你们是来嘲笑林青儿的吗 人家都病成这样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这不不不不是 我们都是仰慕林青儿的 听说他病了 我们是来看看他的 没有别的意思 被抓住的男孩 举起手中的鲜花 陈建英这才看见 来到四个人手里 每人都捧了一束花 建英啊 让他们进来吧 迷老头说 四个学生战战兢兢的走进来 将鲜花放到旁边的案头上 我们以前是参加过 魁迪亚西比赛的 在那个时候就认识林青儿了 对青儿非常佩服 听说他病了 只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好起来 谢谢你们 相信这是林青儿 所能听到的最好的祝福 我也希望他能够夺冠 迷老头担心的说 哎呀 我们这里面成绩最好的 就是林青儿了 他因为感冒 状态肯定是不好 我担心如果我们输了 醒过来林青儿会受不了的 李三四顿了顿 我觉得林青儿要比我们想象的坚强 杀皮狗校长点点头 明天开放成绩 不管我们是不是获得了举办权 我们已经无悔了 就算没有夺冠 我们依然凯旋 林青儿有些微微的动态 身体动了一下 人还在熟睡 只是嘴里喃喃的小声说着 李三四 众人全都愣了 谁都没想到 林青儿会在熟睡当中 说出李三四来 杀皮狗校长 很识趣的转头就走了 迷老头拍了拍李三四的肩膀 和众人走出去了 李三四面侧难看 他的眼神注视到苏子轩身上 苏子轩愣愣地站着迎上李三四的眼睛 轻轻地说 我在外面等你 李三四有些感动 想要说什么 但是苏子轩已经转身离开了 眼神里面有些划不开的东西 使他眼瞳格外的抹黑 李三四 林青儿的声音有些飘渺 李三四蹲下去 林青儿 我在这儿 特户的病房只有一张床 房间里面有着精致的装修 迎着外面分了层的光线 显得有些发酵一样的暗淡 李三四 林青儿又动了一下 李三四微微地笑了起来 温柔地看着面前的林青儿 在这样的光线下 林青儿睡得很甜静静静 周围是和谐的味道 外面的远洋船只 正在慢慢地靠岸 房间里听不到任何的声响 钢铁的床架 让李三四眼睛有些刺眼 不过 林青儿的声音 又把他的思绪 再次给拉了回来 李三四 你怎么会一下子考得这么好 给我看看秘籍 啊 听到林青儿的声音 李三四还想要说什么 但是接下来林青儿的一句话 让李三四硬声声掖在了原地 惊讶地看着病床上的林青儿 李三四你不要跑 你不告诉我你的秘籍 今天本小姐就把你 就把你吃掉 李三四的脸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就像是走在路上 被人从天尔降 泼了一盆子凉水一样 面不是那种 无辜和茫然的表情 估计是林青儿 发烧发糊涂了 说的都是梦话吧 要是把这些话录下来 估计林青儿醒了以后 就要毁尸灭迹 李三四拉开了门 外面偷听的老师跟学生们 差点一下子栽进来 那个 米老头一本正经地站直了身子 林青儿说什么了 李三四无奈地摊摊手 说了些梦话 然后就直接睡过去了 米老头大概是不相信的 还想问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忍住了 行吧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护士跟我就行了 先回宾馆 等明天成绩下来就好了 林青儿只因为考试心理过度 被病菌入侵身体了 估计今天休息一下 输了一夜就好了 下午我会护送林青儿回宾馆的 在医院通往宾馆的路上 苏子轩一直都没有说话 所以 李三四时不时朝旁边撇着 光是看到苏子轩那副表情 李三四就快笑出声了 心里面充实到爽到极点的快感 苏妖精挺能忍啊 看你能够憋多久 我就是不先告诉他 从刚才开始 加上现在这一次 你一共瞟了我十六眼 大笨蛋 你有什么诡计 苏子轩平静地说 眼睛仍然平视着前方 李三四慌忙转过头去 但是又觉得 自己这个样子实在是做贼心虚 然后马上正义地转过头来 眼睛高傲地看着苏子轩 嘿嘿笑 苏妖精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林青儿跟我说了什么吗 难道不想知道林青儿在我耳边 说了什么甜言蜜语吗 苏子轩嘴角弯弧 眼睛弯月一般地笑眯眯地看着李三四 如果我说我想知道 你会和我说吗 李三四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挺胸昂首 嘿 当然不会了 回去 你的袜子自己给我洗 还有 在洗字台的下面 还剁了十几件的衣服 你自己给我洗干净了 苏子轩脸上表情依然很平静 只是脸上有些泛红的韵意 伸出手来 准确地掐在李三四的腰上 很自然地一扭 哎哟 苏妖精 你要杀人灭口啊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嘿嘿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8集 成绩 林青儿是下午回宾馆的 因为这几天太过劳累了 因为高强度的考试 使得他最终坚持不住 身体染上了感冒 在经过书页治疗以后 下午已经明显的恢复过来 不过脸色还是有些烫 并还完全没有好个干净 只是在林青儿的坚持下 还是出了院 下午的晚宴 沙皮狗校长特地做了致辞演讲 让所有学生们不用气馁 不用丧气 就算明天失败 但是还是以参加过为荣 一时间晚宴气氛高涨 众人举杯欢呼 林青儿的状态 似乎也不是很好 整个晚宴期间 眼神总是显得有些飘渺 时不时撇向李三思 然后在李三思眼睛 有些微动的时候 他的眼神又转移到另一边了 似乎有什么心事 一直被他冰山一样的外表掩埋着 宣布成绩 是在璀璨明珠大剧院里面 天顶广场 只用于考试的场地 现场学生 和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增多的老师 突然间涌入大剧院 整个中海都在等待这个成绩 不光是中海这次 关注这次比赛的市民们 各大报纸都派出了记者 前往那个剧院里面 等待宣布成绩那一刻的到来 剧院上面的特殊嘉宾们 眼神闪烁着炯炯的光彩 他们大多数都是出题的老师 想要看看自己出的题目 究竟难倒了多少考生 实际上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 只希望有一两个及格的就行了 既显示出了他们的实力 更是不让这届比赛变得太难看 可是在剩下的87个学生里面 居然还是近了四分之一 原本预计的是八分之一的数额 现在竟凭空多出一倍了 也是让这些出题专家们 感到危机了 如果这些学生通过了 大学硕士博士的读下来 最后可能会远远的超过他们 学生们开始陆续进场 剧院第一排是学生们的座位 接下来是各类的专家学者 一排一排的延伸上来 后面则是评委 改卷老师 教育部的领导 然后一次是各类的嘉宾 记者 社会各界人士 学生们进场的时候 36个重点大学领导的旁边 突然莫名多出不少人来 这些都是其他重点大学 负责猎头的副校长们 在考试的最后时候 全都一窝蜂地涌进来 让之前来的36个重点大学校长们 顿时感到了压力 海山城和其他两个省的学校学生 陆陆续续走进属于他们的座位 其中 广飞涵依然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刘燕梅和赵海东 则是带着阴暗的表情 时不时地看着广飞涵 然后看着三大高中这边 排得上号的学生 在他们的心里 这可是关系到十万奖金的归属啊 这难怪两个人的表情 像是别人抢了他们家的钱一样 李三思等人坐在了第一排 被刘燕梅和赵海东 四处贼兮兮的眼神瞟得心烦 两个人的眼神 专门定格在成绩好的学生身上 时不时散发出 怨毒的神情来 李三思实在忍受不了 两个人防贼一样的眼光 双眼迎上了刘燕梅 陡然之间迸发出金光来 刘燕梅啊的一声 心脏陡然一跳 眼睛灰溜溜的赶紧低下来 再也不敢看李三思的方向 然后 再依法刨斥转向赵海东 对方也是同时心头矩阵 像是被隔空打了一拳一样 心头不受控制的起伏着 眼睛再也不敢扫向任何方向 只能自顾自地低下头去了 李三思满意地转过头来 刚好发现 左边隔着四个座位处 正一脸惊异的表情 看着她的林青儿 林青儿那种眼神 就像从来没有见过 李三思一样惊异 让李三思有些措手不及 她原本能够感知 投向她身体的目光 不过刚才 太过于集中对付 刘燕梅和赵海东 讨厌的眼神了 精神集中却忽略了旁边一个林青儿 林青儿看了个满眼 刘燕梅和赵海东 被李三思这样隔空地瞪了一下 就像是遭受了极度的恐吓一般 头立刻就转向一边了 这个场景让林青儿极度的震撼 李三思的表情变得模糊起来 那个曾经林青儿认识的李三思 已经完全蜕变成另外一副模样了 而光凭眼神又能够退敌的能力 让李三思显得更加神秘莫测了 李三思心到要糟啊 果不其然 林青儿的头埋下去 眉头纠结下来 若有所思 而后面的副校长们 眼神同时集中在李三思身上 他们之前一直对李三思有怀疑 今天终于可以有个揭晓了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辛苦出题的老师和改卷老师们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 奎迪亚琪举办权争夺学术比赛的 最后结果揭晓一事 36个校长在回宾馆的时候 已经拟出他们所要争夺的目标了 其中海山三大高中的林青儿 苏子轩 刘洋飞 广都时期中的刘燕梅 赵海东 还有水电中学的广飞涵 都是他们重点争夺的目标 除此之外 还有众多学生 每个校长都准备了几乎20多份合同 等到比赛结果一宣布 就同时间递上自己的合同 但是 最终所有人都保留了一份 因为他们还是难以看清楚李三思 这个孩子成绩波幅太大了 如果不是在这样监管严密的比赛中 几乎让人以为李三思在作弊呢 所以每个校长都留了一手 让李三思最后的成绩出来再说也不迟 这次比赛历时五天 在这五天里面 我们送走了大部分的学生们 最后留下来的 都是我们国内高中里面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都是来自于全国11个重点大学 最为顶尖的学生 在听到最为顶尖的学生时 米老头有些激动 他是设身处地站在李三思的角度的 回忆起李三思以前的点点滴滴来 让他激动的同时 还有一些眼角湿润 米老头心里面感慨啊 他教了二十多年书 这还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推翻自己从前的教学观念 第一次感到 自己这个职业责任重大 很多学生 不一定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看到优点 但是 他们蕴含在生命里的爆发力 会让人很吃惊的 今天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奎迪亚奇之杯举办权 将花落谁家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成绩第一的学生 所在的学校地区 就将获得这个奎迪亚奇之杯的举办权 这无疑是对这么多天以来 努力奋斗的学生们的最好的回报 周围人开始骚动起来 濒临宣布结果的时候 所有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今天淘汰的人员名单 我们将挨个儿念出来 这些都是没有达到九十分的尖子们 你们虽然被淘汰了 可能是发挥不好 也可能是知识掌握得不够全面 但是我相信 你们在未来的考试里面 绝对会取得无比优异的成绩的 主持人说着 摊开金器的名测单 放置在手上 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 我开始念淘汰的人员名单 周围的人都紧张地注视着主持人 西南行省 广都十七中 深墨园 三十六中 张骏 青阳外国语中学 秋迟 主持人吸了一口气 又念叨 东北行省 黄禄中学 孙禄 陈明华 钢鸟中学 刘汉 苏泼 接下来 是海山三大高中 到了现在 所有人的心神完全抽紧了 三大高中这边 就像是一个个等待过河的鸭子 昂首以盼 就算李三思现在 心脏也狂跳起来 海山第一高中 李高这边的老师和同学们 同时站起来 一双双眼睛死死盯着台上面的主持人 那个势头就像是要上去跟他们拼命一样 第一高中学生 陈年根 薛富平 黄石 周海洋 主持人念叨 第一高中这边 脸色顿时难看下来 一片哗然 被主持人点到名这四个人 都是第一高中的晋级的五人之一 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人没淘汰了 宣德高中 主持人继续说 陈海 尼军 陈明 刘洋飞疏离口气 宣德高中这边的四个人 除了他以外 其他全部被淘汰了 但是 却直接让李三思的心沉下去了 因为被淘汰的几个 在其他三轮比赛当中 成绩都在他之上 而现在 竟然齐刷刷被淘汰了 可想而知 这套试卷的难度 接下来 轮到最后一个高中 第三高中 主持人翻了一下名册 仔细地看了一眼 陈剑英 然后 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不过大多都是第三高中的学生 和老师们发出的声音 第三高中这边的四个人当中 竟只有陈剑英被淘汰了 李三思差点没有从地上跳起来 这次考试收获太大了 光是误出的一棋之术 对于他的造诣及引导 就非同小可 就算是面对教父纽顿 李三思都有一战之心了 再不会像以前一样 完全没有胜算 陈剑英第一个反应 没有吃惊 在考试的时候 他已经料到 自己可能会被淘汰了 毕竟这套试卷的难度 想要及格 对自己来说太难了 所以在之前 他就不相信自己能够及格 而他的第一个反应 则是看向李三思 李三思同时感到 不光是陈剑英 还有旁边的林青儿 苏子轩 外加一脸不可思议表情的刘洋飞 还有淘汰和没有淘汰的 海山三大高中的学生们 同时间把眼睛瞟了过来 看向李三思 对于他们来说 再也没有什么比 李三思能够通过这次考试 来得更加震撼了 这完全就是没有可能的事 但是偏偏李三思做到了 沙皮狗校长 虽然认为李三思是秘密武器 也认同他的实力 但是看到之前的学校 一个个学生都被淘汰了以后 他对李三思的信心就没有那么足了 而旁边的迷老头 则是更不相信李三思 就这样能够单枪匹马 通过这次考试 而没有一位不及格被淘汰掉 一切偏偏太过讽刺了 李三思带着不少人极度的眼神 奇迹般的没有被淘汰 主持人 刘燕梅 刘燕梅 赵海东 水电中学 广飞寒 海山第一高中 孙思渺 海山轩德高中 刘扬飞 海山城第三高中 林青儿 苏子轩 李三思 组持人在说完话的最后一秒钟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响出了整个大剧院 第三高中的杀屁狗校长 跟李老头 无比的虚弱 其他高中 只是有一个入选 最多是两个入选 已经很了不起 而第三高中的高三五班 竟然一下子通过了三个人 李老头这次真是扬眉吐气了 一喜长久以来 自己牢牢被重点班级压迫的迥态 想必这次 回到第三高中以后 高三五班一定会瞬间出名的 广飞寒 刘燕梅和赵海东 第一时间挑向第三高中这边 三个人都是被自己学校承诺 获得奖金的人 现在 任何一个不被淘汰的学生 都可能是他们强大的对手 也有可能是他们无法获得奖金的障碍 不过 刘燕梅跟赵海东 再也不敢把眼神投向李三思这个 刚才李三思那一撇 让两个人觉得相当的心惊胆战 我十分的荣幸 能够担任此次大赛的主持人 让我对手里面的成绩名次 有着第一的优先阅读权 这是最后一场比赛 获胜者将获得奎蒂亚奇之杯 美丽的生命之杯 还有其举办权 所以 这代表着整个教育界的盛世 今天比赛第一名的学生 所在的学校地区 将成为获得奎蒂亚奇举办权的地区 究竟谁有这个实力呢 下面 结果 就由我来揭晓 看台上面的校长们 一个个握紧了拳头 他们已经锁定了自己需要搜索的目标了 不过 在宣布李三思也通过考试的时候 他们着实为之一振 这个学生 外表看起来并不怎么样 一看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好学生模样 而资料里面 从小到大 老师们压根就没有给过他什么好评 但是偏偏 他居然就能够通过比赛 通过那些 原来那些顶尖成绩的学生 也没办法通过的考试 让那些校长的眼睛 一个个都瞪大了 李三思很平静地等待着宣布成绩 他在考试的时候悟出 如果想要进入意识流状态 就必须把自己的意识 抽离到一个客观存在的高度 超越原本的我这个概念 延伸到周围的空间里 这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艰难 以李三思现在这种状态 他起码还没办法随心所欲 但是最起码是找到了方法了 而且通过考试悟出的一棋之术 也算是李三思的一大进步 至少面对纽顿的时候 并不用那么被动 一棋之术用于武学 有些像是截拳道 截拳道是一门注重猜心的武功 关键在于把握敌人出手的意图 把握敌人攻击的方位角落 自己能够先一步截住对手的攻击套路 轨迹 从而制住敌人 一棋之术的武学 比截拳道更为深入一点 而是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只通过对方的一些细微动作 就能够指导对方整个的战略大局 从而从心灵上去摧毁敌人 主持人开始高声宣布成绩 水电中学 广飞寒 成绩 一百二十五分 主持人高声宣布着 周围人的面色奇奇动容 就连广飞寒脸上都像蒙成了一层阴翼的面纱一样 看起来格外的阴沉 要知道 广飞寒从来考试就没有低过一百四十分 而现在 陡然间降到一百二十五分 下降了两个档次 不是发挥失常 就是说明这次考试的难度确实非比寻常 刘燕梅和赵海东开始浮现出笑容来 广飞寒考出这样的分数 他们绝对有机会能够超过他 毕竟 刘燕梅和赵海东 除了一百四十分这个堡垒攻不破之外 一百三十分的范围 他们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所以现在 听到广飞寒的成绩 刘燕梅差点扑哧一声笑出来 广都时期中 刘燕梅成绩一百一十八分 晴天霹雳 刘燕梅当时就愣在了原地 人群有着潮水一般滑过去的感叹声 这么一套难题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够考出这么高的成绩来 的确是让人惊叹 只是 这些潮水一般的感叹声 传到刘燕梅的耳朵里面 就像是周围人在嘲笑他一样 嘲笑他没有能力拿到第一 没有能力拿到学校里面奖励的十万奖金 也代表着 他未来大学的路 必须要靠着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父母贷款才能去上 刘燕梅的眼睛在一瞬间涌出泪水 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璀璨明珠大剧院 广都时期中 赵海东 成绩一百一十分 天空在闪下第二道霹雳 打中赵海东愣愣的身体 题目的难度 加上超级的对手 广飞寒不愧称之为考王 几次进入国家顶级学校 几次退学 这样的潇洒和考试的能力 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范畴来解释这个考王了 广飞寒的嘴角溢出笑容来 溥一交手 他最为忌惮的两个人就这样 败在他无敌的分数下了 广飞寒的成绩 败在众人面前 像一道铜墙铁壁一样 广都时期中的两个文理科状元 都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 广飞寒想到 即将到手的水电中学 承诺的五十万奖金 那是一个普通人看起来 都会觉得惊讶的数目 好像已经在对着广飞寒招手了 他最为忌惮的两个人 赵海东和刘燕梅 已经败在自己面前了 之后还有什么人能够挡住他 难道是海山城的学生吗 海山的学生 在当地还可以称王称霸 但是在广飞寒面前 只能送他们两个字 垃圾 太吃惊了 广飞寒同学 竟然有着这么高的分数 不愧被称之为考王啊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 海山三大高中的学生 一高 孙思淼 成绩98分 孙思淼是典型的 好好学生的尖子 头上戴着两个厚厚的平底 一头的中分发饰 身上穿着中山装 裤子则是学校里面发的西裤 而鞋子则是名牌运动鞋 这样的造型 成为当场所有学生们 心里面难忘的画面 接下来是宣德高中 刘洋飞成绩 119分 主持人刚刚念完 旁边众人传来一阵的惊呼之声 广飞寒的额头冒出一滴汗水来 这个刘洋飞 竟然成绩比刘燕梅和赵海东还要高 原来是一个隐藏的强大敌手啊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毕竟还是差了自己六分 接下来应该已经没有悬念了吧 刘洋飞实际上并不太气馁 他所要做的并不是夺得奎迪亚级比赛权 也不是要如何高过其他学校 而只是要证明在海神城三大高中里面 最强的是他们宣德高中 而宣德高中里面最强的自然就是他刘洋飞了 所以就算他比不上广飞寒 脸上还是带着得意而灿烂的笑 最后是有我们第三高中的学生们 相信你们会跟我同样的惊讶的 林青儿同学成绩128分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70集 凯旋 广飞寒刚刚脸上还浮现着笑意的嘴角 现在 像僵尸一样牢牢定格在原地 像是被无形中牵扯抓住了两个嘴角一样 朝上面拉起来 嘶哑地喊出一句 什么 这两个字喊出 声调开始持续走高 最后完全拔到了最高点 然后就像是突然失去声线的依托一样 成为了缥缈尖利拖了音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 让全场人顿时一寒 如果在夜晚听起来 估计很多人会吓得躲在桌子下面去了 还以为是黑山老妖出来放风了呢 然后是静止 绝对的安静和静止 米老头 杀皮狗校长 辅导员老师黄庆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老师和其他学校的校长 同时却把眼睛瞄到林轻儿身上 那种眼神很古怪 就像一个人被关押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突然有一天被放出 看到漫天繁星和城市灯火的表情 写满了震撼 林轻儿的成绩超过了广飞寒 超越了任何其他一所学校的学生 也就是说 海山城已经顺利拿到奎地亚旗的举办权了 顺利拿到冠军了 林轻儿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因为昨天输了夜的缘故 虽然脸上血色还没有恢复 但是基本上也好得差不多了 只要多加休息 很快就能够好起来 现在听到自己的分数超过广飞寒了 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出 继考试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主持人继续抱着成绩 第三高中苏子轩 118分 第三高中李三思 成绩120分 然后又是一片哗然 的的确确是哗然 迷老头 杀皮狗校长已经把刚才看林轻儿的眼睛 同时转移到了李三思身上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广飞寒是125 林轻儿是128 林轻儿当之无愧的是第一 第二名是广飞寒 而这个第三 竟然是李三思的小子 尽管杀皮狗校长跟迷老头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了 但是无可避免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吃了一惊啊 虽然杀皮狗校长认定李三思是秘密武器 但是在这么残酷的试卷和比赛当中 他已经慢慢的失去了希望 没想到最后李三思还是进入了前三甲 至此 林轻儿第一 广飞寒第二 李三思第三 刘洋飞第四 前面四甲已经完全有了结果了 刘洋飞已经完全变了脸色了 李三思竟然能够考到他前面去 获得120分的成绩 这还是那个被称之为传唱海山三大高中 流传于大街小巷那个 成绩不好 就给我滚到三高顶替李三思去 那个吊车尾的头号人物吗 广飞寒的脸上 像是密布了一层灰色的蜘蛛网 密密麻麻爬满了纹路 从脸上延伸到心脉 从没有经受过挫折的心脏 不争气的裂开了好几半 他之前一直想象中的几十万人民币 就这么突然间崩裂无踪 林轻尔夺冠很意外 更让他意外的是 还是李三思 竟然得到了这么惊人的成绩 他知道这次考试难度究竟有多大 那些平时间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们 现在竟然连及格都没有及格 就直接被淘汰了 而李三思不仅顺利通过 还能够以120分稳居第三 林轻尔有些激动 他想要和李三思说什么 但是随即人流就已经把李三思给淹没了 苏子轩看着李三思那个得意的样子 轻轻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真是白痴 周围的三大高中的学生们 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李三思 李三思心里面按道侥幸啊 如果不是自己临时悟出这个一棋之术 如果不是对方触底老师非要弄几个弯道陷阱出来设计他们 李三思或许不能够用一棋之术找到对方的思维破绽 反方向解题 更别提自己那一身半生不熟的知识点了 和这些题正面交锋 那无异于是人仰马翻的结果啊 光飞寒的脸色瞬息间变化了很多遍 然后呈现出一种猪肝一样的颜色 浑身散发着力气 宛如激怒的公牛一样 眼睛看着林青儿 然后扫向李三思 李三思同时间感应到了这力气十足的眼神 一分不让地对视回去 两个人互视了三秒钟过后 周围的空气降低到了冰点 一切就像是冬天一般 四处有着冻结的雪景 突然之间 李三思双手扯起了眼皮 大拇指搬起嘴角 噎得吐出舌头 对广飞寒做了一个鬼疗 扑的一声 广飞寒憋在心里面的一口淤血 顿时喷了出来 仰面就朝后面倒了下去 现场众多大学的人开始围了过来 想要抓紧签约 一时间围了个水泄不通 只是众多校长 丝毫没有找到广飞寒的身影 自从被李三思气得吐血之后 广飞寒就像是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一样 怎么也找不到了 看到这个局面 主持人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勉强维持秩序 请大家坐回座位 请大家坐回座位 下面是部长讲话 请大家坐回座位 部长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头 一头花白头发 瘦血的面容将他眼睛突出的炯炯有神 他在上面一站 看到下面一团乱麻 猛的一拍桌子 整个大剧场的喇叭音响顿时砰的一声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人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了 等到人群都一一就坐 部长的声音高声响起 奎迪亚奇学术大赛进行得很成功 我们在比赛途中看到了我们当今青少年的功力 同时也感到这次比赛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在此祝贺我们取得优胜的林青儿同学 也同时祝贺第三高中所在的海山城 继续当之无愧的获得奎迪亚奇的举办权 基于海山城创办奎迪亚奇比赛已有多年历史了 有着无比深厚的经验和水平 所以 人群的心提到嗓子眼久久没落下 教育部长沧桑而浑厚的声音继续说道 所以 经教育部决定 海山城将获得永久的奎迪亚奇比赛举办权 并且永远的具有奎迪亚奇之杯 教育部将再不干涉海山奎迪亚奇的比赛 你们有着对这个比赛的全部负责权 一片欢呼声 大部分是来自海山的师生的 而其他两个行省的八大中学 脸色都已经变得铁青了 他们知道 这已经是不可能改变的结局了 这样的苦果 他们还是要吞下去 沙皮狗校长已经激动的难以自持了 他清楚部长这句话的分量有多大 沙皮狗校长觉得他再也没有遗憾了 就算是明天让他引咎辞职 他也做到了一个作为校长应该做的一切了 再也没有半分的遗憾 没有半分的后悔了 三辆大巴车 沿着第三高中的下面铺道 浩浩荡荡驶入第三高中里 第三高中门口的位置已经站满了学生和老师了 第三高中夺冠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海山城 教职员工各种师生集体围拢在大门口 其中大多数是林青儿的仰慕主 现在全部站在这儿 围的是人山人海 不少人四处张望了 车门打开了 沙皮狗校长迈步走了出来 人群陡然间沉静下去 然后轰的一声欢呼起来 不少学生手里拿着红旗来回的挥舞着 一时间掌声雷动 红旗招展 老师们一个个的走下车来 等到参赛的学生出来的时候 人群开始屏住呼吸了 林青儿 缓缓从大巴车的门口处走下来 脸上恢复了红韵 也是因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欢迎自己 她的脸色更加明亮了 一身轻松的运动装扮下来的林青儿 显得像是出水的百合花一样清准 周围林青儿的仰慕者们 齐刷刷高声欢呼起来 林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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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的口号 话一而统一的声音 其实林青儿对于他们来说 冠军不冠军不重要 重要的是趁这个机会向他表白 这就是群众的力量啊 李三四透过车窗 看到外面兴高踩雷的人们 有些激动的说 你以为别人会一样的欢呼你啊 笨蛋 人家林青儿是冠军吗 苏子轩笑笑 跟在李三四的后面准备下车 参赛学生陆续走下来 突然间 一只手攀住车门的门仓 然后李三四就透出头来 然后就像是在人群里面投了一个冰冻炸弹一样 周围瞬间冰冷下去 挥舞着旗子的学生们 很自觉地放慢了手 看着突兀出现在门口的李三四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71集 三足鼎立 李三四都已经准备好迎接众人的拥抱和欢呼了 但是 就这么一探头出去 人群就像是齐刷刷的约定好了一样 顿时安静了下来 让李三四心里面一阵心酸 明老头和沙皮狗校长 已经看到这边异常的情况 相互无奈的对视了眼 突然 人群当中 有一个学生轻轻挥动着手上红旗 他的动作 在整个安静下来的人群里面 有那么一丝滑稽 李三四苦笑 对那个戴着眼镜 一副憨厚表情的学生轻轻点头 人群当中 再次出现两抹红旗的颜色 陈真旭和米飞站在人群里 对着李三四挥舞着旗帜 李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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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稀动大了很多 很多人嘴巴开始张开 慢慢蠕动 有些人已经举起红旗来 对李三四 由慢到快地挥舞 然后 加入阵营的人越来越多 随即 则是声音开始 嘻嘻嚷嚷那种声音 李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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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慢慢升起的海啸一样 人群的声音和舞动 红旗的频率逐渐增大 如同炸开的雷鸣一般 杀皮狗校长 给米老头一个会心的微笑 那一瞬间 米老头觉得 杀皮狗校长的确是很英明 如果不是他发现李三四 可能现在李三四 还是他们搬上那个 不愿意展露实力的 吊车尾学生 杀皮狗校长 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人就像是年轻了十岁 旁边的校长助理 满面红光的跟上 第三高中 迎来了绝对的辉煌时期 就凭昨天会场那个表现 学校的排名就会瞬间爬升上去 给我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把这份传真 想意图和我们合并的几个小学 跟初中法 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署合并协议 我们将派出老师接管相关工作 杀皮狗校长递出合并协议 交给校长助理 其实所谓的合并 说好听点是合作 合并 其实本质上就是吞并 第三高中现在必须要扩张了 有了斯坦福大学资金的支持 到现在打出来的名声 第三高中到了全面扩张的时期了 不光是因为压制住了海山其他两个高中 还有为了让学校的硬件设施提上去 要不然国家重点排名第18名 什么时候能够升上去 第二件事 给我查一下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 最近接触的学校 我要一个详细统计 杀皮狗校长一路过来 听出了一件他必须要确认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属实 那么意味着海山成家恢复三族鼎立的情况 并不是他海山三高一家独大 经过调查 果然不出校长所料 应该说是不出斯坦福大学所料 前不久 斯坦福大学的马德尔丹 才给他发了一个国际传针过来 斯坦福大学 在加利福利亚州的另外两个竞争对手 加州大学和肯尼迪大学 听说了斯坦福大学另批声援 竟然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建立资源基地 三个学校同处加利福利亚州 相互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 在听说了斯坦福大学的作为过后 两大学校分别相互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战略趋势 然后又从各个渠道了解到 斯坦福大学的基地 建设在中国的一个滨海小城市 于是 两个大学纷纷找了这方面的资料研究 惊人的发现 这个滨海城市的三所高中 竟然都是全国的顶尖高中 声援密度质量之好 实在是前所未有 难怪斯坦福大学 肯不远万里去海山城建立基地 这相当于是一块肥肉 这就是大学的声援呢 三所大学并不缺人才 然而 斯坦福大学既然决定 在这个滨海小城市里建立基地 也就说明 这里的声援 绝对有着超过一般的学生 两所大学在了解了海山城的情况之后 更是吃了一惊 这个城市里面的高中生 平均分数之高 远远高于中国公布的 优秀学生成绩好几个档次 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肯尼迪大学 暗暗惊出一身冷汗来 这完全就是一个宝藏啊 这里的学生 如果进入自己学校加以引导学习 那么很可能 未来会有一番成就的 所以事不宜迟 在斯坦福大学和海山城的第三高中建立合作联系后的第三个星期 加利福利亚大学和肯尼迪大学也同时间采取了行动 分别联系了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 那正好是奎迪亚奇举办拳比赛的前一个星期 直到奎迪亚奇比完赛之后 两所大学考察团正式出动 考察一高和宣德高中的实际情况 在第一时间打探到这个消息的斯坦福大学情报机构 赶紧将这个消息传真给了沙逼狗校长的办公室 现在证实的情况属实 倒是让沙逼狗校长惊出一身的冷汗来 幸好自己有所准备 要不然他还在幻想自己独办海山教育界无人能及呢 等到事实出来以后 绝对会打的一个措手不及的 好在现在第三高中获得了奎迪亚奇学术比赛的冠军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第三高中暂时占了上风 马上通知宣传部 加紧对我们学校的大力宣传 各个电视台 各个省市电视台 也要取得联系 特别要渲染我们已经打通 和斯坦福大学的合作通道了 还有获得奎迪亚奇比赛的冠军 现在已经濒临高考的时期了 马上一个学期就结束了 现在正是要在所有的初中将毫毕业的学生里面 打下名声的手啊 这次声援的好坏 就看着最后几个月了 校长助理点点头 领命离开了 李三四一个人 走在教学楼下面 鞋背着书包 下课铃声基本上刚刚打响 他就已经溜出教室了 斯托克公爵派人给苏子轩送来了基本用品 所以现在苏子轩要前往海山宾馆和家族的人会合 今天放学 李三子只能自己回家了 旁边是停着各类自行车的车棚 已经有不少学生前来取车了 滑滑绿绿的各样自行车密密麻麻的排列在那 有人踩踏车脚架的声音传递出来 偶尔能够看到男孩搭着后面的女孩消失在三高的下坡路段 也有能够看到说笑骑着车离开学校的学生 那些在车上面随便洒下来的笑容 也就是周围鲜花开放的如此灿烂的原因 整个高中生活 也许再过不久就要这样结束了 李三子在安静等待着圣约大学的消息 大学对于他来说 以前是一个遥远的连想都不敢想的梦 而现在却显得无比清晰 那些自由出入图书馆的身影 那些在一片绿地青草坪上 安静躺着的男女 阳光从侧面洒在他们的脸上 光线交织出的影子 沿着他们棱角分明的脸 消失在利落的边缘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他的大学时代真的就要来临了吗 李三思在走过转角的时候 突然周围有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目光的来向并不明显 就算以李三思之能 也不可能如此清晰地把握对方的目光来源 这和普通的窥视是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是路人不经意地一撇或者是打量 李三思绝不可能产生如此的灵觉反应 现在这个感觉 是有人的的确确在琢磨和感知他 就像是用精神力探知自己的深浅 什么时候 学校里面竟然还有这样的人了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72集 魅影追踪 李三思莫名有些惊讶 他越过校门朝下面的坡道走下去 当初他在大林寺的时候 介五就曾经教过 每个人都有一种类似于特异功能的能力 那是大脑超强的感知精神能力 被佛家称之为心眼 或者是天眼 或者被称之为第六感的东西 每个人都存在 这是因为凡事成俗的侵扰 所以这种天眼的能力 在逐渐的退化消失 但是并不表示没有开发天眼的可能 武学 瑜伽 禅学 都是在开发人体本身的心眼 开发这种身心与自然结合的潜能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蕴含丰富的宝库 我们究其一生 也不可能研究出自身的 百分之一的潜能和宝藏来 而修行方式 就是自然的开发的一些潜能 并加以运用的手段 中国的武功 就是通过对肉体的修炼 从而达到精神的升华 最终是对自己意志力精神力的修炼 在进入大林寺的第一天 李三思学到的 就是介无所说的一些知识 如果一个人学武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肉体增强 而不注重精神的修炼 那么他永远也只能是一个 肉体修炼到极点的普通高手 不能达到晋升为天道的高手 更何况 现代的知识科技如此发达 武学再也不像是以前 那么占有绝大比重 不可否认 再强的高手 也不可能挡得住子弹 但是 如果将武学运用到 现代化武器上面 一切就再也不同了 武学中将依托这些 现代化的武器之上 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具体来说 武学修炼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强大人体的体魄 更重要的是强大人体的精神 意志 思想 这些武学感悟出的东西 运用在枪械上面 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也是大林寺的理念 以武学驾驭现代化装备 一个再好的狙击手 一公里范围之内 狙击目标已经是极限了 这其中还包括了对风速 距离偏差 视觉错误一系列的计算 而通过武学进一步修炼的人来说 以精神指挥枪系通过心眼锁定住目标 那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 就能够达到瞬间掌握周围环境 局势 对方的行动 这一切联系到一起之后 一枪激发 其神准和有效距离 可以让任何一个王牌狙击手吃惊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现在 大林寺还要进行武学修行的原因 那可以加强人类的心眼 挖掘出更大的能力 甚至于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对危险进行感应 这就是人类隐藏于自身根本的心眼 也就是第六感 大林寺的武学 就是在对武学境界的追求中 同时追求心灵境界 以达到开发第六感的效用 李三思的心眼 源自于自己意识流的开发 所以他的感官灵觉会比平常人要灵敏许多 外加上大林寺的艰苦训练 使得李三思在这方面的修炼上丝毫不落后于他人 所以现在他可以保证 对方也同样是高手 亏似他的来源始终也搜索不到 但是李三思已经明确感到了那种被盯着的感觉 或许观察他那个人 还并不知道李三思已经察觉他的存在了 但是可以肯定 这个人观察李三思的手 因为怕被发现 用了多种隐蔽手段 使得李三思根本无法从微弱的感觉 确定对方的位置 这个人抱着什么来意 他跟踪自己的动机是好是坏 李三思无从得知 反之他倒是希望 对方能够抱着杀意而来 因为那么强烈的杀意 让李三思能够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倒是现在丝毫没有头绪 李三思走过坡道 身体一拐 走进错综复杂 但是有四通八达的巷道里 从前李三思被那个飞刀门的人追踪 他用的是种种手段找出对方 而现在看 看起来他要顾及重施了 果不其然 李三思转进巷道之后 那种被窥伺的感觉立即消失了 但是 他在逼扎的巷道口中 走不了多远 那种感觉就凭空又出现了 李三思几乎可以肯定 自己背后没别人 但是对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监视自己 想到这儿 李三思背后起了一阵寒意 他自然不能够私下用目光扫尸 如果那样的话 很可能会打草惊蛇的 对方这样隐蔽地观察自己 绝对是已经报定了 自己绝不可能找到他的心态 却不想 自己的感觉如此敏锐 如果自己回头搜索 很可能让窥伺感立即消失掉 对方就会跑了 李三思想到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这次去中海考试的原因 让他在电视上面抛头露面 而且还获得了前三奖 李三思旋即推翻了这个猜测 这样的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要说因为自己抛头露面 而引来这个高手 可能性不大 李三思转过几个弯道 更加对身后那种忽影忽现 若有若无的窥视感更为确定 对方的确是朝自己而来的 在每个向道转角的刹那 那种窥视感会暂时的消失 但是过不了多久 就会重新的回来 也就是说 转角的刹那 将是对方视力的死角 是对方追踪自己视力的死角 如果能够配合好这个时机 然后迅速的消失躲避起来 让自己处于暗处来观察对方 或许会抓住这个家伙 想到这里 李三思心里面已经有了定计 这个向道四通八达 但是大多都成为一个个豆腐块一样的形状 如果从上空去看 可以看到这一片建筑群内的道路 成蜘蛛网一样的路线转折着 形成一种放射性的向道 转角颇多 李三思只要在前面那个转角的位置 趁着对方视线看不到的瞬间 迅速躲进一家卖凉粉的小店里 然后等上楼梯 通过二楼的窗户前到房顶 应该能够看到那个追踪自己人的方位 李三思不再犹豫了 他加快了脚步 转角慢慢接近 就在这个时候 李三思正准备趁着拐角迅速行动的大 他突然感觉到不妥 李三思本要加速提起来的脚步 依然按照原来的步伐转过拐角 窥视感没有消失 他自己依然在对方的视线之内 李三思心里一临 这根本没有可能 但是的的确确就是这样 他再转过一个拐角 那种原本认为暂时会消失的窥视感 依然存在 一时间 李三思突然明白过来 暗叫侥幸啊 对手肯定不能保证李三思是否知道他在跟踪他 所以之前故意在李三思每个转角的时候撇开视线 让李三思被窥视的感觉出现一段真空 所以 李三思感到自己被窥视 而想要反追踪的话 对方就会发现 想到这一点 李三思按道对方狡猾 如果自己不是因为突然生出不妥的感觉 只发现在冲上楼顶 鬼影都别想找到一个 因为对方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现在对方放弃了事态 显然已经是确定李三思不会发觉自己了 就算是这样 李三思也感觉到一个窥视着自己的人绝对不好对付 心思细密 很可能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对方就能够反馈到信息一时间消失掉 这个人精通隐匿躲藏 如果不是特种部队出身 就是一个武学高手 李三思实在想不到这个武学高手会是谁 他直觉上认为是纽顿 但是纽顿应该还不知道自己在海山场 因为这是绝对保密的 但是纽顿如果真的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自己的位置 想到这儿 李三思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身后如果真的是纽顿 那么李三思绝对是九死一生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能够在纽顿手下逃生 虽说已经误通了一旗之术 但是要用来和纽顿相互对抗 李三思知道火候还没到 光是纽顿那一手撕裂手天地圆盘 就足以要了他的命 李三思慢慢地走着 通过背后那种窥似感 李三思又否定了是纽顿 因为如果是纽顿的话 那一定对自己抱有杀意 而这种窥似感 却让李三思感觉并无恶意 并且能够找到 向道没有死角的位置观察自己 定然是对向道有着丰富的了解 而那种窥似感真的很微弱 微弱到 李三思只能够察觉到对方的存在 而无法具体得知 他来自于什么方位 如果对方能够加强这种势力 比如精神集中一点 李三思可以根据这些 判断出对手的存在 但是偏偏一切都那么不温不火 让人摸不到半点头脑 向道因为年代比较久远 所以青石板上有些边缘的青苔 李三思只顾着思考 一时间没有注意脚下 一脚踏上青苔生满的石板上 脚下一滑 整个人依照着怪异的姿态 朝旁边侧倒过去 与此同时 李三思感到 设想他那种窥似感 陡然间加强 这么陡然的加强 让李三思已经确定对方的方位了 身体在倒下的一瞬间 手肘支撑地面 借着那一点之力 身体一个翻滚 朝着侧面旁边翻滚过去 在动作的同一时间 他眼睛迎上自己正后方 偏右处的一个高楼楼顶 楼面墙壁 在雨水长年累月的冲刷下 有一大片面积的黄斑 楼顶上面 有一些高低错落的太阳能 秀极斑斑 一个身影在太阳能的前方 一闪而没 有些光亮射入李三思的眼睛 随即消失了 李三思身体一遇而起 顾不得拍干净身上那些污渍 朝着正面高楼 飞快地潜入过去 李三思挥溜溜地 走在回家的炮筒小路上 梧桐的树叶基本上已经变成 黄扑扑的颜色了 风一吹 就有无数的黄叶 变着花的掉落下来 打着旋 不少落在李三思身上 打在他略带着 污渍的长外套上面 发出扑的一声干脆的声音 然后荡开来 从另一边掉落 走在这条道路上面 本来应该是一种享受的感觉 但是现在 李三思表情并不那么享受 相反还灰头涂脸 刚刚放学冲上高楼 李三思首先在每一个 可能出现的位置 尽力了半晌 然后再冲上去的 他发动灵敏的耳力 在这个桶装的高楼里面 一边朝上方游走着 一边感知任何动静 一无所获 等他跃上屋顶的时候 更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 之前那种窥似的感觉 已经消失无踪了 对方就像是突然间蒸发了一样 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痕迹了 李三思暗中气馁 刚才他故意摔跤 就是为了探知对方的 但是现在 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一个 完全就是白摔了一跤 所以现在 李三思在回来的路上 一脸的沮丧 李三思走出 无同覆盖的小道 自己家的小区映如眼前 不过 在夕阳的微光中 一辆红色的跑车 出现在李三思的眼帘 这样的跑车 李三思再熟悉不过了 曾经不论是在记忆里面 还是在梦里 都能够梦到这辆红色 散发着蜡光的跑车 那是苏子轩的座驾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上面还有一对棒球发射器 在看到这辆跑车的时候 李三思心里面怦然一跳 红色跑车 正对自己家的小区 并不是因为停不进去 而是里面完全没有停车的位置 自己的小区内部相当狭窄 几百户人家的院子 中间栽种了黄角树 所以显得小区的环境十分狭窄 别说停留汽车了 就算自行车停几辆 都觉得相当不方便 不过 苏子轩的跑车 倒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那些平时间在小区里面 闲话最多的三姑六婆们 到远远站在小区的口子上面 观察着辆红色的跑车 苏子轩并不在车里 透过车窗 可以看到驾驶室里面没有人 哎呀 这车怎么这么光滑 李三思过去 抚摸红色跑车 对着玻璃哈了一口气 雾气弥漫玻璃 然后他用手袖仔细地擦拭了一下 整片玻璃好像钻石一样 那种光辉 那种反射 那种反射 哎呀呀呀 从玻璃透过的反射里面 李三思清楚地看到苏子轩 笑眯眯地站在自己身后 纤细的手指勾着钥匙 凑狭地看着面前的李三思 李三思只有一个想法 自己英明神武的光辉形象 就这么毁于一旦了 李三思同学 我能够请问你 刚才在干什么吗 苏子轩低下头来 看着李三思垂下去的眼睛 笑着说 我那个看这部车不错 跟你那个一样 我看看是不是你那一部车 哦 大色狼 就连对待一辆车 都那么色迷你的 我没有 你别胡说 你哪里没有 反正你就是个大色狼 好了 快上去吃饭了 你妈妈已经做好了 饭菜等你了 谁知道 你竟然在这下面 弄这些小动作 我要不是在你房间的窗户上 看到你 还不知道你会在这里 磨蹭多久呢 好了 苏子轩将手中钥匙 抛给李三思 从明天起 你就送我上学吧 我们停在坡道下面的停车场 然后走路上去 李三思一把接过钥匙 真的 怎么 苏子轩皱起眉来 不愿意 你说有种被钉烧的感觉 苏子轩很奇怪地看着李三思 他知道李三思很厉害 如果李三思说被人钉烧了 那绝对没有错 李三思的灵觉 在女神之心上 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毕竟 他曾能够事先感应到对手的瞄准 而避开子弹过 是啊 对手相当狡猾 你看看 为了找到他 我这身衣服都弄脏了 苏子轩扑哧一声笑了 难怪我看你 就像是刚刚和别人打了架回来一样 身上脏扑扑的 难怪伯母差点要一棒子 给你打在头上去了 所以苏妖精 你要小心一些 尤其是在进出学校的时候 李三思坐在床头上面 声音压得很低 和苏子轩商量着 因为自己母亲严禁他关门 我看那个人 并不是想要对你做些人吗 苏子轩想了一下 你也说过 他的那种窥视里面 没有杀意 我看这个人 应该没有任何的恶意吧 李三思点点头 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有什么动机 或者是我们学校的 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 不管从哪来 海神城里能够遇到这样的高手 绝对不可思议啊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海神城不是还出了 你这个超级高手吗 不光光是世界级七星级酒店 女神之心的负责人 七海海大的海地 更是这次强者云集的 奎迪亚棋学术比赛的三甲 这样看起来 你不是更为厉害吗 甚至于跟踪你的那个人 还差点被你揭穿了身份 相比之下 他的心里面 岂不是更加的震撼 哎呀 过早暴露实力 只是有必无力啊 而我却不知道对方的深浅 不过必须把这个家伙 赶快揪出来 否则这么一个高手 在我们旁边窥似着 让人又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心里面老是悬吊吊的 苏子轩抿着嘴 心里面若有所思 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我们所认识的 李三四突然想到一点 如果是大林寺派来的人 那这样的实力很正常 但是为什么大林寺要派人来监视自己呢 而且根本说不过去 如果大林寺对自己产生了什么怀疑 或者说有什么需要监视的 这些事情难道不能说出口吗 如果直接告诉自己派个人来监视自己 李三四就算是再不情愿 也会配合大林寺的行动 而这一点 今天那个人监视自己的位置相当巧妙 是在那一座有些年代的高楼 能够在蜘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巷道里面 占据全方位的视角 这些都是李三四在高楼上面才发现的 看周围的环境一目了然 而且在很多交叉路口 还被放置了看似不经意的镜子 用于反射死角里的李三四 李三四摇里摇头 不知道 那个人做得相当好 也相当熟悉环境 最为特别的是 他仿佛对这片地势了如指掌 就算是不是我们认识的人 他也一定在海山城待过一段时间 而且据你所说的那些布置 这个人应该是准备充分 事先教你的路线可能计算得非常好 你走入那条巷道的时候 他能第一时间就走上高楼 苏子轩点点头 房间里面充斥着淡黄色的灯光 但是苏子轩的眉头却纠结着 这个人这么仔细观察我 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推算一下 会不会是因为 你的表现太过于出众 所以被人盯上了 需要探听出你的来龙去脉 苏子轩问 李三四身体微微一震 很有可能 最近李三四的表现太过出奇了 又是在奎迪亚奇学术比赛上面冒出尖子 如果对方要对李三四有任何的怀疑 只需要一定的能力 拿到李三四历来的资料 就能够看出端倪 李三四伤痕累累的历史和惨不忍睹的过去 现在突然有着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信任何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惊讶 更何况是对海山城熟悉的人 如果这个人没有恶意 纯粹是为了摸出李三四的底细 那么李三四感觉 比那个人想专门对付自己 危机还要大 因为他背后牵扯到一个神秘而意义重大的机构 大林寺 如果被对方发现大林寺的存在 那就麻烦了 与此同时 李三四裤兜里面的这一批手机 此刻开始震动起来 那是大林寺传欢的信号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大林寺传的面打开GP手机了 他赶紧溜进了厕所 接通了电话 上面藏员的面容出奇的凝重 什么事啊 藏员师说 藏员一般来说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表情的 除非是遇到重大事件 或者十分难以解决的事情 倒是让李三四一颗心迅速沉入湖底 出问题了 藏员说 李三四 现在圣彼得堡医院竟然遭到人调查 有人在查探你的身份 证实你的过去是否在那养伤 幸好我们做了充足的善后工作 那里的关键人员进行了全部调换 你的入院资料也被清晰记录在案 才使对方没有查出任何端倪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人想要查你的身份 不清楚啊 但是今天我明显感到被人跟踪了 跟踪我的人相当狡猾 我用尽的手段 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 去往圣彼得医院调查你的人 好像都是一些国外的人物 你是不是被外国间谍给盯上了 藏员稍微低下头来 仔细地思索 外国人 难道是休明顿公爵吗 这不是没可能的 他来海山城只有少数人知道 但是这少数人也可能会泄密的 但是李三四又隐隐觉得 这不太可能 休明顿公爵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 而且现在斯托克公爵已经破产了 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现在怎么可能还来找自己麻烦 这件事情 我们会跟着追查的 你那边也要小心一些 如果身份被揭秘了 我们大龄四就危险了 在这件事情上 你一定要谨慎 注意安全 李三四点点头 我知道了 第二天上学 李三四是非常拉风 开着苏子轩的跑车 飞驰在阳光下的街道上 引来不少人侧目的眼光 一大群挤在公交车里面的雪上 在看到红色跑车飞驰而过的车 同一时间发出一阵赞叹 而也是跑车车窗不透明 要是他们发现 李三四跟苏子轩在里 保证会摔倒在地里 跑车停在铺道下面的 一个酒店停车场里 李三四跟苏子轩背着书包上学 不过这一路上 李三四再没有了被窥视的感觉 昨天一直跟踪他那个人 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早啊两位 陈辰旭从后面赶上 旁边是一向和他一起上学的米飞 四个人相互打了招呼 陈辰旭手肘架着李三四的胳膊 行啊李三四 既然隐藏这么大实力 你现在可是出名了 能在奎迪亚齐学术大赛上面 获得前三名 我的天哪 你怎么做到的 米飞跟着陈辰旭笑着 手上一枚戒指闪闪发光 看到李三四的眼神 陈辰旭得意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手 网上定的 情侣见着 李三四和苏子轩对视了眼 哈哈笑 苏子轩你知道吗 现在林青儿可是大名人啊 据说昨天一天下来 他就收了三份来自重点大学的招生合同 现在林青儿可是全国的名人了 他愿意去哪一所大学 直接就能够进去 我的天哪 我要是有一天成为林青儿了呀 那个要多好啊 陈辰旭一想着 四个人在坡道上并肩朝学校走去 迎来众多人的目光 一个奇长帅气 一个高大俊朗 李三四和陈辰旭本来就够吸引目光的了 更别提旁边的苏子轩和米飞 四个人走在一起 回头率相当的高 好了好了 陈辰旭你也别羡慕了 苏子轩笑着说 你现在努力一点的话 上个好点的大学也不是难事啊 陈辰旭看了旁边的米飞一眼 两个人对视一笑 有了米飞辅导 我的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放心吧 我会努力的 四个人说说笑笑 走上了坡道路 距离学校门口不挂二十米的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多了一些女生 扭扭捏捏的 有些手紧紧攥着笑裙 看着李三四这边 然后又迅速埋下头去 脸红的转向一边的 四个人依然朝学校门口走去 旁边的女生五个一伙的迎了过来 倒是让四个人微微一愣 陈辰旭有些不知所措 这 这干什么呀 李三四 我喜欢你 被五个女生围在中间的女生低着头 捏捏地吐出一句话来 四个人呆愣在原地 不错啊 苏子轩整了整手里的笔道 斜眼睛看了看李三四 教室里面光线很柔和 老师在台上面讲着课 不过李三四却感觉 自己这边的气氛很凝重 刚刚对方女生表白的时候 不光清楚地听在四个人的耳朵里 还清楚地被后方校门口的刘正贤听到 一脸的惊讶 哎 这时代变了 他的微信也没有了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 竟然会有学生当着他的面表白 刘正贤差点一个鞋子 隔空就甩了过来 不过 一来是碍于李三四 现在是校长面前的红人 二来对方也是高三的学生 宾林毕业 也已经不受他管制 李三四现在 根本不敢转过头去看苏子轩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也没有什么理亏的呀 怕什么呀 每次见到苏子轩 怎么就跟个软蛋一样 想到这儿 李三四鼓足了勇气 大无畏地转过头来 看着旁边的苏子轩 苏小甲 关你什么事啊 今天的事件 恰恰证明了我本人讨人喜欢 有女生喜欢 这至少证明了我的实力啊 怎么样 有没有向你表白啊 我们之间的差距 在此划分得很明显 如果有人表白 就要答应的话 说着 苏子轩从桌子里面 掏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信件来 那么我的这么多表白信 岂不是要让我忙死 李三四的声音 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 看着苏子轩面前 小山一样的信件 说不出半句话来 论起这些来 李三四才知道 自己跟苏子轩相比 完全就是小屋见大屋啊 李三四很明智的 收起了自己的态度 给苏子轩表白的信 被李三四全部都给拆开了 看了个不亦乐乎 本来就愁下面几节课 怎么打发呢 他就一封信一封信 拆开来看 不过有些信件内容 的确把李三四看得 肚子都快要笑疼了 让苏子轩忍不住 伸手过来掐他的肉 止住他的笑声 在此之前 老师已经三次投射眼光 看李三四 要不是因为李三四 刚拿到奎迪亚基 学出三甲的事的话 恐怕早已经一顿痛骂了 苏妖精啊 你先回家 保持联系 下课铃打响 李三四背上书包 将车钥匙放在苏子轩的桌子上 苏子轩点点头 收下钥匙 他知道 李三四是想要把对方 再次给引出来 手机拿着 保持联系 你要小心 李三四接过手机 点点头 先一步合着人流走出教室 他知道 对方绝对在某个位置监视他 既然对方对他有兴趣 就绝对不会轻易放手 所以 现在李三四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人给引出来 究竟是谁 有什么目的 而且 据昨天大林寺报告 竟然牵扯到了外国人 李三四走下校门坡道 整个人心平如水 感受着任何投向自己的目光 但是很奇怪 直到现在 身上没有半点感到 昨天那种被窥伺的感觉 李三四不做多想 他走过转角 拐进旁边的坡道上面 走过一线天连接着的稻田小路 这条小路 李三四再熟悉不过了 甚至于现在 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当初和苏子轩相遇 就是在这条小路上 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不是当初和林青儿闹了别扭 如果不是自己正好走上来 林青儿从上面走下去 两个人即将相遇的时候 李三四阴差阳错地拐进了这条小路 才会遇到苏子轩出现了后面这么多的事情 李三四走过小路 在纵横交错的稻田里面行走着 那些田坎高广的天空 风一吹就压低的稻草 显得整个环境仿若仙境 对方再也没有出现 难道说昨天已经打草惊蛇了 让对方放弃监视了 不过 在那么一瞬之间 李三四突然有一丝感觉 他走到前面农舍密集的地方 李三四在一只树木遮挡的位置 突然消失不见了 这一段的路程 李三四无比的熟悉 农舍之间错综复杂的小道 完全就是昨天那些建筑群的缩小吧 这里面仍是另有天地 他现在引进两座农舍的夹道里面 迅速朝一边潜过去 农舍里面错综复杂 李三四基本上可以依靠这里的地形 进行反追踪 一个身影 快速无比的从道路上面掠过 站在李三四刚才的地方 左右四望着 李三四无声无息的出现在房屋的顶上 他用的是大林寺结合东宁忍者脚步 所创作的在房瓦上面行走的技术 踩在瓦房上控制重心 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李三四看着下方那个人 那个人本来左顾右盼 但是突然间就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李三四知道 对方已经察觉自己的存在 他再也不掩饰 从瓦房上面一遇而下 扑的一声落地 米飞转过脸来 脸上浸满了笑容 三四 怎么你跑到我后面去了 吓我一跳 李三四看着面前的米飞 掩饰着内心的惊讶和震惊 你怎么跟在我身后啊 放学的时候 晨晨逊那小子说有事要自己走 我只能自己放学了 然后看到你一个人在前面 我就跟着你走过来了 米飞调皮的荼毒舌头 谁知道你走得太快 我跟不上啊 真不知道你这个人是不是动物 走路那么快 那你也要喊我一声啊 李三四呼出一口气来 人家想给你个惊喜吗 米飞嘴角弯糊起来 走吧 今天你可要代替陈陈旭 送我回家呢 行吧行吧 李三四假装一副 被你打败的样子 和米飞并肩而走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百七十五集 米飞 两个人迎着两边都是树林的农舍小鹿 朝前面走去 周围很安静 就连老黄狗都被拴着铁链 在农家人门口 安详地睡着觉 米飞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女生 精致的面容 优美的身线 就算比起苏子轩林青儿来 也丝毫不落下风 旁边的稻田很轻柔地摆动着 像是波浪一样 风吹起稻碎 飘舞在波浪一般滚动过去的稻田之上 像是破浪而去的海鸥 时不时传出一些沙沙的声响 昨天那个 是你吧 李三思和米飞走着走着 突然说出一句话来 呢 米飞茫然地看着李三思 你说什么呀 我知道是你 我故意摔倒在地上回过头来看 那个人影快速消失了 但是有些亮光射入我眼里 我一直不明白那亮光是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李三思说着 米飞脸上没有表情 那是你手上戒指的反光 和陈陈旭的情侣戒指 米飞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三思站定 米飞朝前面走了几步 也慢慢地停下来 看不到米飞的表情 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沉默 米飞微微低下头去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李三思 就算是你看到了戒指的反光 但是 也不一定是我呀 并不是我一个人戴着戒指的呀 的确 但被玻璃划伤却只有你一个人 你戒指上面两条纹路的割伤 很明显 是在放置玻璃的时候 不小心被割伤的 虽然很细微 但是我从刚才就一直在观察 似乎没错 李三思身体突然动了 搓成手刀 从一个侧面朝米飞肩膀削下去 米飞身体突然一动 身体朝后面退开 毫厘之间躲开了李三思的手刀 两个人隔空站定 双目对视 你还要狡辩 你究竟是什么人 接近陈真旭的目的 就是为了调查我吗 李三思感到有些愤怒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陈真旭无辜的受伤 他觉得他无法原谅自己 米飞的眼神突然有些伤感 终于结束了吗 终于 还是被你发现了吧 李三思不明白 为什么米飞的眼睛里面 会一瞬间充满了忧伤 但是米飞的来历绝不简单 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直就想过 在海山城美丽的生活 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 但是没有想到 最后这天还是来到了 米飞定了定 探手入胸前的衣袋里面 然后取出一份蓝底的证件来 美国驻亚洲区CIA 米飞 格兰 米飞深吸了口气 在李三思恶然的表情之下 说道 哥伦比亚大学最为年轻的心理学博士 莫扎特·艾迪生 斯坦福大学最为年轻的天才物理博士 诺曼蒂克里 就算是你不把你的名字 取得这么失忆化 根据你的天才行动 也使得我们对你产生怀疑 李三思呆愣在原地 太平洋联邦国的中央情报局 是世界知名的 而面前这个米飞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CIA的特工呢 更何况 原来自己临时为了搞笑取的名字 竟然成为了自己暴露目标的原因 而当初的方丈无锡 根本就没想过 米三思会拿到双料博士 毕竟 密宗传人已经七年没出现过了 所以任由李三思随便取了个名字 参加博士考试了 却没想到 他轻易获得了双料博士资格 一下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 和斯坦福两所大学 最年轻的天才博士 你一定很奇怪我是中国人 而且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成为年轻的CIA特工 实际上 太平联邦国在三十年前 就已经实行了少年特工计划 从13岁到18岁的美国公民之中 选出最为优秀的少年加入这个计划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国籍是美国人 至于中国的身份 只是我众多身份的其中一个 所以作为最为年轻天才博士的你 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够为国家工作 但是在查询你的资料的时候 才发现了不对劲 太平洋联邦国的间谍能力很强 你的那些资料 瞒不过我们 我不明白 就算是因为我的名字 引起你的怀疑 那么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李三思知道 大林寺间谍的水准 也不会比CIA差到哪去的 就算做出的资料 会被对方看透 但是善后工作绝对没问题的 不会让情报机构查到自己的 这一点 李三思相信 大林寺还是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 我们也一筹莫展 你只能够调查到 原来在两个不同州 两个顶尖大学流传的天才双料博士 竟然会是同一个东方面孔的人 米菲叹了口气 然后这个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无影无踪 就算是我们发动情报网来全力调查 也找不到一心半点的蛛丝马迹 我们开始担心这样的人才 或者极端组织所用 那么带来的危害将是绝对不可预计的 不过幸好 斯坦福大学考察团带回来的情报 给我们提供了前途光明的线索 李三思内心陡然一震 原来自己的暴露 是因为斯坦福考察团的到来 一个不经意的露面 使得李三思全然暴露在对方面前 两个人站在农舍旁边 另外一边是延伸出去的树木 在长长的道路上昭示着远方 里面有清晨和枯燕 层叠堆砌 在你消失了之后 我们就一直监视着斯坦福大学内部的一举一动 期望你能够再次地出现 露出马脚 但是斯坦福大学考察团 从中国海山发现的情报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在仔细地取证调查之后 既然发现 你就在这个海滨小城 所以我接到命令 打入你的周围 调查研究你 米飞说的话很随便 脸上也没有表情 却让李三四的心 像是吸了水的棉花样 越来越沉 而且我知道 在你的背后 一定存在着一个很秘密的组织 虽然没有头绪 但是我知道 否则的话 那些一切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 但是你背后的组织就像是一个谜 让我始终猜不透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李三四轻轻地问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些 米飞舒了口气 这是秋天的日子 天气有些转凉 一如她冰凉的心 或许是因为我已经暴露 快要离开这里了 希望你小心 米飞笑了 笑得很冰冷 感觉不到内心 就算我走了 中情局还是会继续对你的调查 虽然现在他们没有头绪 但是并不代表着以后没有 我发现你背后有秘密组织的事情 接替我的人 迟早也会发现 你还是好好地隐蔽自己吧 为什么你不把对我背后组织的推论写入调查报告里呢 米飞转过头来 留给李三四一个背影 摇了摇头 我只是推论 并没有证据 中情局内部竞争复杂激烈 我不留点底子 以后还怎么在里面混呢 米飞被李三四揭破了身份 此刻像是变化成了另外一个人 冰冷而成熟 让李三四很难把他和从前的清纯模样牵扯起来 李三四安静地站着 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那陈真旭呢 陈真旭怎么办呢 中情局做事情 向来都是这样不择手段的嘛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难道你和他的那些事情 都是为了接近我吗 米飞身体微微一震 驱地笑了一下 他没有转过身去去看身后的李三四 恋爱吗 小孩子的把戏 让他忘记我吧 你 李三四听到这儿 身上气势陡然间攀升了 瞬间笼罩着米飞 米飞依然像没有事情一样 朝着前面走着 如果你要我留下来 随时可以 李三四眼神本来精芒闪烁 但是最终气势还是消遣下来 唉 你走吧 玄儿说道 谢谢你 替我保密 米飞对李三四挥了挥手 不客气 两个人的距离就这样拉远了 像是旁边稻田压低的百幅 上空的云层突然聚拢交汇 黯燃燃着所有人的视线 一边的树叶在剑猛的锋利之中拼命地下落 刷刷刷地落了下来 李三四没看见 米飞在挥动手的瞬间 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落寞 陈真逊 我们始终走在不同的道路 对不起 李三四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米飞的事情让他再也提不起一点兴趣来了 他甚至不知该跟苏子轩如何说起 更不知道对陈真逊如何解释这一切 明天米飞还会出现吗 还是从今天开始就一走了之了呢 李三四的心绪在不断地起伏着 心里面有一种缓慢而究竟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像是慢慢涨潮的海水 不断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李三四 陡然听到声音 林轻儿站在这条小路的尽头 手上提着书包 安静地站着 声音仿佛来自于很久以前 像是李三四第一次遇到林轻儿 轻儿 你怎么会在这呢 李三四有些奇怪 林轻儿不回家 跑到自己家门口这条小路上干什么 我 林轻儿一改在学校那种冰川的模样 一张脸不知道是夕阳的光线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反正红扑扑的一片 我放学走路过来 顺便在这里等你 反正我们也很久没有单独说过话了 你在这儿等我多久了 李三四透过脑袋看了一下 苏子轩的红色跑车 远远停在小区门口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顺略过来的 林轻儿知道李三四今天没有先一步回家 他看到他和苏子轩说了什么 然后就自己背着书包出门了 而苏子轩还在桌子上默默收拾东西 林轻儿就快速跟了过去 结果到了门口就跟丢了 所以只能先一步来到李三四家的小区门口等他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76集 林轻儿的表白 手机震动起来 李三四拿出电话 是苏子轩用家里电话打过来 李三四看了林轻儿一眼 按下接通键 手机里面传来苏子轩的声音 李三四 怎么样了 没有出什么事情吧 啊 有些小事情已经解决了 回来我跟你说啊 嗯 挂了电话 两个人静力地站着 林轻儿双脚脚脚并拢着 国内的大夫大学 给我借来了入学书 可能等高考结束 我就要去那边了 还要考试啊 李三四挠了挠头 既然都录取了 还考什么试 嗯 萧芳说我随时可以过去 但是我想把高中读完 拿到我的毕业证书 也同时 也同时能够多留下来一段时间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舍弃不去 林轻儿的心砰砰跳起来 双脚冰龙 手紧紧钻着书包袋子 指质因为过于用力 而显得有些发白 李三四的心跳也突然间高了 他对于林轻儿的感觉 就像从前做的一个梦样 梦里面是林轻儿家的双层别墅 然后是林轻儿粉红格调的房间 粉嘟嘟颜色毛茸茸的玩具熊 带着一些兰花香味的房间 然后是旋转着直通底层的楼梯 最后是客厅的沙发 厨房餐桌 而这一切都成为李三四记忆里面 黑白铅笔描述出的场景 就连阳光都退减成为了线条 李三四微微点点头 林轻儿 我知道你会走这条路的 你那么优秀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么一天的 真是有些讽刺 不是吗 李三四 你的成绩竟然会一下子提升这么高 成为第三名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李三四吗 林轻儿握住书包袋的手突然一紧 为什么我觉得 我觉得离你这么遥远 李三四微微一愣 说不出话来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 林轻儿的脸涨红了 你应该也收到国内重点大学的来信了吧 收到了 李三四说 你准备上哪里 林轻儿有些激动 但是旋即发现了 又缩回了身子 微微低下头 我拒绝了 李三四很平静 所以让林轻儿也很平静地接受了 肩膀耸了一下 然后N了一声 两个人之间气氛再次归于沉默 你是个大笨蛋啊 林轻儿突然说 你为什么要拒绝 丹夫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你为什么要退回去 李三四略带惊愕地看着林轻儿 缓缓地说 你怎么知道是丹夫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啊 李三四好像突然之间反应了过来 眼睛大大的睁着 看着面前的林轻儿 难道 难道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退回去 你不想上大学吗 大笨蛋你这么努力学习 不就是为了考证一所很好的大学吗 林轻儿想狠狠地给李三四一拳 但是抬起手又打不下去了 为什么呀李三四 你到底为什么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李三四吗 不是那样的轻儿 我还是原来那个李三四 只不过心境不太一样 你是在恨我吗 你恨我两年前拒绝你的表白对吗 不是那样的 那么你要我怎么样 你要我重新对你说我喜欢你吗 那么我告诉你 我喜欢你 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天边的红云消失了颜色 夕阳落下去 周围没有了树叶声 风也不曾吹过这个地方 两个人安静地站立着 李三四表情惊疑不定 林轻儿心头狂跳 我喜欢你这句话 纠结了多少的勇气 最终才让林轻儿说出口 林轻儿的性格 从小到大 从来就没有向谁表白过 年少的时候母亲去世 更是让她性格无比坚强 但是李三四知道 坚强背后的林轻儿是脆弱的 她其实和李三四一样 有种深埋在骨子里面的倔强 而李三四也知道 要让林轻儿说出这句话来 她是下了多大决心的 林轻儿用李三四也加入 但复的要求 放弃了国内顶尖大学 水清的邀请 而填写了但复的入学通知书 但复大学也是国内的一流大学 她估计李三四一定会 毫不犹豫地答应吧 然后他们就能够在大学里面 重新开始 一切都会重来的 林轻儿知道自己很自私 这是她留下李三四的 唯一的办法 因为她实在不敢 当着李三四的面表白 有时候一句我喜欢你 在说出去之前 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但是当知道 李三四连大学的通知书 也退了以后 林轻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了 在那条李三四放学的 必经小路上等着她 那句说出口的 我喜欢你 合着渐落的夕阳 在这条两边 长满了枝繁叶帽 炮筒的小路上 最终地脱口而出 这句话出口 林轻儿全身 就像放下了 很重的担子一样 感觉一种 透入骨髓的轻松 原来背着一句话 也能有这么大的负担 我的另一半 又有很强大的实力 是一个盖世英雄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有一天 会开着宝马 奔驰 宾利 宝石节 伴随着天边涌动的五彩祥云 轰轰烈烈地来娶我 林轻儿的声音有些微色 原来那些不屑实际的幻想 只是停留在我的过去 我只看到王子的光芒 却忘记看到成为王子的艰难 这一点 苏子轩比我有勇气很多 或许 或许你是想和苏子轩 在一起了吧 大学 真的就这样要上大学了吗 林轻儿努力地抑制住自己眼泪里面快要夺况而出的泪水 看着李三思 什么时候 我们竟然相隔如此之远呢 林轻儿的这句话 让李三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也无从打起 如果说他心里面完全没有林轻儿的存在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林轻儿 毕竟是他曾经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女孩子 就像在记忆里面落下了印记 就算淡化的现在 也能感到从前的痕迹 但是 那也只是从前 林轻儿 就像李三思从前的一个梦一样 那个初恋淡蓝色而美好的梦境 和今天那句脱口而出的我喜欢你 逐渐重合到一起 重叠在面前这个女孩子身上 手机铃声响了 打破两人之间尴尬的沉默 李三思拿起电话 上面出现陈真旭的号 面前的林轻儿表情微微有些收敛 看着李三思 李三思摁下电话 话筒里面出现陈真旭急促的声音 李三思 米妃不见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她了 李三思心里面突然出现不好的预感 你别急 你慢慢说 米妃那么大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呢 她跟我说 她今天有急事要出去 上我先回去 到了家给她打电话 结果 我到了家以后 她电话竟然打不通了 然后打她家里面的电话 她也没回家 上次因为我找不到她 所以她临时的为我们两个买了手机 说好了24个小时开机的 李三思的眉头皱起来 或许是因为米妃的手机没电了 你先别担心 陈真旭 你不明白的李三思 那种感觉你是不会有的 我老走就感觉到了 米妃好像随时会离开我一样 她会时时正正的看着我 然后问我 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 我会怎么样 我有种感觉 好像米妃就快要离开我了一样 李三思 我很无助 我没有办法 我该怎么办呢 李三思叹了口气 她想起今天米妃说的话 她很想说 让陈真旭忘了米妃吧 但是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米妃现在已经关机了 疑惑把手机卡给丢了 已经证明了 她已经决心离开海山了 或者说不定 她现在已经在离开海山城的飞机上面 她压低了声音 对话筒里说 陈真旭 如果你还想见到米妃的话 现在马上下楼 我五分钟以后到 李三思挂了电话 然后给自己家打过去了 喂 只是短促的一声 苏子轩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苏妖精 拿上车钥匙下来 咱们去追米妃 苏子轩愣了一下 然后李三思就挂电话了 她迅速穿好鞋子 伯父伯母 我和李三思出去一趟 你们做好了饭就先吃 不用等我们 李夫李母在厨房里忙着做菜 听到苏子轩的话 探出头来 呵呵一笑 去吧去吧 你们要快点回来 看着苏子轩出门了 李母几枚弄样 对李夫说 哎呀 两个人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 李夫叹了口气 翻弄锅里的菜 哎呀 我们家的小子 什么时候能够配得上人家子轩呢 还不是你生出来的 李母对李夫翻了个白眼 他总是有进步了吧 李夫连连点头 想起李三思的学术比赛前三讲 也算也算 苏子轩跑去楼来 看到车前的李三思和林轻儿 微微愣了一下 将手中钥匙交给李三思 李三思查入车门 整个车顿时解锁 上车解释 苏子轩打开副驾驶 坐进去 林轻儿犹豫了一下 最终开了后座跟着进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轻儿问 李三思放开离合 脚踩油门 苏子轩的车起步飞快 顿时间 红色跑出带着发动机的嗡鸣 剑一样的飙出去了 米菲要走 我们要带着陈辰旭 在机场拦住他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7集 追米飞 那个人是米飞 苏子轩开始就很怀疑 跟踪李三思那个人 是他们认识的人 刚才陈辰旭打电话过来 找李三思 第一句话就是 米飞不见了 现在听李三思这么一说 以他的聪明 顿时就能够把握大概了 李三思点点头 林青儿却听得一头雾水 红色宝车在海山街道上面 飞驰着 一阵昏过去 引得不少人纷纷侧目 戛然而止 急速的刹车声 跑车很到位的 停在陈辰旭的楼下 陈辰旭正缩着个脑袋 握着手里面的手机 四处张望 却不想一辆红色跑车 在面前停下 车窗打开 现出李三思 苏子轩和林青儿的连来 李三思大声喊道 进来 陈辰旭再也不犹豫 打开车门迈上去了 李三思 你这也太拉风一点了 陈辰旭惊魂未定 这么豪华而高级的跑车 他也是第一次坐 米飞在哪啊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你打电话 米飞家里确实没人吗 我打了不下十个电话了 然后米飞手机也打了很多次 始终是关机的 陈辰旭点点头 我担心米飞出事了 李三思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呀 你快给我说说呀 李三思发动了跑车 跑车速度起步 轮胎靠地面急速摩擦的声音传出 车辆快速加速 强大的牵引力 带动跑车再次快速的飞驰而去 现在还不确定呢 等到了机场再说吧 我只觉得有可能 米飞要离开海山了 啪哒 陈辰旭电话掉落在地 他头有些低下来 车外的风景 在不断地飞驰过去 像是光景的线条 哗的一下过去一大片 米飞 你最终还是要走吗 陈辰旭的声音 带了一些遥远而来的酸涩 在整个车里面格外地清晰 李三思的车技越来越好了 苏子轩的跑车 在他的驾驶下速度完全展开 在环海路上面飞驰着 飞机场在海山城的海边山顶 一天只有三个班次飞机 早上八点 中午十二点 下午八点 现在距离八点还有半个小时 但是一里三四的车速 时间已经够了 见到米飞 自己能够怎么样 能够把他留下吗 陈辰旭坐在车里面 脸上表情很是寂寞 米飞戴着帽子 在机场候机室里面等待着 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所以只能选择离开 他没有理由再待下去了 或者是害怕再继续待下去了 美丽的海山小城 在候机室里 能够看到海山城美丽夜景的 透明玻璃倒影 米飞看到了自己疲惫的面容 他十五岁加入美国特工 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因为亚裔的关系 被派往执行亚洲去的任务 米飞大多数时候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 整理大堆大堆的资料 虽然他接受过训练 足可以完成最为艰巨的任务 很多时候 他都以自己是一个特工而骄傲 那是远远超过 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所干的事情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他开始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他开始怀念那些 闭日炮筒和阳光的日子 他甚至于害怕 害怕面对自己身份那天 他很想自己就是个普通女孩 平凡而普通 然后遇上陈真煦 平静的恋爱 米飞在海山城学会了遗忘 他会遗忘自己曾经接受的训练 他会遗忘精准的枪法 他扮成过很多时尚的女孩 出入太平洋联邦国的 各个高等大厦和繁华的商业区 他热情成熟 但是很多时候 他觉得那不是自己 那个在海山城被包裹的星空下面 安静甜美的女孩 好像才是真正的自己 那个旁边会有个男孩子 信誓旦旦拍着胸脯 说要保护自己一辈子的时光 好像才是真正属于他的生活 他同时也想要离开 如果再不走 他怕自己再也没有勇气离去了 这里仿佛有一种魔力 让他深深的桎子 他不甘于平淡 但是又渴望平反 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 在米飞内心纠缠 他不知道 究竟哪一个才是他 是那个穿着热裤 涂着光亮睫毛膏 顶着夜隔温帽 走在高楼大厦的女人 还是安静走在 绘卷一般的海山风景 穿过大片的炮筒 走过精致的店铺 最终远远看到那个男孩 然后展露出温暖的笑容 那个他 而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会好好在一起 很温暖的问句 却带着魔灵两可的回答 对不起 陈真逊 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 只是 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玻璃窗里的米飞 透过外面广大的海山夜景 显得格外的忧伤 李三思不断地拔高了车速 现在是盘山路 还有十五分钟 飞机就将要起飞了 他并没有把握 米飞会乘坐这班飞机离开 但是 这首先是堵住米飞的唯一道路 如果米飞不在飞机上 那么 他们会下来 在其他方面再继续找 如果他真的要走 那么 今天这趟飞机 是唯一快速离开的途径 最后七分钟 跑车刹车在机场路口 车门打开 陈真逊像风一样窜出去 朝机场大厅里面飞奔 李三思三个人随机下车 跟着冲了过去 陈真逊在四处搜索着 他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女孩的身影 希望能够在这里看到米飞 他不舍望能够挽留住她 但是最起码 他要拼命挽留住一些东西 尊敬的乘客您好 一四七二次航班即将起飞 请您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前往三号登机口 检票登记 米飞哈了一口气 秋夜开始降温了 玻璃上面迅速凝成了一团水雾 米飞伸出纤细的手指 在水雾上面 一横一笔地画了一个悲伤的面容 如果你惹我生气了 或者是我不高兴了 我又不想告诉你 但是又想让你哄我开心 我就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画上这么一个图案 你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 就要过来哄我开心 那么丑 好吧好吧 那 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能那么开心而纯粹地在一起 为什么在海山城 却感觉如此的熟悉呢 为什么在这里 就像感觉融入这里一样 日子过得缓慢而让人心疼 米飞横向不顾一切地转头 冲向海山城 横向不顾一切地 回到陈陈旭的身边 告诉她一切 然后 抛弃自己从前的身份 像一个普通女孩子一样 待在她身边 但是米飞知道 这一切绝不可能了 她掌握了CIA的很多重大情报资料 除非她做到退休 否则绝不可能从情报局里面脱离出来 就算以后退役 也会被严格限制为本国公民 禁止修改国籍的 如果想要在中国定居 是绝对不可能的 忘了吧 可能美国才是自己真正的生活 而海山 只是一个梦而已 只是宛如流星一样划过海山城的夜空 然后最终会消失在远方 米飞拿起了行李 最终走向了检票通道 陈辰旭 冲进了机场 距离飞机最后起飞还有五分钟 她像是疯了一样四处寻找的 候机室 厕所 每一个角落 李三四三个人随后赶到了 旁边有一些保安紧张地注视着陈辰旭 在飞机场里找人的情况倒是也很多 但是找不到人最后反常的也有很多 如果陈辰旭一旦有什么动作 他们保管会第一时间扑上去的 陈辰旭的心渐渐的冰冷下来 像是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一样 让他冰冷得好像快要窒息的心脏 传来一阵巨大的空洞感 连登机口都没有人在 米飞一定在飞机上 陈辰旭朝里面奔跑着 一下朝登机口冲了过去 旁边闪出两个保安来 一左一右将陈辰旭给夹住 一把安在地上 这里是3536 控住一个失常人员 他试图闯过登机口 目前已经被控制住了 我要找人 我要找飞机上面的人 我请你们放我进去见他 让我进去吧 陈辰旭被大力的保安按在地上 拼命地挣扎着 双脚乱蹬 你找什么人 今天航班调整了 飞机提前半个小时起飞了 一个保安吼道 陈辰旭突然之间就不动了 他整个人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那些气 因为降温的关系 迅速凝结成白雾 在他嘴前 不断地翻滚着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78集 圣约考试通知 李三四 谢 门卫的声音很大 在李三四家小区门口 这个院子里面 一般是一个骑着自行车 晃悠晃悠的游地员 将今天的信件送给门卫的 然后 门卫就站在一个凹形的小区院落处 只管喊就行了 用不着扩音器 整个小区的形状 就是一个扩音设备 只要站在中间这么一喊 保管整个小区每个角落都能够听见 来了 李母的头探出来 李三四和苏子轩还在学校里面上课 最近李三四成绩不错 两老心情很好 想到自己儿子就快以优异的成绩上一个好大学了 他们怎么可能不高兴 现在整个小区里面的人 不少人的耳朵腾一下就竖起来 在最近小区里面 议论最多的就是要数李三四 很大一部分家长都在用李三四这个传奇教育自己孩子 你看看人家李三四 从前多调皮 成绩多差 三天两头请家长 但是人家现在呢 人家起码知道该努力了 人家成绩好的都上电视了 你怎么不学习人家 有本事你也去给我娶个有钱又漂亮的媳妇回来 李富里母从表情古怪的门外手中接过信 拿过来一看 两个人表情顿时也呆住了 这是圣约大学专门发往海外学生的考试通知书 上面的英文李富里母根本不可能认得 但是旁边还有中文翻译 已经让他们愣在原地了 英帝国圣约大学考试通知书 几个大字 看得两老一愣一愣 面面相去 什么时候李三思竟然想要去外国读书了 苏妖家你走快点啊 李三思提着书包朝身后一甩 叫上苏子圈以前一号出了教室 开白笑 高三下半个学期 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 会上晚自习才怪呢 而且第三高中也是为了尊重学生 并不勉强上晚自习 全凭自愿 而距离米菲离开的日子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三诊考试顺利结束 所有的学生们都在做着最后的冲刺准备迎战高考 米菲离开那一天 李三思还在担心陈真煦心里面会有一段时间的过不去 但是在那之后的时间里面 陈真煦整个人都很积极 不仅上课也不说话 用心读书了 更是开朗了许多 但是笑容却明显的少了 偶尔笑起来 也是带着那么一丝的成熟的 嘴角渐长的胡须 明显深邃的眼睛 声音也更加稳重了 现在的陈真煦 以李三思的说法就是 已经修炼到大成了 可以顺利地成为妖怪了 因为李三思曾经说过陈真煦 你小子 要是从祸害人精修炼成妖 必须经过一次终身难忘的事情 而现在 陈真煦真就如李三思所说 经历了米菲的事件之后 最终成熟了 而林清二和李三思 苏子轩重新打成了一片 那天林清二对李三思的告白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的 同时掩埋在了心里的最深处 谁也没有提出来 就像是保存下来的秘密一样 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少了 笑容却多了 一切都在这个即将分离的季节 慢慢地酝酿和发酵着 李三思和苏子轩背着书包走到门口 然后李三思叹了个头出来 对林清二喊道 林清二 走了走了 来了来了 叫什么叫 林清二匆忙把石砖丢给旁边的男生 你今天回去抄完 明天还给我 早上老师要赶 最后一道题有些难度 我没有做 明天见 然后教室里面一大片男生 都射出极度的怒火来 毕竟现在李三思一个人 竟然有两个美女做陪 这是最近快要引起全校公愤的事情 李三思已经既上次被袭击过后 再次遭遇了两次袭击了 三次有火力的猛烈阻击 具体是 男生宿舍上空的热水瓶 暖水器 盆子锅铲 电饭包 花盆 竟然在同一时间 在李三思经过的时候 很不凑巧 不小心的 没放好的掉落下来 所以李三思知道 跟着两个美女走是很危险的事情 于是很明智的 拉上了陈真旭做陪 陈真旭没有李三思那么多话话长 听到和苏子轩林青儿一起回家 还是很高兴 结果当天晚上 就被送到医院打点滴了 李三思很遗憾的挂了个电话过去 表示慰问 陈真旭憋了半天 只吐出一句话来 你爷爷的 四个人在李三思的家门口分手 陈真旭自然担当了护花使者的任务 护送林青儿一路回家 苏子轩的跑车 被停在了一个租用的车库里 不可否认 每天开跑车上学实在是太张扬了 于是在苏子轩的坚持下 李三思只好跟苏子轩每天乘车上学 走路回家 现在到了家门口的时候 门卫倒是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两个人 然后说 小李啊 今天有你的信 你妈妈收了 上面写的都是英文 你们这些学生现在真是幸福 想当初我们连数学都没学过 李三思和苏子轩对视了眼 难道圣约的通知到了 两个人不再停留 对着门卫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齐齐跑向家里面 打开门 李富黎姆坐在沙发上面 茶几上放着两份考试通知书 李富黎姆的表情有些奇怪 面色为难地看着开门进来的李三思和苏子轩 妈 听说我考试通知到了 李三思高兴地进来 那就在这里 李姆挪了挪嘴 看着面前茶几上面的考试通知 李三思走了过来 拿起上面的通知和苏子轩对视了眼 圣约大学的入学考试 将会在未来一个月进行 因为考虑到李三思和苏子轩的特殊情况 又是英帝国公爵的关系 圣约大学那边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招生方式 类似于特招 但是还是需要托付分数 在380分的 要知道想进入圣约大学 托付分数起码要在600分以上 但是看李夫 李姆的表情 李三思倒是有些奇怪 李姆用手肘捅了捅李夫的腰 对李夫做了个眼神 李夫表情有些奇怪 随机还是看了看李三思 虽然不知道如何开口 但是还是勉强的说 三思啊 啊 那个 你要考国外的学校 我不反对 你现在的成绩应该也是不错的 但是 就不能考虑考虑 国内的学校吗 为什么呀 李三思有些奇怪 能够去外国读书 学习先进的理念 我是不反对的 但是呢 人家子萱去 是因为家里面能够攻得起 但是咱们家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李夫顿了顿 还是极不情愿的说 外国大学费用高啊 爸妈可能负担不起啊 李母也接口说道 听说随便留一个学 可能要好几十万的学费呢 三思啊 我们哪里去给你找这个钱出来啊 李三思和苏子萱对视了眼 突然笑了 原来父母是担心这个 先不说李三思身上 还有那三十万英镑的存钱 光是他七海之地的身份 哪能连学都上不起 苏子萱接口说道 没关系 不负伯母 李三思的费用 我父亲这边已经备齐了 他留学国外的一系列费用 都已经由他包了 李夫李母面面相去 苏子萱家包了自己儿子的学费 跟一系列费用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苏子萱的家里面 已经默认自己儿子 是他们家的女婿了 李夫李母想到这一点 心跳突然加速了 看到李夫李母陷入沉思 苏子萱进一步地解释 我父亲设立了一个基金 专门帮助李三思这种 进步大 但是又没有条件的学生 继续深造学习 所以伯父伯母不用担心 李三思的留学事宜 我已经帮他申请过了 这笔钱将会与我父亲的 扶持助学基金会负责 李夫李母双双握着苏子萱的手 哎呀 伯父伯母都不知道 应该跟你说什么好了 子萱丫头啊 我们家三思很不懂事 给你添麻烦了 其实我们俩啊 也是看到了三思的进步 这个孩子呢 本性不坏 我们也不奢望什么 只希望这个孩子呀 绝不是一个父亲人 不是 你们说的什么呀 李三思赶紧制止 苏子萱的脸已经通红了 李夫搓了搓手 看着李三思 人家女孩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你以后负了人家 李夫说着 一手削在桌子上 桌子一脚刷的一下就断了一个脚 有如此重 李三思愣住了 那可是实心的木茶几啊 李夫背着手 暗自的叫疼 虽然这个茶几已经是他做了手脚的 但是还是疼啊 看到李三思愣住的表情 李夫很是得意 看到了吧 当初你老子干过木工 这些小手段 当然不在话下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9集 女神之心的信息 女神之心的包裹 在这两个月期间里面丝毫没断过 斯托克公爵也时不时给苏子轩寄过来信件 大多数都是一些鼓励的话 不过也能看出 斯托克公爵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曾经因为苏子轩母亲的过世 妇女俩的关系达到了冰点 但似乎现在 斯托克公爵在家族的企业全面崩盘之后 也开始恢复了对苏子轩的温情了 斯托克公爵家族现在已经成为英帝国里面 人人吃笑的焦点了 毕竟一个公爵家族 竟然就这样的没落了 倒是很好的新闻载体 在苏子轩和李三思离开英帝国的日子里面 有铺天盖地的关于斯托克家族的新闻 人们迫切想要看到 这个显赫一时的公爵 现在落魄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中也有着其他公爵的炒作 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曝光 三个家族长老自杀 不少人间接跳楼 很多人顶不住这样的压力 甚至于连家门都不敢出来 斯托克公爵就是其中的一个 豪宅外面每天都蹲着记者 妄图记录下斯托克公爵的 任何一点灰心丧气的瞬间 但是基本上 豪宅里面的所有窗户 都成为了一个关闭窗帘的状态 外面的记者更是乐此不疲地蹲着 不过很大一部分人 是拿了斯托克公爵家族仇人的薪水的 所以现在如此卖力地帮着渲染气氛 这些对于十八公爵之一 英帝国曾经最为显赫的紫罗兰骑士团的团长 并且一路在英帝国历史中留下过辉煌业绩的 斯托克家族来说 绝对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 贵族的面子等于生命 现在的斯托克家族死气沉沉的 宣布破产之后 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太大了 使得斯托克公爵始终过着身躯剪出的落寞生活 唯一在精神上给斯托克公爵支持的 就是女神之心的顺利重建 当初依靠女神之心撑起整个家族 现在这也是斯托克家族翻盘的唯一途径 否则的话 斯托克公爵恐怕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女神之心的照片建设进度 在李三思的书棍里面堆了一大碟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专门游过来 从信件里面 李三思也知道 朗博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 精神也慢慢地恢复过来了 前不久 他的同事还专门过来慰问过他 不少人喝了一夜的酒 为这个他们曾经的上司告别 朗博从斯拉格死后就已经离职了 安心待在女神之心上面 支援他的重建 加强版的女神之心美轮美奂 有一张照片是从女神之心的观景台 向拜伯伦城市看 边缘停满了各种汽车 因为女神之心开业临近 所有来自于世界各地 想要忧心入住的都全部涌入拜伯伦城市里 导致一度宾馆人满为患 下面还附送了沙哈拉管家的一句话 希望届时两位负责人能够亲自进入女神之心 接牌仪式 李三思算了一下时间 刚好赶得上 先去圣约大学考试 考完之后呢 可以回到女神之心上 李三思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刚刚来到英帝国的时候 在飞机上遇到一个赌圣传人陈进筹 还跟他结拜成了兄弟 两个人约好了分手的一个月以后 在陈进筹和赌神决斗的东方公主号上面会合 为陈进筹筹筑权 他为此还专门买了一部电话 为了记录陈进筹的联系方式 而那部手机 也因为在保护英女皇的途中而遗失了 那之后 经历的事情太过复杂曲折 李三思竟然忘了这件事 李三思现在突然想起来 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李三思在厕所掏出这一批手机来 连通网络进入搜索引擎 搜索出了东方公主号的赌神大赛 上面总共有18万条信息 第一条的大字 让李三思头一下就大了 赌圣刘明汉 再出山会赌神 一招之差落败 当场吐血而死 一代赌戒奇才 终不敌百年赌神 其弟子去向不明 流落江湖 李三思扶上门框 这条消息太过震撼了 让他实在难以消化 想必是陈进筹 实在没把握挑战曾彦斌 所以不得以其师傅再度出马 结果却在赌桌上面 一步之差 败给了赌神 只不过陈进筹筹说过 刘汉明已经进入平和的心境 那是赌输的最高境界 赌输大成的刘汉明 输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可能是吐血身亡呢 不过 李三思也只能够扼腕长叹了 同时见 李三思心里面也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有机会 他一定要会会这个赌神 到底看看他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米老头 在教室里面分发着诗卷 今天考试并不是很难 最难的题目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 同学们在最后的几十天奋战中 最终会在高考中胜利的 教室上空的风扇 在呼呼地扇着 很久没有打草的天花板角落 一些蜘蛛网 丰富地覆盖着 教室上面除了头顶吊扇的声音 就是学生们的呼吸 和钢笔在试卷上面摩擦的声 米老头顿了顿 打破了教室里最后的沉静 大家最后的时间里面 身体保养也要做好 你们每天的营养也都是够的 最后时间里面呢 要注意休息 不能太过熬夜了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才能够直面高考 话一说完 教室里面回归写字的沉静 和电扇的声音 米老头从讲桌下面搬出凳子 坐在上面 看着下面坐着试卷的学生 高考的日子在不断地逼近 这是让好多人害怕的 也是让好多人期待的 这段时间里 所有的学生像是突然间长大了一样 就连那些曾经最为调皮的学生 现在也是乖乖坐在教室里 翻着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米老头还是很自豪的 现在整个高三五班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就连第一高中和宣德高中也知道 其中一个原因是林青儿 奎迪亚齐学术大赛的冠军人物 出在米老头的班级里 已经足够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了 第二个就是李三思 这个从前吊车尾的学生 竟然在突然间崛起 那个势头 最让所有老师都磕掉大牙 看着李三思一阵的冲锋陷阵 在学术大赛上面一路黑马狂飙 学术大赛五甲之中的棋三 都在米老头的班级里 让米老头的声势是一跃冲天 虽然校长没有明确表达 今年的奖金会有多少 但他们班级今年的这个表现 米老头对自己稳居信心 何况因为李三思 苏子轩和林青儿三个人的存在 使得米老头一下跃升为 整个海山城的名牌教室 找他补课的人都络绎不绝 不少人更是慕名而来 快把他们家的门槛都要踏平 光是那些补课的废 就已经让米老头笑得眯起了眼睛了 把上次因为李三思扣起的奖金 都给挣过来 相信很快就要步入有车一组 在斯坦福大学的资金支持下 外加这次奎地亚级的举办全学术大赛上面 第三高中的出色表现 已经名扬全国了 很多专家估计 海山城第三高中 在全国重点学校里面的排名 很快就要进前十 所以现在海山城的布局 已经变了一个模样了 第三高中稳稳排在第一 选得第二 第一高中排最末 未来的局势是一个什么变化 就再也不关李三思等人的事了 考试依然在进行着 看着一个个奋笔集书 以火闭目思考的学生 米老头有些感动 米老头还记得 当初奎地亚级举办全学术大赛之后 有记者采访他这位 延然已经成为了名师的老师 曾经问到过李三思 请问米老师 听说李三思这个学生 平时的成绩在你们班里 算是最差劲的 那你平时的时候 会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 比如说是打骂学生 罚抄作业 请家长之类的 我觉得 作为一个班主任来说 根本就没有权利打骂学生 威胁学生 更别提什么罚抄作业了 这都是变相体罚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师 都不应该这样 不公平地对待学生 请家长干什么呀 难道成绩是家长帮忙做的吗 有什么问题 我会跟学生好好地谈一谈 相互之间 毕竟沟通是最为重要的 学生大了 道理都明白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 这些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回到海神城的第二天晚上 在家里面吃饭的李三思 看到电视里面 明老头如此义正言辞的演讲之后 包着的半口饭 差点没喷出来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就算是李三思和苏子轩这样 决定了要去圣约大学考试的 但是校方建议 两个人还是要先通过高考 一来是有更多备考的时间 第二 并非圣约大学就不看高考成绩了 本身他们两个 就是斯托克公爵 动用了手中关系 为两个人准备的一次机会 本身他们就没有更多选择空间 圣约大学属于国际顶级大学 所以也必须先考察一下两个人的水平 在高出中国的高考 重点水平分数的情况下 圣约大学才会考虑的 否则的话 以圣约大学严谨的学术作风 两个人就算是有公爵在背后 也照样可以被拒之门外 所以李三思和苏子轩都在备战高考 其实李三思一直记得 当初林轻儿的话 所有的知识里面 我们学习的 也只是那种灵活的思维方式 多变的解题思路 用李三思现在的话来演绎 也就是锻炼大脑的能力 他当初选择心理学 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他想研究自己的意识流出现的原因 还有随意调动的方法 但是经过了这么久 对心理学的深入研究 他也能够做出一个 算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 在意识流出现的时候 他的身体产生了一种 奇怪而独特的生物电流 通过他大脑的每一个部位 包括运动和体感的感觉皮层 初级运动区和高级运动区 外加上视网膜的神经细胞 使得所有细胞产生了 异常活跃的兴奋 使他的感觉视力而力 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但是另外一个 很难解释的事情就是 他的灵觉也随之增强了 这一切又来如何解释呢 他想了不下50种可能 但是最终都不能够完全解释 这个现象 所以李三思还在不停地摸索 对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地挖掘 人体的潜能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潜能能够完全超出一切的科学 和自然解释 独立地存在 李三思想要做的 就是在将来进一步地研究意识流 到最终能够随意地调用出来 李三思并不反对 斯托克公学安排他进入 圣约大学的学习 好多知识都是相通的 李三思并没有远大的追求和报复 他不想要建立起自己的什么经济帝国来 他所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动机 都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 不受伤害 李三思接触了斯托克公爵家族 李三思加入了大林寺 一切都再也身不由己了 大林寺的敌人 斯托克公爵的敌人 让他不得不选择强大起来 面对未来的竞敌 保护苏子轩 保护所有他值得保护的东西 他的首要敌人是教父纽顿 以李三思现在来看 教父纽顿至少达到了相当恐怖的高度 他的武学不属于瑜伽 太拳 东阴公这些 甚至与李三思接触过的所有武学 但是教父纽顿恐怖的精神力 和那种出神入化的功夫 已经让李三思难以招架了 下次遇见 如果李三思不能有突破的话 那么绝技不可能在纽顿手下活下来 所以李三思逼不得已的选择强大 他要在圣约大学的研究中 给自己再上一个台阶 不光是利用那些知识作为跳板 更是要研究出意识流的来龙去脉 李三思自嘲地笑笑 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毕竟他还是两门的博士 想到这里 李三思还是有着隐隐的期待的 陈辰旭回到家里的时候 旁边的信箱里面 半折出了一档信件 裸露在外 在陈辰旭的记忆里面 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信了 陈辰旭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 很难得再回来一次 父亲是地质勘探员 母亲是水利测绘员 所以很多时候 很难得再回家一趟 在这之前 李三思一度十分羡慕 陈辰旭的自由生活 偌大的家里面 也就是他一个人 不过 自从陈辰旭上了高三 和米飞出现以后 陈辰旭就逐渐长大成熟了 而米飞的离开 永远是他生命里面 不能够揭开的窗吧 下面是永远也难以愈合的山口 陈辰旭在一直地努力着 他在不断地进步 如果出去李三思不谈 在整个高三五班里面 他算是进步最快的 不光是从到处十名 整整提高了一百多份 更是以不可思议的加分速度 还在继续着 陈辰旭一直相信他的努力 在某一天能够见到米飞 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米飞要离开他 而他反应过来询问李三思的时候 李三思也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努力吧 努力强大你自己 等你足够强大了 我会带你见米飞的 实际上当时李三思很想说忘记米飞吧 那个女人不是普通人 是你爱不起的 不过话到了嘴边 还是换成了鼓励 李三思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带陈辰旭去见米飞 但至少这句话 让陈辰旭生出了希望 不会就此堕落 有了李三思的话打底 陈辰旭本来已经是死婚一样的心 再次生出希望 所以他更加拼命地看书 拼命地学习 不断地强大自己 等着能够再次和米飞相遇的那一天 陈辰旭拿下门口的信件 信件来自中海 陈辰旭很奇怪 自己什么时候中海有朋友了 而自己的父母 此刻也不在中海 开了防盗门 陈辰旭丢下钥匙 换了拖鞋 关上门 在沙发上 沿着信封的纹路 拆开了信件 被牛皮纸夹入的信封里面 透出一股淡淡的香味 陈辰旭心里面有一些紧 就像是再也没有了保护的内心 被揭开窗疤一样 那是一张淡粉色的明信片 上面有着花边的流苏 有着淡淡的泡沫印刷 整个明信片看起来精致程度 远远高于一般的明信片 陈辰旭手有一些颤抖 打开明信片 她的眼睛陡然收紧了 心像是突然掀起的太阳黑紫风暴一样 哗了一下 正在原地 那是米飞那种轻柔而飘逸的字体 即将的考试中 加油 没有多余的话 但是却让陈辰旭像是瞬间积蓄了勇气 米飞一直在关心自己 一直在留意着自己 就算不用李三思说 陈辰旭也知道 米飞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所以 她一直对米飞患得患失 总害怕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候 米飞就那样离开自己 然后 李三思的话出现在脑海里 努力强大自己 等你很强大的时候 我会带着你去见米飞的 这句话像是有一种魔力一样 带着无穷无尽的信心 注入陈辰旭的内心 她知道 李三思是一个习惯创造奇迹的家伙 而现在李三思的成就 已经完完全全把她征服了 陈辰旭不知道李三思知道一些什么 但是 她始终相信李三思那句话 等到自己强大了 她会带着自己 见到米飞的 陈辰旭将写由米飞字的明信片 贴在胸口上 抬起头来 看到掉顶的天花板 米飞 我相信 我们还会相见的 我会变强大 强大到我的手 能够牢牢把你抓紧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1集 毕业 李三思看着自己面前的一大堆带田的同学录 这里面不光是班上同学送来的 基本上还有其他班级的 还有高二的 甚至于高一的 认得的 不认得的 全部摆在面前 光是拆下的那些让他填的纸张 都快把它给淹没了 然后 相比起旁边苏子轩那些堆满了课桌上面五颜六色的信纸 才让李三思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没法相比 林青儿也和苏子轩差不多 这两个女生 这段时间收的信纸和鲜花 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要钱那一样 让李三思很酸的撇了撇嘴巴 在这个即将毕业的日子 高三很多班级 经常是一大半一大半的桌椅都空着 一半的教室 除了少数学生还在听课之外 其他还在教室里面的学生 都在抓紧的补教 整个教室里 除了几双保持着闪烁的眼睛之外 就是陪伴着老师头顶上的呼呼转子电扇 以至于有一次 米老头很直接很生气的说 到了最后一个星期了 坚持不下去了是不是 有脾气 你们明天全都不要来 于是很默契 全班成绩好的 成绩差的 平时天表现好的表现差的 同一时间全部都逃课了 最后的日子 所有人就是这样度过的 以至于事隔很多年之后 很多人回忆起来 还是能够再像品尝一杯纯酿的美酒一样 感到当初那种 对平淡 而对未来惶惶然的内心 那是在遥远的岁月里 也抹之不去的回忆 凝结成伤 李三子每天会在笔蛋里面 满满汽取一罐墨汁进去 在下午第二节课的时候 就会在试卷上面 耗费完所有的笔墨 然后 照苏子轩借笔 苏子轩只会狠狠地瞪他一眼 最后极不情愿地从笔袋里面 拿出一支笔借给他 毕竟李三思是相当的懒啊 特别是现在面临毕业了 干脆连书包都不背了 每天最多就带一支笔 反正旁边的苏子轩是一个后勤基地 时间过得飞快 李三思 陈真旭 苏子轩 林清儿 每天都相约着走过学校 一条不同的上学小路 也一起相约着逃课 仿佛要将所有高中三年的一切 都浓缩在这一个星期里面过完了 大片大片的油菜地 纵横交错 但是已经没有了横拉着电线的建筑群了 两边种着树的坡道 这就是第三高中 他们最后记忆里面的第三高中 和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 实在是改变太多了 苏子轩对的一切 是显得陌生而又熟悉 林清儿是觉得 一切变化得太快了 陈真旭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李三思则是完全没反应 时光过得太快 稍不注意就临近了毕业 这些天 李三思在上网的时候 看到了网上的一张照片 那是女神之心在修复重建以后 在晚上进行一次灯光测试 和电力系统运作时候的模样 这是从拜伯伦城市的黄金海岸 远远拍摄的女神之心的画面 整个女神之心光芒璀璨 尾部大厦的鳞片 在夜晚显得精致而美轮美奂 水晶皇冠上面的五盏射灯 斜斜射向天空 更为精致雕琢了的面部表情 使得整个捧心的美人鱼 看上去就像是天仙下凡一样 网上的评价也只有一句 美丽绝伦的女神 李三思有些激动 明天将是最后一天上课了 然后将有为期六天的假期 最后是高考来临 这是整个全国都沸腾的事情 每年的高考都成为国内最受瞩目的话题 很多学校甚至打起了横幅 迎战高考权力不备 最后冲刺冲出未来 预祝某某高中考试再创新高 努力冲刺全国重点 基本上全国每个城市大街小巷 都拉起了这样的横幅 最后一天的上课 应该是整个高三里面来的最奇的一次 不论平时再怎么跳脱的学生 再怎么自由不服管输的不良学生 到最后都会整整齐齐的来学校 这一天教室里面很躁动 整个高三年级都是活跃的分子 摇头慌脑的 四处说话的 心头激动的 兴奋的夸夸其谈的 甚至于在商量着高考结束以后 填报什么志愿 人群就像是聚在一起的蜜蜂一样 嗡嗡嗡的吵闹个不停 但是迷老头进了教室以后 一切就回归了平静 所有的人一下子安静下来 就像是第一天到这个教室时候一样 同学们 和你们走到这一步 我很高兴 也有些失落 高兴的是 你们终于成才了 失落的是 我们相处了三年 最终还是要分开 迷老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人群中有不少人低下头去 有些伤感 迷老头扶了扶近况 但是呢 人生 要靠着自己去努力 你们未来的路 还很漫长 从高中毕业 或许你们会走上社会 或许你们会继续学习深造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路 都要记着你们今天的勇气 记着你们三年的学习 记着 你们这群同伴 迷老头眼睛湿润 但是隔着眼睛 外表却看不出来 同学们 预祝你们高考成功 同时 恭喜你们 你们毕业了 迷老头说完 最后一个颤音 消失在空气里的时候 人群还是寂静无声的 然后哗的一声 潮水般从角落里面开始蔓延 呼啸地传遍了各个教室 然后同时的 高三四班 高三三班 高三一班 各个班级 先后传出这样的呼啸 整个连在一起 声音像是滚雪球一样 有人攥起拳头 拳拳雷向桌子 传来一阵 从桌子复香传出的闷响 连带桌角衔接的地面 一些沉闷的众响传出来 然后 其他人如法炮制 桌子的雷响声传递出来 桌角摩擦着地面的刺耳响动 也夹杂着欢呼闷响 同时间传递出来 然后这样的声音 又开始从一个班一个班的响起 然后 这样的声音从十五个班级传递而出 惠为异谷 成了一种惊天动地 雷鸣一般的响动 迷老头 再也交不了几届了 但是 在李三思这一届的时候 他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信念 未来始终在创造着 不论是现在即将迎战的高考学生 还是已经完成使命 有一段短暂时间休息的迷老头 不论是刚入二十岁的年纪 大把挥霍青春的少年们 还是像迷老头这样 五十来岁 马上面临退休的教室 他们的未来都在不断地创造着 没有人走到了尽头 未来都是充满生机的 改变和创造 才是从死灰的土壤中 挖掘出生机的手段 教室依旧处于沸腾的气氛当中 一个学生嗨到了极点 将手中数学书脱手而出 数学书的书印 带着空气的阻力 和不同层次的进风 呼啦啦地翻飞着 越过了窗口 消失在五楼教学楼的 窗台视线之内 数学书从迷老头的眼前滑过去 甚至他还没有来得及 反应发生了什么 书就带着完美的抛物线 飞出去了 整个教室 也一下子安静下来 迷老头眼睛缓缓瞪大 瞳孔的焦点 集中在丢出的学生身上 同时 很多人的眼神也聚焦了过来 李三思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旁边的苏子轩 高高举起的拳头 定格在所有人的视线里 刚刚李三思兴奋到极点 苏子轩的数学书 就不翼而飞了 在迷老头跟拳般的瞪视下 苏子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放下了正要准备 锤在李三思身上的拳头 迷老头脸色变了变 但是最终 脸旁有些僵硬地笑起来 看着李三思 你回去不复习了 要丢的话 也丢作业本啊 人群面面相觑 怎么迷老头变得这么好舒服 然后下一秒 唰的一声 不知道谁带头 将定在一起的测验试卷 给一把撕下来 在全班的注视中 攥上一个球 然后扔向了窗户外 轰的一声 人群全部行动 除了手中参考书啊 什么考试差的试卷啊 作业本啊 小说故事会啊 什么铅笔盒 文具盒啊之类的 全都一股脑地抛向窗口 一时间 你老头感觉自己 像在一个战场上一样 周围全射呼啸的大炮飞机 高二的学生老师们 课也上不了 看着窗台上像是下雨一样 哗啦啦掉下的各种东西 你老头在枪林带雨里面穿梭着 来到了李三思的面前 他有些感慨 虽然不知道李三思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无可否认 李三思这三年的表现 已经完全打破了 他之前教学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 颠覆了他的教学观念 那些对李三思曾经的威胁 讽刺压迫 晦积到现在 他很想说一句对不起 但是又无从说出口 嘴唇在吸抖了两下之后 最终也只是拍了拍李三思的肩 加油 李三思迎上米老头的目光 米老头难得露出温暖而慈祥的目光 让李三思看到了他眼睛里面深深的歉意 谢谢 李三思点点头 洒出招牌似的微笑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痘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82集 高考 李三思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进入高级大学的自豪感 在他看来 大学无非是一个锻炼场所 也因为李三思现在有许多需要担心的 比如 在女神之心剪彩上面 教父纽顿会不会突然出现 对他进行暗杀 或者 纽顿只需要对他跟苏子轩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动手 就已经足够打击到女神之心了 所以 李三思必须要去压阵 凭借他的灵爵 感知教父纽顿的存在 而且 他已经通过撒哈拉管间 紧急照顾现在在外面偷东西的飞狼了 让他务必在剪彩之前赶回来 多一个和他同级别的飞狼 也多了一分把握 但是因为米菲的事情 李三思头一次 对自己的灵爵产生了怀疑 一来是 米菲和他们相处了这么久 他始终都没有看出米菲并非普通人 现在李三思仔细想想 悬而释然地笑了 米菲本身出现的时候 就给李三思一种神秘的感觉 但是因为米菲本身没有恶意 所以并没有透露出力气来 而米菲的高手气质 也误让李三思认为 那是美丽女孩子特有的美丽独特 就像苏子轩林青儿身上 那种独特的气质一样 再加上自己并没有怎么特别注意 所以很容易就忽略过去 并非李三思没有探查得出 而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戒心 用精神去感知 而自从李三思发现 背后跟踪的人是米菲之后 装作没有事地跟他走了几步 就立刻从米菲的行走动作等方面 看出了端倪 所以一句话揭露了米菲 而事实也真正的证明了 要像李三思那样 能够隐藏住自己身体 所散发出的气势 目前为止 也只有李三思一个人 能够掌握而已 而比李三思更为高明的人 比如教父纽顿 李三思只能够说 对方的气势强大到 让自己看不透他的深浅 而李三思又听说 黄海涛也将亲临现场 李三思同时间就想到 黄海涛那个孙女是黄山心 想到那个男人婆一样的女孩子 李三思就开始头疼 而到时候 现场还要面对这么多人 再想象到 即将到场的斯托克公爵 还有苏子轩那个哥哥李查德 李三思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临近高考 这几天父母的营养 倒是给两人配得很好 都是炖排骨啊 炖鸡之类的 使得李三思都感觉 自己有长胖的趋势 而他也对苏子轩那种 怎么吃也不胖的身材 明显的不满 李三思隐隐觉得 届时女神之心的剪彩仪式上面 场面肯定会很热闹 同时间也会危险的很多 因为不知道教父纽敦 会在人群中的哪个位置 对任何一个有关女神之心的 关键性人物 实行致命的打击 不过 也由不得李三思多想了 一切该来的还是要来 沙哈拉管家 已经将所有的防卫措施 准备妥当了 再加上飞狼 李三思和朗博这些高手 能做的 也都做得滴水不漏了 而现在李三思要做的 就是把面前这些习题看完 准备即将到来的高考 李三思估计 这次离开海山城 可能要走很久 以后再见到父母的机会 可能就少了很多了 想到从头到尾 跟着自己操心过来的父母 李三思怀着一种愧疚 他手里有三十万英镑 但是苦于实在 找不到什么理由给他们 说是彩票中奖吧 没有大林四的帮助 他也做不到 更何况 上次才刚中了一个环球旅行 这次要再中奖 也太巧了吧 只有以后在英帝国的手 一笔钱一笔钱的寄过来好了 就说自己勤工俭学 反正在英国打工 吹牛吹再大一点 也没关系 林道快要离开了 李富黎姆也感到有些伤感 李三思高考考完 最多逗留两天 就要前去英帝国了 这样李三思父母感到 欣慰的同时 也有些舍不得 现在倒是拉着苏子轩 问东问西的 英帝国的天气 圣约大学的位置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两位老人想得出来的 天马行空的问题 苏子轩是最让李三思佩服的 只要在自己父母面前 完全就像是一只狐狸一样 变成了众人面前的乖乖女 不仅嘴巴甜 就连回答的问题 也是恰到好处 所以自从苏子轩来了以后 李三思就一直处于失宠的地位 而现在 等他们快要离开了 父母才开始表现出一些 对李三思的不舍来 我说苏丫头啊 我们家三思 以后可要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苏子轩摆摆手 摇摇头 他这孩子心地不坏 就是有些笨了点 但是你也要好好教育他呀 你们两个要共同地进步嘛 苏子轩点点头 我会的 伯父伯母 圣约大学考完了试 你们就不会回来了吧 路上一定要小心 我和你的伯父很是想念你呀 苏丫头啊 其实有些事情啊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两老根本就没把你当外人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甚至感觉你就是我们的孩子 哎呀 这一走啊 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来看我们呀 李三思在房间里面写东西 越听越不对味 前面几句还是在关心自己 怎么到了后面 就根本跟自己屁事没有了 完全就是对苏子轩的不舍啊 李三思只有再次大声咳嗽 表示抗议 哎呦 这哪来的噪音呢 苏丫头 去把门给关了 好的 苏子轩踩着拖鞋走过来 关上房门 留下李三思一个人在书桌面前 寂寞的背影 陈辰煦时不时给李三思挂个电话过来 最让李三思惊奇的是 陈辰煦竟然收到了 米菲给他寄过来的明信片 这倒是让李三思有些意外 米菲不是说 只是为了接近自己 而答应陈辰煦成为女朋友的吗 她不是说爱情 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吗 李三思微微一笑 现在看起来 似乎也不尽然呢 虽然给陈辰煦的明信片上 只有短短的一句鼓励的话 但是李三思其实已经知道 米菲实际上对陈辰煦 还是大有情义的 否则 完全可以从此不再理会陈辰煦了 想到这里 李三思觉得 自己当初选择对陈辰煦说的话 完全是正确的 陈辰煦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所以他鼓励陈辰煦强大起来 一时间李三思突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的 被意识流给改变了 从前的李三思 什么事都会逆来顺受 屈服于命运的强大压迫力 性格在坚强之中带了那么几分懦弱 而现在的李三思经过洗礼 整个人变得更加自信了 有信心用自己的能力 去改变原本阻在他们面前的命运 李三思还是觉得 最后的几天过得太快了 不知不觉 从小学到高中的最终boss高考 终于在全国的瞩目下盛大来临了 海山城的高考 是在第三高中 宣德高中和第一高中 三个重点高中设立的考场 这一天 海山城全民动员 公交车对所有持有准考证的学生免费 李三思跟苏子轩踏出家门 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考试人群 通往宣德高中 第一高中和第三高中 公交车上全部是满满荡荡的学生 一辆越野警车开路 两边有交警摩托 一左一右的护卫 使得整个海山城无比的热闹 微微壮观的人群 看得苏子轩目瞪口呆 他从小在外国长大 还是第一次看到高考这种壮观的场面 走吧 苏妖精 李三思带头朝前面走去 融入了壮观的赶考队伍 李三思和苏子轩并不在同一个教室 在分别的时候 苏子轩转过身来 面对李三思 脸色出奇的有些微红 李三思 加油 李三思微微一愣 洒然一笑 苏妖精 你可不要落后我呀 好像你们两个完全忘了我的存在了 陈陈旭在后面上了 林青儿站在他旁边 从一早上就跟着你们两个 这一路上亲亲我我的呀 哪有 陈陈旭促促暇的看着两个人笑 然后一双眼睛瞟向旁边的林青儿 林青儿脸色有些潮红 看到众人看向自己 林青儿定了定神 眼神意味深长的瞟了李三思一眼 大家对今天考试有把握吗 李三思黑黑傻笑 有没有把握的 到了现在这个时刻 要硬着头皮上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大笨蛋 陈陈旭也揉了揉眼睛 是啊 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今天 来吧 咱们加油 向着未来愤怒吧 嗯 林青儿点点头 竖在脑后的马尾跟着跳动了一下 加油 放挺 苏子轩也眨了一下眼睛 四个人相互分开 走向各自的教室 同时 也走向代表着各自未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83集 告别 为期两天的高考 终于在铃声打响的时 接受的结束 李三思走出教室 轻轻松了一口气 现在高考结束 但是他和苏子轻还没有到休息的时间 明天收拾完东西 就将在斯托克公爵派人来接应之下 转机前往英帝国的曼彻斯特 参加即将到来的女神之心的开幕仪式 李三思的签证在前天就被办下来了 实际上有了斯托克公爵的帮助 这些问题自己根本不用担心 他和苏子轩的一切事宜 那边已经处理得很妥当了 剩下来的 也只是对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生活的海山城 一个暂时的道别了 从前一直想着 要快点离开这 避开父母的打骂 避开繁重的作业 等到自己上了大学 一切都会变好的 但是现在 真正要面临离开海山了 离开父母 让李三思又难以割舍 刺激着一去英帝国 很可能早则半年 晚则要一年之后才能够回来 甚至于让父母连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或许在离开很久之后 父母才来得及思念这个 总是惹他们生气 让他们操心的儿子了 苏子轩的存在 多少冲淡了李三思不舍的情绪 本来晚上是同学聚会 但是苏子轩跟李三思已经来不及参加了 从吃过晚饭开始 就在李富里姆的帮助下 开始收拾行李 苏子轩的车 斯托克公爵会派人专门负责运送的 明天会有一天时间留给两个人 休整和调整时差 后天就将启程了 第二天 李三思一觉差不多睡到了中午 然后接到电话 晨晨去劈头盖脸就是一痛骂 李三思 你小子要跟着媳妇跑了 英帝国的圣约大学 我的天哪 你小子走了什么高使运呢 在奎地亚基比赛里面拿个三甲 你就要上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了 虽然我知道要分别了 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吧 李三思顺眼朦胧的反应过来 我要离开的事 谁跟你说的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 你赶紧给我开门吧 我到你家门口了 你小子死定了 李三思醒来一看 家里就剩自己了 估计苏子玄和父母去买东西去了 晨晨去劲门就是一通臭骂 先是从李三思不讲义截开始说起 然后把李三思从前的糗事 和抓着的小辫子 一样一样的说了一遍 最后来了一句 你要是走了 那以后谁带我去找米飞啊 听到这句话 李三思想了想 放心吧 我会回来的 陈天旭啊 我走了以后 我希望你能好好锻炼自己 我一年回来以后 我会带你去见米飞的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见米飞的资格 在大学里面一定要强大起来 这也是我不愿意说出他身份的原因 因为就凭着现在的你 我们实在没办法接近他 你一定要努力锻炼自己 想尽一切办法 要像特工一样锻炼自己 然后等到我回来 咱们一起去找米飞 陈陈旭心头一震 什么 有没有那么严格啊 李三思 我虽然没有你来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啊 那你这辈子 也不想见米飞了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 米飞现在 应该是给美国的国家机关工作 如果你没有一点能力的话 咱们没办法去找他 国家机关 陈真旭难以置信地看着李三思 想了想 最终狠下心来 李三思 我相信你 我相信一年之后 你会回来 带我见米飞的 我会努力的 李三思 你知道吗 我很庆幸 有你这个死党 我一定会努力锻炼自己的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送走了陈真旭 家里电话突然响起来 李三思 屁颠屁颠地接起来 哎 苏妖姐 你们会给我带吃的回来吧 我这中午还没吃饭呢 电话那头 一阵沉默 然后一个女声响起来 李三思 还没吃饭啊 下来吧 我请你 下午我想去买点东西 你能陪我忙 林轻儿 李三思愕然 难道林轻儿也知道 自己明天将要离开了 怎么 不愿意啊 电话那头 林轻儿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李三思有些结巴 不 不是 你等我一下吧 嗯 我现在在朝你们家 过来的路上 五分钟后你下来吧 说实话 李三思看到林轻儿 是有些心虚的 那一天经历了表白 两个人一场默契的事后 什么也没有提 但是自从那以后 她觉得好像欠了林轻儿的一样 每次见到她 都有些心虚的难受 毕竟林轻儿是她的初恋 不过现在对林轻儿 李三思更多的是一种歉疚 两个人从餐馆里面出来 门口是长满了铺天盖地 炮筒的小道 转角有一家咖啡馆 然后再过去 是一家物美价廉的小店 他们曾经在这条道路上 行走了很多年 记忆里面都是周围树叶 被炙烤的阳光烤出的味道 道路斑斑点点的亮斑 延伸着通向远方 李三思嘴角还沾着饭粒 很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 吃饱了 谢谢啊 不用谢 林轻儿站在门口 她今天穿了一件蓝绒的外套 里面是紧身的T恤 衬着一条修身的牛仔裤 显得身材娇好 你答应过我 要陪我去买衣服 林轻儿难得地表现出 一个俏皮的表情来 拉着李三思 走向市中心的商场 李三思微微地一愣 随即自己的手袖 就被林轻儿给拉住了 只好无奈地跟着她走过去了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两个人的身影看起来 还是要比现在小生那么一圈 李三思那时候还很瘦长 轻瘦的眼睛里面 带着一些羞涩和闪烁 两个人也经常这样 走在街道上面 在一家一家店铺里面 试穿着漂亮的衣服 不过 一般是李三思跟着林轻儿 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 跟在林轻儿后面 累的是气喘吁吁的 现在的林轻儿 性格变得内敛了很多 然后 手腕轻轻绕过 李三思手臂之间的空隙 挽住了她的手臂 李三思在那一刹那 心里有些狂跳 两个人像情侣一样 走在街道上 男的奇长英俊 女生清雅靓丽 引来不少人的羡慕 李三思脑袋一片空白 就是苏子轩也没有这样挽过自己的手臂 李三思脑袋正在蒙的时候 就听到林轻儿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我知道你要走了 就让我们最后一次像小时候那样 快乐地逛街吧 林轻儿带着李三思逛了不少商场 凡是看中的东西 都会毫不犹豫地全部买下来 李三思从来没见过林轻儿会这样买东西 在李三思看来 这不像是买东西 更像是在进行某种发泄 老板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货呀 林轻儿指着柜台 橱窗里的衣服说 哦 这件衣服没有您说的号了 小姐啊 要不您过两天再过来看 我会给您留下的 不用了 给我包起来吧 林轻儿看也不看 随手丢出一张银行卡来 轻儿 你别这样 李三思轻轻地说 我别怎么样 我愿意买衣服怎么了 不是 你看你今天 已经买了十套衣服了 这也差不多够了吧 李三思看着自己手里面的一只手 提着的五套衣服 不够 我愿意买 我就是要多买 为什么不行呢 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我想把它们全都买下来 为什么不行 不过借你的手提一下而已 如果你不喜欢 你随时可以还给我 我自己来提 李三思正在原地 看着林轻儿 林轻儿 你怎么了 林轻儿像是突然发现 自己的反常 也是愣在了原地 是啊 怎么了 究竟是怎么了 为什么心里面 有这么大一种空洞的感觉 为什么心里面会隐缘的脚痛 为什么会这样 林轻儿慢慢地安静下来 轻轻地摇了摇头 从一句话不敢说的 售货员手里 接过包好的衣服 和银行卡 和李三思走出了商场 街道旁边 有专工人休息的木椅 林轻儿走过去轻轻坐下 踢着大包小包的李三思 也跟了过去 坐在旁边 想要说什么 但是最终也没有开口 李三思很想说一句对不起 林轻儿不是不想告诉你 而是怕你们难过 对不起 林轻儿却先一步说出口 李三思有些惊讶 印象里面 这还是林轻儿第一次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 对不起 我刚才不应该向您发火 是我没控制住 林轻儿手指紧紧地捏着衣服的口袋 陈辰旭打了电话 他说你母亲说 你要去盛约赌大学了 所以我有点生气 为什么你要隐瞒我 我们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难怪你不会选择去担负大学 不是你想那样的 轻儿 那是怎么样的 我是不想面对那种分离的场面 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们 我是想等到我离开的时候 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那你想过我们的感受没有 就算是一个朋友 突然之间听到你要走 然后你就这样走了 让我们本来以为还有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的相处时间 本来还以为有时间来得及道别 来得及相聚 但是你突然就这样离开了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李三思语色 其实 从林轻儿告白开始 他就不愿意伤害这个女孩子 李三思只想自己悄悄地离开 悄无声息地在他生命里面消失 林轻儿突然笑了 看着手中的衣服 这件衣服很早就想买了 但是一直在买和不买之间徘徊 直到我终于确认它适合我之后 最终却再也买不到适合自己的了 或许 这就是人生吧 李三思静默了一秒 轻轻叹了口气 轻儿 这不是人生 至少人生不会像衣服 不适合自己的时候 还可以再脱下来 想穿的时候呢 再穿上去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不合适 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如果你匆匆买到 或者匆匆决定要穿上这件 永远脱不下来的衣服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不合适自己 那么不是会痛苦一辈子吗 头顶上 有透过梧桐树叶 投下来的亮斑 秋天的阳光 不足以将梧桐树叶 烤出阴韵的味道了 但是秋天的风吹起来 却能带来树叶的清香味 人生只有一次选择 我不希望你会痛苦 李三思嘴角牵起笑来 弯出的弧线 映在林青儿的眼睛里 让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不介意的话 能进你肩膀拥有吗 好 李三思身体僵直 不自然地挺立着 林青儿的头 缓缓靠在李三思肩膀上 李三思 你知道吗 你是个好人 李三思心里面 有些充实的暖流流过 一句话也没说 有时候我倒很希望 你是个车头车尾的大坏蛋 那样的话 我也许就能忘记你了 秋天的阳光拉远了 淡漠了明媚的画面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等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4集 再见 斯拉格 李三思心里面有些难过 他很想安慰一下旁边的林青儿 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 他很想告诉林青儿 没关系的 我们还会再见面 但是前面的路 他又怎么能够说得清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大林寺的经历 李三思在面对任何强敌的时候 都抱着最坏的打算 强敌纽顿 各类黑帮 恐怖组织 还有人类社会的各种高薪斗角 明争暗斗 李三思清楚地知道 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面 究竟隐藏着多少的危机 正如大林寺玄慈祖祖师说的 和平年代的战争 比之真正的战争 更为惊心动魄 凶险何止数倍 李三思选择这条路 就已经注定了 不能回头 他甚至不知道 未来还会不会见到林轻儿 林轻儿这样的女孩子 应该是潜力无穷的 但富大学 才是他起飞的脚踏点 他会飞得更高更远的 直到最后完全忘记了 原来还有李三思这个人的存在 就让苏子圈暂时运用你好了 林轻儿把头从李三思肩膀上抬起来 整了整头发 李三思惊愕地看着林轻儿 你说什么 我说 就让苏子圈暂时先运用你好了 我不会放弃的 终会有一天 我要把你从他身边抢过来 林轻儿突然回复了从前那种自信 脸上带着洋溢的笑 那种冰山化开的笑 李三思 你先去吧 我相信不论你就算离开多远 你都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一直都相信 林轻儿说这话的时候 脸红扑扑的 这使他有史以来 除了冲口而出那句 我喜欢你 最为大胆的话了 李三思的脸 从脖子开始窜上头顶 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一个支起的火锅一样 面红耳赤 隔天早上 整个海山城第一时间沐浴了阳光 经历了终极考试高考 已经放了假的海山城 街道上显得比从前还要清静 李三思起得比平常还要早 他突然自己就这么醒了 再没有想睡的感觉了 未来的圣约大学就在前方 那可是国际著名大学之一 李三思隐隐有些激动 李富里姆突然不舍得起来 毕竟李三思这么一去 如果考上圣约 那可就是半年 或者是一学期的读书时间 除了以前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时候 李三思没有离开家过这么长时间 但是突然间一去就是半年 让李富里姆也开始 渐渐的不舍得起来 从李三思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梁老就千叮万主 让李三思注意这个注意那个 让李三思有些舍不得离开家了 一辆长条形的车辆 停在小区门口 后门打开 苏子轩和李三思对李富里姆 做了最后的告别 提着手提包 从旁边车门放进去了 苏丫头啊 半年之后 跟李三思一定要回来 李富里姆看着车上的两个人 在后面一个劲地挥手 李三思眼眶有些湿润 苏子轩的眼睛也同时有些湿润 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 终于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汽车发动 景物在慢慢地后退着 距离小区越来越远了 直到最后 自己父母的身影消失在炮筒和落叶 交接的景色之中 李三思和苏子轩这才转过头来 看着面前的一大堆行李 有些无所失从 前排副驾驶转过脸来 居然是朗博 呵呵的一笑 两位负责人回到女神之心 我担保女神之心一定会沸腾起来的 这几天呢 我们已经连续开了三个party了 我都快被喝翻了 对了 还没有给你们介绍 我旁边这位 久违了 前不久 神秘死亡的兄弟 斯拉格 啊 坐在前面开车那个人 戴着个帽子 让人丝毫看不出熟悉来 听到朗博这么一说 两个人齐刷刷把眼睛看向前面开车的男子 斯拉格脱下了帽子 转过头来 对着李三思和苏子轩 两指并拢 点了点额头侧面 行了一个特别帅的见面礼 然后转过身来 继续开车 李三思和苏子轩表情放射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来 朗博曾经是霹雳小组的卧底探员 应该是事先收到了斯拉格即将再次交易的风声献报 本身就是为了逮捕斯拉格的一个国际军火商而进入女神之心充当卧底的 最后 女神之心的危机过后 斯拉格在最后一单交易的时候 朗博把伪装突然接去 加上女神之心潜伏的雷霆小组成员 一举抓住了斯拉格的证据 最后斯拉格逼不得已 从女神之心捧亲的手掌平台上 跳入茫茫大海 尸骨无踪 而同时 也让李三思因为失去了一个战友 好一阵难过 特别是斯拉格的最后一句话 他想要做一个好人 让李三思内心非常震动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 也觉得相当感慨 谁知道 现在安然无恙 跟朗博有说有笑的在他们面前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 李三思奇怪的看着面前斯拉格跟朗博 和苏子轩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朗博呵呵的笑 实际上啊 我原本的确是为了抓我这个平生最大的敌手 所以冒充被革职 来到女神之心里打工 结果呢 却不想 前一步被斯拉格看出破绽了 知道了我原来卧底的身份 身份暴露的我 最终也跟斯拉格摊牌了 我们阴差阳错 由最大的敌人成为了最好的兄弟 我当然不愿意 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兄弟了 恰好在我身份暴露的时候 斯拉格终于也表示 将放下所有的军货交易 决定不再走这条非常危险的路了 于是我们串通起来 帮助斯拉格来了一个洗白的转变 我们将计就计和雷霆小组动手表演了这一幕 因为事关重大 雷霆小组的人也都不是傻子 所以我们只能假戏真做 为了尽量不泄密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其他人都没有说啊 两位还得原谅我们啊 李三四跟苏子轩对视了一眼 同时摆了摆手 这倒没关系 只是你们也太过大胆一点了吧 朗博输了口气 说实话 我现在想起来也是后怕 当时我们把一切都做到位了 不光是斯拉格那批军火 那基本上是他所有的军火了 现在也全部交给雷霆小组了 还有我最后开那几枪 斯拉格接过话来 是啊 那几枪虽然取下弹头了 但是打在我身上 威力还是不小啊 我跳下女神之心的手 差点晕过去 要是真晕了过去 就别想抓住暗绳 然后顺利进入女神之心 下一层的暗阁里面了 而且朗博的家伙 开枪也太准了 你们要是看我后背 还能够看得到 他用枪在我身后 打的北斗七星呢 李三才跟苏子轩面面相聚 对两个人的大胆和勇气 重新做了一番评价 等到雷霆小组离开之后 我发现斯拉格流血过多 昏迷了 所以呢 马上通过秘密渠道 拉去抢救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医生都不敢保证 能不能把他给救回来 所以那段时间 我一直消沉啊 我担心我假期真做 斯拉格真的醒不过来了 朗博似乎对当初 一幕还是心有余悸 叹息着说 哼 这也是个赌博啊 毕竟雷霆小组的人 也不是傻子 要是不这样 能瞒得过他们 不过 这一切都值了 从前的斯拉格已经死了 现在的斯拉格 是一个捍卫 是一个捍卫自由与和平的勇士 斯拉格说 车上的人都开怀笑了 毕三四心情大好 朗博大说 所以你就顺水推招 辞去了雷霆小组的工作 然后安心在女神之心上面 等待斯拉格的康复了 是啊 除了之后一些同事 时不时找我聚一下之外 雷霆小组 完全被我们给瞒过了 哼 也是真不容易啊 特别是斯拉格 几乎把自己的生命都堵上了 医生说 那颗空炮弹 只要再深入脊柱处 零点五毫米 它就必然昏迷 那么它也别想拉住 保险的暗生了 也代表着 我们可能就真就弄假成真了 斯拉格现在 估计已经竖起墓碑了 两个人的戏 李参斯到现在想起来 还感觉云里雾里 相信 就算是英帝博的雷霆小组 也百分之百地相信 朗博的确是对斯拉格下手 现在的斯拉格 已经完全蜕变 好像拥有了新的生命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语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5集 女神之心 加强版 飞机在平流层上飞过 看到窗外的雾气和云海 大团大团的白云裹成褶皱 从飞机旁边呼啸而过 李三思坐在飞机里面 豪华的环境 让他和旁边看杂志的苏子轩 浑浑欲睡 飞机降落在曼彻斯特拜布伦机场的广播声里 窗外逐渐显示出城市的轮廓和规模来 久违的拜布伦城市 被称之为流浪者都会驻足的城市 让李三思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特别是因为旁边的苏子轩在 让李三思觉得 一切都充满了美好和希望 同时 离家的惆怅也削减了不少 飞机转过角度来 女神之心宛如巨大美人鱼雕像的建筑体 出现在李三思看得到的海边上 头顶水晶皇冠的反光 倒是让李三思有一些金光闪闪的感觉 女神之心 就像是整个城市最为突出的建筑 助力在人工岛的海边上 给李三思一种率领千军万马打仗的感觉 身后的拜布伦城市 就像是美人鱼的部队 密密麻麻排布在海岸边 等待着从海面出现的敌人 而实际上 李三思这次也的确面临大敌 其中一个就是教父纽顿 再者就是修明顿公爵 两者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教父纽顿出神入化的能力 如果在女神之心开幕仪式上面出现 造成的破坏力将是相当巨大的 他出神入化的身法武功 如果在会场进行猎头行动 杀几个关键性人物 对于女神之心的打击 绝对是相当巨大的 而这也是最为有效的 打击女神之心的方法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女神之心上几乎聚集了 李三思这边的所有高手 机舱门打开了 朗博跟斯拉格相互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从行李舱里 抬出两个人的行李 朝飞机场之外走去 这趟旅程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长了 撒哈拉管家 金丝眼镜男 女神之心的内部不少管理人员 现在齐刷刷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李三思和苏子轩那一刻 镜像的鼓掌欢呼起来 李三思是受宠弱惊啊 心里面还是涌上一些亲切感来 李三思看着面前丰盛的午餐 整个长条桌子坐满了人 中间的银色烛台亮的有些刺眼 从直升机上面接近女神之心的时候 李三思终于近距离观看了 整个女神之心的容貌 全部的一切都像是华丽的水晶雕一样 尾部外层的水晶玻璃鳞片 让李三思惊叹建筑师们的伟大 现在的女神之心相比起从前来说 何止提高了一个档次啊 等到降落在女神之心捧心平台上面的时候 李三思发现平台的周围都镶嵌了一圈透明的玻璃 防止李三思斯拉格那一类的疯子 随便往下跳的情况再发生 现在呢正处于邀请嘉宾的阶段 我们已经通过了嘉宾名单 其中不少都是英帝国贵族人士啊 萨哈拉管家向苏子权跟李三思汇报工作 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会场秩序和保安设施了 同时也会最大可能的保证在开幕仪式上 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捣乱 我们给了英帝国除了 修明顿公爵之外的其他十六个公爵发了情帖 但是遗憾的是只有两个公爵回复了 苏子轩点点头 这也不足为奇 我们斯托克公爵在老一辈的时候树敌太多 和很多公爵家族产生过矛盾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表现也是正常的 对了 这哪两个公爵回复了我们的邀请 撒哈拉管家顿了顿 首先是西部威尔士地区的流浪者公爵 巴默汉伯 巴默汉伯公爵是在英帝国十七世纪崛起的 其本身并没有贵族头衔 而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小农 却受不了当时的英格鲁军队的压迫 所以发动了农民起义 最后被英格鲁王赵安 其率领家族的起义军重新反过去镇压农民起义 抵抗外敌 建立了不少功勋 最终被授予广大维尔士地区 封为公爵 这个公爵家族毁于参半 镇压农民起义 有他的血泪式 但是同时呢 抵抗诺曼人又有着不朽的功劳 又因为其建立的功勋卓著 所以呢 像狮子一样 被人称作为狮心王公爵 苏子轩点头 其实流浪者公爵 又是狮心王公爵的 乌尔士公爵巴姆汉伯 在英帝国鼎鼎大名 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受邀 参加我们的女神之心开幕仪式 倒是有些意外 那么还有一位公爵 是哪位 北埃尔兰的 被称之为精明者的公爵 汉明斯 汉明斯能够来参加 我们女神之心的开幕仪式 实属意料之中啊 的确 就算是所有的公爵都不会来 汉明斯公爵 自己都会跑来 苏子轩也笑着说 这个汉明斯公爵 到底什么人呢 是斯托克公爵的好朋友啊 旁边的朗博哈哈一笑 看着李三四 也不怪你不知道 汉明斯公爵啊 被称之为最为贪图 小便宜的公爵 和最为精明的商人 十二世纪中旬 英格鲁的诺曼底王朝 受命又被称之为 山丘之王的 刚锤汉明斯公爵 率领英格鲁的扩张军队 和早在公元九世纪 一居爱尔兰的维京人 在爱尔兰岛展开了激战 山丘之王 刚锤汉明斯 最终战胜了强大的维京人 为英格鲁取得了 爱尔兰的广大地区 被当时的英格鲁王 封为爱尔兰王 最后改封为 汉明斯终身世袭公爵 被爱尔兰的汉明斯公爵家族 一直以身体的强壮 和精湛的武艺 而闻名整个英格鲁王国 撒哈拉管家接过话茬来 不过现在 和当初的山丘之王 可没法比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尔兰的汉明斯公爵 换了一代又一代 也逐渐使这个强悍的公爵家族的 尚武之风越来越弱了 有句谚语是这样的 汉明斯公爵换代 衣服却越穿越多了 爱尔兰地区中年严寒 当初山丘之王就是打着赤膊上阵的 一身彪悍的肌肉和强壮的身体 让就算是敌人的维京人 也觉得钦佩啊 而之后的汉明斯公爵 因为爱尔兰地区的稳定 所以呢 也不专注于武艺了 身上衣服就越穿越多 最终到了手无腹肌之力 现在的汉明斯公爵啊 完全成为了一个 做着各种买卖的商人 从一代高大魁梧的山丘之王 蜕变到现在 瘦如而猥琐的公爵形象 真是遗憾啊 李三思点点头 一个家族的退化 的确是一种让人感叹的悲哀 啊 女神之心的最大赞助者 黄海涛黄老先生 将在开幕式的前一天到来 也就是明天 届时 斯托克公爵大人也将到来 为明天的女神之心开幕做准备 女神之心的总统套房 已经提前腾出三套 专攻黄海涛先生 和两位公爵居住了 网上订房系统 将于明天开启 昨天啊 女神之心的官网 已经有一百万流量了 而且今天还在节节攀高 我开始担心 明天订房系统开启 会不会瞬间崩溃了 今天技术人员 已经全部进行准备工作了 沙哈拉管家说得兴起 已经完全忘记 自己桌子上面的午餐 还没吃了 李三思则是一大口一大口地 吃着面包和沙拉 一边频繁点头 吃饭开会两不误 想到明天 黄海涛那个怪脾气老头就要来了 李三思就感到一阵头疼 天知道这个老头会让他做什么事 但是直觉上 李三思感觉这个事自己根本无法拒绝 但是偏偏又很难 李三思头疼得厉害 看起来平白无故的五千万赞助 不是那么好拿的 而斯托克公爵那边 李三思最担心见到的 可能就是苏子轩的哥哥 李查德了 李查德上次在女神之心被摆了一道 强行遣送回家了 这口恶气肯定会发泄在他身上的 而偏偏他又是苏子轩的哥哥 这让李三思感到很为难 沙拉管你做事 我绝对放心 只不过我最关心的 就是明天开幕式的保卫工作 难保不会在女神之心开幕的时候 有人会来捣乱哪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锦 猫豆 统筹如烟 后期淡淡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486集 汇聚 女神之心 沙哈拉管家点点头 这个倒是请负责人放心吧 明天的订房系统开启 届时 女神之心将会有370个房间售出 这是我们女神之心有史以来 一天内最大的房间流量 届时 全是社会名人 财富王子 所以这些方面的保护工作 就算是败不伦城也不敢大意啊 除了我们女神之心的安保之外 还有败不伦城市的警方 也同时进入了守卫工作 为图保证不会出现任何的闪失啊 李三思点点头 既然有了败不伦警方的援助 女神之心这边的安全问题 至少可以提高一个台阶的 虽然难以防范像纽顿一样的高手 但是 用来防止之前那种海盗大规模的袭击 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本来如果没有败不伦的警方 李三思准备调动海盗人手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 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了 圣约大学的测试 将在一个星期之后进行 李三思苏子轩 还有充足时间来处理 女神之心这边的事宜 明朗的女神之心夜空 加上女神之心本身的璀璨灯火 让李三思久久难以入眠 明天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纪元 对于李三思来说 代表着他真正脱离海神城的高中生活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更是在警察这个位置上面 挥洒了自己全部的青春 面前这个李三思 这个亚洲人士 从神情看起来最多不过是20岁的样子 可是竟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女神之心的首席负责人 更是七海海盗王公认的海地 这个外表看起来始终洋溢着笑容的少年 究竟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虽然不相信 李三思年纪轻轻就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 山姆警长还是出于礼貌 对李三思伸出了手 他觉得完全就是无稽之谈 说不定今天这一幕说出去 会成为整个拜布伦警方 未来三年的笑柄的 拜布伦城市的山姆警长 竟面对面的和一个高中生洽谈 李三思和警长握了握手 实际上 在山姆警长的眼睛里 警察是主要防务 而女神之心这些安全顾问和保镖们 只是一些临时凑的乌合之众罢了 和拜布伦警方完全没办法相提并论 只是山姆警长完全忽略了安全顾问的实力 他们原本可是军队里面 可以担任教官一类的退役人员 后来被请入女神之心主持防卫工作 有了绝对强横的实力 清长先生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李三思洒满了微笑 用力和警长厚重的手掌握了握 山姆警长平时是不苟言笑的 但是到了现在也不禁玩耳 面前这个黄毛小子说出这话 实在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不过 迫于对方再怎么说也是女神之心的负责人的身份 旁边还有那么多的安全顾问 和女神之心上层的管理人员 他也点点头 掩饰不住嘴角的笑意 不错不错 希望合作愉快 他这句话是对着撒哈拉管家说的 对着女神之心的安全顾问说的 对着上层的管理人员说的 但是绝对没有对着李三思说 斯拉格为了以防万一 女神之心今天到明天的开幕式 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名流 难保被人认出来 所以他特别进行了伪装 嘴边上贴了两片胡子 脸上铺了一层粉 头上戴了个南瓜帽子 看起来就像是阿拉丁神灯一样 站在朗博边上 斯拉格心思细密 山姆的表现尽收他眼底 他凑过来 小声在朗博耳边嘀咕着 这警察局长是不是傻貌啊 他还真以为警方这救世主啊 没有他们拜伯伦警方啊 我们就不能活了 上次海盗聚集袭击 怎么没见这群警察啊 朗博撇撇嘴 不予置评 李三思倒是没注意到 拜伯伦警察山姆那种 不以为然的表情 只是心里面放下了一个石头 由警方的介入 一切显得更有把握 明天的女神之心开幕一事 绝不容有事 直升机从天而降 女神捧心的平台 风呼呼地鼓动着 这是第二波女神之心的来客 平台周围都安置有 防止人坠落的玻璃护栏 不过 这些玻璃护栏都采用 很透风的设计 机舱门打开 斯托克公爵 手按着大马士格文 金刚剑水晶剑柄 从直升机上面迈步而下 斯托克公爵亮相的风度 无一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觉得眼前一亮 一身的袍服 略带金黄的头发 从前脑梳输向后脑 在后脑扎成一束 肩章衬着七个金色的叶片 随尾拖起这些金色叶片来 正中上面有条纹的金环 身红配蓝色的丝绒长袍 让斯托克公爵看起来 完全不像一个 年入中年的公爵 外表略显沧桑的英俊 还能够看到当年那种 依然的风采 随后下来的则是赛琳娜夫人 赛琳娜夫人 不愧是号称当年贵族的少男杀手啊 就算是两个儿子的母亲 现在也仍是风韵犹存 两个人走在一起 显得是郎才女貌 接下来是苏子轩的两位哥哥 谢富曼和理查德 理查德下飞机第一眼 就迅速扫向人群这边 看到李三思的刹那眼睛顿时聚合呈现 惊芒外露 苏子轩迎了上去 斯托克公爵显然看到自己的女儿 心情大好 笑容满面 那种四散出的魅力 让周围的人无不心服 就算是李三思突然也好像知道了 为什么苏子轩会这么漂亮 斯托克公爵绝对也是一代高手 光是往这一站 就给人一种渊庭悦志的气势 但是却又带着一种不羁而潇洒 想当初英帝国的皇家基建大会之上 永夺桂冠那种英姿 想必是有非凡的魅力的 这样看起来 当初英帝国正值青春年少的两位公主 能够齐刷刷同时看上这个英俊不凡的公爵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却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斯托克公爵一下来 李三思旁边的山目警长 心到终于能够看到一个做主的人了 脸上顿时牵起了微笑 朝着斯托克公爵走了过来 毕竟 斯托克公爵在曼彻斯特的广大地区 还是有着特殊的执行权的 本身也是上议员 虽然现在没落了 但是那也只是在经济上面的 本身警察界一直讲究权力 所以在山目警长的眼睛里面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公爵大人 您最忠诚的拜布伦警察局长 山目瑞奇接受您的检查 山目警长一副正脸迎上斯托克公爵 可刚才看到李三思那种轻视的模样 完全是两个概念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询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487集 汇聚 女神之心 像 山目警长 女神之心有了你的照看 我就放心了 斯托克公爵说的是客气话 但是在山目警长耳朵里面听起来 完全像一种托付 我们警察安排了60人的队伍 借时把守女神之心的各个要道 可以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借时 你们女神之心的安全顾问和保安们 就可以只负责协调维持现场秩序就好了 斯托克公爵点脸头 李三思微笑 朗博撇了撇嘴 也没说什么 第三波到来的 是英帝国的其他两个公爵 一个是威尔士公爵巴默汉伯 另一个是祖先具有山丘之王称号 而现在却是一个精明商人 涉猎各种行业的北阿尔兰公爵汉明斯 两个人基本上是一起到的 一辆破空的私人飞机 横着飞过拜布伦城市的上空 滑空的声音排开空气 震着每个人的耳朵都嗡嗡作响 然后停在机场 施西盲公爵巴默汉伯 下了私人飞机的同时 对面停下的劳斯莱斯 走向汉明斯公爵 两个人相隔对视 然后轻轻一笑 各自走上一辆直升机 朝女神之心前进 山姆警长有些紧张 毕竟在一天之内 他竟然接连见了三个公爵 这三个公爵都是一方的名人 更是在英帝国里面 无人不小的人物 英帝国十八公爵 被称之为是支撑英帝国 头顶天空的十八根顶梁柱 他们旗下的公司企业 其中很多是直接垄断 或者间接控制了英帝国 不少的行业产业 而他们基本上 全是英帝国上下 参议院的重量级议员 本身有着行政执行权 每个地区都有着广阔的势力 三大公爵齐聚女神之心 这让山姆警长手足无措 平台可以容纳三辆直升机 两辆直升机先后降落在捧心平台上 斯托克公爵当先迎了过去 狮心王巴默汉伯公爵 留着长长的大胡子 一派粗犷的样子 看来他的样貌 基本上继承了家族 尸心王的称号 带着一种狂野的气质 刚下飞机 孝顺就掀一步爽朗地 传递进迎接的众人耳朵里 人家说女神之心 号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酒店 我之前还觉得众人夸大呢 现在这一看呢 才知道什么叫做名不虚传 巴默汉伯公爵 是斯托克公爵在建筑大赛上面 唯一结识了一个对他没有怨分之意的公爵 相反 两个人有着一种类似于战友的情感 斯托克公爵仅仅一箭之插击败了巴默汉伯 但却让巴默汉伯输得心服口服 两个人因此互相视对方为平生的知己 只是因为威尔士土地距离曼彻斯特太远了 两个人又身为公爵 基本上很少见面 不过有时候友情就是这样 一旦产生了 就不会因为时光的变迁而转淡的 久违的两个公爵见面 斯托克只觉得倍感亲切 两个人相互拥抱 互相拍背 巴默汉伯哈哈一笑 时隔多年 还是很怀念你这个家伙出神入化的剑法 这些年来一直莫马立兵 期待与你老哥再来一场痛苦的大战 斯托克公爵带着贵族式的优雅微笑 随时恭候 汉明斯公爵的直升机挺稳 一个瘦小的人头 缩头缩脑的叹了出来 迅速打拥了一下周围的迎接的众人 然后又缩了回去 随后走了下来 所有人看到这个男子走下飞机 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猥琐 简直像一只黄鼠狼一样 汉明斯公爵出意见众人 还有些腼腆和紧张 但是随即在人群中撇到斯托克公爵 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 静止来到斯托克公爵旁边 斯托克公爵大人满面红光 看来女神之心的营业额又将再攀一个高峰啊 我相信以后 我们会有大把大把的合作机会在前方等待着 看到汉明斯公爵这个样子 斯托克公爵心里面有些不舒服 只是碍于礼貌 还是伸手跟汉明斯公爵握了握 同时心里面深深感觉 这个羽绒府里面的汉明斯公爵 确实有些糟蹋了祖先山丘之王的名号 传到他这一份 身体的抵抗能力都完全退化了 更别替当初山丘之王威震埃尔兰的一身横练的肌肉 巴默汉伯瞥了一眼汉明斯公爵 屈了一声 拖着斯托克公爵的后背 谈笑风声的朝女神之心里面走去了 李三思和女神之心的众人迎上汉明斯公爵 汉明斯公爵一双贼眼睛在人群当中瞟来瞟去 最后落在苏子轩身上 顿时双目放出油亮的光芒来 带着一些滚动的亮光 但是随即就被李三思的轻壳给打断 汉明斯公爵一脸不以为然的看着李三思 然后就被沙哈拉管家带领的女神之心高层 给接近女神之心内部了 皮卡丘出身 为了迎接黄海涛 专门为此坐飞机前往了法国 估计现在 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就可以抵达女神之心了 从直升机平台看过去 拜伯伦海岸的车辆水泄不通 这倒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把车停在海岸上 而是因为女神之心的关系 全国的名流纷纷聚集入拜伯伦城市 城市里面距离女神之心比较近的停车场 早就停满了 所以大多数人就把车沿着海滨大道停了一圈 因为车停的太多了 索性交警也不管了 只是去往女神之心所在的 刘明月人工岛的两条跨海大桥 已经被警方设了关卡 只有里面的业主能够进去 因为上次女神之心被袭的关系 导致整个英帝国都有一些惊慌 所以这次 拜伯伦警方是如临大敌 为了防止还有人混入女神之心破坏 这次进入女神之心的嘉宾和旅客 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 而确立了身份 目前女神之心一日的接客人数上限为三千人 而现在 齐聚拜伯伦城市的旅客 又何止三万呢 其中还有好多社会名流 所以拜伯伦警方就更为重视了 黑色直升机出现在远方的天空上 先是一个小小的黑点 随后越来越近 凭借李三思的眼力 已经可以看到直升飞机上面 女神之心的标志了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波特邀嘉宾 女神之心的最大赞助者 具有邪人称号的华裔富豪黄海涛 李三思有些紧张 女神之心的保卫力量 应该来说是不差的 山姆警长虽有些自大 但是也不失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局长 他手下60名警察 李三思也一一见过 倒都是警队的精英 相对于女神之心的安全保卫来说 当然要高不止一个档次了 而除此之外 拜布伦警方在女神之心周边投入的警力 已经不下3000人了 以防止外部的敌人入侵 斯托克公爵 是属于纽顿那一级别的高手 今天下飞机的巴默汉博公爵 实力不在斯托克公爵之下 而汉明斯公爵 眼神闪烁 本身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 如果不是一个确实的窝囊废 那就是隐藏了实力 实际上 自从米菲的纰漏之后 李三思已经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再多了一层 或许其他人用的方法 跟李三思隐藏气势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 却也能够将气势转变 或者是隐藏起来 就像米菲一样 直升机慢慢停稳了 李三思的心同时抽筋了 苏子轩在微风中微微闭了闭眼睛 轻轻轰的一声打开 邪人黄海涛 戴着一顶黄色的西部牛仔帽 身上穿着一套休闲西装 完全不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身手 两下就下了直升机 朝众人走过来 显然见到李三思比较兴奋 实际上 苏子轩是觉得自己父亲失礼了 对黄海涛这个赞助人不闻不问 只是当成一个有广告回报的商业报酬了 的确 五千万美元 在斯托克公爵的全盛时期 确实不算什么 而对于苏子轩准备向他汇报 说明黄海涛跟李三思 如何签约和条件的过程 斯托克公爵反而不闻不问 他并不怎么关心李三思怎么样 实际上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喜欢李三思 他甚至都不会多看李三思一眼的 就算李三思对斯托克家族有恩 但是到现在还不足以让李三思 在这位高傲的公爵心里面 留下一些什么痕迹 所以斯托克公爵直接和两位公爵 去了会客厅了 黄海涛就只留给李三思和苏子轩迎接了 然而 黄海涛见到李三思的第一句话就是 哎 孙旭啊 差点让李三思跟苏子轩滑倒在地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语榜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488集 纽顿的名号 谁是你孙旭啊 李三思大喊道 不好意思啊 一不小心嘴快了 不好意思 黄海涛摸了摸后脑勺 头上的牛仔帽上下翻动着 我看你心里面一直在打这个主意吧 李三思嘴巴有些抽筋 没有没有 哎呀 英格兰风光不错啊 这次我和孙女过来 立刻被这里的美景给吸引了 我临时决定 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李三思突然反应过来 什么 你孙女也来了 黄海涛威一点头 黑色直升机的螺旋桨 缓缓地减弱下来 先是皮卡丘畜神走下来 和李三思党人打了个招呼 然后 一个戴着黄色格纹翘帽 身穿白色T恤和牛仔裤的黄山心 跟着走了下来 一双眼睛看向众人 在扫向李三思的时候 直接投了个白眼过去 然后转移到了苏子轩身上 眼神就柔和多了 我的孙女呢 也高中毕业了 我临时决定 就在你这个女神之心上面 度过这个假期 至于上哪个大学 嗯 我再慢慢考虑 黄海涛不怀好意地看着李三思 啊 你孙女都已经毕业了 我才高二呢 我还早着呢 李三思同学 海山市第三高中 毕业生了 我哪能不知道啊 要不这么着吧 我看看你准备上哪所大学 到时候我安排一下 同一时间 李三思把眼神 瞟向皮卡丘出身 后者明显有些心虚 凑到李三思耳边 用只有两个人 才能够听得到的声音说 我没办法啊 逼不得已被套了出来 不过你要上哪个大学 我可是没透露啊 哎 绝不能让黄海涛这个老家伙 知道自己要去圣约大学 这是李三思反映过来之后的 第一个想法 李三思打着哈 邀请黄海涛进入了会客室 其实李三思还有一件新事 就是飞狼的消息 飞狼前一阵给他发了信息 要去进行一项新的行动 偷盗艺术品 但是随后 他的手机就处于关机状态 然后让萨哈拉管家联系他 也没办法联系上 现在更是音讯全无 面临女神之心的开幕 飞狼还没有出现 倒是让李三思不由自主地 开始担心起来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吗 以飞狼的身手 除非面对扭顿那一级别的高手 否则就算是在重重围困之下 也能够全身而退的 现在距离女神之心 开幕仪式还有最后一天 但是飞狼却偏偏没有出现 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的 李三思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 等待飞狼的归来 扭顿 巴默汉博思量了一下 咒着没说 就是那个 号称是世界五大黑帮之一的 黑手会的教父扭顿啊 不错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可能会是到时候 现场捣乱的潜在威胁 我们杀了他的首席教徒 这个人牙字必报 有可能会在女神之心下手啊 据我看 李三思苏伦小姐 将会是她最为显著的攻击目标 此刻 沙哈拉管家在会客厅里 整个广大而豪华的会客厅 成一个环形摆设 桌椅茶几都是环形摆放的 斯托克公爵 见到随之而来的黄海涛的时候 脸色有些微微转变 玄机只是点头打了个招呼 自顾自的和旁边的巴默汉博公爵 又说起话来 再不理会黄海涛了 黄海涛只是一愣 也没有多说什么 竟只找了个沙发坐下 正对着横过会客厅的两张豪华座椅 上面的斯托克公爵 黄海涛坐着的位置 只是给苏子轩李三思这一类的 女神之心负责人坐的 方便向对面主位的斯托克公爵 汇报工作情况进展什么的 现在黄海涛这么一坐上去 倒上李三思再不好挪位了 因为黄海涛应该是对面主位就坐 现在则显得要比上面的三个公爵 矮了一层 沙哈拉管家 面色有些为难 小心地俯身下来 对黄海涛说 黄老先生啊 要不然你坐正前方那个位置 你身为最尊贵的嘉宾 应该坐那个位置的 这是给负责人们汇报工作做的 黄海涛似乎不以为然 大赞说 嗯 这个沙发不错 我就坐这儿了 想当初我创业的时候 我还坐冷板凳了 既然是我闲职坐的地方 我就挨着坐了 孙女儿 过来 陪着爷爷 斯托克公爵 巴默汉伯公爵 还有精明的汉明斯公爵 三个都是眼观六露的角色 黄海涛的话 准确无误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 一方面感叹这个东方老人 有一口流利的英语 一方面也对这个粗鄙 毫无绅士风度的老人 产生了一种不屑 理查德和谢夫曼 坐在斯托克公爵的另一面 和赛琳娜夫人 一同坐于仅次于主位的位置上 从李三四刚刚进来的时候 理查德一双眼睛 就没有从李三四身上挪开过 理查德能够感到 理查德那种射过来的 如追刺一般的目光 但是又苦于 他是苏子轩的哥哥 并不能有所行动 只好不去看了 等到众人就位 对面的汉明斯公爵 突然微笑起来 想必这位 就是女神之心的 最大支持和赞助者 黄海涛黄老先生是吧 黄老先生的大名 在我们商界很传奇啊 汉明斯公爵 本就是生意场上 没打滚的人 从黄海涛刚进门开始 他的目光就已经再也挪不开了 旁边的斯托克公爵 听到赞助这两个字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灰色 脸撇向一边 再也不去理会正面的黄海涛了 黄海涛呵呵一笑 都只是虚名罢了 我只是追求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看到女神之心的发展 我感到支持这么一座 局势文明 并且有着无数美景的酒店 是我目前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了 我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要做 看到黄海涛眼神撇向自己 李三思很明智地把头给低下 不敢转向这一边 斯托克公爵 不愿意再纠缠这个话题了 你对女神之心的支持 我们领受了 如果你要在女神之心上面度假玩耍 那么请您随意 您将拥有着我们终身的会员权利 那么明天的开幕仪式 我们是否准备妥当了啊 沙哈拉管家说 一切准备妥当了 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明天的开幕仪式 将会像上次一样 被人袭击 被人恶意破坏 其中最危险的就是牛顿 拜伯伦警察局长山姆轻笑 牛顿呢 他的统计令还四处贴着呢 如果他还敢出现在拜伯伦城市 我敢保证 他引以为傲的黑手绘 将变成断手绘 没有人能够保得住他 实际上 牛顿已经来过一次拜伯伦城市了 在女神之心的光环号邮轮上 差一点就劫持了苏伦小姐 沙哈拉管家说 山姆警长脸色微变 想不到有人会顶撞自己 显得有些尴尬 沙哈拉 斯托克公爵目光严厉地看着管家 很显然管家这么一说 是对之前拜伯伦警方 没有前来救援的不满 上次是意外 这次我们拜伯伦警方守卫女神之心 不管他扭顿也好 拉灯也好 来了 就别想走了 山姆警长自信地说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奥尔良考询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498集 公爵的意志 纽顿啊 巴默汉博思量了一下 皱着眉 就是那个号称 世界五大黑帮之一的 黑手会教父 纽顿 同样的 汉明司公爵听到纽顿 脸色也已经变得 阴晴不定起来 一张黄鼠狼模样的脑袋 上面眼睛闪亮闪亮的 四处贼兮兮地乱瞟着 教父纽顿 有着强大而不可预估的实力 他所在的黑手会 更是一个令人 闻风丧胆的组织 据说这个黑帮 渗透了太平洋 联邦国的各个领域 有着根深蒂固的根结啊 要是女神之心惹上了他 可得好好防备啊 巴默汉博公爵 满脸不屑地看向汉明顿 然后转移开去 我不知道教父纽顿 是不是如传说中 那么神通广大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英帝国三大公爵在此 难道还怕一个黑帮老大吗 要知道 光是凭我和斯托克公爵 就号称英帝国的两只利剑 我倒要看看 这个教父纽顿 究竟在我的剑下 有什么能力逃生 斯托克公爵也是一副 不以为然的样子 是啊 教父纽顿 是不是如同传说中那么厉害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个世界上黑市里面 遵循了一个潜规则 那就是 海盗斗不过黑帮 黑帮斗不过恐怖分子 而我们女神之心 经历了一次恐怖战争的犀礼 难道还害怕一个区区黑手会吗 教父纽顿如果敢来 我和巴默汉博公爵 定叫他有来无回 汉明斯公爵缩在一边 眼睛一闪一闪 听到两个人说话 出气的一语不发 脸上还似乎带着一种 看热闹的表情 理查德一脸的兴奋表情 对自己父亲说道 如果纽顿 明天胆敢过来 我定会用父亲大人 交手给我的剑术 长得好看的 巴默汉博和斯托克公爵 对视了眼 纷纷开怀的笑了 巴默汉博朝理查德点点头 嗯不错 凶猛的老虎 生起的孩子 也必定是了不起的小老虎 相信理查德的剑术 又大有长进了吧 是 剑术经父亲调教 有了提高了 希望巴默汉博叔叔 再给我进一步的指导修行 理查德对巴默汉博 行了个礼 腰间长剑 带着金灿灿的反光 山姆经长也说 嗯 斯托克公爵的儿子 果然是不错啊 相信你就是未来的 斯托克公爵的雏形啊 这次如果能够击杀纽顿 我相信你能够立个头功啊 李三思皱着眉 对斯托克公爵他们 如此轻视纽顿 有一种担忧 他想说纽顿很厉害 又担心在这些公爵们 眼高于顶的眼睛里面 自己说的话 只会被当成是耳边风 实际上 斯托克公爵也有骄傲的本钱 他当年凭借一支 大马士革文钢剑 取得皇家基建大赛的 投名冠军 被高门贵族称为 英帝国的第一剑 位居英帝国的贵族 九大高手排名第一 是整个英帝国的首席高手 而巴默汉博 则是凭借手中的 波兰压闸弹簧钢剑 位列九大高手的排名第二 仅次于斯托克公爵 两大贵族顶尖高手 聚集于此 有他们自傲的本钱 黄海涛凑过来 问旁边的李三四 这个教父纽顿 是不是真有传说中 那么厉害啊 李三四点点头 黄老先生 可千万不要小看纽顿啊 我在他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李三四这么一说 绝对没有夸大 在没有领悟出 一棋之术之前 他在纽顿面前 完全就是被纽顿的 诡异武学 强大精神能力 完全压制 而换成现在的李三四 在有一棋之术的发挥下 也并非没有一拼之力 啊 就连你都没有还手之力啊 黄海涛有些惊讶 随后脸上显出一种兴奋来 高手啊 遇上了倒是要好好切磋一下 李三四现在知道 这个黄海涛不愧有着邪人的外号 别人一听教父纽顿的名号 唯恐避之不及 而他则是一副害怕遇不到的表情 这个老头 怪的就连李三四都难以招架 李三四一副皱眉的表情 越过黄海涛 却刚好看到黄山新的脸上 后者哼了一声 转过头去 倒是让李三四有些尴尬 苏子轩也是在暗自替自己父亲担心着 他知道自己父亲厉害不假 但是在面对纽顿 能够有多大胜率 他隐隐觉得机会不大 因为纽顿表现出那种怪异的武学 和强大的精神压力 已经超过了他目前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了 明天的开幕式 虽然会有很多高手坐镇 但是他们都没有把握 特别是飞狼不在 而且还杳无音讯 让李三四再次陷入担忧之中 如果飞狼遇上什么意外 对李三四的打击将是相当大的 苏子轩的手轻轻落在李三四的肩膀上 传递过来温暖的眼神 让李三四波澜的心情渐渐平稳下去 听到众人的议论 警察局长山姆不乏一语 对于他来说 所谓的拔剑出窍 什么武功高手 都是狗屁 要杀人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枪嘛 就算纽顿如何厉害 他最终不过是一个凡人 不可能子弹打的心窝 还像没事人一样能活着 所以山姆警长 对于他们说那些 根本就不以为然 到时候面对纽顿 他一枪就能够把他给解决了 明天呢 我们有个挂牌仪式 也就是剪彩仪式 届时将由斯托克公爵大人 和黄老爷子上前剪彩 彩带落入盘子 就代表着女神之心正式营业了 沙哈拉管家说 拜布伦警方 可以放入第一批 有着订房手续的客人了 第一天 女神之心将迎接五千人 当然最后留宿的 也就只有五百多人 都是预定好的 晚上的星海剧场 将会有著名的音乐家 罗帕奇·施诺 和众多流行歌手演唱助阵 为女神之心再造声势 斯托克公爵听说 和黄海涛一起剪彩 有些表情不自然 但是随即又恢复正常了 假装不经意地咳嗽了一下 又和巴默汉博 继续地聊起天来 到了夜晚 整个女神之心灯火全开 展现出了 从来没有过的惊人魅力 水晶皇冠上面 有一圈灯火 在不断地运动着 慢慢在头顶营绕 拜布伦海岸灯火通明 人们在狂欢 等待着第二天的盛大开幕 实际上 女神之心选择在明天开幕 也是有着相当的理由的 因为当天也是 拜布伦城的狂欢节 此刻的拜布伦城市 正是游人旅客最多的时候 想想看 这个狂欢节 如果在女神之心 这么一个奢华的酒店里面度过 将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 所以现在 整个拜布伦城市的灯光 也和女神之心一样 全部打开亮如白昼 苏子轩走在走廊上面 迎上塞里纳夫人 和自己的两个哥哥 陪伴过来的斯托克公爵 今天 斯托克公爵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黄海涛的冷漠 全体都有目共睹 并且对身为负责人的 李三思不闻不问 有意的冷带 让在场很多人都有些疑惑 而最让苏子轩担心的事 是斯托克公爵的自视甚高 对纽顿的丝毫不顾 父亲大人 苏子轩上前说 苏伦 塞里纳夫人眼前一亮 正要说话 却被斯托克公爵 先一步打断 苏伦 你最好和李三思说清楚 苏伦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出了什么事情 父亲你会突然这样说 李三思对我们家族有恩 这点毋庸置疑 我也并不是一个 知恩不图报的人 只是为什么外界盛传 李三思被漆海的海盗们 奉为海地 要知道 我们家族曾经在中世纪的时候 斯托克公爵 就曾带着英帝国的远洋军队 和海盗交手 而你现在告诉我 李三思竟然成为了海盗头子 你要我怎么接受 你要斯托克公爵家族 怎么在人们的舆论中挺下来 斯托克公爵说道 这只是看在你的份上 我没有对李三思拔剑相向 你告诉他 如果想成为我们家族的女婿 那么先一步 先把这顶海地的帽子给我抛了 要不然 我们斯托克公爵 贵为英帝国的支柱 怎么可能和曾经骚扰了 我们沿海大半个世纪的海盗 结成亲家呢 苏子轩摇了摇头 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 父亲大人 李三思成为海地 是为了带领海盗 朝着光明的地方发展 并非带领他们 打劫船只 和英帝国作队 李三思才多大 那群海盗都成了精了 在那么一个大染缸里 他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在那些海盗们的渲染下 迟早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的 我们斯托克公爵家族 也是因为看在他帮忙的份上 才给他改过的机会的 否则的话 苏伦 我不能够把你放心地 交给李三思 不是 父亲 你没有真正了解过海盗 海盗里面 确实是有草菅人命 为霸一方的人 但是他们大部分成为海盗 都是迫于无奈 海盗还是有很多的好人的 他们也想从黑到白 做一个正常的人 李三思之所以 没有推掉海盗这个帽子 也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进行转变 我们祖辈和海盗的战斗 又岂是你能够理解的 在我们斯托克家族的历史笔记里面 曾经提到过海盗的凶险 狡诈 杀人如麻 是一群丧心病狂的魔鬼 我也就说到这儿了 或许李三思的动机 和做的事情并没有错 但是他一旦堕落 苏伦 我不得不出于对你的保护 让你立即离开他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四百九十集 女神之心剪彩 海面上面漂浮了一些雾气 风一吹朝这边翻滚过来 把美人与外表的女神之心 朦胧在一片烟雾之中 清晨的大海 展露出第一丝阳光来 然后 拜伯伦城市的海岸 就瞬间像是煮开的水一样 人头攒动的沸腾起来 通宵值班首页的警察部队们 在换了第三波之后 密密麻麻的排布 在人海县的外围 阻挡着准备朝女神之心 涌动的人流 李三思站在观景的平台上 远远望着庞大的拜伯伦城 今天是绝对凶险的一天 同时也是最为值得庆祝的一天 女神之心的重建工作完毕了 在一次小型战争下面 毅立下来的女神之心 让所有人看到了那种强大的毅力 斯托克家族声誉跌到了最低谷 而现在就是开始朝上面爬的契机 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刻 所以李三思会想到 教父纽顿会在这个时刻发起袭击 因为只要击插斯托克公爵 或者苏子轩 以及他这个女神之心的精神领头人 不光是达到了报仇的目的 还能让整个女神之心的士气一蹶不振 重新换回他们黑手会的威信 黑手会当然不可能再大举进攻女神之心了 不光是女神之心的防卫 已经增强许多了 再加上拜博伦警方的警惕 就算世界五大黑帮之一的黑手会 也别想在这种情况下 动女神之心的一根毫毛 所以这种猎头暗杀的工作 也是教父纽顿常用的手段 这也是李三思要时刻提防的 他分析过教父纽顿的一举一动 认为最能够直接对女神之心的重要人物动手 就是在剪彩的一瞬间 他可以掩藏在人群里 然后凭借一柄狙击枪 击杀斯托克公爵 或者他这种女神之心的支柱性人物 而事后能够从容的混入人群当中去 所以这是相当危险的时机 李三思知道 斯托克公爵和他同为高手 本身也会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产生感应的 但是如果在众人混淆的情况下 加上神秘莫测的教父纽顿 很可能会被他得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三思选择了慎重行事 届时他将会在斯托克公爵的旁边 全力感知纽顿的踪迹 力图事先发现纽顿 打一场有准备之战 时间很紧迫 已经由不得李三思多想了 女神之心的负责人 高层管理人员们 已经陆续走上直升机平台了 上面的直升机早已飞向机场了 等候一个小时之后的游客登陆 两边的过江大桥 警察已经陆陆续续地放行了 持有严格订防手续的人 才能够通过前往去女神之心的道路 不少人自己驾车 当然大多数是乘着女神之心 备有的专车 顺着过海大桥行驶过来的 这次的放行将在两千人左右 两千名游客将抵达大厅 然后进入进行休闲娱乐参观 等待剪彩和各种活动的开始 众人开始忙碌起来 女神之心将近两千名的员工 上下动员起来 斯托克公爵和众人 早已经上了27层的直升机平台了 眺望整个拜布伦那边的风景 女神之心大概会有一个星期的忙碌 每天将接待五千名左右的旅客 总计接待五万人余次 然后女神之心将重新恢复参观的门票 和取消折扣 一切将恢复正常的运转 斯托克公爵心情大好 新建成的女神之心 将比老的女神之心更有吸引力 她更为壮观 更为美丽 我们斯托克公爵家族 漫长黑暗的等待期 终于要结束了 旁边的理查德掩饰不住得意的笑 拜布伦海岸 蚂蚁一样密密麻麻 攒动的人群 进入她的眼睛 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实在不能够相信 为什么当初只有一个黄海涛钱来赞助 这么大的影响力 难道还不能够吸引其他人来投资吗 旁边的沙哈拉管家直接说 当初公爵家族企业相继破产 使得人们不再敢轻易相信 女神之心和她合作 他们拿不准女神之心 会不会在明天就宣布倒闭 而李三思则是用一个条件来作为代价 才从黄老先生那里 引资五千万的建设资金的 斯托克公爵来了兴趣 哦 什么条件啊 还不知道 黄海涛没有具体说明任何条件 只是说这个条件 李三思完全可以拒绝 哼 我还第一次听说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 斯托克公爵抬起头来 一副丝毫不敢相信的样子 看着面前的沙哈拉管家 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 你去给我查一下 这个黄海涛的底细 有了任何消息 随时向我报告 沙哈拉管家面策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公爵大人 马上要开始仪式了 你要去和黄海涛剪彩吗 两条跨海大桥 车辆川流不息 成为两条长龙 朝着刘明月人工岛 修建起来的大片露天停车场 行驶过来 所有下了车的宾客 都被小型观光车接送 通过人工道路来到女神之心面前 50辆这样的观光车来回接送 倒是形成了女神之心尾部下面 一种微微壮观的场景 大门两边是女神之心的安全顾问和保卫人员 左右则是安插在女神之心进行保卫工作的警察 所有的宾客在出示了邀请函之后进入大厅 在里面各自取用酒水饮料 新建成的女神之心大厅 就算是同时进来三千人 也不会觉得有任何拥挤 李三思丝毫不敢放松 他的旁边是朗博和斯拉格两个人 专注地看着每一个进门的宾客 假如有其他的高手混入进来 凭借李三思全力运转的感知 先一步发现并不是什么难事 大厅里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第一批两千个宾客 已经从跨海大桥全部放行完毕了 最后一批车辆行驶在跨海大桥上面 朝着助力高耸的女神之心而来 直到现在为止 李三思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员 巴木汉博和斯托克公爵 两个人谈笑风生着 似乎并不把可能前复的黑心人 扭顿的威胁当成一回事 只有一只跟在两个人身后的汉明斯公爵 一双眼睛在人群当中不时地扫着 李三思一层一层地走上楼去 步入第九层的观景台口处 一黄眼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黄海涛的孙女黄山新 现在所有人都基本上聚集于大厅里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剪彩 黄海波被作为最尊贵的嘉宾身份 在休息室里面 而这个寸步不离的黄山新也应该会在那里 现在怎么会一个人躲在这个地方呢 黄山新虽然跟李三思八字不合 见面就只有吵架 但是作为负责人的李三思 出于礼貌 还是朝黄山新走了过去 黄山新独自一个人 站在观景平台上 头顶上是29层之上的女神之心 美人于外表的捧手心的平台 直升机在头顶上来回起落着 嗡鸣声有远及近地传递过来 让他感到了一点宁静 黄小姐 你怎么不陪爷爷 黄山新依旧是一副男人的装扮 只不过除了头顶的帽子 露出一头纯黑的长发 竖成了马尾 掉在脑后 从正面看上去 还是有一些鹰气逼人的 黄山新显然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恶然转过头来 扎成马尾的头发 很到位地在李三思脸上扫了一把 让李三思再次确定 和这个女生说话 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 你怎么会突然就跑到我后面去了 你是忍者呀 你这人怎么经常这样 黄山新看着面前的李三思 显然是有些心烦 李三思不知道 自己又哪里得罪了一个千金小姐 黄小姐啊 昨天你参加会议了耶 你也知道 现在女神之心内部相当的不稳定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回大厅里面去吧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实际上 实际上 就算黄山新在这个观景平台上面 李三思也知道 他在严密的守护监视之下 刚刚李三思出现的时候 脸上传出一种冰冷的触觉 那是警方的狙击手 通过狙击镜观察打量他的时候 传了那种仿若实质的触觉 三个狙击手 位于不同的位置防卫 覆盖了整个女神之心的外部 李三思微笑不语 心中李静在暗存 难怪那个山姆警长如此有自信的 这次调过来女神之心的六十名警察 的确都是好手精英啊 不过这样的能力 对付上次一样一般的恐怖分子 绰绰有余 而如果要面对像教父纽顿一样 不受任何空间人数限制的高手 这些人有等于无啊 然后李三思脑袋被那种狙击枪 指着那种冰冷的感觉一闪而逝 显然对方发现是他之后 将狙击枪给移开了 黄山心的声音传入耳朵 不用了 我就是觉得在里面待着很憋闷 所以现在出来透透气 更何况 你那个什么公爵大人 明显对我爷爷表现出了轻视 看着他我就来气 所以不想进去 李三思微微一愣 有些不好意思 斯托克公爵 他不知道你爷爷的名声 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 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觉得不妥的话 大不了我在这里跟你赔礼道歉好了 然后李三思也有些尴尬 行了行了 倩也到了 礼也赔了 你赶紧进去吧 听到李三思说他道歉的时候 黄山心诧异地转过头来 实际上 他也并不是就处处为难李三思 他这个人从来就吃软不吃硬 性格相当的倔强 李三思和他有矛盾 他就处处针对他 现在李三思突然向他道歉 他顿时又有些软化下去了 还没等他心里面那个软化 有一个度数 李三思又突如其来地带着一些强硬命令的语气 他本来要说的软化就咽回了肚子 第一句就是 管你什么事 本小姐就喜欢在这里赏风景 谁要你这个多嘴多舌婆 在这里比比画画 支支外外的 像你们这样的贵族子弟 我见多了 哼 想追求女生 也得学会怎么讨好别人吧 李三思声音抬高了八度 我多舌婆 我还想追求你 李三思突然感到一阵好笑 然后就捧着肚子笑起来 我拜托小姐 你好好看看自己吧 我能想追求你吗 李三思看到 黄山巾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难看到快要提到砍人的临界点的时候 李三思很失识误地闭上了嘴巴 你 我 黄山巾脸色气得发白啊 一句话憋得半天也说不完整 得给我记住 无赖流氓 然后 他猛一跺脚 竟直吵女神之心内部走去了 李三思这才反应过来 很无奈地摊了摊手 至少知道 自己和面前这个黄山巾大小姐 完全就是八字不合 见面就会吵起来 刚才李三思本来是要缓和两个人之间 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的 想不到弄巧成拙了 李三思摇了摇头 朝女神之心内部走去了 与此同时 身上再没有了狙击枪锁定的感觉 显然 是刚才观察自己这边吵架的警察知道再没有好看的了 把枪从瞄准的李三思身上重新给挪开了 李三思和苏子轩碰面了 三思 现在怎么办 我父亲不仅仅对我们的提醒时而不见 更是要让你脱离海盗 担心你成为无恶不作的海盗的一份子 我担心他们这样 无视我们的劝告轻视纽顿 无所谓防御 到时候女神之线的防卫上面 会有重大的疲漏 李三思摇了摇头 我现在还不能脱离海盗 必须等他们全部走上正道的时候 才能够放下他们 这方面沙哈拉管家倒是一直给我出主意 我倒不太担心 只要他们能够走上正途了 你的父亲也就能够了解我的行为 飞狼有没有消息 苏子轩摇摇头 飞狼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换道理说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飞狼怎么会不知道 今天是女神之心重新开业的日子 一个电话应该打过来了吧 而现在 我们都还没有收到他的电话 有理由相信 飞狼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李三思点点头 这件事情 只要等到今天过后再仔细查探了 开幕式十分钟以后进行 朗博大叔 斯拉格大叔 你们要密切留意人群和其他一些细节 如果有任何发现 请及时跟我联系 斯拉格朗博点点头 从另外一边走出去了 走廊上面 不少脚步声缓缓接近了 是斯托克公爵和其他一众到来的人的节奏 这个会客厅是开幕仪式的后台 从那个后台走出去 则是在大厅之上的大型升降平台 届时平台将缓缓下降 最后到达第二层停顿下来 然后就是演讲和剪彩仪式的开始 外面大厅里面全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物 有英帝国的众多贵族阶级 还有不少当地的有名望的人士 其中除了少数人士接受斯托克公爵邀请而来的之外 全都是经过事先预约而来的各类社会名望人士 不乏歌星和艺术界的出名人士 现在正迫切地等待剪彩结束 那个时候大厅之外的空间将全部开放 然后每层的餐厅将同时营业 所有人可以四处参观和品尝各地的美食 众人进入后台会客厅里 李三思苏子轩和众人一一打了招呼 沙哈拉管家拿出大红筹球来 被一束长长的丝带记在其中 然后两个礼仪小姐分别提着其中一端 将大红筹球摆在斯托克公爵跟黄海涛的面前 斯托克公爵从来没有进行这一类的活动 这是中国特色的剪彩仪式 也是被告知了规则 心里面实际上对于这种礼仪很不以为然 幕布缓缓地拉开了 外面的升降平台已经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了 下面一楼大厅里面的人群 突然间停止了说话 注视着九层楼之上的平台 升降平台上足可以站下三十个人 李三思苏子轩斯托克公爵 黄海涛赛琳娜夫人 加上其他两个公爵 还有一些其他的随从人员站在上面 在下方众人的注视下 等待着平台的缓慢下降 波音器传来主持人的声音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新建的女神之心的内部 众所周知 女神之心在经历了恐怖袭击之后 重新的屹立在我们美丽的拜博伦城市的海边 相信你们就算曾经来过 或者是从未来过 都会在剪彩之后 发现这座酒店装修艺术的精髓之处的 黄山兴跟在黄海涛的身后 眼睛瞟向李三思那一边 然后一道白眼就顺着抛了过来 李三思终于知道 人家说宁可得罪君子 不能得罪小人 宁可得罪小人 不要得罪女人 黄山兴这种 把报复寄托在每一个可以杀人的眼神上的手段 让李三思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山姆警长相当的自豪 整个会场在他的手下严密的监视和保护着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他现在倒是有些后悔女神之心遭遇袭击的时候 警方没有引起重视 先一步步防恐怖分子袭击这么好的机遇 要是让他成功打退了一些恐怖分子 那么足够以保证在事后 他获得女皇的特许嘉奖了 绝对会晋升几级的 他也不用在拜布伦的警局 做一个城市的警察局长了 斯托克公爵满面的笑容映入他的脑海 让他同时脑海里没有清醒了许多 在他面前可是有三个公爵啊 这同样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如果能够借着这三个公爵的权势影响力 来帮助自己朝上面爬 也不是不可能的 关键就在于这次女神之心的重新开业 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如果能够在这里得到三个公爵的信任 和他们打成一片保持联络的话 那么事后定可以用他们手上的权势来帮助自己 想到这里 山姆警长面对斯托克三个公爵 更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道上之前他那种在众人心里面 沉默严肃的形象都给推翻了 众人站在平台之上 周围都是华丽的布景 下面是距离平台有九层之高的大厅 下面密密麻麻各式盛装的人们 正在桥手以待上面升降平台的降落 大厅里有流线型水浪一样的沙发 有着各式的美酒 服务员接待着涌入大厅里面的两千多个人 虽然大厅改建之后扩建不少 但是这么多人围拢在里面 还是显得很热闹 华丽的中央吊顶大灯光芒 从上面射下来 染亮了整个二十层以下的空间 哎呀 女神之心不愧是女神之心哪 如此豪华奢靡的建筑 能够成为斯托克家族的顶梁之柱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从刚刚进入女神之心的时候 巴默汉伯公爵就一直赞不绝口 他的夸奖持续了差不多一天了 到现在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撼 而向来是见前眼开的汉明斯公爵 则是直接看直了眼 镀金的门板 雕花的大理石地板 意大利名设计师设计的被褥 一切都显得奢华无比 让汉明斯公爵就这样被征服了 只有黄海涛还扭过头来 不停地问着李三思 给我说说呀 你到底想上哪所大学啊 怎么着也透露一下 大家商量商量 要不然我就给你做主安排了啊 想去国际上排名前列的大学 也没关系 怎么样 李三思干脆装聋作哑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井 猫豆豆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四百九十二集 大战 纽顿 依我看来 斯托克公爵大人的新女神之心 将迎来全新的营业 那些曾经说女神之心企业坏话 和不投资的人 也是他们没眼光罢了 山姆经长 看着女神之心下面聚集的人群 带了一些得意的语气说道 与此同时 整个女神之心的灯光 突然间暗淡下来 大厅里面的人群惊疑不定 然后灯光再闪了两个闪 最终闪灭了 寂静 周围一片的寂静 人群根本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平台上面的斯托克公爵等人 更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停了电 更别提现在大厅里面 一无所知的人群了 只不过 下方大厅里面 都是一些社会名流 都是见过大场面的 在没搞清楚情况之前 所有人就那么安静地 停在原地 安静地等待着发生的事情 只有少数人不安地喊叫 不过都慢慢地安静下来 虽然现在外面还是白天 但是在女神之心里面 没有了中央吊顶大灯 和周围灯光的照明 现在跟夜晚也差不多了 大厅还好 因为面对打开的大门和其他的玻璃 而上面的第九层平台 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很多人什么都看不见 一片的漆黑 斯托克公爵有些恼怒 谁能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周围寂静 斯托克公爵的声音响起来 顿时就弥漫了整个空间 传递到平台对面的女神之心 对面房间墙壁上面 像是扩音器一样扩散了开来 与此同时 警照突现 一种极其轻微 却带着割裂空气 响动的嗡鸣声 游远极近地传递过来 目标取向的是斯托克公爵 山姆警长手中的战术手电 顿时打开 第一个反应 就是将光芒照向导致空气 产生颤动的声音物体 灯光打在半空之上 现出一个带着反光 快速在空中飞行的金属物体来 不过也只是在手电的光线范围内 昙花一现 随即消失了 不过也正是山姆警长这一举动 让斯托克公爵清楚 袭击自己的物体的来势方向 他朝后面退了一步 刷了一声 手中大马士哥文刚剑 随手出鞘 宁神摒弃 毫不犹豫地朝着前方 虚空点了过去 当的一声脆响 比刀剑相拼更为青春 半空中火花炸现 斯托克公爵挑飞袭击向他的物体 仇身退回了人群 心里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是一个快速旋转的金属圆盘 如果不是山姆警长的战术手电 事先暴露物体的位置 凭借这个物体的威力速度 他就算是躲开了 估计也不能全都幸免 或多或少会受伤的 大家不要慌乱 在原地稍安勿躁 主力电源断电 备用电源随后将接通 沙哈拉管机喊起来 周围人恢复了平静 话音刚落 头顶上面的灯光就开始闪起来 然后整齐画衣的重新闪亮起来 灯光亮起来的瞬间 平台上面陡然飞身上来一个人影 几乎是伴随着灯光开合时机 闪现上平台的 如果不是灯光突然间亮起来 那么绝对不可能在周围嘈杂的情况下 发现平台上突然多出的人影的 纽顿 身穿紧身长裤背心 一身黑色风衣 出现在众人面前 刚才的金属圆盘撕裂手 现在已经重新回到他手里 手上两个血红的金属圆盘 上面印着一些古怪的花纹 再加上那种陡然之间 迸发出的强大气势 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一左一右拿着两个 剪彩丝带的李仪小姐 再也顾不得心中惊骇了 尖叫了一声朝平台内逃去 只留下正面面对纽顿的 黄海涛和斯托克公爵 黄海涛旁边 依次是李三思 苏子轩 黄山心 还有朗博 现在纽顿一出现 朗博带着苏子轩跟黄山心 就朝后面退去了 斯托克公爵旁边 则依次是巴默汉伯公爵 汉明斯公爵 山姆警长 理查德 塞琳娜夫人和谢夫曼 塞琳娜夫人和谢夫曼此刻 也朝后面退去了 李三思心里面的震动 不言而喻 他所担心的确实成真的 但是李三思没想到 纽顿竟然如此大胆 敢面对他们 如此众多的高手 难道纽顿 真的到了 深不可测的地步了吗 斯托克公爵 刚刚跟纽顿交手 知道再也不能 轻视面前这个男子了 嘴巴缓缓地裂开 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就是 教父纽顿 纽顿取下墨镜 对着斯多克公爵 鞠了一躬 正是在下 我尊敬的公爵大人 听到纽顿这么一说 巴默汉伯公爵等人 原本还有一丝疑惑 现在已经确立目标了 巴默汉伯朝前走了一步 哼 我们还在找你的 想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黑帮头子 究竟有什么三头六臂 实际上 光是教父纽顿 现在敢有恃无恐地 站在众多高手的面前 就足以证明 他的胆量跟实力了 不过 巴默汉伯能够 这样放出口气 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他觉得 英帝国九大贵族高手之中的 头号跟二号 现在站在纽顿面前 纽顿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比得过 他们两个人吧 纽顿却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慢挑思理地说 也好 现在你们全部都到齐了 一起上吧 免得我一一点名了 理查德大怒 他向来相当自负 自视甚高 认为在英帝国 新一代贵族九大高手里面 太能够占据席列了 所以听到纽顿的挑衅 心存着家伙好大的口气 不过就是一个黑帮头子 还敢放出如此豪言壮语 当下再不犹豫 为了抢占头功 在众人面前表现一手 抽剑就朝纽顿迎了上去 与此同时 朗博和山目警长双双掏出枪来 准备朝纽顿喂他几颗子弹 朗博和山目警长在抬起手枪的刹那 纽顿手中的撕裂手 圆盘就抬手射了怪 一左一右直取朗博和山目 山目警长躲闪不及 撕裂手圆盘带了一阵刺耳的金属割裂声 从中割断了手枪 于是不剪朝他肩膀滑去 刷了一手 鲜血和血肉飞溅而出 撕裂手圆盘擦过山目警长的肩膀 直直射入墙壁之内 可见其锋利程度 朗博受过特别训练 当然不会如山目警长那样不计了 他撤开手枪身体再快速朝着旁边闪过去 他吃过一次这种圆盘的亏了 这一次扑一动手就像是条件反射一般 手枪在手撤开的道猛然四下碎裂 撕裂手圆盘命中手枪 如果朗博再慢半步 可能连一只手都别想保留下来 理查德的剑术 失诚于军队 在败于星马克之后 他受到斯托克公爵的指点 斯托克公爵曾经游历中国 对各门各派的剑法之中 几长不短 具有极高的心得体会 创造出了很为深刻的剑术理论 所以普一道英国 就将皇家剑术大赛的众多贵族高手 打得抬不起头来 成为了贵族第一高手 经过斯托克公爵指导的理查德 剑术心得更有深远的体会 和平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就算重新遇上星马克 胜负也未必可知了 而现在面对纽顿 他更是有相当的信心 理查德手中常见晚了三道剑花 从上中下三个方位 虚实的刺向纽顿 这是斯托克公爵 教授与他的虚实相生 柔和了太极剑精髓的自创剑法 这三道剑花之中 只有一道是真正实在的攻击路径 就算是巴默汉博 遇上这样的剑法 也只会感到难缠的 而教父纽顿 嘴角轻轻地扬了起来 一身黑色封衣把他衬的 就好像悠闲的散步一样 根本不像这样生死搏斗当中 在理查德剑花刺过来的刹那 他一掌诡异地平伸出去 且在理查德正宗的剑花之中 刚好命中只有手指指宽地见几处 精妙到好理 理查德手中长剑 就像是凭空被人锤打了一下一样 整个长剑不受控制地 带着力道偏转开去 在半空中 带着他的身子转了一个角度 然后 教父纽顿挥出去的手再不停留 顺势击在理查德的长剑护手上面 砰的一声 理查德再也站不住脚了 强猛的力道扯着他 横着飞向众人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与宝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493集 大战纽顿 二 斯托克公爵刚想接住儿子 黄海涛就从半空中闪出来 一手太极拖住理查德 朝平台外面的众人推了过去 理查德借着势头 通过黄海涛的手直直飞向朗博 朗博一把扶住 掺进身后的人群里 巴默汉博一箭从人群中拖出 朝纽顿直刺过来 整个世界 仿佛就剩得手中的长剑一般 亮晃晃的剑不断在纽顿面前放大 理查德一招落败 已经大大超乎了斯托克公爵等人对纽顿的评估了 理查德的实力 经过斯托克公爵点评以后 很有希望参加这次皇家击剑大赛 并且夺得冠军 不过 刚刚树立起的自信 就在纽顿的一招之间 就硬生生的化解为无了 巴默汉博手中剑 当然不可能放大 而使他的精神同时间扩张 对纽顿施压的结果 纽顿双目暗淡 似乎在巴默汉博的精神压力下 逐渐不支 而就在巴默汉博无间不吹的一剑 刺到近前的道 纽顿陡然间双目狂瞪 巨大的精神震产力直射巴默汉博 让他整个人在空中硬生生的支了那么一下 就这么一支的大 纽顿双手连环拍击 一掌打在巴默汉博的剑尖上 第二掌趁虚而入 照着巴默汉博的胸口打过来 巴默汉博心头一叹 知道 就连想要组一组纽顿的心都没法做到 他的剑法讲究以气成剑 在初剑的过程中 手中剑的气势也在不断的攀升 到了极致 气势更是害人 魅力也更加巨大 纽顿突如其来的精神压舍 让他的剑势再也没办法 随着气势不断的进入最高峰 锐气近现 让他本报定主意 凭借他一剑阻断纽顿 换在身后的斯托克公爵 补上位置 让纽顿两面受敌的局势 再不存在 巴默汉博脚尖点地 在纽顿的一掌逼迫之下 朝着旁边横移开来 只留下斯托克公爵 独自面对可怕的强敌 巴默汉博公爵 以气成剑的剑法 的确相当厉害 如果他的剑势催逼到了极点 就算斯托克公爵 也不可能担保自己能够 稳赢巴默汉博公爵 而这种剑法 也有很大的弱点 就是一旦半途中 叙事的过程被打断 那么气势就会一泻千里 有种像是破釜沉舟的感觉 如果背水一战不能成功的话 那么接下来 就只剩下一败涂地 所以当初巴默汉博公爵 就是被斯托克公爵 掌握他剑术的破绽 以一剑之叉击败的 而现在巴默汉博公爵 叙事不成 锐气已谢 自然只能够略向一边了 将纽顿让给斯托克公爵 等待下次出剑的机会 斯托克公爵 整个人进入无惊无起的剑术境界 纽顿表现出的实力 已经让他收起了轻视之心 更是让他有些惊异于 这个纽顿有如此的能力 但是现在已经容不得多想 手中大马士革文刚剑 化作荧光点点 朝纽顿覆盖过来 纽顿诡异的一笑 整个人的身体梳而横一开去 双掌化作无数的影子 或追或点 朝着退到平台边缘的 巴默汉博公爵 无孔不露的攻击怪 巴默汉博公爵更是魂飞魄散 纽顿这些招数虽然诡异 但是也并不是不可避免 在他刚刚被纽顿破去 气势没有复原的情况下 只需要朝着身后一退就好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 巴默汉博处于平台的边缘 低矮的护栏之下 就是高达九层楼高度的下方大厅 他要往哪里退啊 纽顿不论是智慧武功 都是超级一等一的人物 巴默汉博在剑术上 也是超级高手 在平地上面 或许不会那么狼狈的 但是现在 却被纽顿利用种种局势 逼到了死路上 斯托克公爵大惊失色 他怎么也想不到 纽顿竟然弃他不顾 转而攻击巴默汉博 如果这剑 他不管巴默汉博而攻向纽顿 他几乎可以保证可以伤到纽顿 但是代价是 巴默汉博就此会殒命女神之心 斯托克公爵一咬牙 简势再变 后发先知地迎上纽顿的攻击套路之前 拼力地封死他的进攻路线 阻止他追击向巴默汉博 与此同时 纽顿嘴角再露出笑意 袭向巴默汉博的万千手影消失无踪 从斯托克公爵有去无回的剑士旁边 措生而过 朝真正的目标 李三思等人 鬼魅般的掠去 斯托克公爵等人 到现在才清楚 纽顿是一个怎么样的对手 他们从前经历过无数次战斗 遇到过无数的对手 但是从来没见过像纽顿 这么诡异难缠的 斯托克公爵 巴默汉博公爵 到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当初李三思等人 如此忌惮纽顿 而自己的女儿苏伦 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提醒自己 勿要轻敌 两人名列英帝国的 九大贵族高手行列 但是 却被有着诡异功法的纽顿 利用种种形式 最终破去他们的合击 朝李三思众人攻了过去 他们想着 纽顿绝不可能胜过 如此众多高手的围攻的 光是斯托克公爵 和巴默汉博公爵相加 就足会把纽顿击毙在原地 但是偏偏 关键是高手并非是越多越好的 众人合击 要受到配合能力 自身的精神状态 相互之间对进攻方向把握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所以 或多或少会发挥的威力并不大 甚至于有时候 还不如一个人迎敌呢 配合有度的双方 或许能够将各自档次提高一级 但是 绝对不可能达到 一加一等于二的程度 更何况是现在 各自为战的斯托克公爵 和巴默汉博公爵呢 纽顿利用精妙的身法 闪过斯托克公爵 整个人气势如虹 脚尖微微点地 鬼魅般朝李三思等人 快速地飘移过来 黄海涛站在李三思身前 整个人进入太极 圆容皈依的境界 左手抱怨 右手画缺 不动如山地面对纽顿 纽顿斯没见到黄海涛一样 双手背在身后 一步一步地朝黄海涛走过来 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纽顿似乎是慢腾腾地 背着双手 悠闲散步一样地 朝平台连接的走道上 走过去 但是实际上 纽顿的速度相当之快 这种四慢十快的感觉 让人产生一种 相当诡异的错觉 其中感触最为深刻的 是首当其冲的黄海涛 他的太极气势 圆容皈依 但是自纽顿一步一步 走过来的时候 整个太极的气势场 就遭遇一种 前所未有的冲击 那种诡异难明的气势 像是无时无刻 不再夺其心魄一样 冲击他本应该 毫无破绽的太极气场 黄海涛渐渐感觉不知了 纽顿每像是散步一样 踏前一步 整个人的气势就攀升一层 而处于他精神威压之下的 黄海涛 是渐渐感觉 头顶周围像是风沙 铺天盖地一样 弥漫的错觉 仿佛自己置身于冰冷的 让人窒息的海洋里 没办法呼吸 一丁点的空气 纽顿也为自己 陡然间面对 这么多高手 而暗自吃惊 黄海涛的太极气势 有着极大的抵御能力 他就算是全力催发自己的气势 普通人早已经抵受不住那种高强度的精神威压了 不是精神崩溃就该原地打滚 瑟瑟发抖了 而这个黄海涛 还能如此坚持着 实在让纽顿有些意外 纽顿再踏前一步 和黄海涛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三步 然后 手搓成锥 一锥破开太极气场 朝黄海涛的心口处点过去 黄海涛大喝了一声 像是要爆发出自己的全部潜能样 双手画圆的太极再次变化 合耳为一 双手紧闭过来 捧住了纽顿的手锥 拨的一声轻响 纽顿手锥被黄海涛捉了个结实 同时见 黄海涛缓过气息来 大喊了一声 你们快给我退 黄山心苏子轩 理查德山目警长朗博 实际上已经朝着房间退过去了 只是因为和纽顿这么几下交锋之间 全在眨眼间 他们听到黄海涛的喊声 也刚刚通过走道 迈入后台房间了 与此同时 纽顿右边闪出一个人 李三思一跃上一旁的墙壁 双脚猛然一蹬 借着那种反蹬之力 凌空一脚 朝纽顿的侧面直踢过来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一榜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494集 大战纽顿 三 纽顿正准备 击向黄海涛的一掌 反手过来 和李三思脚背交击 砰的一声 李三思倒着身 翻腾回去 身体翻腾的同时 手中两刀钩锁 砰砰的射出来 纽顿显然不知道 李三思还有这样的 暗藏手段 移了一手 身体侧开去 轻松躲开 李三思近距离发射的 钩锁飞镖 李三思虽然没对 纽顿造成任何的威胁 但是 纽顿想要继续追击 黄海涛的情势再不存在了 黄海涛撤开手 和李三思一同后退 纽顿身后 暴洒出无数的荧光来 斯托克公爵 跟巴默汉波公爵 已经回来 再次朝纽顿击来 斯托克公爵 暴洒了荧光之侧 一道高度凝联了 气势的一剑 鞋底里面刺出来 直取纽顿 就算纽顿再如何自负 在斯托克和巴默汉波 两大高手这种 联手的威势下 绝难直面其风 纽顿似乎也没有打算 跟他们对上手 身法突然之间加快 朝后退的黄海涛 跟李三思冲了过来 黄海涛突然停步 身体就地一个旋转 从空气和自身借力 一记边蓝锤 就挥入纽顿于是不减的 身体范围 纽顿手肘跟黄海涛 蓄足了劲的边蓝锤硬碰 整个人支了一支 而黄海涛则整个人 被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 牵引着给带着侧翻出去 还没有站稳呢 泪下就挨了纽顿随即而来的 一记重击 骨折的声音传来 黄海涛闷哼一声 带着巨大的冲势 飞跌出去 李三思看得目自欲裂 他探守半空 扶住黄海涛 两个人在半空转了一圈 冲入后台的房间 纽顿索命一般的身影 如影随形而至 朝李三思后背就是一掌 情势在变 旁边一个阿拉伯服务生 模样的人 陡然间从潜伏状态跳起来 手中枪声击响 斯拉格 一直假扮成阿拉伯服务生 待在后台 以防任何人从后台闯入 将朗博等人疏散以后 却不想 阵营上冲出来的纽顿等人 一眼瞅准了机会 抬手就朝着半空中 魔神一样 飞扑向下面 李三思两个人的纽顿 一枪击发 纽顿整个人诡异地 在半空中 硬生生翻转了一个身子 避开了要害 子弹射中了肩膀 鲜血顿时射出来 同时 他对李三思两个人的追击势头 再也不存在 在斯拉格的偷袭下 侧意到了房间的边缘 实际上 以纽顿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 应该能够事先发现 斯拉格的存在 和即将到来的偷袭 关键就在于 纽顿见到能够击杀 李三思的档口 心头狂喜 最终保持不了紧迫 注意四周的精神能力 导致被斯拉格成功偷袭 斯拉格这一枪 带着十足的运气 要是纽顿再警觉一点 只怕斯拉格先一步就被干掉了 不过现在 纽顿被一枪击中 退到了边缘口 再也不能继续追击 李三思等人了 李三思将辅助昏过去的 黄海涛推向斯拉格 大喊了一声 带着黄老 赶快离开 斯拉格接过黄海涛 将手中枪也同时抛向李三思 李三思探手接过 反过身来就朝纽顿连开三枪 女神之心内部的保卫的手枪 为了尽量缩小声音 防止在这样的场合下 惊动下面的嘉宾 所以全部都装上了消声器 所以刚才斯拉格开枪的声音很小 现在 李三思连开三枪 都是打在纽顿之前所站的位置上 胆泻和强土翻飞 而他则鬼魅一般的略向这个后台房间的出口 斯托克公爵和巴默汉伯公爵 此刻才冲到走道 可见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只是在一瞬之间 李三思将手中子弹 全部倾斜在房间的木门之上 为了防止纽顿通过出口 追击苏子轩等人 他也清楚地知道 如果子弹射击向现在的纽顿 以纽顿鬼魅的身手和视线 能够探知子弹飞行轨迹的手段 想要打中他 比打中一架波音747还难 所以现在事先打在木门上 封住他的出口 以事间木械四处飞溅 石身的木门没有被子弹给打烂 但是也被打得轰轰直响 谁知道 纽顿并不是想要夺门而出 追击苏子轩的 而是一个恍身 整个人在后台房间里面 跑了一个大弧线 最后通过身法诡异的一遍 朝李三思冲过来 纽顿的手再次在半空幻化成万千手影 算好李三思子弹用尽的时间 劈头盖脸朝李三思就打了下来 李三思心里面再次震惊 纽顿肩膀中了一枪 谁知道 还能像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样灵活自如 攻击手段层出不穷 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标准来评估他了 好在 李三思并不太受纽顿庞大气势的影响 整个人心神安定 在纽顿扑过来的气势下压的同时 突然朝身后地面躺下去 手中手枪争取到了缓冲时间 当成武器一样朝纽顿甩过去 与此同时 李三思背心贴地 双脚并拢朝上踢出 随着手枪飞行的轨迹而上 纽顿哪里能够料到 李三思竟然也如他一样出招置棋 想要应变已经来不及了 只得单手拍开手枪 同时接住李三思飞踢过来的双脚 砰的一声 便是李三思首次以出棋制胜的方式 正面逼退纽顿 同时也让李三思领会到 自己当初误出的一棋之术 用于战场的方法 一左一右 荧光暴洒 斯托克公爵跟巴默汉伯公爵 当然不可能错过纽顿首次被逼迫千载难逢的机会 手中长剑带着骇人的气势直逼纽顿 纽顿就算是再拖大 也不可能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 和斯托克跟巴默汉伯两个顶级高手周旋 只是凭借他过人而离奇的身法 贴住地面 像是壁虎一样沿着墙壁就潜了过去 然后脚灯上墙壁 整个人飞向天花板 在吊顶大灯上面一介事 避开斯托克公爵和巴默汉伯公爵的剑王 略想通往外面升降平台的走道 纽顿的功法 像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发力一样 每一个地方都像一种能够攻击的位置 所以他的招数诡异难明 就算斯托克跟巴默汉伯两大高手 也是初次遇上这样处处出奇的招数 被打得措手不及 认得纽顿来去自如 李三四一个翻身而起 追着纽顿就冲出去了 现在是击杀纽顿的最好时机 他刚才飞踢一脚出去的时候 明显感到纽顿受伤的手臂力量的不足了 很显然 纽顿这样的伤势 拖得越久 对他能力的发挥是越不利 如果李三四找不准这个时机对付纽顿的话 只怕以后是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纽顿如果要逃走 对于所有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所有人庆幸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追上去送死呢 斯托克公爵跟巴默汉伯公爵 见李三四想追上去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 但是脑袋再一转 顿时心里面生出一种 对李三四勇气可加的想法 同时也对李三四的应变 再次多了一层看法 如果现在不击杀纽顿 那么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两人心念至此 拔地而起 追着李三四而去 纽顿冲出平台边远 然后一个飞跃 跃过低矮的护栏 朝九层楼高的大厅扑下去 李三四手中钩锁射出 缠绕在护栏上面 整个人也随着跳了出去 扭顿在跳下平台的道 同时手牵住平台下方的暗绳 整个人顺着暗绳 就滑到下面八楼的阳台处 放手跳上阳台 朝着一边飞奔而去 周围的人竞相回避 李三四牵动的钩锁 在半空中一个垂摆运动 最后落在阳台上面 丝毫不放松地紧捏上纽顿 纽顿这一手 曾在斯拉格跟朗博面前也耍过 可以看出纽顿并非拖大 而是事前准备好了 一系列的备用装置 思虑严密 加上他的超级能力 难怪能够身为 世界五大黑帮之一的 黑手会投目呢 如果今天 不是乔装打扮的斯拉格 阴差阳错的一枪 只怕现在 李三四根本就已经 被他给击杀了 这个纽顿绝对是一个可怕的高手 如果不能趁这样的机会 把他给干掉 只怕他以后再搞一个刺杀 谁也不敢保证 还能在他严密的准备下逃生了 斯托克公爵 跟巴姆汉伯公爵 冲到平台边缘 看到种种手段 窜下底楼的两个人 只得暗叹了一声 再次绕路 从后门窜出去了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一榜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495集 大战纽顿 下面大厅里面 看着久久不剪彩的人们 开始不时地向上张望 到后来 就开始各自自由活动 而一个端着酒杯 戴着眼镜 高瘦的嘉宾 无聊地朝上面一看 随后 眼睛就定格了 一道黑影飞出大厅 然后落向八楼的阳台 男子用手捅了捅自己的同伴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 那个 是上面 旁边正在和美女搭讪的同伴 不耐烦地顺着他的手指方向 看过去 什么也没看见 悬而转过头来 白了他一眼 大惊小怪什么呀 然后 有一道黑影从上面飞下来 摆入第八楼 蜘蛛侠 男子张大了嘴巴 喊了出来 周围一片人 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然后 旁边那个同伴捂住他的嘴巴 向周围的人解释 不好意思啊 这家伙又犯病了 八楼的人群纷纷走壁 李三四在人群里面穿梭着 看着 纽顿这个势头 大概是要通过八楼的走廊 去到外部的观景平台上 观景平台在九楼 但是在八楼 却是有一个金属扶梯 可以方便通向九楼 也是当初 李三四看见黄山新站着吹风的地方 那应该是有三个狙击手在潜伏着 如果纽顿去往那里 李三四还是乐见其成的 一个安全顾问 劈头盖脸朝纽顿扑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一个照面就被纽顿给放翻在地了 然后劈手夺过手枪来 转入走廊弯道 朝着外面的观景平台而去 如果纽顿在观景平台上 有什么能够帮助他脱离的机关之类的 确实有可能从他们的手中从容逃脱 现在李三四只是盼望着 警队的三个狙击手 能够完全地照得住纽顿 纽顿冲出女神之心 走上八楼的外围长廊 顺着扶梯 朝九楼的观景平台上攀登而去 与此同时 伸出女神之心 三个位置上面的狙击手 尔麦里面传来山目警长的命令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全力拦截一个身穿黑色封衣 身高一米八零左右 一头短发的中年男子 今天基本上没有人穿封衣 如果遇上此人 全力拦截 扭盾窜上九楼平台 三名狙击手的狙击镜 同时间出现扭盾的身影 一个狙击手 狙击镜之中的扭盾 突然原地转身 手中光芒闪现 然后砰的一声 狙击镜顿时炸裂 子弹从狙击手的眼睛里面穿过去 在脑后炸开 顿时命丧当场 其他两个狙击手 手中扳机扣响 两声枪响 扭盾却以无比巧妙的角度 视线让自己处于子弹的死角 躲开狙击枪威力奇猛的子弹 还了一枪出去 打死了一位警方的王牌狙击手 两个狙击手同时把头埋下来 喘着粗气 拉上枪栓 再压下一发子弹 探头而出 砰的一声 一位刚探出头的狙击手脑子就被轰开了 全身瘫软在地 扭盾开枪的同时 最后一位狙击手也同时开火了 子弹擦着扭盾的脸颊毫厘之间掠过 然后扭盾手中枪抬过去的时候 狙击手已经躲在掩体之后了 心里面只剩下两个字 震惊 他从井这么多年 从一个小探员到展露头角 最后成为警队的王牌狙击手 还从来没见过只凭一只手枪 竟然能够连挑三只狙击枪的对手 更恐怖的是 对方好像能够躲过子弹 这到底是黑客帝国 还是奇幻大片啊 这里是 这里是封锁小队 遭遇目标 野猫狐狸已经全部阵亡 重复一遍 遭遇目标 野猫狐狸阵亡 狙击手再也不敢探出头来 只是用颤抖的声音 接通山姆警长的耳脉 然后放下来 大口大口的喘气 李三思出现在门口 纽顿悠闲地站在平台上面 副手而立 他的手背后暗藏手枪 现在不动如山地等在这里 就是为了给李三思一个 出其不意的一击 李三思在金属扶梯上面 一个借力跃上了平台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奇怪的是 为什么三个狙击手 没有对纽顿进行狙击呢 而同时 他也没有那种 被狙击镜罩住的感觉 李三思下意识看向 纽顿的脚下 清楚地看到三个弹孔 和两个弹壳 李三思知道 刚才必定经历了一场激战 现在纽顿背着手的背后 绝对是一支威力足够 和射程足够的手枪 同一时间 李三思知道 自己的生死 已经掌握在了纽顿手上 不错 不错 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怎么可能将我的徒弟辛巴拉干掉 现在看起来 你的确有这个实力 是我当初太低估你了 纽顿 你认为你还逃得掉吗 李三思屏息凝视 他知道 现在是关键时刻 教父纽顿背在身后的手枪 随时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发射出来 攻击他的任何一个方位 而现在的李三思完全猜不到 纽顿将要攻击他哪个部位 也不可能提前的做出闪避 要知道 想要闪避子弹 必须得先占得先机 直到子弹的落点 我能走到这里 就代表着我有办法离开 李三思 我很看好你 教父纽顿一动不动地背着手 站在原地 气势凝炼而不外散 怎么样 既然你杀了我的徒弟辛巴拉 不如我把徒弟之位传递给你吧 再过几年 我也就退休了 那么整个世界黑帮黑手会 都会在你的管辖之下 我相信以你的实力和智慧 一定能够很好的领导黑手会的 让他再一次地走向辉煌的 李三思面色一变 我杀了你多年培养的徒弟 难道你不怀恨在心吗 难道不想杀了我泄愤吗 泄愤 为什么要找你报仇啊 这个世界上面道理很简单 弱肉强食 辛巴拉被你杀了 那是活该 他既不如人就该被淘汰 而你杀死了他 已经有资格坐上他的位置了 怎么样 未来教父的位置 你想不想坐啊 你就不担心我贾义答应你 等到坐上那个位置之后 再把整个黑手会推向灭亡吗 不担心 一点也不担心 等你坐上那个位置之后 你就会知道 黑手会绝对有他存在的理由 再也不可能会拒绝那个位置了 你更会将黑手会 带上更好的道路的 纽顿眼睛里面闪动着光芒 李塞斯看得出那是诚意 说不定自己真要答应 这个世界五大黑帮之一 黑手会的头目 真的会将自己视为他的教徒的 然后让自己统治整个黑手会 也说不定 而且他凭什么认定黑手会领导者 有着自己无法拒绝的理由呢 看到纽顿眼睛里的光芒 李塞斯呵呵笑了 请说我无法销售阁下大安 黑手会 既然是这么一个染杠 我还是不要进得好 纽顿双眼的光芒 从七代 逐渐转变成一种彻底的邪恶 瞳孔有些血红 然后整个人就带了一种 难以说明的诡异味道 好 拒绝我 我的教徒辛巴拉 从小我就一直抚养他 看着他长大的 就这样被你干掉了 我恨哪 教父纽顿的转变 让李塞斯觉得更加诡异了 他应该不是一个冷血到六亲不认的人 光是现在看到他的表情 李塞斯就能够感觉到 他对自己杀死辛巴拉的恨意 但是刚才 在谈及让自己加入的时候 他反而没有丝毫这种怨愤 更像是一个朋友邀请入伙一样 两年的转变之大 可见 纽顿的确是一个立以为先的人 他的表现就像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 李塞斯宁神戒备 看着教父纽顿的巨大变化 心里面同时想起了一奇之术 一奇的诀窍 就在于知道对方的布局 对方的落子 最终了敌先机 先一步封杀对方 而现在的李塞斯情绪 同时间延展出去 他觉得 教父纽顿在利益人格为前提的条件下 的确是全无弱点 而现在复仇的人格为前提条件下 李塞斯能够清楚地感到 自己的眉心已经被纽顿给锁定了 把握到纽顿背后的手枪 想要攻击的位置了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一榜 演播 天形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 第496集 大战纽顿 五 纽顿双目 像是布满了红色的蜘蛛网一样 带着那种复仇的光芒 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魔神 然后 他整个身体静止到了极点 随即而动 从静止到运动 跟一种极度诡异的感觉 他手中隐藏在身后的枪抬手射了出来 子弹在高压和火药推动下 破膛而出 大批的火药和火光从枪口洒出来 子弹射向李三思 在纽顿身体动作的时候 李三思的头就已经朝旁边移开了 然后 纽顿接下来的动作太快 子弹就射出去了 从李三思刚才头部没心的位置穿过去 李三思甚至能够感到子弹划过灼热空气 排开荡在他脸上那种温热感 子弹落空了 纽顿却奇怪地移了一手 然后左手一位 手枪在转移了一个位置 瞄准李三思一枪击发 李三思的一棋之术 配合他的精神 对纽顿精神波动的探查 再次了解到这一枪的攻击方位 同时见 李三思身体一个旋转 再次在枪声击发之前 避开了子弹的运动轨迹 整个开枪和躲闪动作来得太快了 已经分不清先后了 落在正常人眼睛里面 只会看到李三思悬身躲开发出的子弹 这是让任何人看到 都会难以置信的 而现在的纽顿 眼睛里面的确已经闪出 那种不可思议的神情了 他自己不是不能躲开子弹的 但是李三思能够事先掌握 他发枪的方位和速度 妙道毫离地避开子弹 他是怎么做到的 纽顿的强大精神力 应该可以完全压制住李三思 谁知道 李三思的精神力 就像是暴风骤雨当中的磐石一样 丝毫不为他狂飙的精神威压所动 纽顿抛下手枪 整个人踏前一步 和李三思距离陡然间缩近了 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 李三思先一步击拳而出 然后 纽顿的拳头也同时间击打过来 两个人就像是事先约好了一样 双拳交击 碰在了一起 碰了一声 李三思亮亮腔腔地退了好几步 勉强站定 而纽顿则是被李三思这种 突然掌握到 将要从哪里出拳的招式给制住了 破去了他所有的后招 愣在了原地 没有再次追击了 但是已经可以确定 纽顿的臂力 确实胜过李三思不止一筹 就算是受了伤 实力也在李三思之上 李三思的拳头 给予裂开般的疼痛 同时也再不能对纽顿发起 进一步的进攻了 两个人之间成为 拉锯一样的对峙局面 这是什么古怪的功法 纽顿看着李三思 现在李三思能够这样预料到 他内心所出招的位置的功夫 大出纽顿的意料之外 李三思呵呵一笑 读心术 纽顿双目转寒 冰冷无比 身体再朝李三思缩近 手臂好像牵手观音一般 好像分出无数的手臂 朝李三思铺天盖地而来 李三思朝后退离步 嘴角溢出笑意来 双手抬手左右交叉 击掌而出 砰了一声 漫天的手影画归于无 李三思左右双掌已经硬碰上了 千百画仪的扭顿的双掌掌刀 献出的曾经用这招 获敌无数的最终原形来 也是首次被迫去这招杀手键 李三思受不了强大的反振力 整个人朝后面摔了过去 身体落地 然后突兀地在地上翻转了一圈 单手撑住身体 半跪在地 纽顿站起身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被封隔住的双掌 这根本不可能啊 李三思只感到一阵的凶闷 刚刚虽然介入纽顿的招数了 但是两个人的交锋传递过来的强大震击力 让他五脏六腑里翻江倒海 机遇呕吐 只是他再也不能追击纽顿了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力图恢复丧尸的力气 准备再次跟纽顿交战 纽顿收回了自己的双掌 对李三思完全闪出一种奇异的表情来 每次见到这个李三思 他都在进步 李三思这次的水平 相比起从前在光环号 为了鲁夺苏子轩的李三思来说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同时 让纽顿的眼睛再次闪出亮光来 每一次见面 这个男子都越来越强了 已经成了纽顿的心腹大患 如果下次再遇见 纽顿实在不敢保证 这家伙会不会比现在更强 甚至于超越自己 这样的人 不能为己所用 那起码就要让他死在自己手上 免得日后成为强大的敌人 想到这里 纽顿跨前了一步 气势再次回复起来 也罢 既然你不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 那么至少我可以让你死在我手上 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你的强大 已经威胁到我了 李三思心智肚明 自己绝对接不了纽顿几招了 他虽然通过纽顿的精神情绪波动 用一棋之术和他对上了几手 但是实力之差距还在那里 如果纽顿全心全意地杀死自己 李三思知道 就算纽顿在受伤的情况下 也绝对有这样的能力的 纽顿再踏前一步 整个人的气势顿时上升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 紧照突现 纽顿猛地抬起头来 刚好看到从天而降 一脚以灵力气势踢击下来的飞狼 纽顿本来与对李三思出手的仓促之间应变 朝上面迎击过去 手上的左手和飞狼硬拼了一击 然后右手再迎上飞狼的另外一只脚 一个是仓促应变 一个是借助本身是能蓄足权力的一脚 纽顿加上自己受伤的单手接脚 此刻 接上飞狼的权力一踢 再也把持不住自己的身体 朝着后面退去 飞狼落地 在地上滚了一圈 于是消解 站起来 护在李三思面前 地面上一道三角黑影掠过 那是他的滑翔翼 飞狼实际上 早就已经潜回女神之心了 潜伏到现在 一方面是为了暗中调查 女神之心可能存在的敌人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在危机关头 受到骑兵的效果 因为纽顿强大的精神感知能力 所以飞狼只能小心翼翼地 躲在水晶皇冠之上 等到李三思如此的危急关头 才乘坐滑翔翼借助势头来到上方 然后一跃而下 对纽顿实施最为有效的偷袭 然而的确也起到了奇效 纽顿被逼退的弹口 飞狼不再犹豫 他知道纽顿的厉害 如果不能趁着他气势被削减的弹 让全力攻击的话 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飞狼瞅准了纽顿的左臂破绽 所有的攻击都是朝着左臂去的 纽顿被踢退 的的确确气势受到了影响 不过也并不像飞狼想象中那么脆弱 不过交了两手 烈士就被他以精妙的招数给搬了回来 飞狼连踢了三脚 都被纽顿以没有受伤的右手臂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最后隔空劈出一掌 这一掌 在他气势回升的道披出来 倒是让飞狼再难以正面抗衡了 从旁边侧疑躲开 纽顿就是在等飞狼侧疑这个机会 如果飞狼打定主意 拼着受伤的危险 跟纽顿硬碰硬的话 那么几乎可以保证 纽顿伤他的同时 也会被他所伤 纽顿的气势将遭到进一步的削减 那时候再加上李三思 或许还有胜算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回升 纽顿一掌批空以后 整个人气势再升一层 脚界是踏前一步 紧锁飞狼 双手并拢 全力朝他推了过去 飞狼几乎可以保证 被纽顿这一掌推出 保证前胸的骨骼得进阶碎裂 不过他已经躲避不开了 飞狼身体在空中一侧 躲开正面接受纽顿掌心的厄运 改为侧边擦锅 不过只是擦锅 已经让飞狼的身体在空中翻了好几个滚 跌落在地了 虽然避开了致命的打击 但是在地上这么一跌 那种缓冲再也不能凭借一些微妙的保护动作抵消了 被摔了个七魂八素 满头晕眩 感谢收听文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文理双修 校园特工 作者 二两考寻一榜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罗小布 叶小雪 泽景 猫痘痘等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是叶小雪 欢迎收听哦 第497集 英雄池木 纽顿正要用此良机乘胜追击的道 两边楼道上 窜出斯托克公爵和巴默汉伯公爵来 手中银白见光闪烁 朝纽顿飞奔而来 纽顿看了看地上的飞狼和李三思 无奈地摇了摇头 身体突如其来地朝后面飞退 到了平台边缘 他双手戴了一种奇特构造的手套 沿着一只长长地 从平台连接到地面的钩索爬了下去 斯托克公爵 跟巴默汉伯公爵一前一后 跃上酒楼的观景台 冲到边缘 却正好看到纽顿顺着钢索滑到地面 然后朝着海边飞奔过去 纽顿逃到了海边 推出岩石当中的那种可潜水的摩托艇 发动走人 摩托艇在水面排开浪花 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 钻入水底 消失得无影无踪 平台上位的斯托克和巴默汉伯 暗自叹息 扶下身来 扶起李三思和飞狼 巴默汉伯公爵脸上 显然对刚刚纽顿所展示出的能力惊魂未定 斯托克公爵则低头沉思 对刚才的一幕心有余悸 他收剑回翘 看了一眼旁边的李三思 嘴唇动了动 你没事吧 李三思愣了一下 显然没料到斯托克公爵会关心他 虽然声音有些拉不下面子的沉稳 但是的确表现出了担心来 李三思摇了摇头 拍了拍身上的灰 不碍事 我没问题 只是最终还是让那家伙给跑了 巴默汉伯捋了捋下面的胡子 宽厚的手掌拍了拍李三思的肩膀 小子 你不错啊 然后又转头看了看斯托克公爵 斯托克老兄 看来你的女婿也并不是我所听到的那么差劲啊 巴默汉伯拍拍李三思的肩膀表扬 倒是让李三思有些意外 难道自己在外面的名声很不好吗 李三思猜得没错 自从成为海地以后 李三思的名声在曼彻斯特传递开了 但是到其他地区以后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都变了一个味道 都传说斯托克公爵的新女婿是海盗出身的 更多信息报纸则是纷纷猜测 斯托克公爵是不是已经堕落到了以海盗为伍的地步 传递到影响之坏 也不怪斯托克公爵对李三思海地的身份有所介怀 现在听到巴默汉伯公爵的夸奖 斯托克公爵倒是撇了撇嘴 缓缓吐出两个字来 嗯 当然 众人这个时候才匆匆地赶过来 山姆警长冲过来 听说发生的事情 指挥着海岸搜寻队四处寻找纽顿的踪迹 随后则是朗博斯拉格等人 撒哈拉管警跟苏子轩因为黄海涛出事 所以一起陪伴去往拜布伦城市的医院 黄山姓哭着跟随自己昏迷不醒的爷爷 而李三思第一个反应过来之后 也和飞狼乘坐直升机 跟着去往黄海涛所在的医院 理查德脸上还是一片煞白 斯托克公爵镇定下来 勉强走到女神之心内部升降平台上面 对下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们 朗声说道 女神们先生们 今天的剪彩就此结束 女神之心全部房间餐厅都开放了 请尽情享受你们的美丽的一天 话音一落 下方人群顿时传来一片欣喜的攒动 宝卫让出路来 人们纷纷朝楼层和电梯口走去了 斯托克公爵返回身来 面前是巴默汉博公爵 和自从纽顿出来以后 跑得比谁都快的汉明斯公爵 他脖子上还挂了一张餐巾纸 显然不知刚才躲到哪张餐桌那去了 现在才钻出来 一个劲地说 尽顿跑了 好啊 斯托克跟巴默汉博公爵 不愧是我们英帝国的两大高手啊 实际上刚才的情况 使得众人已经有些不好的评价了 自己这边这么多人 特别是斯托克 巴默汉博这样的高手 竟然还让纽顿来去自如 凭借那一身诡异的功夫 把他们完全控制在鼓掌之中 特别是平时极度自傲的理查德 今天算是遇上真正的高手了 当时纽顿散发出的气势 不仅击垮了他的剑法 还摧垮了他的心智 到现在为止 理查德想起来 还能够感到让人心计的颤动 斯托克公爵和巴默汉博面色沉重 他们之前无视苏子轩和李三思的劝告 认为黑手会不论如何强大 纽顿再怎么 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个黑帮头目 又怎么能有通天的本事 直到面对纽顿之后 斯托克公爵和巴默汉博两个人 这才对强敌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解 斯托克公爵也知道 女神之心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 他原本以为 女神之心再无威胁了 没有家族负担 没有外敌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重压 他至少可以从公爵的位置上面 稍微轻松一点 所以 李三思等人说的威胁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他只认为是李三思他们年纪尚轻 稍微遇上那么一点危险 就把问题放大 认为是难以愉悦的鸿沟 所以 对于苏伦的一再劝诫 他也没有引起重视 最终导致了轻敌的后果 塞里纳夫人走过来 看看自己的丈夫 轻声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人受伤 斯托克公爵没有回答 只是对旁边的人说 走 去往黄先生所在的医院 急救室门口的红灯灭了下去 整个等候手术的休息室的所有人 心情顿时绷紧了 黄山心抹去脸颊上面的眼泪 被苏子轩安慰着扶了起来 李三思也站起来 门一开 还没有等到医生出来 他就带头冲了进去 斯托克公爵 塞里纳夫人 沙哈拉管家等人紧随其后 李三思对黄海涛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一方面可以算得上是恩师了 两个人在海山城相遇 那时李三思刚刚通过意识流领悟到太极拳 遇上持刀歹徒差点丧命当场的时候 被黄海涛被黄海涛所救 他的两撇花白胡子 李三思印象里面极为深刻 而和黄海涛这以后的相遇 虽然一直让李三思做他不喜欢的事 李三思也经常和他斗嘴 但是最终 这个像是圣诞老人的老头 也是有着几分好感的 更何况 黄海涛被扭顿击伤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李三思的 所以黄海涛是对他有恩的 黄海涛的胸口绑着绷带 躺在白色床铺上面 脸色更是煞白 显然扭顿的正面的一击 的确是非同小可 他看到李三思进来 微微露出了一点微笑 黄山心随后扑了上来 浮在床边 眼泪巴搭巴搭地掉下来 爷爷 爷爷 爷爷你怎么样了 爷爷 怪孙女 爷爷没事 你看现在不是好好地躺着呢吗 黄海涛脸上精力沧桑 明显很疲惫 似乎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 才能够好好地安睡 李三思走了过来 轻轻拍了拍黄山心抽气的后背 看着黄海涛什么也没说 黄海涛努力喘着气 我唯一舍不得俩 就是我这个孙女 打小一副男人的样子 我怕你嫁不出去呀 爷爷你不要走 爷爷不要走 黄山心的性格本来坚强的 现在这样哭出来 让在场不少人觉得心酸 塞琳娜夫人轻轻抓着 斯托克公爵的手臂 有些不忍心看到面前这一幕 斯托克公爵轻轻拍了拍 塞琳娜夫人的手臂 传递着无声的安慰 好了 黄海涛露出笑容来 看着李三思 其实那一天呢 迟早会来的 小李子 我最后只有一个愿望 你能答应我吗 黄海涛对着李三思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苏子轩 斯托克公爵 塞琳娜夫人 都同时看向李三思 苏子轩的目光闪烁 看着李三思 胸口上下起伏着 如果黄海涛这个时候 要求李三思迎娶他的孙女 那该怎么办呢 在黄海涛这样严重的情况下 李三思又怎么能够拒绝 一个老人最后的嘱咐呢 李三思身体一阵 慢慢地转过头来 看着苏子轩 两个人眼神交汇 流露着一些什么 苏子轩嘴唇微动了动 却什么也没说 李三思转过头来 看着满含期待的黄海涛 连连头 你说吧 小李子 你能告诉我 你打算去哪所大学了吗 圣约大学 到了这个份上 隐瞒也没必要了 原来是那儿啊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曾经我们签署了一个合约 你记得吗 我记得 你赞助女神之心五千万 我答应你一个条件 斯托克公爵跟塞里纳夫人 转过头来看着苏子轩 眼睛里面带着一些惊议和询问 苏子轩迎上他们的目光 抿着嘴点点头 你这样的好孩子不多了 黄海涛艰难地转头 看了看旁边的孙女 山心哪 有时候你的事情 爷爷会为你自作主张的 你不会怪爷爷吧 黄山心流着泪 拼命地摇头 不怪不怪 我不会怪爷爷 爷爷你不要走 爷爷不要离开我 感谢收听纹理双修 我是小布 我们下集再见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